张浩笑着说,表弟你这就不太懂了,卖水果是挺赚钱,不过也都是辛苦钱,很不容易的。 李正嗷嗷了几声,又叹了口气说,像咱们这种人,估计是理解不了,哎,不同圈子啊。 他这话里话外的意思,明摆着就是告诉我,他们四人是天生的上层圈子,我这个圈外人别妄想着往里靠。 这时,就听赵明明道,行了你,好好开你的车。 李正呵呵了几声,总算闭了嘴。 车子一路急迟,大约一个多钟头后,停在了一座白墙黑瓦的大宅门口。 这座宅院,典型的中式风格,古朴典雅,看着也颇有些年头了,应该是邻家祖上传下来的祖宅。 宅院保养得很好,门口两只威武的石狮子,几树梅枝从墙内伸了出来,不得不说还是颇有格调的。 我挺喜欢这种传统的建筑风格,略一观察,就知道,这栋宅院在风水设计上也是上家,应该是当初有风水名家专门做过指点。 从车上下来,李征和张浩就捧着装有御观音的木盒子以及其他几样东西,熟门熟路地往里走。 我随着闺蜜俩走在后面。 进门就是花园假山,飞檐走廊,一派古典江南园林风格,比之贺家老宅的西式建筑,别有一番风韵。 地面大多是用青砖铺就,另外我留意到,有几处却是用了黑白两色砖,在地上铺成一个八卦图案。 庭院正中,仲有风水树,两侧有石器的鱼潭,里面有鸡尾金色的小鱼在盘旋兮兮。 类似种种,无一不暗和风水之道。 先去见我爷爷。 林青霜招呼了我一声,就朝后院走去。 李征回头冲我说道,林爷爷是德高望重的大学者,最不喜欢不学无数的人,你等会儿说话小心点,别惹了他老家人不高兴。 我懒得接枪。 一行人穿过庭院,很快就来到一处房间前。 爷爷,你在吗? 林青霜轻轻敲了敲门,在外头催声喊道,我带那小子过来拜见您了。 只听屋里有脚步声响,紧接着,房门就从内被打开。 我见一个精神健硕的老人站在房门口,目光一转,落到我身上,呵呵笑道,你就是陈平吧,赶紧进来。 一把抓住我的手,拉着我进门。 我见他容貌慈和,言语间更是对我十分热情,不由得心中一暖,想起了三爷爷,忙恭恭敬敬地给对方行了个礼。 林爷爷好,我临来江城的时候,三爷爷就说,您是他老友,我这一忙就。 林又如撵了撵胡须,哈哈大笑,年轻人事情多,早来晚来都是一样。 林青霜在边上哼了一声说,他能忙什么,都是借口而已。 随即抱着他爷爷胳膊撒娇道,爷爷,我把这小子给你带来了,你可不许再生我气了。 林又如美好气地瞪他一眼,什么这小子,该叫陈平哥哥。 林青霜嘟囔了嘴,什么嘛,我只有李珍哥哥,张浩哥哥,哪来的什么其他哥哥。 听他这么说,李珍和张浩表兄弟俩纷纷露出自得的笑容,示威似的冲我挑了挑眉。 林又如欠然笑道,小陈,都怪我把这丫头惯坏了,以后你要好好教教她。 我一愣,听这话里头的意思怎么有些古怪。 林青霜更是撅了嘴,气呼呼道,爷爷你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轮到他来教了。 李珍也忙道,爷爷你不知道,这人大学都没念,平时游手好闲,他。 他话还没说完,就被林又如皱眉打断道,小陈的事情我知道的比你们多,不用你们来给我讲。 李珍被这么一训,不敢顶撞,只好娜娜地闭了嘴。 我一直冷眼旁观,对这位林爷爷还是相当有好感的,再加上他是三爷爷的老友,那自然就是我的长辈,取了一套酒宝摘买的毛笔出来,给老人家送了过去。 林又如呵呵大笑,我这当长辈的,还没给你见面礼,怎么好意思反过来收你这后辈的,咦,这笔。 老人家打开礼盒,顿时就被里面的那套毛笔给吸引住了。 好手艺,好手艺,这是哪位名家的智笔,林又如拿着那一套笔,反反复复地看,一时之间入了神。 直到林青霜唤了他几声,才猛地回过神来,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对不住对不住,我这人就是老,毛病了,一看到好笔,就丢魂了。 爷爷,这笔哪有你说得那么好,我看你就是偏心。 林青霜不满地说,上回我爸送你那套笔,是好大事亲手所致,要二十万呢,也没见你这么夸过。 林又如却是摇头道,你爸送我那套笔,虽然已经算是不错了,但论品质,和这套笔相比,还是差了不止一筹。 林青霜惊呼道,怎么可能,这套笔,怎么会比会比好大事的质笔还好。 李征也接口道,就是啊,爷爷,您是不知道,这套笔他买过来才五千块钱呢,跟好大事的差远了,您是不是看错了? 林又如邪腻了他一眼,怎么,是说我这眼光不行。 李征吓了一跳,盲说不敢。 林又如没理会他,疑惑地向我道,小陈,这笔真是五千块买来的。 我点头说是,林青霜撒娇地道,爷爷,我说得没错吧,这笔真的只有五千块,比我爸送的那套差远了。 林又如拿着那套笔反反复复地看,黑得笑了一声,问,这笔是哪里买的? 我说是九宝斋前老板那里。 林又如哈哈大笑,原来是那老货,这家伙对各种古玩金石玉器的鉴定,那是在行得很,不过说起笔上的见识,那实在是粗陋得很了。 这样的笔全卖五千块,下次遇到我一定要好好地取笑他一番。 林青霜移了一声,问,原来爷爷你和前老板认识啊? 林又如笑笑,没有说话,但显然是默认了,他的目光一直就在笔上,挪不开眼睛,想必是极为喜欢。 又问我知不知道这笔是九宝斋从哪里收来的? 我当时也听前老板提过一句,这些笔应该是有人寄在他店里卖的,具体的就不太清楚了。 之后,林又如又跟我打听了三爷爷的近况,听我说三爷爷一切都挺好,他也是格外欣慰。 再聊了一阵,见林老爷子要休息,我们也就从房里退了出来。 在院中走了几步,赵明敏突然回头说,陈平,我想跟你比试一下。 张浩诧异地问,明敏,你要跟他比试什么? 李正跟着笑道,就是呀,明敏你一向是我们当中的才女,才艺样样精通,你能和他比什么?不是欺负人家吗? 赵明敏却是定病看着我,我想跟你打一场,看看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 林青霜拉住闺蜜说,明敏你傻了吧,跟他有什么好打的? 那天是你不小心,才被那女人控制了,这家伙怎么可能比得过年? 赵明敏却是皱眉道,那天虽然是有大意的成分,但那个女人是很邪门,我想跟他比一比。 我大致是听明白了,这赵明敏应该也是个懂玄学的,从怕能一样,瞧出猪手纹身上玉牌的问题,水平应该还算可以。 当日在吉乐府,他和林青霜被贾秦染用虫子控制,任人摆布,在床上一躺就是大半个月,估计被他视为奇耻大辱,而且一直都不服。 他找不着贾秦染,就想找我跟他动手。 当时,是我打跑了贾秦染,如果现在他能打败我的话,就能证明他胜过对方。 这姑娘看着娇娇美美,好胜心还挺强。 不用别,我打不过你。 我干脆地认输。 李正哈的一声悦了出来,算你有自知之明。 赵明敏却是张红了脸,你这人怎么这样,没打过怎么知道你打过我。 一看就是你比较厉害,所以没有打得必要。 我随口说,你,你这人,赵明敏咬了咬嘴唇,目光中大有懊恼之意。 林青霜过来挽住闺蜜的手,劝道,明敏你就别倔了,你也不想想你家里是干什么的,再加上,你天赋又高,这家伙怎么可能比得过你,你就别勉强人家了。 在张浩和李正的连番劝说下,又见我始终不松口,赵明敏只得作罢,有些气呼呼地瞪了我一眼。 我实在没兴趣跟这群人泡着,想着赶紧再拜见一下林青霜的父母,把鹤里送上,这样就可以拍拍屁股回家了。 我爸妈应待里面吧,跟我来。 林青霜领着我们往东院走。 来到房门外,林青霜刚要敲门,就听里面有人在说话。 听说今天双双的小对象来了,那我一定要见见。 是个很温柔的女生。 林青霜一听到这句话,本来准备敲门的手就是易江,李征和张浩更是脸色大变,神色紧张,赵明敏则是一脸诧异。 我也有几分好奇,心说原来这姓林的刁蛮丫头已经有对象了,那这李征岂不是没戏了。 这时,一个有些低沉的男生笑说,人是来了,这会儿应该在我爸那里吧。 我听到这么一句话,心里顿时感觉有些不对劲。 赵明敏反应最快,更是回头一脸古怪地看了我一眼。 我觉得这门亲是不靠谱,我不同意。 这又是个女生,但声音有些间,听起来盛气凌人的。 那低沉男生道,这是咱爸早年就定下的,等孩子长大了,就结为亲家。 我听得心中砰砰乱跳,只见其他人全都看了过来,个人神色各不相同,有惊诧的,有迷茫的,有愤怒的。 尤其是林青霜,恼怒地盯着药,紧咬着嘴唇,满脸通红。 只听房内那有些发尖的女生说,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现在都什么时代了,怎么还能这么草率定亲? 你没听双双说吗?那个陈平家境平平。 家境也就算了,咱们家也不是没钱,但这人不学无术的,听说还有手好闲,不务正业的,这样的人怎么配得上我们家双双? 我听这语气,对方应该就是林青霜的母亲。 而那低沉男婴应该是林青霜的父亲林长红。 既然是咱爸看中的人,不至于如此不堪吧。 林长红说道,林夫人哼了一声,咱爸的眼光自然是高的,但那陈平都多少年没见过了,咱们又不知根知底,谁知道如今变成了个什么模样。 那温柔女生笑着劝道,金家人不是来了吗?等会儿,咱们见见就是,几个什么? 林长红也顺势道,就是就是,人都没见过。 你就下这种定论,为时尚早。 林夫人道,什么为时尚早,女儿都亲眼看过了,觉得这人一无是处。 你难道还不相信你女儿的眼光吗? 林长红被她说得有些善善的,陪笑道,双双的眼光一向高,她说一无是处也不一定是真的,估计一般般人才还是有的。 李夫人的声音陡然高了几分,显得极为生气。 你是怎么当爸的,咱们家宝贝女儿,是能马马虎虎虚给个一般人的吗? 听到这番话,李真和张浩一脸讥笑地看了过来,颇有嘲讽之色。 我置之不理,心里只在想,三爷爷这是办得实在是有些不靠谱,这不声不响的,居然把我的婚事给定了。 难怪临行前,千叮咛万嘱咐的,让我要照看好林青霜,原来里头还有这种内情。 只不过吧,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两个老爷子定下的这门亲事,绝没有成的可能。 这时只听那林夫人道,咱们家双双,至少也得选个门当户对的。 我看那,李真和张浩这样的就不错,几个小孩子从小一块长大,大家知根知底,家境也是相当。 李真和张浩在外面直起脖子,十分紧张地数耳倾听,待听到林夫人说他俩不错, 跟林青霜正好相配,纷纷露出自得的笑容。 林夫人又叹了口气说,我倒是更喜欢张浩这孩子,学历高,懂得也多,只不过我看他,似乎对你们家明明更上心。 我见外头四人都是脸蛋运红的,心想,今天是遭了什么霉运,跑过来听他们谈婚论嫁的,跟我有个毛线关系。 那温柔女生笑道,我家明明的心事,我可猜不着,她喜欢谁,不喜欢谁,也从不跟我说。 嗨,我家双双,就没你们家明明那么心思细腻。 林夫人叹口气说,屋里又说了一阵,却是聊到了另外的话题。 林青霜于是敲了敲门,问道,爸妈,我们能进来吗? 屋里林长宏答应了一声,我们推门进去。 只见屋中坐着一男二女三人,男的四十多岁,相貌儒雅,戴一副眼镜,看着文质彬彬,长相和林又如老爷子,有几分笑似,应该就是林青霜的父亲林长宏。 在她边上坐着个中年,美妇,一双眼睛极为挑剔,气势凌然,想必就是林夫人。 她右手边又坐了另一位和她年纪相仿的女子,容貌秀美,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气质温婉,不出意外的话,就是赵明明的母亲。 果然,听几人上去请安,那一位正是赵夫人。 我随后,也上前与三人见礼。 林长宏呵呵笑问,你就是陈平吧?你爷爷可好? 我微笑说她老人家都挺好,见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林长宏笑容和煦,那位林夫人皱着眉头,居高临下,目光甚是挑剔。 倒是那位赵夫人,颇为赞许地点点头,笑说,年轻人一表人才,看着就让人喜欢。 林长宏也很是高兴,对对对,我看小陈无论是相貌还是气度,都是出挑,不错,不错。 那位林夫人却是面有不渝地说,光是长得好有什么用。 林长宏咳嗽了一声,大概是怕我尴尬,插开话题说,小陈你来江城也有些日子了吧,怎么也不早点过来玩玩。 我正要解释一番,谁知那林夫人却是追着我问,小陈,听说你没有上大学? 我点头说是,你是在林县长大的? 我据实回答,说九岁以后就一直在那生活。 林夫人恩了一声,说,林县地方倒也不错,只可惜是乡下地方,常年住在那里,见识有限。 林长宏眉头一皱,道,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林夫人没有理他,盯着我道,听说你现在也没个正经事情,天天游手好闲的。 我迎着他的目光,不避不闪,微笑道,道真是不嫌,天天忙得很。 哦?林夫人瞥了我一眼,你又忙什么? 李正在边上笑说,林伯母,你可别听他在那瞎吹,他能忙个什么? 这时,那位赵夫人笑着打圆场道,小陈说很忙,那自然是很忙的。 林长宏也赶紧接话,按了按他夫人的手背,笑道,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咱们操那么多心干什么? 他又笑呵呵地转向我,小陈难得来,正好在家里住几天。 你三爷爷和我父亲,那是多年的老友,咱们都是一家人。 我对这位林伯父印象不错,把另一套笔送了过去,听说今天是林伯父容认国学协会会长的日子,恭喜林伯父。 林长宏见到那套笔,顿时也是眼睛一亮,连连赞叹道,好笔,真是好笔。 听我说,已经给老爷子也送了一套,林长宏更是欢喜。 小陈你这几天就在家里住了,让双双他们陪着你好好逛逛,都是自家人,以后要多走动走动。 我原本想送完里就走,但林长宏怎么也不许我走,还端出一副长辈的架子,我实在推托不过,也只好答应留了下来。 那位赵夫人一直在旁笑嘻嘻地看着,林夫人却是一路板着个脸,末了才微微露出一丝笑意,小陈既然来了,就好好住一段时间。 今晚你林伯父上任,会举办大型宴会,各方人物都会来祝贺,你们正好见见世面。 李正笑道,对对对,这次机会难得,以林伯父的面子,肯定是贵客云集,陈品你正好见识见识,机会难得哦。 我笑了笑,说,好。 林夫人恩了一声,打亮了我一眼,皱眉道,今晚的宴会十分重要,来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双双你等会儿带小陈去挑挑衣服,只管网贵了买,回来找妈报销。 不用麻烦,衣服我自己准备,我婉言谢绝了。 林夫人脸色一沉,还戴在说,被赵夫人给笑盈盈地打断了,他们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何必搞得那么严肃。 我对这位赵夫人印象还挺好,那位林伯父也借机打圆场道,就是就是,孩子们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让他们自己看着办。 总算从房里退出来后,我们五人顺着走廊往庭院走。 李征笑道,还真是期待今天的大宴,听说几乎大半个江城的名流都会来赴宴。 林青霜得意道,那是当然了,他们可都是冲着我爷爷和我爸的面子。 几人都是悠然神往,赵明明问,听我妈说,像杨大师他们也会来。 对啊,林青霜掰着手指头说,杨远宁杨大师,张三福张大师,最近名头很盛的何有道何大师。 我听他数了半天,倒是有大半人民都挺耳熟,都是在波浪山庄见过的。 对了明明,那个杨轩也会来,听说这人才貌双全,又是杨大师最宠爱的孙子,而且玄学的造诣也是极高,跟你很配哦。 林青霜搂着赵明明格格笑说,我不由看了一眼张浩,这家活果然脸一黑,很不乐意地道,双双,你怎么能乱说呢? 那个杨轩也就是个公子哥,哪配得上明明? 林青霜瞥了他一眼,笑道,是是是,就你配得上明明对不对? 张浩脸一红,这个,说着看了一眼赵明明。 行了,你们别整天瞎开玩笑,赵明明皱眉说了一句,对了,我听说张三福张大师的孙子张德武,前不久突然病故,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我微微有些诧异,随即了然。 那天在波浪山庄,张德武死在谢宁手里,只不过他这死法可实在不太光彩, 而且,包括杨远宁在内的那么多风水大师,全都在一个小姑娘手里栽了跟头,差点一命呜呼,这么丢脸的事情自然是不会到处宣扬。 因此,除了去过岛上的人,其他人都不知内情。 林青霜害了一声说,管他那么多呢,除了那个张德武,今晚还有很多风水大师的高徒会来。 我知道,明明你喜欢跟你一样懂玄学的男人,到时候,可以好好挑一挑。 赵明明被他说得脸一红,脆了一口道,呸,谁喜欢了? 我看,是你春心荡漾了吧? 今晚来的年轻才俊比比皆是,正好让你妈给你挑一挑。 两个姑娘一阵嬉笑打闹。 那些什么年轻才俊,都是别人捧出来的而已。 李征口气酸酸地说着。 我不有好笑,也懒得理会这帮人谈情说爱,随意地在园子里逛逛,看看风景,倒也乐得自在。 傍晚的时候,林青霜等人都各自回屋收拾行头,打扮打扮,准备参加今晚的大宴。 我也抽空上了趟街,挑了身衣服。 回来的时候,正好撞见四人从内院出来。 李征和张浩二人都是一身剪裁合体的黑色西装,一手插兜,风度翩翩。 林青霜和赵明敏,闺蜜俩,则是一身长裙,轻盈灵动,恶挪多姿,一行四人俊男美女,煞事夺人眼球。 陈铭兄弟,你不会,就穿这身衣服吧? 李征一上来就大惊小怪地叫道。 张浩上下打量了我一阵,很自信地道,我猜猜,你这身衣服应该不会超过一千块。 我笑笑,猜得很准,一共九百九十八。 李征扑斥一声悦了出来,我说兄弟,你不是吧,这么高级的宴会, 你就穿个一千块钱的行头。 差不多吧,我随口回了一句。 林青霜皱了皱眉头说,你这人也真是,算了我带你去再买身衣服吧,省得被我爸说。 赵明敏确实拉了他一把,说,我觉得陈平穿这一身也挺好的,合适就行,也不一定非得多贵。 被他这么一说,林青霜气脑地道,算了算了,就这样吧,反正晚上也不会有人注意他。 正在此时,一行人从内院出来,为首的郑士林又如老爷子,他穿着一身正气的藏蓝色塘装,龙形虎步,精神健硕。 跟在他身后的,则是林长洪夫妇,以及那位赵夫人,众人都是一身盛装,精神异议。 一辆家常兵力,缓缓地在院门口停下,接了四人上车。 我们五人则是坐了李征的车,跟在兵力后面,往西南方向驶去。 在夜色渐黑,滑灯出上之际,车子在一处大庄园前停下。 大门的匾额上,踢着两个圆润的大字,西园。 刚才在车里的时候,就听林青霜他们说了一路,说这西园是国学协会名下的产业,是当年将成一个大富豪捐献的。 今晚的国学大宴,就在这西园里举办。 此时西园门口早已张灯结彩,边上站了好些人,想必都是国学协会的人,正在招呼宾客。 林家父子作为现任会长和继任会长,这一现身,西园里立即就沸腾了起来,同时早已备好的乐器开始齐齐演奏。 我们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入园,受到众人家道欢迎,林青霜一路昂首挺胸,骄傲地像只小孔雀。 这西园是按照苏式园林风格建造的,别有一番江南风韵,沿途景之煞是赏心悦目,倒是让我大开眼见。 宴会的场地就在西园中心的巨闲厅。 这厅极为宽敞,整体是个八角形,桌椅按照八面排布,在中心空出了一大块场地,我只看了一眼,就绝挺有趣。 我还是头一回见到宴席是按照八卦方位排布的,果然国学协会就是国学协会,处处与众不同。 林老爷子他们作为协会首脑人物,又是今晚的主角,自然是做了首席,不过此时他们并未落座,而是在厅门口迎接陆续到来的宾客。 我们几个被分配到了最角落的一张桌子,按照八卦方位来说,正好是李火瓜的边角。 林青霜四人都是傲气至极的人,不过对这安排却是谁也没有什么不满,毕竟跟其他与会的宾客相比,他们就是无足轻重的小角色而已。 能有幸参加这次大宴,那还是沾了父辈的光。 你们看,那是本城巨富,地豪集团为董事长。 李征指着近来的一名矮胖老人说, 林青霜白了他一眼,搞得就你董事的,为老谁不认识。 李征却是瞄了我一眼,说,双双你们几个当然都认识了,我这不是怕陈平兄弟不知道吗? 我还真不认识,就让李征继续说说看。 是吧。 李征得意洋洋地从林青霜挤了几眼睛,接着又指着另一个年轻人说, 你在看那个,就是为老的亲孙子了,听说已经被指定是地豪集团的继承人。 我呜了一声,见那个姓韦的小子看着有点眼熟,才想起来是在波热山庄上见过的。 之后,又有不少宾客陆续进场, 李征一个个点评过去,熟门熟路得很,这倒也算是一样本事。 你们快看,是杨大师来了。 李征突然激动地叫道,不对不对,还有张三福大师,啊,孟大师,也来了。 我抬眼望去,门口进来一行人,正在和林老爷子寒暄, 在里头果然看到了杨远宁,张三福等几张熟悉的老脸。 江城有名有姓的风水大师,这是连妹出场了。 明明你看那个,那个就是杨萱吧,长得果然不错,我看跟你就挺配。 林青霜嬉笑着推了推赵明明说。 哪有你说得那么好,我看就一般得很。 张浩酸酸地说了一句。 林青霜横了他一眼,你懂玄学吗? 你要是个玄学博士,说不定我家明明就对你动心了。 明明你说是不是? 张浩急得红了脸,这,这哪有玄学博士的。 赵明明轻轻拍了一下闺蜜的脑袋, 沉道,你再瞎开玩笑,看我不跟你急。 林青霜黑黑了一声,突然又指了一个人, 你不喜欢杨萱吗?那这个喜不喜欢?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见这人四十来岁,长得干干巴巴,一脸是块, 站在几个大师中间,颇为不伦不类, 原来是何有道也来了。 赵明明脸颊蕴红,呸得笑骂道, 好呀,你个臭丫头,还哪有逗乐呢? 林青霜一本正经,哪有逗乐呢? 我可听说了,这位何大师最近风头很盛了, 才四十来岁,就能和杨大师他们比肩了。 虽然这人是长得丑了点吧, 不过明明你,向来不是最看重才华, 不看重相貌的吗? 懒得理你,赵明明转过头去。 好了好了,我们再看看,其他长得帅的。 林青霜笑嘻嘻地搂住他脖子。 我见那张昊臭着一张脸,盯着何有道猛瞧, 想必是吃干醋了,不由得一阵好笑。 李征突然疑了一声,指着那边问, 那个美女是谁? 我们扭头望去, 间厅门口进来一个人, 丹凤眼,柳叶眉,容貌绝美, 一袭大红色长裙, 虽然神色慵懒冷淡, 然而一现身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气势横压全场。 就是身为女主人的林夫人, 在她面前也一下子黯然失色。 这人是谁啊? 林青霜也是一脸茫然。 我也不认识。 赵明明紧盯着门口, 喃喃道,好厉害的气势。 张浩笑道, 连咱们几个都不认识, 那肯定不是江城的人, 我猜是林伯父从其他地方邀请的贵客。 李征也跟着点头附和, 没错,绝对是这样的。 这美女要是咱们江城的, 我把盘子给吞了。 我见她说得斩钉截铁的, 不由好笑。 你笑什么? 难道你认识? 李征恼怒。 张浩笑道, 说不定陈平兄弟见识广, 还真认识呢? 李征哈哈乐道, 说不定那个大美女正好是林县来的, 还正好就认识呢? 认谁也听得出二人话里的嘲讽之意, 我从桌上抽了个空盘子, 搁到她面前, 吃吧。 那个美女是成北叶家的女主人, 叶夫人。 你就扯吧。 什么叶夫人, 我们怎么不认识? 李征怒道。 哪个叶家? 赵明敏偏头问我。 天河集团叶家。 是她? 赵明敏证了一下, 我听说这位叶夫人身居简出, 向来不喜欢抛头露面, 如果是她的话, 那咱们不认识也正常。 张浩却是像抓住了漏洞, 这就离谱了, 既然那位叶夫人不喜欢抛头露面, 又怎么会来参加大宴? 我看她就是信口开河。 林青霜却是皱了眉头, 像是想起了什么, 天河集团叶家, 我记得好像是听我妈说过那么一嘴, 说天河集团叶董, 就是那位已经去世的叶夫人的先生, 虽然不是咱们国学协会的人, 但一向对我们协会非常支持, 所以这次邀请函也是送去了叶家的。 李征不信这个邪, 跑过去打听了一下, 结果当然是黑着个脸回来了。 没想到你还认识叶夫人呢, 林青霜有些意外地看了我一眼, 又敲了敲盘子, 笑嘻嘻地朝李征道, 某些人要吃盘子咯。 李征哼了一声, 不服气地说, 他也就是瞎猫撞上死耗子而已, 估计刚好在哪见到过, 这算什么认识。 这时正好宾客都有到齐, 国学协会的人出来宣布大宴开始, 也就被李征趁着这个机会糊弄了过去。 国学协会作为一个传承了百余年的组织, 会长传承仪式也是颇有底蕴, 我看得津津有味。 跟我们五人同坐的, 还有几个年轻人, 跟林青霜他们也都熟识, 是国学协会其他成员的子职。 他们议论更多的, 倒是那些个参加大宴的宾客。 随着林长宏从林又如老爷子手中 接过代表会长职权的信物, 听中响起一片掌声和欢呼声, 我还真没参加过类似的大宴, 一边吃着美味菜品, 一边观看仪式, 倒也是颇有乐趣。 一身红裙盛装的叶夫人 坐在主桌附近, 面无表情的, 只喝了几口茶, 面前的筷子动也未动。 我看了几眼, 正要收回目光, 突然看到离我们不远处的一桌, 也是坐了一桌的年轻人, 正在十分热闹地聊着天。 在这桌人当中, 我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这是个容貌俊俏的年轻姑娘, 穿了条白色竖腰长裙, 随意地扎了个马尾辫, 手里拿着一个茶杯, 不时喝上一口。 正是般若山庄的小慧。 我盯着她看了好一阵, 给黄夫人去了个电话, 问她小慧在不在身边。 黄夫人有些疑惑, 说小慧刚刚还在她旁边, 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事。 我笑说没什么, 聊了几句正要挂电话, 黄夫人笑着问我, 怎么这么吵? 是和朋友在哪里玩吗? 我随口说, 正在参加一个晚宴, 没想到黄夫人立即问了一句, 西元? 我还挺诧异, 不过在一想, 黄夫人的公公黄正云老先生, 那么喜欢研究玄学, 不可能和国学协会没有联系, 她知道西元这边的晚宴, 也不奇怪。 黄夫人笑道, 没想到你也在西元, 那正好。 我正奇怪, 黄夫人就把电话挂了, 不过经她一印证, 对面那姑娘冒牌货的身份, 也就呼之欲出了, 这还真是冤家路窄了。 她左手执在桌上, 拖着脸颊, 右手拿着茶杯, 也是左看看又看看的, 旁边有个年轻男子, 想跟她搭话, 结果硬是被她荡成了空气, 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那难得尴尬得不行, 只好转过去, 跟其他人说话去了。 我瞧得有趣, 这时林长宏已经正式接任 江城分会长之职, 精神奕奕地来到燕可厅中心, 发表讲话。 众人纷纷鼓掌, 场上一时热闹万分, 林青霜更是为父亲骄傲, 激动得脸蛋通红。 呵呵, 好热闹。 突然一阵洪亮的笑声, 自听外响起。 那笑声如同实质一般, 震得人耳膜嗡嗡作响, 甚至把全场的掌声 都给压了下去。 我暗暗呐喊, 这人竟然在笑声中 用上了咒音, 明显地来意不善。 你们什么人, 这里在门口响起呵斥声。 但话只说到半截, 就见几条黑影从外飞了进来, 砰砰几声摔在地上, 瞧他们的穿着 正是国学协会 守在燕客厅外的人员。 紧接着, 就见一行四人自外而入。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越乎, 你们就是这么招待客人的吗? 当先一人, 是个身材高大的光头, 瞧着大约五十来岁, 脸上胡须浓密, 偏生脑门上 却是一根毛也没有, 在厅里灯光映照下, 赠亮赠亮的。 这人声音洪亮之极, 一开口, 就震得人耳膜嗡嗡作响, 显然就是刚才发笑之人。 在他身后, 还跟着二男一女, 年纪在三十来岁左右, 昂着头, 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 似乎对厅中众人一脸的蔑视。 这四人敢在国学协会就职大宴上搞事, 摆明了就是和协会过不去, 林长宏作为宴会主人, 又是协会会长, 自然要出面。 不知道贵客是哪里的朋友? 如此做派, 也未免太无理了吧。 林长宏上前问道, 那光头却没有理他, 环顾了一下四周, 问道, 你们这里谁做主? 林长宏皱了皱眉头, 道, 有什么事, 可以对我说? 光头瞧了林长宏一眼, 摇头道, 我在南阳时, 就听说你们什么国学协会挺了不起的, 没想到今日一见, 实在让人大失所望。 他这句话一出口, 听众顿时就炸了锅, 一时间群情汹涌, 尤其是众协会成员, 各个义愤填膺。 这什么东西, 也在这里大言不惭的。 林青霜更是直接气地拍了桌子。 李征张浩两人也是大声斥骂。 我倒是特别在意那光头说的南阳两字, 不过瞧着光头的模样, 还有他说话的口音, 的确不像是这边的人。 林长宏淡淡道, 我们国学协会到底是不是了不起, 也不是随便什么人说了就算的。 不知几位是什么人, 擅闯宴会, 到底所为何来。 那光头黑了一声, 他身后一名截着发辫的男子走出, 昂然道, 这位是我们南阳赫赫有名的龙婆川海大师。 这人的口音倒是十分纯正, 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 什么龙婆鬼婆的, 听也没听说过。 那是个什么东西? 林青霜气呼呼地说, 李征和张浩二人也是连声附和, 说他们也没听过, 也不知哪里冒出来的。 赵明敏却是一脸凝重, 说, 名字里带有龙婆的, 一般都是南阳那边有名的大师。 李征不屑地道, 什么破南阳大师, 还能比得过咱们江城的各位大师吗? 这一桌其他几个年轻人顿时纷纷赞同, 大骂这些人, 不知天高地厚, 赶跑到咱们江城来作威作福, 那是选错地方了。 我却是没那么乐观, 就凭那光头能举重若轻的江州英混在笑声里传了出来, 就说明这人在术法的造诣上极不简单。 剑场面上林长宏脸色微宁, 显然也是颇为顾忌, 诞生道, 原来是川海大师, 不知大师远道而来, 有失远迎了。 他又朝另三人道, 不知这几位大师又是怎么称呼。 那发便男冷笑道, 我们三个只不过是川海大师手下的蒲庸而已, 又算什么大师了。 林长宏皱了皱眉头, 道, 那么几位今日前来, 有何赐教? 发便男哼了一声道, 要不是有事, 谁有兴趣来找你们赐教? 这话说的可是无理之极了, 众人纷纷喝骂。 林长宏毕竟酒精风浪, 也不动目, 淡淡问道, 几位到底是有什么事? 发便男扫射了听钟一圈, 高声道, 我是有个同伴被你们什么协会的给抓了, 所以才上门找你们要人。 林长宏听得一愣, 几位怕是弄错了, 我们协会怎会无缘无故抓你们的人? 发便男从兜里取出一张照片, 放在手中扬了扬, 这就是我们的同伴, 你敢说没见过? 我见林长宏从对方手里接过照片, 只看了一眼, 就脸色大变, 露出极度愤怒之色, 他劈手就将照片摔在地上, 立声道, 不错, 这人是被我们抓了。 一直以来, 这位林伯父给我的感觉, 都是那种儒雅君子, 温润谦和, 我还从没见过他这样极言利色样子。 我爸怎么发这么大火, 那张照片是谁啊? 林青霜等人也是极为奇怪。 厅中众人更是议论纷纷。 那发便男冷哼了一声, 点头道, 你承认就好, 还不把人放回来? 不可能。 林长宏神色肃穆, 毫不犹豫地拒绝。 发便男大声道, 你们这什么国学协会, 无缘无故囚禁我同伴, 这算什么道理? 他这话出口, 厅内又是一阵哗然, 众宾客也是纷纷露出疑惑的表情。 林长宏竖了竖眉头, 冲在场众宾客拱了拱手。 众位朋友, 大家想必都还记得前些日子, 小和珊下出了一桩惨案, 五个正值青春年少的孩子离奇惨死。 我听他提到小和珊顿时心中一动, 心说难道协会抓的是那个人? 对于小和珊那桩案子, 在座众人自然都是有所耳闻, 好些人叫道, 当人记得, 也不知道是哪个穷凶极恶的匪徒干的。 林长宏道, 这桩案子发生后, 我们国学协会也留意到了, 觉得这件事情不简单, 于是专门派了人调查此事。 就在前些天, 我们终于将这凶手捉拿。 厅中顿时一阵骚动, 好些人高兴地叫道, 干得好, 到底是谁这么残忍? 林长宏往地上的照片一指, 冷声道, 就是照片这人, 也就是这几人口口声声的同伴。 一时间众所哗然, 我们这一桌几个小年轻, 更是破口大骂。 那光头突然呵呵大笑了几声, 把所有人的叫骂声全都给压了下去。 你们这血口喷人, 我那同伴老老实实一个人, 怎么可能去杀人? 发便难冷笑道, 你们纯粹是污蔑。 林长宏寒声道, 就在前几天, 这人又害死了一个娇娜的小姑娘, 被我们协会请得高手当场勤货, 你还想抵赖? 我有些意外, 听这位林伯夫的口气, 在我和林阳去豪宅直播的当晚, 国学协会的人, 也在那附近守住戴兔。 后来那人被我吓得符咒重创, 我本以为他是逃之夭夭了, 如今看来, 是被国学协会的人给逮了去。 那发便难吃笑道, 什么当场情货, 这还不是由你们说了算? 要是我那同伴真杀了人, 哪还用得着, 你们什么协会动手? 林长宏被他这话, 赌得有些语色。 我可以理解林伯夫的苦衷, 毕竟那五个女孩子, 包括娜娜在内, 都是死在傀儡童子手里, 要用常规手段, 根本就没法证明他们的死因。 没话说了吧, 我那同伴根本就是无辜的, 是你们这什么破协会, 栽赃陷害。 发便难高声指责道。 我见林长宏眉头紧锁, 显然有些无法反驳, 林青双气的脸蛋通红, 这不男不女的实在太可恶了, 竟敢质疑我爸。 李征等人跟着他一阵叫骂。 不过他们在底下不管说什么, 都是于事无补。 那老光头呵呵笑道, 如果你们这协会真是光明正大, 就把我的人带出来, 咱们当面对质。 我瞧着这帮人真挺有意思, 说的这几句话, 明白着就是要把林伯父给挤队住, 逼他先把人带出来, 要换做我的话, 压根不会让他积歪那么多, 先把人轰了出去再说。 只不过林伯父为人还是太方正了嫌, 被那些人拿话套住, 不得已只能吩咐把人给带过来。 发便难等人见状, 纷纷露出得意的笑容。 厅中众人议论纷纷, 林青霜几个则是从头骂到尾。 过不多时, 就见两个国学协会的人压着个人进来。 这人干干瘦瘦, 面容阴郁, 头发根根支起, 他的脖子尤其长, 显得模样甚为古怪, 身上被一根黑色的皮绳捆得结结实实, 神情伪顿, 显然重创未愈。 一看到这人的长相, 我就想起了孙茜提过的那个长颈鹿。 这样一来, 就说明孙茜他俩的猜测没错, 屈遣傀儡童子虐杀他们的, 就是这怪人。 这人一见到老光头等人, 立即大声喊冤, 大师救我, 这些人平白无故地就把我捉去打成重伤, 我实在是不知道为了什么。 他的口音很是古怪, 汉语说得十分生硬, 看来也是南洋过来的, 这一喊起冤来, 模样还挺可怜, 换作不知情的人, 还真能被他骗了。 发便难高声道, 大家都听见了吧, 我同伴是冤枉的, 这什么破协会, 就是胡说八道。 厂商议论之声大起, 林长宏环顾四周, 朗生说道, 众位朋友,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学协会是什么平行。 一指那长脖子, 这人在小河山用邪术杀人, 被我们一举擒祸, 事实俱在, 根本没有抵赖的余地。 那发便难立即吃笑道, 事实俱在, 那你们就拿出证据来, 说说看我这同伴, 到底是怎么害的人。 这人倒是能说会道的, 摆明了吃死别人, 揪不住那长脖子的小辫子。 当初那几个女孩子, 都是被这人驱浅的傀儡童子所害, 林长宏一时间又哪里去找到证据。 但这位林伯父倒也沉稳, 只淡淡道, 不管如何, 你这同伴深更半夜鬼鬼祟祟出现在那里, 至少嫌疑是跑不掉的, 我们将人暂时扣押, 也是合情合理。 这话说得很有水平, 那发便难被堵得一时雨色, 他眼珠子一转, 冷笑道, 你们口口声声说, 是在小河山将我同伴当场情货。 哼, 什么情货, 只怕是被你们用下三滥的手段谋害的吧? 林长宏冷声道, 我们国学协会向来光明正大, 不是你可以随便污蔑的。 发便难哈哈大笑, 是吗? 我早在南洋的时候就听说, 你们这什么破协会, 是你们玄学高手的聚集地, 我倒想见识见识, 究竟都有些什么阿猫阿狗的, 也在这里大言不惭。 这话一出口, 顿时全场哗然。 尤其是国学协会的人, 更是群情激愤。 这什么玩意儿, 也赶来咱们这里挑衅。 临清双气的满脸通红。 其余李征等几个年轻子弟, 也是破口大骂。 我却是越听越觉蹊跷, 起初我也只以为, 这群南洋人之所以硬闯宴会, 就是奔着他们那个同伴来的。 可这群人一进门, 就是格外的趾高气扬, 不像是来谈判救人的, 倒更像是故意来踢场子的, 而救人反而像是成了个闹事的借口。 当这发辩男说出刚才那句话的时候, 这种意图就愈发明显了。 林长宏这位新任会长虽然涵养极好, 但此时听到协会被如此诬蔑, 也是脸色一沉, 眉目间怒气陡增。 既然你们说, 我这同伴是被你们光明正大擒住, 那咱们就来比试比试, 如果你们连我都拿不下, 那就说明你们之前的话都是放屁, 赶紧乖乖地把我同伴给放了。 发辩男高声叫道, 见林长宏皱眉不语, 发辩男转了个身, 环顾四周, 哈哈大笑道, 你们这什么破协会, 果然都是些阿猫阿狗, 只会当个缩头乌龟。 这番话不可谓不毒舌, 把所有国学协会的人都给气了个半死。 我这一桌, 基本都是协会成员的子弟, 更是拍着桌子直骂娘。 底就比, 几个南洋来的蛮子, 也敢在这里乱废, 好好教训她。 一时间整个巨闲厅都乱了套。 我一看这场面, 林伯父只怕是要被挤兑住下不了台了。 果然, 他神色肃杀地点了点头, 既然各位存心要来挑衅, 我们国学协会也不是怕事的人, 那就请各位话下道来。 那发辩男喝了一声, 志得一满地道, 这样吧, 我们双方各出两人, 比试两场。 如果你们输了, 那就乖乖把我同伴放了, 并且低头认错。 他说着, 挑了挑眉头, 但你们把我同伴伤成这样, 可不是一句错了就能抹掉的。 这样吧, 把你们这座西园的镇宅之宝拿出来, 就当给我同伴赔罪吧。 此言一出, 听众又是一阵哗然。 我见林青霜等人怒气冲冲的大骂, 似乎这座西园里放着一件什么东西, 不仅是这座园子的镇宅之宝, 更是国学协会一件十分重要的信物, 可以说是代表着协会的脸面。 难怪就连林长宏这样氧气功夫极好的人, 都经不住勃然大怒。 那就开始吧。 第一场我来, 林会长, 是你要上吗? 那发辩男很是狡诈, 根本不给林长宏反对的机会, 当即就开始腰战。 我之前就听说, 这位林长宏伯父, 以及林又如老爷子, 他们父子俩, 虽先后担当国学协会江城分会的会长, 但二人都只是理论派, 对玄学经典研究颇深, 但法术方面就所知寥寥了, 是典型的学者, 自然是没法, 和对方动手的。 只见他转身回了人群, 国学协会的一干人物汇聚了过去, 似乎正在商议对策。 李正跟着骂道, 这帮死蛮子, 要不是我不懂玄学, 我上去揍死他们。 林青霜美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说这废话有什么用? 张好笑道, 这些人就是坐井观天的青蛙而已, 我看哪, 只要咱们明明一上场, 直接一挑四, 就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 其余几个年轻人也是笑着纷纷赞同。 我看了一眼边上的赵明明, 见他果然也是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 他往场上看了一阵, 叹了口气说, 只怕是轮不到我。 林青霜搂住他脖子笑道, 这倒是, 今天有这么多厉害的人在场, 哪里需要明明你出手? 李正伸长了脖子, 往那边瞅了一阵, 好奇问, 你们说杨大师他们会不会出场? 张好摇头道, 怎么可能? 让杨大师他们出场, 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另一个年轻人乐道, 那也挺好的呀, 直接把他们轰纱至渣, 看他们还有什么脸在那叽叽歪歪。 众人都是一阵笑, 似乎是胜券在握。 我却没那么乐观, 其他人且不说, 就单那个老光头, 恐怕就算是杨远宁亲自上阵, 也不一定有胜算。 更何况, 般若山庄之行后, 杨远宁等一干人身受重伤, 这会儿估计还是几只直老虎, 基本不可能跟人动手。 至于何有道那老油子, 只怕是不可能出来替人卖命的。 咦, 出来了出来了, 有人激动地叫道。 我们闻声看去, 见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正往场上走去, 这人剃了个板寸头, 浓眉大眼, 面向蹲厚, 给人一种十分可靠的感觉。 这好像是, 是那个田, 田向风吧? 林青霜问。 对, 杨大师的首席大弟子, 赵明明点头说。 林青霜笑咪咪道, 哎哟, 明明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不会是对人家有意思吧? 嗯, 长得也还马马虎虎。 不过, 既然是杨大师的大弟子, 水平肯定是不错的, 还算配得上咱们家明明。 赵明明白了他一眼, 没有理睬。 李正笑道, 这也未免太小题大做了, 还用得着首席弟子出马吗? 就是啊, 看那帮蛮子怎么死。 众人嘻嘻哈哈。 对了陈平, 听说你也懂玄学的, 要不下一场, 你上去教训教训那群南洋蛮子。 张浩突然把话题转到了我身上。 李正忍不住大笑道, 表哥你这玩笑可开大了, 陈平哪能干得了这种事, 只怕还没上去, 就吓得尿了裤子。 我见林青霜闺蜜俩也好奇地看了过来, 就冲李正笑道, 要不咱俩一起上去。 李正被我堵得一时雨色, 欺了一声, 别过头去。 我看回场中, 此时田相风已经站在那发便男对面, 朝对方拱了拱手, 算是剑里。 那发便男却是冷傲的井, 双手背在身后, 昂头挺凶的, 连正眼也没看他一眼。 田相风皱了皱眉头, 却也没有发怒, 只淡淡道, 请了。 发便男这才瞥了他一眼, 笑道, 就你。 轻蔑之意溢于言表, 且走着瞧吧。 田相风淡淡说了一句, 也不与对方斗嘴, 往后退了几步, 挺身站立, 气势沉稳, 颇有气度。 林青霜等人虽然外行, 但也纷纷喝彩。 装模作样, 那发便男轻蔑一笑, 举起左手, 在耳侧打了个响指。 突然一道影子从门外飞扑了进来, 撞得人仰马翻, 瘫倒在地, 竟是昏了过去。 那影子搜得停在发便男脚边, 站立不动。 全场嗡的一阵骚动。 只见那道影子瘦瘦小小, 竟是个孩子, 面目肌肤泛着淡淡的金色, 双瞳灰白, 嘴角微微上翘, 泛着一丝奇怪的笑意。 这什么鬼东西啊? 林青霜吃惊地问。 李征等人也是面有巨色, 怎么看着这么邪门,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赵明明盯着场上看了好一阵, 那是古曼童。 古曼童? 那是什么? 众人不解。 赵明明秀眉微醋, 养小鬼你们都听说过吧? 其余人等都点头, 民间养小鬼的传说历来极为普遍, 众人自然都是知道的。 这古曼童其实就和养小鬼差不多, 但其中也有区别, 两者一正一些。 意思就是说, 那东西还是个好的? 林青霜撇了撇嘴问。 赵明明点头, 也不是说就是好的, 只不过一般能把古曼童带在身边的 都是南洋那边很厉害的大师。 不得不说, 这姓赵的妹子还是有点见识的, 说的也基本上没什么大错。 古曼童说穿了, 其实也是一种傀儡童子, 只不过炼制古曼童的法门 不像养小鬼那么邪气。 而且养出来的古曼童, 脾气也比较温和, 没有那么大的力气。 而且, 有的古曼童周身还泛着淡淡的金色。 所以, 古曼童又经常被叫做灵童 或者金身童子。 只不过场上这只古曼童, 总让我觉得有些不对劲。 原来是能豢养古曼童的高人, 施敬。 田相风的神色又凝重了几分, 显然他也明白, 一个能随身携带古曼童的人意味着什么。 这个发便男口口声声说自己只是个仆庸, 但实际上, 能有本事炼制古曼童的, 无意不是南洋棘手的厉害人物。 不用施敬, 因为你马上就会躺下。 发便男冷傲地倒。 田相风文言, 就算再怎么沉稳, 也不由怒气勃发, 只见他手指一掠, 只见顿时多了一道符露。 劈空一抖, 发出啪的一声脆响。 林青霜等人纷纷喝彩。 然而就在这时, 发便男身边那只古曼童搜的一跃而起, 直扑田相风面门, 速度奇快无比。 这一番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众人啊得惊呼了一声。 田相风却是临危不乱, 稍稍一矮身, 那道符露已经贴上右掌心, 往上一探, 一下子拍在那古曼童胸口。 动作行云流水, 十分顺畅。 可不等众人喝彩, 一便突生, 那古曼童被俘虏拍中, 近似毫发未伤, 直直跃起, 一脚踏在田相风脸上, 竟直接把他给踹得翻到在地。 不等田相风起身, 那古曼童又是一跃而起, 自空中直直落下。 惊呼声中, 田相风费力往旁边一滚, 只听喀拉一声响, 地上坚硬的石砖, 居然被那古曼童一脚踏碎。 林青霜等一群人, 上脸打了几个滚, 趁机又寄出几道符露, 但那符露虽然拍到了对方身上, 却是毫无作用。 发便男背着手站在那里, 哈哈大笑, 这种阿妈阿狗, 爷爷实在懒得和你多玩。 他说完最后一个字, 那只古曼童突然抱起, 紧接着, 田相风就惨呼一声, 直摔了出去。 只见到到烟红的鲜血飞溅, 旁边的人赶紧冲了上去, 才发现田相风腹部破了个血洞, 众人赶紧给他止血之伤, 盲成一团。 那只古曼童回到发便男身边, 一只干枯的手爪上, 还在滴滴答答地躺着鲜血, 配上他嘴角那丝古怪的笑意, 看得人毛骨悚然。 场上一片寂静, 众人都被这可怖的场面给震住了。 嘿, 果然都是些阿猫阿狗, 实在让我太失望了。 发便男从古曼童身上扯下符露, 撕成粉碎, 然后踩在脚下, 鼻一道, 你们这什么符咒, 真是最没用的法术。 众人大怒, 但第一场输得实在太惨, 根本连回骂都骂不出口。 我见那田向峰已经被拉下去智商, 林长宏等人正在皱眉商议, 脸色极为凝重。 林又如老爷子坐在那里, 虽然也是面有忧色, 却并不插话, 显然是有心退下来, 把事情全部交给儿子处理。 这可怎么办呀? 我们这一桌的几人几乎各个神色忧虑, 焦躁地议论着。 这回估计得杨大师出手了? 有人猜测? 没办法了, 我看也只能杨大师上场, 否则再输一场就完了。 几个人议论纷纷的。 我却知道, 这基本不可能。 杨远宁还有重伤在身, 这真要下场去, 恐怕不会比他那徒弟好上多少。 我看林长宏也找了那几位大师在那商议, 但几人都是眉头紧皱, 微微摇头, 看来情形和我预料得差不多。 哈哈, 不会是已经不敢上场了吧? 发辫难大声嘲讽, 你们这些人, 天天说什么玄学正宗, 真是胡吹大气。 我看我们南洋的奇术, 才是正宗。 我听得差点乐了, 阴阳五行, 九宫八卦, 无异不是我们老祖宗所创。 后来有些学问流传去了南洋, 才让他们发展出一些旁门术法, 现在居然在这里大言不惭地号称正宗。 其余人也是一份填膺, 大骂这群南洋蛮子无耻。 你们江城不是有些什么风水大师吗? 怎么不敢下来了? 是不是看到我们南洋的大师, 就腿软了? 发辫难冷笑道。 场上好些人顿时不干了, 尤其是林青霜等一干年轻人, 纷纷要求杨远宁等一干大师下场, 好好教训教训对方。 我见杨远宁, 张三福等几个老头子, 脸色灰白的样子, 不由地替他们发愁, 这回可实在是不怎么好下台了。 何有到那个人精, 坐在那里半闭着眼睛, 就跟睡着了似的, 反正别人说什么, 他都装糊涂。 啊, 这是没人敢下场了吗? 一群阿猫阿狗, 发辫难继续在那耀武扬威的嘲讽。 赵明明突然站了起来, 被林青霜眼疾手快给拉住, 明明你干什么? 我去会会他。 赵明明盯着那发辫难说, 林青霜忙拖住了他, 急道, 这人那么凶, 你怎么能去? 张浩和李征等人也急忙过来相劝, 说场上有那么多人在, 轮不到他一个女孩子上场。 正在众人劝阻之时, 有人惊喜地叫了一声, 快看, 有人上场了。 我们往场中看去, 见上去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看着其貌不扬的。 是其叔叔? 林青霜喜道。 我对这人没什么印象, 听林青霜的意思, 这人似乎是国学协会的老人了, 名字挺怪, 叫做齐不顺。 据说从很早开始, 就一直待在协会里研究学问, 孤家寡人一个, 也没有成家, 但他和林长宏这种纯理论派的不同, 在进协会前, 这人就是个小有名气的术士。 相比于杨远宁这些外缘, 这齐不顺算是正宗的国学协会人。 林教! 齐不顺脸色白净, 胡子拉叉, 一看就是个不怎么修边幅的人, 随意地往那一站。 他说完, 就慢吞吞地从裤兜里摸了几团纸出来, 放在手里慢慢展开。 我瞧得哑然失笑, 这几团皱巴巴的纸, 竟然是几道黄纸符露, 被他当成废纸团似的塞在兜里。 发辫男摇头笑道, 你们的法术实在是不行, 天天鼓刀个几张破纸, 能有什么出现? 福禄本就是我们老祖宗传下的一门十分重要的秘书, 是众多法术之影, 这会儿被对方肆意嘲笑为几团破纸, 听众众人都是群情激愤, 尤其一些年轻的, 直接就开口大骂了。 有没有用, 试试就知道了, 齐不顺持拂在手, 等着对方上来。 发辫男笑道, 好, 来了。 随着他这一个了字出口, 猛地冲出一个高大的人影, 瞬间就来到齐不顺身前, 一条粗壮的胳膊呼啸着朝他当头披下。 这一番变化奇快, 好多人甚至都还没反应过来, 齐不顺就已经被批得飞了出去。 baby, 林青霜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其余人也是纷纷大骂。 原来, 刚才虽是发辫男一直在和齐不顺说话, 然而出手的却是他们当中的另外一人。 这是个身材高大魁梧的汉子, 一头又粗又硬的卷发, 皮肤离黑, 站在齐不顺面前, 足足比他高出一个多头。 然而, 这样壮硕的一个人, 动作却是快得离谱, 一举劈飞气不顺后, 灯石踏步而上, 又是一拳头砸了过去。 场上人人惊呼, 幸好齐不顺一个打滚, 在最后关头, 堪堪闭了开去。 然而那壮汉的李不让人, 一拳又一拳砸出, 根本不给对方喘, 吸的机会, 地上的石砖被他拳头砸中, 纷纷碎裂, 可见这一拳下去是有多尘。 要是齐不顺不小心被打中, 只怕不死也得中伤。 都说好了, 要比试两场, 谁说我要继续上的? 发辩男站在一边得意洋洋地笑道。 我见场上齐不顺被对方破得左之右拙, 已经没有还手之力, 不由暗暗摇头, 这位大叔果然是最新研究学问的, 基本没啥实战的经验。 竖法对决本就是千变万化, 手段进出, 哪能这么死板呢? 在这种十分紧要的情况下, 齐不顺竟然敢拿着那几道浮路站出来, 说明这几道浮应该是对那古曼童 有极大的克制作用。 这么明摆着的事情, 对方不可能想不到, 哪会老老实实在拿古曼童来跟你斗? 正在这时, 只见那齐不顺狼狈地在地上咕噜噜连滚出十数米, 届时一跃而起, 手捏法绝, 高声鹤道, 龙象戒力, 万法显胜。 随着爆鹤声响起, 齐不顺原本干干瘦瘦的身子 似乎瞬间高大了不少, 一张苍白的脸也是通红如火。 我瞧他念咒诗法的模样似乎是某种借力的法术, 不由得暗暗叹气。 实在糊涂啊, 这人居然在这时候去选择跟人家拼满脸。 那壮汉蹬蹬蹬连踏几步, 突然嘴唇开合, 念了几句古怪的咒语, 接着猛地撞了过去。 只听到喷的一声巨响, 齐不顺整个人被撞得飞了起来, 在空中就鲜血狂喷, 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直落地面。 被周遭的人抢上接住, 却是已经生死不知。 真示弱, 那壮汉用别扭的汉语说了一句, 一脸傲慢地走回阵中。 哈哈哈哈, 领教了, 发便男大笑道, 两场已过, 你们这些人输得一塌糊涂, 还不赶紧把我同伴放了, 在线上保物, 赔罪认错。 一时间, 整个巨闲厅内死气沉沉, 众多国学协会成员虽然愤恨难当, 但事实摆在眼前, 却是无法反驳。 那些来参加掩护的宾客, 见到自家玄学, 被南洋这帮外人给打得落花流水, 自然也是脸上无光。 怎么会这样, 林青霜呆呆地看着场上, 看样子都要哭了。 其余人更是哑口无言, 气氛凝重异常。 赵明明紧咬着嘴唇, 要是我爸, 再就好了。 张浩和李征立即接枪道, 就是啊, 要是赵叔叔在, 哪轮得到这帮鸟人摆威风? 我听他们这么一说, 不由地对赵父生出一丝好奇。 这时, 就听那发便男在场上 得意洋洋地叫道, 怎么, 你们这群阿猫阿狗 还想抵赖不成? 这可以说是把国学协会的脸面 直接给踩在了地上, 林长宏脸色铁青, 但话已经说在前头, 他难道还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再耍赖不成? 真要这样, 那国学协会这块牌子 真要给砸了。 放人? 林长宏摆了摆手, 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几个国学协会的人 虽然满脸不干, 但还是上去把那长脖子 身上的黑色皮绳解开。 那长脖子被松绑之后, 活动了一下肩膀, 走到半途, 突然回头, 用别扭的汉语说了一句, 你们这里的法术实在差劲, 不过小妞倒是不错, 杀起来过瘾得很。 说吧, 阴森森地笑了几声。 这一番话, 不斥是承认了 娜娜等六名姑娘 就是被她给虐杀的, 顿时在厅中掀起了轩然大, 波。 谁叫他们看不起我, 我也正好无聊, 正好宰了完。 长脖子理所当然地说着, 就好像在炫耀着一桩光辉事迹。 无耻! 林长红被气得发抖。 长脖子裂开嘴, 露出一口白森森的牙齿, 嘿嘿笑道, 你们不是还要给我赔罪吗? 我等着。 这浑蛋王八高子, 我诅咒他十八代祖宗, 林青霜都被气疯了。 李征等人也是怒火冲天, 气得拳头紧握。 赵敏敏突然站了起来, 朝场中奔去, 这一次林青霜却是没来得及拉住, 急声叫道, 敏敏。 他话音未落, 又有好几人从四方奔出, 与赵敏敏一起, 将南洋那五人团团围住。 我在当中看到了好些熟悉面孔, 大多数都是杨远宁等几名大师 坐下的年轻弟子, 这当中甚至还有杨轩。 怎么, 鄙视不赢, 就准备群殴, 发便男冷笑着讥讽道。 这时, 突然一个温柔的女生道, 那就我来和你们比比。 紧接着, 一个容貌秀美, 气质温婉的女子从人群中走出。 林青双啊了一声, 惊呼道, 敏仪怎么上去了? 这说话之人, 正是赵敏敏的母亲赵夫人。 那发便男看了他一眼, 冷笑道, 怎么, 你们说话不算话, 还想耍无赖? 赵夫人微微一笑, 我可不是国学协会的人, 所以谈不上说话不算。 发便男扫了他一眼, 哈哈笑道, 就你这若不经风的小娘们, 也不怕被我一巴掌拍扁了。 不是是怎么知道? 赵夫人笑。 赵敏敏跑过去拉住他胳膊, 急切道, 妈, 你不能动手。 我见边上的林青双也是一脸忧色, 敏仪怀了孩子, 怎么能跟这群蛮子动手呢? 唉, 杨大师那些人到底在干什么? 我本来就对这位赵夫人印象颇好, 此时才知道, 原来这位赵夫人还有孕在身, 居然也甘冒奇险, 下场留人, 不由得对他更是添了几分敬佩。 赵夫人, 不劳您动手, 让我们来。 一众年轻弟子朗声叫道, 发便男哈哈大笑, 一群下三滥的东西, 你们的玄学不堪一击, 都是你们老祖宗从我们祖先那偷学过去的。 这那长脖子不耐烦地叫道, 一群阿猫阿狗们都别挡到, 都给我滚开。 我见他一脸轻面, 举步叫往外走, 当即把茶杯往桌上一个, 站起身来, 我还没同意, 谁允许你走了? 四周围之一镜, 林青霜等几人嘴巴微张, 看过来的目光就像是在看一个神经病。 你疯了, 赶紧坐下。 林青霜过来拉了我一把, 却没拉动。 这种时候, 你瞎出什么风头? 乃轮到的你说话? 李征气冲冲地叫道。 我没有理会, 一步来到场上, 隐约还能听到身后林青霜几个人在那大呼小叫。 见赵夫人母女俩目光差异地看过来, 我冲着赵夫人微微点了点头, 算作见礼, 环顾一周, 笑道, 各位, 要不这一场让给我来? 你这, 赵明明吃惊的, 想要说些什么, 赵夫人也是目光错愕。 陈先生, 原来你也在。 有好几个年轻弟子同时惊喜叫道。 杨轩眉头挑了挑, 也是挤出笑容, 说道, 有小陈先生在, 那咱们就旁观好了。 对对对, 小陈先生您来。 众人齐齐后退, 把场队让了出来。 你, 赵明明一脸的不可思议。 赵夫人正了正, 目光在我身上一转, 笑眯眯地道, 小陈, 那就有劳你了, 把女儿给拉了下去。 我回头看向南阳众人。 小子, 你们早已经输了, 你还上来送死? 发便难阴着一张脸, 有杨生, 朝灵长虹等人道, 你们都是这么不要脸吗? 还不把东西送过来赔罪? 我喝了一声, 你们和国学协会怎样我不关心? 目光落到长脖子身上, 笑容一脸, 森然道,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我是来讨债的。 那长脖子眼睛一翻, 嘀嘀地吃笑了一声, 用别扭的汉语说道, 你是那几个妞的朋友? 嘿嘿嘿, 味道可真不错。 他这番无耻的话一出口, 听众顿时骂声一片。 我微微一笑, 淡淡道, 那你就来死吧。 四周立即有好几人大声叫道, 对对对, 冤有头债有主, 让那杀人凶手出来和小陈先生动手。 那发便难, 却是踏步上前, 拦在长脖子身前, 高声说道, 我同伴被你们用下三烂手段打成重伤, 还怎么动手? 既然这小子非要送死, 那就由我来代劳。 众人纷纷赤骂。 我更是听到林青霜尖着嗓子大骂了一句, 无耻下流卑鄙。 那就来吧。 我也不废话, 转身环顾了一周。 见杨轩等几人还站在边上, 正往这边看, 就走了过去, 问道, 刚才田哥用的是什么符? 是炫阳符, 大师兄最擅长用这道符, 可惜对那东西没什么用。 杨轩哀了一声说, 果然是炫阳符, 与我猜想的没差。 我问, 能不能问田哥借几道炫阳符用一用? 当然没问题。 几人愣了一下, 就有一名田相风的师弟跑过去, 拿了他师兄的符囊过来。 我打开一看, 里面装满了各色符禄, 但这炫阳符却是占了有一小半, 看来这哥们果然是一个酷爱炫阳符的主。 炫阳符, 其实是一种相当万经油的符咒, 在很多时候都能发挥其用处, 田相风当时用他起手来对付古曼彤, 也不能说错。 我取出一道符禄, 仔细看了看, 谢过几人, 转身回到场中。 哈, 你们这些人可真有意思, 是不是只会这种没用的法术? 发便难见到我手中的符囊, 轻蔑地讥讽道。 此时那只古曼彤静静地立在他脚边, 瞳孔灰白, 肌肤泛着淡淡的金色, 然而总是充斥着一股子说不出的邪气。 我抽出一张炫阳符, 夹在指尖一抖, 符禄啪的一声脆响, 灯石崩的笔直, 被我屈指轻轻一弹, 符禄飞到我面前一米远处, 就悬在空中, 在以几乎不可见的速度, 缓缓下沉。 好帅的斗符, 有好些人大声喝彩。 发便难吃地笑了一声, 装模作样, 几团破纸, 能有什么用? 我没理会他, 继续不紧不慢地将一道又一道炫阳符寄出, 依次悬在我面前空中, 错落有致。 过不多时, 我身前已经悬起了十来道炫阳符。 眼见我屈指又弹起一道, 那发便难皱了皱眉头, 冷哼道, 不知道搞什么? 说到一个么字, 猛的黑影一闪, 他身边的古曼瞳陡然抱起, 急如闪电般朝我扑来, 听众一时间惊呼四起。 我将手中符禄弹入空中, 同时脚尖轻轻一点, 往后飘出。 那古曼瞳铺了个空, 一闪, 再度朝我窜了过来。 就在这时, 原本错落悬在空中几乎静止的炫阳符, 最边缘的一道突然修得急飞而出, 瞬间撞在那古曼瞳身上。 自他而起, 空中的炫阳符一道接着一道, 飞射而出, 急若流火, 每一道都正正撞中古曼瞳后背, 只撞得火星飞溅。 这十数道符, 不到眨眼的功夫, 就尽数在空中消失。 只听到一声极凄厉的惨叫, 那只古曼瞳已经扑在地上, 后背一团焦黑, 黑烟鸟鸟一动不动。 这突如其来的转折来得实在太快, 几乎在转瞬之间形势就已逆转, 整个巨弦厅内一片寂静。 过了好一会儿, 突然一阵珊瑚海啸的喧闹声炸起。 这到底这么回事啊? 牛逼啊, 原来眩阳符还能这么用? 我怎么看不懂? 小陈先生威武? 不是说咱们的符录没用吗? 哈哈哈哈, 简直是秒杀。 我上前踢了一脚那只古曼瞳, 见着东西灰白的瞳孔发散, 被眩阳符烧焦的地方冒出一股股恶臭。 心知这玩意儿肯定有蹊跷, 绝不是一般的古曼瞳。 那发便男脸色猙獰, 看过来的目光极为怨毒, 看来对这玩意儿极为真实。 我一脚踩在那只古曼瞳脸上, 发便男顿时怒吼一声, 做事叫臭冲来。 我把田向峰的符囊收在一边, 取了一道大威灵咒符出来, 拍在掌心。 这道大威灵咒符是天师道的一门高深法咒, 我前段日子才学会, 试着画了一道出来, 又放在桃木匣子里, 温养了数日。 这大威灵咒一旦施展, 就如同大山压顶, 可将对方重压余地, 威力惊人。 正好拿来在这鸟人身上用一用。 然而不等发便男上前, 突然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 从他身后走出, 蹬蹬蹬直逼到我跟前。 让我来。 壮汉一握拳头, 浑身骨骼顿时发出噼里啪啦的爆响。 听中其余人立即纷纷叫骂, 好不要脸, 这是要车轮战啊。 那发便男倒是狡诈, 趁机叫道, 这一场我认输就是, 冲我指了指, 不过我们也不占便宜, 你下去, 换个人上来。 哈哈, 这货是怕了, 不敢跟陈先生动手了。 好些人大声嘲讽道, 发便男脸色铁青, 怒声道, 这是为了公平起见, 你们不会除了他, 就没人了吧。 我笑着讥讽了一句, 真是一群没见过世面的青蛙, 又在那只古曼童脸上踹了一脚。 发便男气得轻轻直跳, 有本事你就再找个人上来, 耍嘴皮子算什么本事。 其他人回骂, 有本事就跟陈先生动手, 叽叽歪歪算什么本事。 我摆了摆手, 说道, 就你们这帮货色, 我随便找个小姑娘来, 就打得你们哭爹喊娘。 那壮汉气得怒吼一声, 单脚一跺, 就把地面的石砖踏得咔嚓碎裂, 威势惊人。 发便男却是抢着道, 好, 一言为定, 你去找个小姑娘过来。 众人纷纷大骂, 对方无耻。 我转身环顾四周, 原本鼓噪的人群顿时安静了下来, 见林青霜那一桌人, 此时正神色紧张地盯着这边看。 赵明敏和他母亲赵夫人坐在一起, 见我看向他, 霍地站了起来。 我把目光移了开去, 落到旁边一桌, 那个手托着腮帮, 正在品插的姑娘身上。 惠惠, 要不你来教训教训他们? 我一指贾小慧笑说。 听中顿时一阵骚动, 尤其是跟贾小慧同桌的人, 各个神色匪夷所思。 虽然我不知道对方的真容究竟是什么模样, 但他假扮的小慧也就十八, 九岁一个小姑娘, 容貌俊俏, 看着弱不经风, 估计任谁看了, 也不相信他能过去跟一个大汉动手, 只怕一拳头下去, 这小姑娘就没了命。 一时间, 可他却是毫无反应, 依旧一只手托着脸颊, 只在桌上, 另一只手拿着茶杯, 就像根本没听见我的话, 也没察觉到其他人的眼光。 我回头笑道, 我这妹子比较懒, 还是你过去吧。 那壮汉勃然大怒, 发便难却趁机叫道, 既然小姑娘懒得动, 那就咱们过去。 那壮汉似乎很听他的话, 嘀吼一声, 疼疼疼地冲着贾小慧走了过去。 周遭几桌人, 顿时下的四散逃离, 一时间只剩下贾小慧, 仍旧坐在那里, 连眼皮也没抬一下。 找死! 壮汉怒不可遏, 大踏步上前, 伸手抓去。 听中众人纷纷失声惊叫, 大喊小姑娘快逃。 眼看着那暴怒的壮汉, 就要逼到身前, 贾小慧终于抬了抬头, 秀眉微微一簇, 把手里一杯茶水泼了出去。 我暗吃了一惊, 见那量津津的茶水泼到空中, 洒落下来, 飘然落下, 正正朝着那壮汉当头砸落。 那壮汉脸上突然浮现出 惊恐已极的神色, 嘴唇飞快开合, 念出一串咒语, 赫然是用上竖法, 双臂猛地举起, 向上格挡。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那壮汉居然如同纸壶一般, 一触之间就被砸翻在地, 地面的石砖惊起道道裂纹。 粉尘滚滚, 那壮汉趴在地上, 已经是生死不知。 听中一片寂静, 就是我也没想到, 这贾小慧居然一出手, 就是用的这种手段。 这, 这是指水成佛, 对面的座位上, 霍地站起好几人。 正是杨远宁, 张三福等一干风水名家, 此时人人神色惊骇, 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我也是暗暗则舌, 转身见那发便男一脸惊骇的 处在那里, 笑道, 怎么, 我们家随便一个小姑娘, 就把你们吓傻了? 发便男脸色发白, 动了动嘴唇, 似乎想说什么, 但看了一眼贾小慧, 又惊恐地咽了回去。 这时, 那老光头走上前来, 呵呵笑道, 你们中途果然藏龙卧虎, 是我们原先小区了, 声音洪亮, 震得听众回音激荡。 既然如此, 咱们两边就算各胜两场, 算个平手。 老光头说到这里, 摆了摆手, 那发便男和另一个 沉默寡言的女人 就走上前去, 把那昏死过去的壮汉 和古曼童抬了起来。 看他们的样子, 这是看情形不对, 想脚底抹油了。 我上前拦下, 笑道, 大光头, 你们几个要走随意, 不过这人可别想走。 那长脖子嘎地笑了一声, 我为什么不能走? 我就算宰了你们几个妞又怎么样, 反正你们人多, 死几个有什么关系? 住口! 老光头大声喝止。 我想起娜娜死时的惨状, 心中冷意欲慎, 凑近一步, 用只有她能听见的声音说道, 你养的那只小鬼倒也挺有趣。 长脖子一听, 双目猛地瞪大。 原来是, 我不带她说完, 默念法咒, 笑道, 所以你就去死吧。 话音腐落, 长脖子鼻端就流出了心红的鼻血。 你怎么回事? 发便男急忙过去抓住她。 长脖子指着我, 张了张嘴, 没等她说出什么, 一口鲜血就狂泡而出, 紧接着眼睛, 耳朵纷纷渗出血水, 身子一阵诡异的扭曲就倒地不起。 早在小河山下那晚, 我就给她那只傀儡童子下了一道符咒, 这道符咒出自茅山树。 茅山和天师, 轻微, 并列道门俘禄三大宗, 但相比其他两派, 茅山树更为奇轨, 义正义邪, 尤其是早期, 更留下了一些极为阴毒的法术。 我吓得这一道符咒, 就是其中一种。 虽然当晚这长脖子溜得快, 给她逃了, 但这道符咒折服体内, 只要中途没有被破解, 那么, 只要让我面对面见到一次, 就能直接把她咒杀。 行性, 行性, 怎么回事? 发便男用力地摇晃着长脖子, 脸色煞白。 老光头俯身暗揽她的脖梗, 摇头道, 已经死了。 她起身一脸阴沉地盯着我, 用别扭的汗语问道, 你是用什么邪术杀了我的人? 我一了一声, 诧异问, 怎么, 这人死了吗? 泽泽, 年纪轻轻, 怎么说死就死? 身子骨也实在太差了, 熬夜熬的吧? 老光头一脸怒意, 刚才我听到了, 你叫她去死, 她就死了, 肯定是你做了手脚。 我冲着老光头叫了声, 你去死, 紧跟着又指着那发便男和另一个女人叫道, 去死, 都去死。 叫完了, 摊了摊手, 你看, 你们不是好端端的。 老光头怒意勃发, 猛地哈哈哈哈大笑几声, 四周的空气居然被她的笑声震得都有些扭曲了起来, 四周的桌椅颤个不停, 杯中酒水四溢, 众人纷纷惊叫。 我心知老光头恼怒之下, 在笑声中用上了某种咒音, 而且这次是毫不留守, 直直地冲我喷了过来, 其他人只不过是被余波殃及而已。 我捏了个手心觉, 宁神静气, 立在原地, 只觉那咒音一波紧接一波, 犹如滔天巨浪, 汹涌而至。 我守了片刻, 正要伺机反击, 突然有个慵懒的声音轻斥了一声, 吵死了。 那原本在放声大笑的老光头, 猛地向喉咙被人掐住, 这后半截就没笑出来, 咯咕一声, 猛地喷出一口鲜血, 腾腾腾往后连退竖步, 差点跌坐在地。 她脸色煞白, 瞪大了眼睛, 惊恐地四下里乱看。 我听那声音耳熟, 回头见叶夫人一身红裙, 慵懒地靠在一背上, 我知道刚才轻描淡写一句, 吵死了, 就破了老光头咒音的, 必定就是这深不可测的女人, 不过其他人却是不明就里, 也跟着那老光头东张西望。 走! 那老光头慌慌张张地 招呼了一下她的人, 背起昏迷不醒的壮汉 和那长脖子的尸体 就头也不回地逃了出去。 厅中顿时响起一阵哄笑。 我转身回去自己的座位, 只见一桌人 全都正正地看着我。 等我坐了下来, 几个国学协会的年轻子弟 才像猛地醒过神, 慌手慌脚地起身围了上来。 陈平哥, 你真是太厉害, 我刚才都给吓傻了。 你懂什么? 陈平哥这是低调。 陈平哥, 我叫高松, 你叫我小松就行。 一群人七嘴八舌, 亲热地不行。 我见李珍和张浩两人 坐在那里, 递着头一个劲地 喝着杯里的酒。 你这人, 林青霜神色复杂, 张了张嘴, 想要说什么, 这时林长红 带着一群人 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 小陈,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些叔叔伯伯。 林长红过来握着我的手, 把我介绍给其他人。 和他一起来的 都是国学协会的重要成员, 人人十分热情。 赵夫人和他闺女一道过来, 目光在我身上一转, 笑眼弯弯地道, 小陈, 今天我可是成了你的情了。 她说的是 刚才我替她下场的事。 夫人您说笑了, 就那帮人 哪用地找您出手? 我赶紧把这顶高帽子给摘了。 赵夫人笑道, 你这孩子, 叫夫人多生分, 以后就和双双一样 叫我敏仪。 她又拍了一下女儿的手, 明明, 以后你要叫陈平哥哥 跟着你陈平哥哥好好学学。 赵明明疼得红了脸, 称道, 妈。 双双, 听见你敏仪说的没有, 还不过来叫陈平哥哥。 林夫人冲女儿招了招手。 林青霜不情不愿地过来, 刚要开口, 被我笑着拦住话头, 我们比较随意, 叫名字就行。 就是嘛。 林青霜顺势就把这事接过了。 林夫人瞪了她一眼, 冲我笑道, 小陈, 你那位朋友呢, 怎么不叫过来给我们认识认识? 对啊, 那位姑娘去哪了? 其他人也是四处寻找。 我刚才就已经发觉, 那个贾小慧又一次不声不响地消失了, 按照上次的经验, 估计是找不着人了, 只能说我那朋友不太喜欢交集, 已经提早走了。 众人都是大为可惜。 与易甘协会老人一一认识过之后, 赵夫人笑道, 小陈, 明天来敏仪家玩, 让敏敏陪你到处逛逛。 林夫人咳嗽了一声, 笑道, 急什么, 小陈来, 我和你林伯父带你去认识认识其他贵客。 林长宏拍了一下手道, 对对对, 差点把这事给忘了。 当即带着我去过去主桌那边。 那儿坐的, 不是杨远宁等风水大师, 就是一些江城的巨谷名流。 林夫人把我交到身边, 颇为自得地替我引荐道, 小陈, 这几位都是你林伯父的好友。 杨远宁、杨大师、 张三福、张大师, 还有。 他话还没有说完, 杨远宁等几人已经齐齐站起。 小陈先生别来无恙, 杨远宁微笑道, 张三福等其他几个老头子也是朝我拱了拱手, 呵呵笑道, 几日不见, 小陈先生风采依旧。 几位大师好, 我笑着回脸。 林夫人吃惊地问, 你们, 你们认识? 一旁的赵夫人和林长宏等人也是面露诧异。 杨远宁笑道, 我们和小陈先生算是老朋友了。 其余几人也是分分附和。 我心说, 这姓杨的还挺会说话, 我和他们也就是在波热山庄才初次见面, 而且两边闹得极不愉快, 这会儿倒成了老朋友了。 不过这种场合, 我自然也不会去点破, 反正大家都是说些场面话。 雪儿, 你们还不过来跟小陈先生见礼。 杨远宁招了招手道, 杨远宁等一群年轻子弟忙从另一桌过来。 小陈先生, 一群人围上来纷纷冲我打着招呼, 倒都是些熟面孔。 林夫人呆了呆, 小陈, 怎么看起来你和杨公子他们都挺熟? 我见林长虹这位伯父也有些疑惑地看着我, 正想解释几句, 又有好些人凑了过来。 陈少? 陈哥? 陈先生? 这群人乱哄哄的, 叫什么的, 都有, 却是之前在波惹山庄遇见过的那些个公子哥, 人来得还挺齐, 除了贺景堂和蒋玉琪, 还有两个重伤卧床的, 基本上都在。 他们还带了自家的长辈过来, 都是江城一方名流, 我只好又一一与他们见过, 这人多了, 交际起来还真挺累。 小陈, 你这, 认识的人还挺多哈, 林夫人抢笑了一声, 我谦虚了一句。 林长宏却是极为高兴, 笑声不断, 这位林伯夫人是真不错, 看得出是真心实意地为我着想。 那位林夫人脸色变来变去的, 心眼就多了些, 也不知在琢磨什么, 把她闺女林青霜叫了过来, 笑道, 小陈, 双双这丫头从小顽皮任性, 你这做哥哥的可要好好照顾她。 林青霜脸一红, 跺脚道, 妈, 你说什么嘛, 我哪里需要别人照顾了? 林夫人当时把脸一板, 瞧你这样子, 以后好好跟你陈平哥哥学学。 被她妈妈一训, 林青霜倒也不敢顶嘴, 转过脸来, 狠狠瞪了我一眼, 我只当没看见。 这时, 几名国学协会的老人凑在一起商议了一阵, 其中一个头发银白的老人笑着向林长宏提一道, 会长, 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 觉得陈平哲儿虽然年纪很轻, 但水平却已经够格, 想邀请他入咱们国学协会, 您意下如何? 好好好, 她激动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小陈, 你可知道, 像你这样的年纪, 就能受邀入会的, 我还从未见过。 林夫人也是一脸喜气, 你能得到几位老人家的认可, 可是十分难得的。 其余人也是纷纷贺喜。 我不仅有些为难, 愁愁了一下, 还是把这被别人视为殊荣邀请给婉拒了。 众人为之一净。 你, 你不想加入? 你可知道加入协会, 对你以后有多大好处吗? 林长宏一时回不过境来, 吃惊地问。 国学协会自金陵成立以来, 百余年经历无数风风雨雨, 始终屹立不倒, 其间更是聚集了一大批能人。 虽然只是个民间组织, 但不管是从财力物力, 还是人力来讲, 国学协会都可以算是个 隐藏在普通人视线以外的庞然大物。 我如果能加入国学协会, 以后做什么事都会方便很多, 这我当然明白, 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 身在国学协会, 能给人带来益处, 但也会带来相应的束缚和规矩。 我一人自由自在惯了, 对于入会这种事实在, 尽些不明。 小陈你可要想清楚了, 这么好的机会, 你怎么能放浅? 林夫人皱了眉头说, 林长宏也是苦口婆心的相劝, 不过我主意已定, 不管怎么说, 也没有松口。 你这人真是, 林夫人阴沉了脸, 大为懊恼。 正在这时, 外面有人急急奔到大厅门口, 叫道, 黄, 黄夫人前来赴宴, 已经到门外了。 哪个黄夫人? 林夫人美好气地问了一句。 是, 是名门皇家的黄夫人。 那人被林夫人的口气吓着, 结结巴巴地说道。 林夫人一听, 顿时大喜过望, 哎哟, 黄夫人怎么来了, 也不提前通知我们一声,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盈盈。 其他人也跟着一起朝门口涌去。 我没去凑热闹, 找了张空的椅子坐下来, 见林青霜和赵明敏闺蜜俩脸贴着脸凑在一起, 也不知在嘀咕什么。 张浩和李征表兄弟俩站在一边, 不时往门口张望几眼。 不是说黄夫人不来的吗? 李征疑惑地问。 林青霜回头看了他一眼, 目光又在我身上飞快一转, 收了回去, 说道, 对啊, 请柬都已经送去黄家了, 但黄夫人说, 她有事走不开, 就不来了。 张浩笑道, 黄家是名门望族, 牌面自然是大。 不过, 咱们林爷爷和林伯父的名头也是响当当的, 估计这黄夫人事后想想, 还是觉得不来有些不妥。 林青霜偏了偏头, 得意道, 这还用说, 黄夫人肯来, 那当然是冲着我爷爷和我爸的面子。 可不就是, 他们黄家虽然名望高, 但咱们国学协会也不是盖的。 李征笑嘻嘻地附和道, 林青霜白他一眼, 什么咱们咱们的? 你现在是协会的人了吗? 李征脸色一阵难堪, 笑道, 嘿, 这, 还不是迟早的事, 我也就是年纪太轻。 林青霜美好气地打断他, 什么年纪轻, 那别人不也是年纪轻。 李征被他对得脸色通红, 气冲冲地瞥了我一眼, 我可不像有些人那么不识好歹。 我挺无语, 心说你俩打情骂靠, 就打情骂靠, 扯上我干什么? 只听张浩阴阳怪气地笑道, 某些人可不是不识好歹, 而是欲擒故纵。 欲擒故纵? 李征眼珠子一转, 立即接了话头, 看我一眼, 那是什么意思? 张浩笑道, 不就是故意摆摆姿态, 等掉足了大家胃口, 他再勉为其难地答应。 李征夸张地嗡了一声, 原来如此, 双双, 明明, 你们听到了没有? 赵明明没有吭声, 只是微微皱了皱眉头, 林青霜却是大眼睛一瞪, 冲我道, 喂, 你是不是欲擒故纵? 我也真是对这大小姐服气了, 我真要欲擒故纵, 还能明着给你讲。 干脆闭了眼睛养神, 懒得在理他们唧唧喳喳的。 你这人怎么这样, 跟你说话呢, 听见没有? 只听到林青霜怒气冲冲的声音。 行了双双, 他又不想跟我们说话, 你就别打扰了他了, 是赵明明的声音。 什么我打扰他, 明明你怎么替那家伙说话。 听到一阵桌椅响动, 睁眼一看, 就见林青霜站在我面前, 圆着一双信眼, 正气呼呼地瞪着我。 这几个字, 去外面迎客的人群回来了, 正往厅内涌来。 咦, 那位是不是黄老? 张浩突然惊异了一声。 被他这一打岔, 林青霜等人也扭头看去。 是黄老, 他老人家怎么来了? 赵明明吃惊地说。 我见林长宏夫妇等人, 涌着一个精神健忘的白发老人进来, 中等身材, 五官颇为正气, 戴着一副眼镜, 看着挺斯文。 黄夫人掺着他的胳膊, 跟在旁边。 想必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 黄正云黄老先生, 也是般若山庄真正的主人。 众人进门后, 当即请了黄老先生上座, 不管是杨远宁等风水大师, 还是名声显赫的商界巨鼓, 都上前恭敬地和老人家建立请安。 至于年轻后辈们, 则连往前凑的份都没有。 双双, 明明, 小哲, 小浩, 还不快过来, 给黄老请安。 林夫人笑淫淫地招呼道。 四人应了一声, 急忙整了整衣服, 走了过去。 我往那边看了一眼, 刚好看到林长宏冲我招手道, 小陈, 你也。 这位林伯父, 估计是想让我也过去, 趁此机会在黄老面前露个脸, 只是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他夫人拦住话头给打断了。 林青霜等四人上前, 恭恭敬敬地给黄老先生 和一旁的黄夫人请安。 黄老先生微笑着点了点头, 夸奖了几句, 说, 都是好孩子。 林夫人笑容满面, 正要好好给黄老和黄夫人两位介绍介绍, 就听黄夫人笑问, 林夫人, 听说陈先生在你们这里。 陈先生? 哪位陈先生? 林夫人一正。 黄夫人笑道, 当然是陈平陈先生, 我之前听他说在您这里赴宴, 所以就和我公公一起, 急急忙忙赶了过来。 黄, 黄老是来找陈平的, 林夫人大吃了一惊。 黄老坐在椅子上, 品了口茶, 微笑道, 正是, 老头子我这一趟来, 就是专门来见见陈先生的。 这, 林夫人有些手足无措。 林长宏却是欣喜地道, 黄老您是, 实在是折杀我们了, 该当让小陈上, 贵府, 给您老请安的。 急忙冲我招手, 叫我过去。 我也是相当意外, 没想到黄夫人带着黄老先生巴巴赶过来, 居然是奔着我来的, 只觉有些蹊跷, 上前见过黄家二位。 小陈先生, 我们这不声不响地就过来, 你可千万别见惯。 黄夫人笑着说, 我公公一出院, 就急着说要见见你, 我可不敢不听他老人家的话, 察觉到那位黄老先生一直在打量我, 也是回忆一笑。 小陈先生, 之前的事, 老头子也就不说些客套话了, 以后但凡有需要我黄家帮忙的, 你只要言语一句就行。 黄老笑隐隐地道。 林夫人又惊又喜, 忙道, 黄老您这话说的实在是太宠孩子了, 小陈你还不赶紧谢谢黄老。 黄老白白手道, 应该的, 之前我们黄家可是多亏了小陈先生。 对了, 听说小陈先生是二位的侄儿。 林夫人连连点头, 对对对, 我家老爷子和小陈的爷爷是过命的交情, 所以我们两家素来交好, 而且孩子们也是玩得很好的。 原来如此。 黄老笑着点头, 他目光一转, 笑盈盈地看着我说, 老头子今天冒昧登门, 是想请小陈先生帮个忙。 哎哟, 黄老您说的什么话, 这有什么帮忙不帮忙的, 您有什么事情, 打个电话行, 我立马让小陈到您府上去。 林夫人连忙道, 我听得颇为无言, 这位伯母倒是会替人做主, 还是问道, 不知黄老您有什么吩咐。 黄老呵呵笑道, 有件大事, 老头子我已经计划了多时, 不过这是需要各位大师鼎立项, 所以才有了般若山庄一事。 他说着, 朝杨远宁等人拱了拱手。 一众风水大师连忙还礼。 只可惜那几天, 老头子突然生了一场病, 没法动身前去, 偏偏又出了意外, 让各位受累了。 黄老抱歉道, 我听他的意思, 似乎当初发勤简, 邀请众风水明家前去般若山庄, 是另有目的, 而不是单纯为了什么度假山庄开庄仪式。 再加上般若山庄的种种蹊跷之处, 更觉这里头的事情不简单。 为了这件大事, 我已经请了众位大师参加。 黄老说到这里, 杨远宁等人都微微点了点头, 想必他们全在此恋。 这是整个江城的顶尖风水师都被召集了。 这最后一个人, 我想邀请小陈先生加盟, 不知一下如何。 黄老郑重地道。 我在心中盘算, 这皇家大费周章的, 而且还调集了这么多风水高手, 事情必定不小。 正想仔细问问, 那位林夫人就替我拍板道, 这有什么考虑的, 小陈当然是一切听黄老做主。 我听得眉头暗皱, 这位林伯母也太会指使人了, 说道, 黄老, 我能不能听听具体是什么事情, 才好做决定。 林夫人不由着脑, 小陈你怎么说话呢, 黄老让你帮忙, 是看得起你, 你还挑三拣四的。 我干脆不去理他, 只是看向黄老。 事情当然是要讲清楚的, 不过这里不太方便, 咱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再好好聊聊。 黄老笑着说道, 我见林夫人冲我指使眼色, 意思是, 让我赶紧答应, 只能当没看见, 问黄老, 那这是急不急, 什么时候办? 黄老想了片刻, 道, 很急, 最迟明晚之前, 咱们就得出发。 我听说这么急, 而且听这口气, 似乎还要出一趟远门, 不由有些犯难, 问大概需要多久。 黄老也是坦率, 有些不好说, 这事很是麻烦, 早则十天半月, 晚的话, 大半年都是有可能的。 我一听要这么长时间, 就知道, 这事是肯定没法应成了。 且不说叶夫人那边, 还需要我隔一段日子过去, 给那信业的小子施法, 单说包哥包嫂这头, 我就走不开。 眼看着没几天, 就要到月底了, 到时候, 包哥夫妻俩, 只怕是有性命之忧, 这是我不能不管。 思来想去, 也只能将黄老的, 请求婉拒。 我这拒绝的话一出口, 不仅其他人目瞪口呆, 就是黄老本人也是大为错愕。 小陈先生, 你这是, 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吗? 黄老问, 林夫人焦急地道, 黄老您别介意, 这孩子肯定是高兴糊涂了。 又吵我道, 小陈你好好说话。 抱歉了黄老, 我最近实在是走不开, 还有重要的事情。 我刚说到这里, 就被林夫人气急败坏地打断, 你怎么回事? 还有什么事情, 能比黄老的事还重要? 黄老先生却是摆了摆手, 一脸可惜地道, 既然小陈先生走不开, 那就是咱们无缘了。 说着, 起身与林长红等人告辞。 杨远宁, 张三福等一干风水名家都跟着告辞, 随他出门, 其他宾客也跟着散了不少。 把人送出去回来, 林夫人就脸不是脸, 鼻子不是鼻子的, 教训道, 小陈, 我知道你是从林县的乡下地方出来的, 不懂得石大铁, 今天我得好好教教你。 我笑笑, 我们乡下人, 教了也听不尽, 还是算了。 说吧, 过去和林长红和赵夫人道了个别, 已经回去休息的林老爷子问生安, 就准备离开。 林长红急忙拦住我, 小陈你伯母就那脾气, 他不是那个意思。 我笑笑说, 是有急事要回去, 不是因为这个。 赵夫人拉住我, 笑音地道, 我就喜欢你这脾气, 等你忙完了, 记得一定要到你一家来玩。 你和敏敏差不多年纪, 你们年轻人多亲近亲近。 我总觉着, 这位敏仪看过来的目光有些古怪, 敷衍了几句, 就赶紧告辞出来。 刚走出不远, 就听一个慵懒冷清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走这么急干什么? 我一听这说话的腔调, 就知道是叶夫人定了定心神, 回过头去, 见夜色中叶夫人一袭红裙, 被风吹得冉冉舞动, 神色却是淡漠如水。 我走上前去, 叶夫人边走边说, 那黄老头人卖厉害得很, 谁都想靠上他, 你怎么不去? 那也没有夫人那是重鸟, 我不轻不重地拍了几马片。 叶夫人瞥了我一眼, 淡淡道, 也不知你这句话说得有几分真, 几分假, 只不过你在这种时候, 还能想着我家号的病, 也算不错了。 我面上笑笑, 心中却是打起一万分精神, 这女人高深莫测, 而且喜怒无常, 万一哪里不合了她的心意, 或者被她, 瞧出我身上的蹊跷, 稍意不慎, 就有性命之忧。 我还得多谢夫人, 当才出手相助呢, 我一步一驱, 跟在她身侧。 叶夫人冷哼了一声, 当着我的面, 不必拍马屁, 就算我不出手, 那光头也奈何不了你小子, 我只不过是嫌她吵得心烦。 我只笑笑不作声, 在这女人面前, 少说少错。 走了一阵, 叶夫人又问, 这件事, 你怎么看? 这句话问得没头没脑的, 我一转念, 明白她问的应该是她儿子, 是不是那长脖子所伤。 毕竟对于这女人来说, 国学协会的那点事, 只怕是不会放在她心上, 唯有她儿子, 才能让她那么上心问上一句。 按理说, 我应该说是, 把黑锅全栽在那长脖子头上, 但理智告诉我, 这是没那么简单。 不管多么厉害的傀儡童子, 也是不可能造成那种魂魄的伤, 以这女人的见识, 不可能看不出来。 我觉得不太像, 伤了少爷的, 怕是其他什么邪碎东西。 我假意思索了一阵说道, 叶夫人盯着我瞧了半晌, 转过头去, 嗡了一声说, 你看得倒是清楚, 何有道就没你那么明白, 还把那蛮子当成是凶手, 真是蠢货。 我心说, 原来这女人已经是问过何有道了, 冲戴家伙的精明镜, 未必是看不出来, 只不过, 她也想着早点找个人背个黑锅, 好把这事糊弄过去而已。 直到把这女人送上了车, 我才暗松了口气, 眼见天色已经不早, 我打车回到家中睡了一觉, 差不多到凌晨的时候, 又照例打了个车, 来到包哥包扫的包子铺。 夫妻俩顶着两个黑眼圈, 脸色也是不太好。 我还是问了问他们最近, 是不是有什么麻烦事, 我可以帮忙。 但两人却是打定了主意, 不肯把别人牵连进去, 因此只字不提, 我也只好作罢。 这样过了几天, 大多数时间都宅在家里, 偶尔去一趟贺家别墅看看宝, 期间倒也一切平稳。 这一天就来到了28号, 我下午特意睡了一觉, 养足精神, 等到天色入夜, 就来到包哥包扫夫妻俩所住的小区。 和门口港厅的大爷聊了一阵, 知道夫妻俩刚刚还出来过, 去了趟超市买了些生活用品回去。 我稍觉心安, 旁边刚好有家小旅馆, 我就在里面开了个房间, 趴在窗口, 正好可以看到小区大门。 我怕自己打瞌睡, 就拖了张椅子过来, 坐在窗口, 一边和宝联网打游戏, 一边盯着对面。 中途响了个电话, 我一看, 是宋秦秦的, 赶紧接了起来。 电话那头的声音, 很是愉悦兴奋, 原来今晚他刚刚在学校晚会表演完, 很成功, 问我有没有空, 见个面, 一起吃个烤串。 我也很是替他高兴, 恭喜了他一番, 我俩还真是有些日子没见了, 我也很想和他一起喝个啤酒, 吃个烤串, 在一起说说笑笑聊聊天, 但今晚怕是不行。 只能抱歉地跟他说, 现在有事脱不开身。 宋秦秦失望地嗷了一声, 很快又笑着说, 你先忙啦, 以后有的是机会。 挂了电话之后, 我微微发了一阵呆, 又强打起精神。 之后打游戏连连失误, 宝终于忍不住吐槽, 哥哥, 刚才是不是哪个妞打电话给你, 四春了? 我真服了, 谁家小姑娘像他这样毒蛇的, 偏偏你妹的, 还说得神准。 折腾到大约十点多钟, 我见包哥包嫂夫妻俩, 手拉着手出来, 见他们沿着街道一路往东去, 赶紧下楼跟了上去。 这二人走走逛逛地, 沿着小区周围逛了一圈, 我这才回过未来, 原来这二人还真是逛街去了, 手牵着手, 不时还嬉闹一下, 不像一对老夫老妻, 倒像是刚刚在一起热恋的情人。 我瞧得眼眶微微发热, 想必是这夫妻俩, 怕过不了今晚, 所以准备最后过一个二人事件。 我隐匿了身形, 一路尾形, 看着两人甜甜腻腻的, 倒是吃了大半晚上的狗粮。 一直到过了午夜, 大概凌晨一点的时候, 包哥骑了电瓶车, 带着包嫂往包子铺骑去。 我紧随其后, 等到了地方, 夫妻俩忙着开门打扫, 然后还是像往常一样, 起蒸锅, 煮豆浆, 炸油条。 这条老街上空置废弃的房子很多, 我早就看好了一处, 上到屋顶, 找了个位置, 居高临下, 不仅可以把包子铺看得一清二楚, 还不予被发现。 包哥包嫂夫妻俩开店后, 就一直忙忙碌碌, 蒸锋生腾起鸟鸟烟气。 他们二人今晚过来的有几早, 这会儿正是午夜后人最贪睡的时候, 原本就冷清的街道, 显得更加缭络。 空中挂着一轮月亮, 在云层中穿来穿去。 我见夫妻俩忙活好, 就拖了两把椅子到门口, 两口子并排坐了, 手牵着手, 相互低声说着话, 很是温馨的画面。 我一看时间, 已经到了凌晨两点。 这时, 寂静的街道上, 突然传来一阵细微的脚步声, 一个人影从街道那头冒了出来, 走得速度不快, 过了好一阵, 来到包子铺前停下。 我精神一阵, 只见包哥包嫂站起身, 包嫂招呼客人问他, 要吃点什么。 那人低着个头, 身上的衣服灰扑扑的, 看样子像是个 刚刚下了夜班回来的工人。 包嫂问他要吃什么, 那人也没有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 举起手指了纸面前的蒸笼。 不好意思啊, 包子蒸下不久, 还得过会儿, 要不您先喝碗豆浆, 刚煮得很新鲜。 包嫂抱歉道。 那人却没有吭声, 过去找了个位置坐下, 然后就一动不动。 包嫂和包哥对视了一眼, 又上前问, 这位先生, 您要点什么? 那人却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正在这时, 又有两人从街那头走了过来, 停在包子铺门口。 这回是一男一女两人。 男的年纪很大, 病脚斑白, 看着有五六十岁, 女的巧打扮大概二三十岁, 不知世上下属还是妇女。 两人走路的样子很是别扭, 看着颇为诡异。 二位可真早, 是刚下班吗? 包子可还没整好。 包嫂笑着上前招呼。 边上的包哥回头看了看店里的钟表, 皱起了眉头, 大概是觉得这事情有些蹊跷, 毕竟以之前的经验看, 这条街是非常冷清的, 尤其是在这种深夜。 可今晚却是接二连三的客人上门, 实在有些不符合常理。 那对男女也没有说话, 女的指了指蒸笼, 包嫂指好, 又重复了一遍, 说包子还没输。 谁知两个人也不吭声, 跟上个人一样, 找了个座位就坐了下去。 包哥和包嫂面面相去。 过不多时, 又陆续来了三名客人, 就跟之前几人一样, 指了指蒸笼, 然后就坐了下去, 再也不动。 我盯着包子铺瞧了一阵, 起身站在屋顶, 朝寺下里环顾一周, 这附近的一片漆黑一团, 偶有几盏路灯, 发出微弱的光芒。 只听到包哥的声音从对面传来, 几位客人不知想吃点什么。 我回头看去, 见包哥正站在那几人跟前, 笑着询问, 不过看他的脸色, 显然颇为紧张。 今晚包子店中的情形极为怪异, 包哥又问了一声, 他话音刚落, 离他最近的那个女人突然抱起, 双手一把就搂住了他头, 速度快得惊人。 但包哥毕竟是精通八级拳的好手, 而且本身又带了戒备心, 双手护住脸颊两侧一挡, 戒势扣住他手腕。 以包哥的力道, 就算是一头公牛也给按住了, 那女人的手腕被制, 自然无法动弹, 可突然间他的手臂喀啦啦一转, 诡异地反向折了过来, 身子猛地贴到包哥面门, 也来不及反应, 幸亏包嫂及时抢劲, 手掌往那女人肩膀一拍, 硬生生把她拍得后退了数寸。 只听到咔的一声响, 是那女人咬空, 上下牙齿磕到一起发出的脆响, 在寂静的夜里, 听来尤其甚人。 包哥趁势松手, 拉着包嫂就要往后退, 但此时坐在那的其他几人, 也突然动了, 直挺挺地站了起来。 包哥包嫂对视一眼, 齐齐动手, 八级拳是武术里头极为刚猛的一种拳路, 尤其像夫妻二人这样的抢手, 随手一拳都能将砖石劈得粉碎。 但凡有人被他们拳头砸中, 就飞摔出去五六米远, 但只是在地上一咕噜, 就又好端端地站了起来。 两人也不气馁, 拉开架子, 联手而上。 一时间, 街道上尘土飞扬, 砰砰作响, 夫妻二人高声呼和, 但那五人自始至终没有发出半点声息。 我越看越是皱眉, 包哥包嫂这一看就是练家子, 挥手踢腿, 力道又大, 速度又快, 但反观那五个人, 明显看得出来并没有什么功底。 但不得不说, 这五人的攻击手段极为凶狠, 撕咬, 抓闹, 无所不用其极, 就像是几头凶残的野兽。 废了他们, 包嫂突然轻贺一声。 夫妻俩同时伸手, 用了个八级拳中的锁扣, 扣住那个女人的手腕, 将她双手反减, 继而轻轻一抖。 只听喀啦啦一阵轻响, 那女人的手臂八成是被抖断了。 但就在这时, 那女人的头颅突然诡异地转了180度, 从背对着他们, 变成了正对。 这场面极为阴森可步, 包哥包嫂二人啊地惊叫了一声, 脸色煞白地往后击退。 那女人面无表情地伸手在下巴上一拍, 她的脑袋又咔嚓转了回去。 包哥包嫂两人神色惊恐, 气喘吁吁, 又被五人团团围住。 我心中急转, 四下里扫了一圈, 猛地看到东南方向一处空屋上 站着个模糊的人影。 正在这时, 只听到吃得一声轻响, 有什么东西滑过空气, 紧接着就听包哥大喝一声, 反手将身边的包嫂朝旁边推出, 然后左脚一跺, 沉腰挺胸, 双手合起往上一格。 夜空中飘下一张纸, 荡了荡, 赫然是一张明钞, 疏忽落到包哥头顶。 包哥使了个八级拳的架子, 紧咬牙关用尽全力双手上撑, 只一触就被压得瘫了下去, 双膝跪地, 发出咚的一声响。 见此情形, 我也顾不得管那个人影, 顺着墙壁从空无楼顶滑下, 脚尖在地上一点, 提气急掠上前。 老包! 包嫂也是急抢上去, 准备施救。 但就在这时, 又一张明钞从空中飘落, 直往他头顶压去。 小心! 包哥急叫, 他这一出声, 立即泄了气, 直接被压趴在了地上。 包嫂在地上一滚, 想要毕身闪开, 然而那明钞却是长了眼似的, 原本还在慢慢飘落, 突然加速, 嗖的一声, 就朝包嫂落去。 我急力而上, 眼看着距离他们二人, 还有十数米远, 莫颂法咒, 时钟二指交叠, 捏了个指角, 朝着前方一点。 天师到秘术, 狙鞋指! 那张急速飞落的明钞, 在空中陡然被定住, 堪堪停在包嫂头顶一寸处。 狙鞋指的最基本用法, 定鞋。 我速度不减, 抢身而上, 手指在包嫂头顶一掠, 夹住那张明钞, 随即收入手中, 双手一合, 将其对折。 这时, 身后风声响起, 包嫂双目圆睁, 张嘴欲叫, 我也不回头, 左手反向穿出, 使个捉逃手, 拿住了一只手腕, 顺势往前一扯。 扯过来一个女人, 她头颅喀啦啦转了个圈, 阴森森地露出一口白牙。 我右手往上一拖, 在她下巴上一拍, 胸口就不再理会, 脚下连踏几个方位, 在其余几人间穿花绕柳, 手指点出, 将其尽数封了关翘。 关翘是人身阳气流转的重要翘穴, 一旦被封, 轻则造成某部分, 身体无法活动, 重则丧命, 跟武术中的点穴又截然不同。 收拾完几人, 来到包哥身边, 并指加起压在他头顶的那张明纸, 照样收入手中折起。 明超离身, 包哥顿时长出了一口气, 软倒在地。 包嫂急忙抢过去, 抱住包哥, 一面震惊地叫道, 小陈你, 嫂子你看好包哥。 我来不及多说, 转身就朝东南方向奔去。 见那空屋楼顶人影一闪, 就消失在墙后, 紧接着嗤嗤几声响, 三张明超从夜空中飘落下来, 直朝着我头顶压来。 我脚下不停, 使狙斜指连点三下, 仍旧往前击掠。 不过等我赶到楼顶时, 那里已经空无人影, 四周空荡荡, 只有些剥落的漆料和实现, 看不出任何其他什么东西。 一番搜查无果, 只能下楼回到包子铺。 此时, 包嫂已经扶着包哥坐到椅子上, 正在替他包扎脸上肩上的伤, 都是在地上擦出来的, 是皮外伤, 不算太严重。 其他那五人像泥胎式的僵在那里, 一动不动。 小陈你, 你刚才, 包嫂十分吃惊地看着我。 包哥额头上全是冷汗, 嘴唇苍白, 显然刚才耗力极大,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艰难地冲着我点了点头。 其实我除了搞搞直播, 还是个风水师。 我过去给包哥检查了一下, 笑着解释了一句。 包嫂愣了一下, 哦, 你, 你风水师吗? 对啊, 嫂子你和包哥出了开店, 不还是武术高手吗? 我笑着接了一句。 包哥的骨骼被压得厉害, 也亏得他是精通八级拳的练家子, 身子骨圆比普通人硬食, 否则怕是早就散架了。 哦, 原来风水师这么厉害的吗? 包嫂看了一眼地上的几人, 脸色发白, 似乎心有余悸。 我说刚才那些玩意儿比较邪门, 风水师刚好比较相克而已, 也没有什么厉害的。 包嫂嗷了一声, 勉强露出一丝笑容道, 我以前听人说, 风水师就是给人看看房子, 看看坟地什么的, 没想到还能这样的。 听我说, 包哥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用力过度差了气, 包嫂才松了一口气。 我过去看那五人, 包嫂搞了条热毛巾, 给包哥擦了擦汗, 颤声问我, 这几个是什么动线? 不是正常人吧? 也难怪连包嫂这样豪爽大方的, 也被吓得不轻, 刚才那女人脑袋反转的样子, 实在诡异的紧, 这压根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出来的动作。 正常人要把头这么一转, 早就一命呜呼了。 可甚至不用搭卖, 我就知道, 这些人并不是死人, 虽然体温比正常人低些, 但身上还是有阳气流转, 呼吸微弱一些, 但绝不是没有。 我翻开这些人的眼睛, 瞳孔并没有放大缩小的液态, 但是毫无神采, 看不出任何活力。 怎么这些人, 看着这么管? 包嫂在我旁边蹲下来说, 我顺着那女人的脖子摸了一圈, 这女人一头长发, 大概在二十五六岁左右, 五官挺清秀, 只是面无表情, 肤色又是那种灰扑扑的, 看着颇有阴森之意。 她颈上的皮肤微凉, 有女性天生的细腻感, 一直摸到她后颈, 我陡然一听, 那里好像是有些不对。 我解开她的衣领, 只见后背向上在脖梗一寸处, 有一道横向的疤痕。 这疤痕瞧着皮肉翻卷, 十分争鸣, 一看就知道是伤口处理的时候没有处理好, 只是草草缝合了一下。 那伤疤的位置有个很不自然的凸, 起。 我伸手仔细地按了按, 越按越是皱眉。 再顺着后背脊椎往下捏, 那几处果然也是有疤痕和不自然的凸, 起。 怎么会这样? 包嫂也是大为吃惊, 疑惑地问。 我让包嫂脱了这女人的衣服, 看看她身体其他部位, 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包嫂答应了一声, 当即动手, 我则去检查其他人。 这一件查下来, 就发现这些人身上都有相同的疤痕, 而且部位一模一样, 分别在后颈有一处, 然后脊椎上有三处, 另外四肢关节也有几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包嫂白着脸问。 我又反复捏了捏几人伤疤的位置, 问包嫂, 刚才和她们动手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包嫂皱眉说, 这些人一进来, 我就感觉很怪, 但到底哪里怪? 她说到这里, 迟疑了一下, 似乎在找瓷里形容。 这时, 边上的包哥沙哑着声音说, 他们, 他们的动作很特别, 就是非常僵硬, 可能是关节有点像木偶戏。 包嫂一听, 拍手道, 对对对, 老包这么一说, 我也感觉是, 这些人就像是小时候看的那种人偶戏, 被人拎着, 一动一动的, 看起来就像那样子。 我明白他们的意思, 说的就是那种提线木偶, 木偶关节处连着线, 被手艺人提着, 操控着他们表演。 我怕吓着他们, 没有往下说。 其实在法术里头, 就有一门叫做提线人偶的秘书, 算是傀儡术的一种偏门分支。 傀儡术涵盖非常广, 像养小鬼这种傀儡童子, 或者有灵童之称的南洋古曼童等等, 都算是傀儡术的一种。 但大多数傀儡术, 用的都是其他材质, 诸如黄羊木塑形, 又或者骨粉混合阴阳土烧纸等等, 鲜少有直接以活人炼制的。 这种提线人偶, 却是歹毒残忍至极, 如果我没料错的话, 这些人身上的疤痕, 就是当初在炼制人偶的时候留下的。 我虽然不知道, 这邪门东西具体的炼法, 但从一些书册上的记载来看, 应该是在他们的脊椎, 以及关节处做了手脚。 其中最常见的, 是以竹片绘制皱纹密法, 再定入骨骼。 这些人偶因为经过特殊炼制, 拥有比普通人更强的生命力, 能做到比如把脑袋扭转180度等等, 有些常人匪夷所思的诡异动作。 但最根本的是, 这些人偶背后必然有人在暗中操控, 就像是手艺人在后头提着线, 在驱使着他们。 包嫂问我, 这些人应该怎么办? 我一时不知该怎么说。 因为这种提线人偶一旦炼成, 是不可逆的。 这些人的魂魄早在第一步就已经被毁坏, 所以, 就算之后破解掉法术, 他们也无法再恢复神智, 充其量就是个只有皮囊的活死人。 我让包嫂帮着我, 一起把耐武人抬到附近一所等待拆迁的废弃空屋里, 稍微用东西遮挡了一下, 然后清除了包哥包嫂他们可能留下的痕迹, 以免以后生出麻烦。 我寻思着, 等天一亮, 我再匿名给国学协会打个电话, 让他们来处理这件事。 国学协会既有自己的医院, 又有董行的人, 是处理这些人最适合的地方。 等回到包子铺, 包哥休息了一阵, 脸色好了不少。 包嫂去端了豆浆, 包子出来, 三个人一起吃喝了一些, 我总算有功夫, 问起他们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包哥气息还弱, 就包嫂把事情从头说了一遍。 原来, 包哥包嫂本来就是同门师兄妹, 从小练武, 后来因为某件事情, 他俩只能背井离乡, 隐姓埋名跑来了江城。 至于是什么事情, 包嫂只是那么一提, 没有往下细说, 不过听她的口气, 事情应该不小, 要不然, 他们俩也不至于在江城一躲, 就是三年。 他们出来江城时, 十分狼狈, 身上也没什么钱。 而且那时候, 包嫂还受了暗伤, 身子虚弱, 成天地卧床不起。 幸亏他们租房的那家房东, 是个五十几岁的大婶, 人很好, 经常帮着照看包嫂。 慢慢地过了几个月, 包嫂的伤势终于有了起色, 夫妻俩也和那位房东大婶成了好友。 只可惜世道难测, 有天房东大婶失魂落魄地跑回来, 说她女儿不见了, 怎么找也找不到。 包个包嫂忙安慰她, 让她别急。 大婶的闺女他俩也认识, 二十岁出头的一个姑娘, 人长得俊俏, 性格也随了大婶, 很温和善良, 前几天刚刚放假从学校回来。 听大婶说, 她闺女是昨天傍晚出去的, 说是和以前的老同学聚一聚, 但昨晚一整夜都没回来。 原本大婶还以为闺女可能玩得晚了, 和同学一起住在酒店了。 可谁知道了第二天也不见人回来, 而且打电话也没人接。 大婶当时就有些慌了, 想办法找到了闺女的几个老同学, 可那些同学也很吃惊, 因为他们昨晚的聚会十点不到就结束了, 大家也各自回家了。 于是大家都帮着一起找, 可认识的人都问遍了, 附近可能去的地方也都找了, 就是没有闺女的下落。 有同学当即就报了案, 可一整天下来也没有丝毫音讯。 包哥包嫂听说之后, 晚饭也顾不上吃, 送大婶回房让她先休息会儿, 夫妻俩就出了门帮忙找人。 可这一找就是整整一年。 大婶的闺女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就像一颗石头沉入了湖底, 再也没有人能找到她的一丝踪迹。 房东大婶丈夫早王, 只有和这一个闺女相依为命, 自从闺女失踪后, 她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饭也吃不下, 每天一起来就是满大街地去找女儿。 很快, 她的身体就垮了, 临终前还是念念不忘要找女儿, 包哥包嫂哭成了泪人, 握着她的手说一定会帮她找到闺女的。 大婶也没其他什么亲人, 她过世后, 所有后事都是包哥包嫂帮着操办。 等后来律师找上门, 夫妻俩才知道, 原来大婶离世前立了遗嘱, 把她在这边的两套房 以及自己经营的那家包子铺 都留给了她俩。 包哥包嫂感动之余, 就把包子铺继续经营了下去, 想着等找到大婶闺女后, 再把房子和铺子转交给她。 后面的两年, 夫妻俩一边卖包子, 一边四处寻找大婶闺女的下落, 但时间那么大, 一个人丢失了, 就如同一粒米跌进了大海中, 又上哪去找? 二人仗着伸手过人, 把江城的几个地下势力 几乎闯了个遍, 也是毫无所获。 他们四处调查, 有时候遇到什么不平事, 也会暗中出手相助, 可以称得上是江城势力 隐藏的侠客室人物。 夫妻俩当时之所以出现在小河山豪宅, 也是因为他们听说这地方有古怪, 所以暗中潜入了进去, 想一探究竟。 大概十数天前, 夫妻俩无意中听到 过来买包子的客人聊起, 说前几天走丢了两个女大学生, 到现在都还没找到。 夫妻俩一听, 连忙拉住那客人, 让他好好说说,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过那客人也是道听途说, 所知不多, 夫妻俩打听了一下, 才知四天前, 确实有两个女孩子失踪, 但就在刚刚已经找回来了。 只不过那两个女孩子人, 虽然回来了, 但也不知是经历了什么, 不言不语的, 任谁叫她们也没反应, 就跟一截木头似的。 当时这是还被传得挺邪乎, 有人说是, 这两姑娘遇上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是撞了邪, 所以丢魂了。 包哥包嫂, 虽然觉得, 这是跟大神闺女失踪有点不一样, 但他俩也不肯放过任何线索, 于是就决定顺着这件事查一查。 他俩打听出两个姑娘最后去过的地方, 画了个区域, 就查访了起来。 只不过这样乱找, 终究是没什么头绪。 直到有一天夜里, 他们无意中撞见了一个行迹可疑的男人, 包哥观察了一阵就断言, 这人应该是个夜贼。 两人当时也没什么头绪, 索性就跟了上去。 果然就被包哥撂中了, 那人还真就是个窃贼, 而且身手不弱, 翻墙上房, 十分麻溜。 这贼的目标就是, 旁边一栋老式的三层小洋房。 包哥包嫂在江城待了这么长时间, 当然知道, 这种小洋房看起来不起眼, 其实大多是有钱人家在住。 二人索性就守在外面, 等着那贼出来时再一举情祸。 等了有小半壳中, 那房子都是静悄悄的, 一片沉寂, 也没有任何灯光, 黑漆漆一团。 包嫂就有些耐不住性子, 说要不要过去看看, 包哥却摇头, 说着容易引起误会, 万一被主人当成贼, 那可就麻烦了。 二人正商议着, 突然听到砰砰两声响, 声音正是从那栋房子传来的。 他们赶紧抬头, 就直隐约看到, 二楼漆黑的窗户似乎有什么东西晃了一下, 速度太快, 没有看清。 不过刚才的声音, 听起来像是有人用力拍了两下窗户。 夫妻俩有些心惊, 不知道是不是里面发生了神妖意外, 正准备过去看看, 突然间就发现, 那栋房子二楼的灯亮了。 但也就亮了那么三五分钟, 就又熄了, 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动静。 夫妻俩觉得这事情有些说不出的古怪, 正好这是有三个附近的保安巡逻过来, 包哥就指着那栋房子和他们说, 可能那里进贼了。 三个保安看了看, 其中有个嘀咕了一声, 说那房子可不经常有人住, 别真遭贼了。 于是, 三人就过去查看, 过不多时就回来了, 说敲了半天门, 里面也没人回话, 主人家应该是不在。 然后, 房门是那种双层的防盗铁门, 也没有被撬过的痕迹, 所有玻璃窗也是好端端的, 应该没有贼能进去。 夫妻俩说不可能, 他们刚刚就看着有人进去了, 而且刚才楼上的灯还亮了一下。 那三个保安只好又过去叫门, 但依旧没有人回应, 他们只不过是附近小区的保安, 对这边的房子也没有那么上心, 就回来说确定没人, 然后就让包哥包嫂也赶紧离开, 别在这里晃悠。 夫妻二人见状, 也有些怀疑那贼是不是见情况不对溜走了, 退一万步说, 就算那贼还躲在里面, 只要主人家不在, 损失些财物也就罢了。 于是, 也就跟着保安们离开了。 不过第二天, 他们还是放心不下, 就又去了那栋小洋房那, 跟别人打听了一下, 说那栋洋房的主人是偶尔才回来住一下, 大多数时候那屋子都是空着的。 夫妻俩听了也稍绝安心, 旁边有个收垃圾的大爷埋怨说, 这垃圾桶怎么这么重, 是谁家扔了的大石头吗? 两人回头一看, 这垃圾桶是那种常见的绿色塑料桶, 有大半个人高, 那大爷拿叉子往桶里插了几下, 突然发出一声淒厉的尖叫。 包哥包嫂赶紧跑过去, 就见那装满垃圾的桶内, 居然露出了一张惨白的人脸。 两人也是给吓了一大跳, 不过很快就镇定了下来, 包哥首先摸了摸那人的脖子, 发现还有气, 赶紧地把人给弄了出来。 把臭气熏天的垃圾扒开, 他们就惊骇地发现, 这桶里的人, 竟然是昨晚进屋行窃的夜贼。 这人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瞪着, 眨也不眨, 没有任何反应, 更让人惊恐的是, 他的十根手指, 居然全被齐根切掉了, 伤口边缘焦黑, 却并没有往外渗血。 似乎是被火生生啄过。 看到这诡异的一幕, 别说那收垃圾的大眼, 就是包哥包嫂二人, 也是直冒寒气。 后来那人就被送去了医院, 夫妻俩事后打听了一下, 据说那人虽然还活着, 但对外界已经没有任何反应, 差不多就是个火死人。 回到家后, 夫妻俩越想越是心惊。 包嫂就说, 怎么感觉这贼和之前那两个女孩子那么像? 她说的是, 前段时间突然失踪, 又突然被找到的女大学生, 那两人回来后, 也是成了两个火死人。 唯一不同的是, 这贼还丢了十根手指头。 夫妻俩浑身直冒冷气, 他们更害怕的是, 当年房东大婶的闺女, 会不会也是这种遭遇? 她俩想来想去, 觉得这是八成和那栋小洋房有关, 决定再好好探一探。 经过他们多番打听后, 得知那栋小洋楼主人是当地的一个富商, 不过从五年前起, 那户人家就搬去其他地方住了。 只是偶尔才会回来一趟, 不过就算他们回来, 也是坐着车子, 又是大晚上的, 左邻右舍也基本上见不着他们的面。 至于其他的,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 夫妻俩回去一和解, 这样也整不出什么名趟,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找个机会溜进那栋洋房去看看, 里头究竟有什么蹊跷。 择日不如撞日, 当晚他们就收拾停荡, 换上夜行衣, 选在午夜过后, 潜入那栋洋房。 那房子的大门用的是双层防盗, 但这种东西, 既然防不住有能耐的窃贼, 自然也难不住他们夫妻俩, 很轻松就开了门。 二人闪身入内, 又翘无声息地把门合上。 他们带了两只小电筒, 每次打光都极有惊艳地避开窗户, 以免被外头的人注意到。 屋里十分寂静, 什么声音也没有, 两人没来游地感觉有些紧张, 不过提心吊胆地将整栋房子搜查了个遍, 也没发现什么特别的。 房间里的摆设很是考究, 微微有一股沉闷的朽味, 那是因为屋子长期没人住, 门窗紧闭, 空气不流通造成的, 也算正常。 二人也不敢久待, 见没有什么发现, 也只好沮丧地回了家。 不过, 有件事我觉得挺怪, 包嫂迟疑了一下说, 我让她说来听听。 包嫂摸了摸脖子, 皱眉道, 当时我一进那屋子, 就感觉脖子上, 我也说不清那是重什么感觉, 凉凉的, 就是, 就像撞上了一根蜘蛛丝, 我也描述不出。 当时我也没在意, 可后来回到家睡在床上, 我就想起那种怪怪的感觉。 包嫂说着, 又忍不住摸了一下自己的脖子, 我还问过老包, 她说没有发现, 还说可能是我的错觉。 这时, 包哥哑着声音接了一句说, 也可能那晚, 那房间老没人住, 有猪网也正常。 包嫂却是摇头, 说, 不对, 老包你说到这个, 我就想起来了, 那屋子特别干净, 别说猪网了, 就是蚊子也不见一只。 按理说, 那一片地方蚊子很多的。 那也不能说明什么, 那房子一直关着, 可能就是没蚊子。 包哥不认为这有什么特别的。 包嫂却是不同意, 说那栋房子就是有点怪怪的。 我见她老是拿手去摸脖子, 问她是不是脖子上 还感觉有什么不舒服。 包嫂说没有, 但犹豫了一下, 又说,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老是想起那碗, 那种凉丝丝切在脖子上的感觉, 就很难受。 我问包嫂, 厨房里面有没有黄酒, 包嫂愣了一下, 说有, 起身就要去拿给我。 我跟着她进去, 见还有姜, 就让包嫂把它剁成姜丝, 然后调在黄酒里, 放在锅里煮了一颗钟。 拿碗成了稍稍放凉, 让包嫂沾了黄酒, 在脖子上摸了一圈。 包嫂也不问, 有什么变化。 我想了想, 又在酒中调了一把米再煮开, 之后再抹上去, 就见包嫂脖梗的肌肤上 献出圈其细如丝的血痕, 瞧着触目惊心。 包哥啊的惊呼了一声, 忙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暗暗心惊, 让包嫂扶着包哥进屋去, 两人在身上各处都抹一下酒看看。 夫妻二人也看出情形不对, 都是大为紧张, 忙照我说的, 端着酒碗进去。 等两人出来后, 我就看到包哥脖子上 也出现了一圈的血痕。 包嫂脸色煞白, 说除了脖子上, 他们的腰间, 还有大腿上, 也有一道。 我听得暗自侥幸, 瞧着血痕的模样, 应该是中了鬼丝。 所谓的鬼丝并不是真的丝线, 而是我们行内的一种专业叫法, 指的是一种十分奇鬼的法术。 这种法术, 最大的特点就是丝。 那晚包嫂进门的时候, 感觉脖子上一凉, 像是被蜘蛛丝缠了一下, 应该就是那屋中 事先被布下了鬼丝, 无影无形, 毫无痕迹。 两人一进门 就不知不觉地着了道。 只不过, 包嫂本身的直觉 要比常人来得强, 而且又是常年练武的, 再加上脖子处又是人, 体中极为敏, 感的地方, 他当时就有些察觉到异样。 反观包哥, 当时就压根没有发现。 当然了, 鬼丝只是一种统称, 是一种大的分类, 鬼丝类法术五花八门。 我也不知道 那栋房子里布置的鬼丝 具体是个什么玩意儿。 但从江丝米黄酒 可以让他显出血痕来看, 这应该是十分适血的术法。 我之所以暗暗侥幸, 那是因为幸亏包哥包嫂, 夫妻俩常年练功, 身上阳气充沛, 体格也远超常人, 所以那鬼丝缠在二人身上 还没有发作。 要是换了一班人, 只怕等不到今天, 就已经死在那鬼丝之下了。 按照这鬼丝的样子, 死者必然外表无恙, 而内里则被鬼丝一切两断, 端地阴毒无比。 夫妻两人听得嘴唇发白, 我安慰了他们一番, 说这种法术虽然防不胜防, 但只要发现了, 要清楚还是简单的。 两人的脸色这才好了先, 我取了一道孵化入黄酒中, 让他们服下。 在等待的功夫, 包嫂接着往下说。 自从那晚探过那栋洋房后, 包哥包嫂虽然没发现什么, 但始终还是盯着那房子不放, 一有空就过去转转, 跟周边人打听打听。 日子很快就过了好些天, 来到了那一晚。 也就是我和林阳去小河山直播完, 过来店里吃包子的那个凌晨。 当时我来店里, 包嫂正在店中忙活, 而包哥却是回了趟家去拿东西。 回到小区, 顺便还给门岗大爷带了豆浆和油条, 之后很快就拿了东西, 往店里赶回。 只是他走到距离包子铺 还有几百米的时候, 头顶的一盏路灯突然闪了一下, 包哥微微一惊, 紧接着就听到一个极为怪异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他获地回头去看, 身后一条黑漆漆的横道又冷清又寂静, 压根看不到什么人。 但那怪异的声音却又飘了过来, 虽然十分模糊, 但他还是听清了大概, 好像是在说, 几天之后要来取走他们夫妻俩的命。 那声音飘飘乎乎, 时远时近, 听得包哥毛骨悚然, 不由贺问什么人在装神弄鬼。 他连问了几声, 却是没有任何反应, 只有那声音一直在耳边荡来荡去。 包哥不信这个邪, 听声变味, 追着那声音奔了过去, 但过去一看, 全是空荡荡的阴暗巷子, 哪有什么人。 他转了好一阵, 那声音突然连说了三遍, 去死, 去死, 去死。 一声比一声凶利, 震得包哥心头狂跳, 他不敢久留, 拔腿就跑, 想要离开这里再说。 只是, 他刚走的一步, 突然吃拉一声, 空中飘下一张明钞。 包哥觉得怪异, 盲闪声避开, 但就在他躲避的瞬间, 他突然就感觉, 有什么东西砸在了他后背, 然后整个人就被砸趴了下去。 临危之际, 他用拼尽全力, 用双手撑住地面, 但后背重入大山压顶, 压得他根本无法动弹, 只能苦苦支撑。 在这期间, 包嫂打了他好几次电话, 但苦于根本无法接听手机, 直至后来我和包嫂见事情不对, 寻了过来。 之后的事情, 我就都知道了。 事后我们想来想去, 就觉得, 这事只能是和那栋诡异的洋房有关, 说不定, 我们撞破了什么了不得的隐秘。 包嫂心有余悸地说, 那晚之后, 我坐立不安地, 劝老包说, 要不咱们离开江城吧, 说不定就能逃过一劫了。 可老包不同意, 他说, 有些事不是想逃就能逃, 再说了, 咱俩已经逃过一次, 这回不想再逃。 我听到这里, 心里微微一动, 听包嫂的口气, 似乎是他们以前遇到过什么事, 这才迫不得已逃来了江城避难。 只不过, 包嫂没有细说的意思, 而且跟眼前这事无关, 我也没有追问。 正因为有了这个打算, 夫妻俩这才做好了准备, 依旧每晚照常开着包子店, 等着对方找上门来。 听包嫂说完, 这事情还真是离奇诡异得很, 没想到当中还有那么多曲折。 说话的功夫, 我见包嫂脖梗上的血腺已经淡了几分, 知道刚才的应对之法有效, 稍绝宽心。 夫妻俩也是长出一口气, 脸上微露笑容。 小陈, 这事还把你给卷进来了, 包嫂很是过意不去。 包哥叹了口气道, 今晚要不是你在, 我们夫妻俩恐怕是早就没命了, 只不过这样一来, 就把小陈你给连累了, 对方。 包嫂也是身有忧色, 小陈, 要不你还是趁早走吧, 那东西也不知道是人是鬼, 我们怕是。 我笑着打断他俩道, 现在想跑也来不及了, 咱们三个就跟对方拼一拼, 管他是人是鬼。 包哥听得哈哈大笑, 好好好, 那就他娘的干他一场。 笑着笑着, 牵动伤口, 忍不住连咳了几声。 包嫂扑斥了一声悦了出来, 笑骂道, 瞧把你能的。 我也跟着打去了几句, 夫妻俩心情总算好了些, 我给二人看过, 见身上的血线越来越淡, 几乎已经看不见, 这才彻底放心。 眼见天色不早, 帮着一起关了店门, 送二人回家睡下。 从小去出来, 我不禁微微皱了眉头。 虽说在夫妻俩面前, 我说的若无其事, 不过这是奇鬼难测, 不论是提现人偶, 还是鬼司, 又或者是那神秘的明超, 无不处处透着邪气。 我没有回家, 仍是回到小区对面的那个小宾馆房间, 守着。 直到第二天一早, 见包嫂出来, 和门岗大爷打了声招呼, 我才上床睡了一觉。 中午醒来, 随便吃了点东西, 就打车去了一趟酒保斋。 我还是对那明超十分在意, 想问问钱老板, 有没有这方面的行价, 让他得介绍一下。 钱老板想了想, 说, 倒是有一个, 就在咱们这条街上。 我一听, 不由一喜, 问对方具体住在哪里。 钱老板笑道, 沿着这条街一直往东走, 那里有家老纸扎店, 店老板姓金, 是咱们这条街上的老前辈, 大家都叫他金婆婆。 要说这里谁最懂明超的话, 那就是他老人家了。 我寄好地址, 兴致勃勃地正要出门, 突然想起一件事, 就笑说, 钱老板, 上回我在你这里买的笔, 林老爷子, 看了, 也是赞不绝口。 钱老板听说林又如也夸赞过了, 也是鱼有熔焉, 自得道, 那是当然, 我们这家店卖的绝对都是精品。 我立马又接了一句, 不过嘛, 林老爷子可说了, 说你看走了眼, 这套笔卖五千, 简直是亏得离谱。 钱老板啊了一声, 忙问, 这怎么说? 我就把林老爷子的原话复述了一遍, 钱老板哀悠了一声, 拍了一下大腿道, 林老爷子那是剑笔的专家, 他这样说, 那绝对是没有错的。 我打趣道, 原来钱老板也有走眼的时候。 钱老板摇头苦笑, 这件笔实在不是老头子所长, 不过这笔也是别人寄在这里卖, 一直都是这个价钱, 我就没有特别注意。 我有些好奇, 就问这笔是谁家寄卖的, 这价钱实在相差太多, 岂不是让对方亏大了? 钱老板说巧了, 寄卖这些笔的就是纸扎店的金婆婆, 她有空也会自己制笔, 然后放在这里寄卖。 由于实货的人少, 并不畅销, 所以每隔两三个月, 金婆婆才会派人送两套笔过来。 不过我记得之前林家父子俩也从我店里买过两套笔, 就是金婆婆家的, 五千块一套, 当时他俩只说这笔不错, 很值, 也没有大夸特夸。 钱老板疑惑说, 我听他这么一说, 不禁有些怀疑, 难道是因为我送的礼, 老爷子和林伯父为了照顾我的面子, 所以替我吹嘘了一番。 钱老板却是摇头, 不太可能林家那两父子都是爱笔如命的人, 其他方面可能会客套, 但在笔这方面绝对是有一说一。 我说这就奇怪了, 这都是金婆婆的致笔, 难道还有高低之分, 或许这回送来的是金婆婆难得一见的立作。 钱老板也想不明白。 我心想, 反正要去纸扎店, 到时候当面问问对方就是, 于是也就不在这上面纠结, 跟钱老板到了生别, 从酒保摘出来。 这一条老街上, 开的相当一部分都是多年的老店, 颇有年代感。 沿着街道走了有十来分钟, 就见到前面一家店铺, 挂着个木制招牌, 写着纸扎店三个字。 门口站着一对同男同女的纸人, 放着各色明朝黄纸, 以及许多纸扎用品, 琳琅满目。 有个二十来岁, 扎着双骨辫子, 胖吞吞的姑娘趴在柜台上, 正在玩着手机。 听到声音, 她或地把手机放下, 笑音音地迎了上来, 客人需要什么, 尽管看看。 我打量了一圈, 见着姑娘眼睛圆溜溜地, 颇有喜感。 笑问, 这是金婆婆的店吗? 对啊, 那姑娘脆声道, 我们是百年老店, 在这条街上赫赫有名的。 我点头笑说, 光看门口的那对纸人, 就知道你们家的手艺, 比其他店好了不知多少。 哎哟, 小哥哥你人长得帅, 眼光更是好。 姑娘大为高兴, 拍拍胸扑说, 我做主了, 今天不管买什么, 我都给你最大折扣。 我笑着谢了, 问他, 你们家老板在不在? 在啊, 我家老板在里面看书呢。 姑娘说, 我问能不能见见老板? 姑娘就有些犹豫, 说, 这个我得去问问老板, 看他见不见你。 我说, 那就辛苦你去问问。 他摆摆手豪爽地说, 小意思, 跑过去倒了杯茶送给我, 让我坐着等会儿。 我问他怎么称呼, 他说, 叫我小锤子就行。 我听得一乐, 怎么有这么奇怪的名字? 他说, 这名字是他自己起的, 因为觉得锤子锤人威风, 所以他就叫这个了。 小锤子进去好一会儿, 也没见出来。 我喝了一口茶, 起身在店里转了转, 见架子上叠满了各色明钞, 就随手翻看了一下。 能感觉出, 这些明钞的做工比普通店家的要好, 但其中到底有哪些差别, 我就看不出来了。 这时, 小锤子终于从内屋风风火火地出来, 不好意思地说, 对不住了小哥哥, 我家老板说, 不想见你。 我一正, 问是不是哪里无意中冒犯了老板。 小锤子连连摇头说, 小哥哥你可别多想, 我家老板一向不喜欢见外人, 我也就看你长得帅, 说话又好听, 才去试试, 不过吗? 我微微有些诧异, 之前听前老板说, 这位金婆婆挺平易近人的一位老前辈啊, 为人也喜欢热闹, 怎么就一向不喜欢见外人了? 不过人家不愿意见客, 我总不能勉强, 想了想, 就退而求其次, 拿了那张明钞出来, 问小锤子, 能不能让他家老板帮我看看, 这张明钞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小锤子爽快地答应了, 拿着明钞进了礼物。 我在外面等了一会儿, 朱小梅给我发了个微信, 问我看小石头的博客梅, 最新的那篇博文是啥意思? 我还真没注意, 进了博客一看, 见最新的这篇博文题目叫《某宴》。 内容极短, 只有几个字, 茶还不错, 菜一般, 看了一场猴戏。 她的粉丝都读不懂, 纷纷在下面留言询问, 朱小梅也是挺八卦, 就来问我看不看得懂。 不知为什么, 我总觉得这小石头和那个假小会之间有着 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甚至极有可能就是同一人。 作为一名相师, 我可是十分重视自己的直觉的。 当看到这文理说什么茶不错, 菜一般, 看了一场猴戏时, 我不由自主地就想到了国学协会晚宴上, 那假小会坐在那里, 旁若无人喝茶的情形。 我一时兴起, 干脆在博文下面留了句言, 会会妹子, 多谢帮忙。 这时, 小锤子刚好从里头出来, 看到我的手机屏幕, 一了一声, 说, 小哥哥, 你也粉小石头呀。 我说是啊。 小锤子极为高兴, 我就说你有眼光嘛, 我也是小石头的铁粉哦。 我笑说是吗? 那真是巧了。 他看到我留的言, 有些古怪的看了我一眼, 会会是谁啊? 小哥哥, 你是在喊博主会会妹子吗? 我一时也不知该怎么解释, 就含糊说只是随便留了个言。 小锤子哦了一声, 又看了我好几眼。 我问他家老板看过明超没, 怎么说? 小锤子啊了一声, 挠了挠了脑袋, 笑道, 我差点忘了。 我家老板看过了, 说你这张明超呢, 做工和材质方面都算上加, 比我们店里的也差不了多少。 其他就没什么了。 我有些不甘心, 让小锤子再帮我问问, 除了这材料和做工方面, 还有没有其他特别的, 任何方面的都行。 小锤子倒也不嫌麻烦, 又蹦蹦跳跳地进去了。 过了一会儿, 他出来说, 我家老板说了, 你这张明超, 应该是经过了九争九晒。 我不禁疑惑, 问什么是九争九晒。 小锤子得意地瞟了我一眼, 说, 我家老板早料到你会这样问啊, 九争九晒, 就是用调制好的密钥将明超蒸九个小时, 然后取出晾干, 再在太阳底下晒九个小时, 如此反复九次, 就叫做九蒸九晒。 我听得大为稀奇, 我倒是听说过中医制药的时候, 有用到九蒸九晒, 但从没听说能用在明超上的。 小锤子接着道, 我家老板说了, 你这个笨蛋肯定还会问, 说到这里, 吐了吐舌头, 小哥哥, 可不是我要骂你笨蛋哦, 是我家老板要骂你笨蛋。 我哭笑不得, 心说难道是我冒昧来访, 打搅那位金婆婆看书的性质, 所以惹了人家不高兴? 不过被骂一句笨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总归人家是前辈, 再说了, 我毕竟是有求于对方。 小锤子见我没有不高兴, 嘻嘻笑道, 小哥哥, 你是不是还要问, 为什么明超要九争就晒, 那是因为啊, 这是一种练法, 你这张明超是被练制过的。 我听得安安佩服, 心想这位金婆婆果然是前辈高人, 见识渊博得很。 于是我又问, 能不能请教一下老板, 如果想用这一张明超, 把一个力气很大的成年人压趴在地, 有没有这种可能? 小锤子奇怪地说, 这一张明超那么轻, 怎么可能把人压趴下? 不过, 他还是拿着明超, 帮我跑进去问。 过了一会儿, 他一脸诧异地跑回来说, 我家老板说了, 有种叫通油宝超的, 就能做到你说的这一点。 不过这种宝超练法十分复杂, 除了九争九晒, 还有其他许多环节, 具体的他也不清楚。 我从没听说过通油宝超这种东西, 果然世上的法术千奇百怪, 我不知道的还多了去了。 能知道这么多事情, 已经是意外之喜了, 我让小锤子替我谢谢老板, 又想起笔的事情, 就顺口问了一句。 小锤子疑了一声, 说, 原来那两套笔是被你给买走了呀, 小哥哥, 你果然很有眼光吗? 至于价钱, 他说就是这价, 不过也就只卖这两套, 以后也没有了。 我有点好奇, 就八卦了一下, 问为什么? 小锤子去柜台里, 拿了一个精致的笔盒出来, 朝我扬了扬, 说, 因为我家老板就制了三套笔呀, 以后他就不打算制了。 我有些奇怪, 听钱老板说, 以前金婆婆时不时会送笔过去他那寄卖, 而且都是金婆婆亲手制的, 怎么小锤子又说他只制了三套笔?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就没细究下去, 看着他手中拿着的笔盒, 想想过来, 麻烦人家老半天, 不买点东西回去总是不好意思, 就问小锤子, 这笔卖不卖。 小锤子摇头说, 这套笔是我家老板制了, 自己用的, 可不能卖给你。 我一听, 也只能作罢, 正想看看其他的, 小锤子想了想说, 要不我去问问我家老板。 他说着, 就一溜烟进了礼物。 我不有好笑, 这姑娘还真是风风火火。 不一会儿, 他就跑了出来, 笑嘻嘻地说, 我家老板说了, 你要也可以, 不过这套笔要卖五十万, 你买不买。 我听得一正, 我还从没听说过, 有什么笔能卖到这种天价的, 瞧小锤子的样子, 明显是狮子大开口。 难不成刚才我无意中, 已经把金婆婆给惹脑了, 所以才故意刁难。 好, 我买了, 我拿的卡出来, 让小锤子刷卡买单。 不管怎样, 今天是人家帮了大忙, 而且按照林老爷子的说法, 这位金婆婆质的笔绝对品质极佳, 就算不止五十万, 买个人情也好。 小锤子咦了一声, 诧异地说, 你还真卖啊。 见我点头肯定, 小锤子笑嘻嘻地说, 小哥哥, 你不仅长得帅, 还这么有钱。 诺, 卖给你了, 这回我家老板可失算了, 嘻嘻。 接过卡, 玛丽地刷卡买单, 然后把那套笔塞到了我手里。 不过嘛, 这套笔, 可是我家老板支来自用的, 小哥哥, 你能花这点钱买到, 算你的福气哦。 小锤子很是傲娇地道。 我听他替自己老板大吹法罗的, 心下好笑, 面上却也不说破, 只附和着点头说, 对对对, 绝对是好福气。 小锤子一听, 更为欢喜, 又去拿了本薄薄的册子出来, 递给我说, 这是保养笔的法子, 小哥哥你有空看看, 这套笔你可要好好珍惜哦。 我笑着收了, 又闲聊了几句, 就从纸扎垫出来。 回到九宝斋, 把那边的事情和钱老板说了说, 钱老板也是一脸疑惑, 金婆婆很和善一个人啊, 小哥你又是个品貌俱佳的, 前辈怎么会不见你呢? 大概老前辈刚好心情不佳吧。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 别过钱老板后, 我打了个车, 前往包哥包扫住的小区。 路上我打开笔盒看了看, 剑盒中大大小小长短不一的摆着九支笔, 每支笔的形状, 以及笔杆的材质颜色都不相同。 我能看出, 有一支笔身用的应该是竹子, 颜色翠绿, 而毫毛却是淡金色的。 另外一支笔身最小的, 像是杨之玉所致, 毫毛是淡白色的。 一一看下来, 不仅笔身用料各不相同, 而且, 毫毛也是分成了九色。 虽说我不太懂笔, 但只看这架势, 也知道, 这套笔, 绝对比我送给林老爷子和林伯父的那两套, 要好上不少。 我拿起其中那支杨之玉笔, 转了一转, 就发现在笔身一侧, 用簪花小楷刻着无忧两个字。 无忧? 我默念了一句, 再看其余八字笔, 果然每支笔身上都刻了同样无忧两个字。 我心想, 这无忧, 不知是那位金婆婆制这套笔实的心境, 还是这套笔就叫无忧, 一时也难以揣夺。 到包哥包嫂家晃了一下, 见二人气色不错, 也就稍微心安, 顺道在他俩这吃了的饭, 这才回了家。 之后一觉睡到傍晚, 起来吃了点东西, 就出门前往包嫂说的那栋小洋房, 我还是决定亲身去探个究竟。 途中接到林阳的电话, 说他现在和孙茜和郭伶俐, 问我在哪, 晚上大家一起聚一聚, 吃个饭。 我说有事走不开, 让他们先玩, 我下次再参加。 林阳只好可惜地挂了电话。 在街上路灯亮起时, 我站在了那栋小洋房前。 这一片的房子, 风格相对杂些, 属于新旧楼房混合, 既有新建的房子, 也有年代久远的老式住宅。 那栋小洋楼, 就位于其中。 我看天色上早, 现在周遭转了一圈, 从风水上来说, 这地方只能说普普通通, 既不能说好, 也不能说坏, 反正就是寻常的住宅地, 没有什么异常的。 m.bkugax.com 只是没想到, 当我转到小洋房西北侧一条小街时, 我居然遇到了林阳, 跟他在一起的, 还有孙茜和郭伶俐。 土豪哥, 土豪哥, 最先看到我的是郭伶俐, 挥着手就冲我大叫, 这姑娘声音又尖, 整条街的人都被他给劲到了。 我也是颇为意外, 过去打了个招呼, 笑道, 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林阳扑上来, 就搂住我肩, 大笑道, 土豪哥, 我们正说着, 上哪吃饭呢? 你就来了, 这就是缘分哪。 我笑, 就数你这张嘴厉害。 这时孙茜明嘴笑道, 行了, 别站在外面说话了, 咱们去里面边吃边聊。 土豪哥, 听林阳哥说你有事, 耽误一会儿没事吧。 我估摸着, 起码要到过了午夜, 才会动身进阳楼, 就说不耽误, 还有时间。 三人一听, 都是十分欢喜, 嘻嘻哈哈地拥着我 进了边上的一个小菜馆。 点了一桌子菜, 外加几瓶啤酒。 土豪哥, 林阳哥, 我俩要先敬你们一杯, 要不是撞见你们, 我和林立只怕早就没了。 娜娜她, 孙茜举起酒杯, 说到最后, 眼圈一下子红了。 郭林立也是眼角含泪。 没事了, 都过去了。 我安慰了一句, 见二人神色悲戏, 就说, 害娜娜她们的人 也已经死挺了, 你们可以安心了。 孙茜和郭林立二人 啊了一声, 林阳却是反应更快, 急急问, 土豪哥, 你是说, 那害人的傻叉已经挂了? 我把那长脖子的事 大致说了一下, 不过像国学协会 等等一些细节 就都忽略了过去。 原来, 那傻叉是南洋的? 我日他大爷的, 赶到咱们这里来杀人。 林阳气得直拍桌子。 孙茜揉了揉 红彤彤的眼睛, 盯着我说, 土豪哥, 那长颈鹿 是被你弄挂的吧? 我记得, 你说下过一道什么符咒的? 我白白手说, 不不不, 这可跟我没关系, 那人自己甚须猝死的, 跟我无关。 孙茜扑斥一声, 捂住嘴, 破涕为笑, 对对对, 我白手大笑, 就是郭灵力反应慢了一拍, 很是疑惑地问, 那人怎么可能是甚须死的? 逗逗我们忍俊不禁, 纷纷大笑。 孙茜搂住他脖子, 咯咯直笑, 傻丫头, 你这小脑瓜, 就不能拐个弯吗? 郭灵力看看我, 又看看其他人, 呜了一声, 恍然说, 原来你们是说反话呢, 那长颈鹿明明是土豪哥弄死的, 然后还说他是甚须死的。 我们见他娇憨的模样, 又是一阵笑。 一顿饭吃完, 时间就已经差不多九点了。 等会儿, 我们三个打算去旁边的淮角公园, 土豪哥你还有没有时间, 一起去看看。 林阳说, 我问他去淮角公园干什么, 之前我看过小洋房周遭的地图, 知道是有这么个地方, 在小洋楼的西南角上。 我是打算去那做一期直播, 正好倩倩和林丽一起给当个客串嘉宾。 林阳笑嘻嘻地说, 我们几个从菜馆出来, 沿着街道往前走。 我顺嘴问了句, 那淮角公园有什么特别的? 还真是有点特别。 林阳说道, 土豪哥你太忙, 可能没听说, 前不久有两个女孩子失踪的事。 我心里一动, 问, 就是离奇失踪又离奇回来那个。 林阳移了一声, 说, 原来土豪哥你也知道, 就是那个。 这是很奇怪的, 那两个女孩子莫名其妙就失踪了, 过了两天又突然出现, 但是没了神志, 什么人都不认得, 对什么都没反应。 郭伶俐脸上闪过一丝惊恐, 说, 这是我也知道, 那两个学姐虽然不是我们学校的, 但我们校内都已经传遍了。 是有点蹊跷, 不过和淮角公园有什么关系? 我问, 林阳一脸神秘地说, 这淮角公园呢, 现在被人叫做鬼角公园, 凶得很。 原来, 由于之前两个姑娘失踪的事, 最近网上有个人才做了个分析帖子, 把最近这十几年来发生的离奇失踪做了个统计。 他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这些失踪的人或多或少都和这淮角公园有关。 这些失踪的人当中, 有些是至今没有找到,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直接就人间蒸发了。 有些是失踪后, 又离奇地出现了, 但是这些人全都没了神志, 成了活死人一个。 我听得暗暗心惊, 没想到这种诡异的现象居然持续了十几年。 帖子最后总结出, 这些失踪的人有些是失踪前去过淮角公园, 有些是在淮角公园附近出的事, 有些是失踪后被人在淮角公园发现的。 反正或多或少都和淮角公园有些关系。 于是, 现在坊间就有传言, 说淮角公园之所以叫淮角, 其实是鬼地, 平常的时候看着普普通通, 但有时候鬼地会打开, 经过那里的人就会被拉进去。 有些人现在鬼地里就出不来了, 有些人侥幸逃出来, 但是丢了魂魄, 所以变成了痴痴呆呆的活死人。 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什么鬼地不鬼地的, 淮角公园之所以叫淮角, 是因为公园里长了一棵大槐树, 跟鬼地压根没有任何关系。 不过这事也在小范围内引起了一阵轰动, 就有粉丝建议林阳去探探淮淮角公园。 那地方离得不远, 说话间就到了。 我和他们在里面转了转, 这公园建的时间应该比较早, 所以不大, 在中央位置果然长了一棵大槐树, 也不知是有多少岁数了。 从风水上来说, 槐树鼠婴是容易造成阴森之感, 只不过要说这公园是什么鬼地, 就有些无稽之谈了。 淮阳开了直播, 正和粉丝们在互动, 在粉丝们的强烈要求下, 孙茜和郭灵丽也在镜头前露了露脸。 深夜的淮角公园, 除了我们, 基本就没什么人还在这里停留, 氛围到的确挺带感。 我把整个事情前前后后细想了一遍, 几年前, 那位房东大神的女儿离奇失踪, 根据包嫂的描述, 那姑娘当时的确是来过这淮角公园。 但其实, 事情未必就和淮角公园有关, 就比如那座小洋房, 离这淮角公园可也不远。 我跟淋阳他们混到差不多12点钟, 让他们到此为止, 赶紧回家睡觉。 孙茜和郭灵丽两个姑娘见我要走, 也有些害怕, 淋阳也就打了车, 先送了他们回去学校。 我步行来到小洋房外。 等到午夜一过, 四周的灯光逐渐稀疏, 我悄然潜入房中, 回身将防盗门轻轻合上。 在黑暗中停了停, 从兜里摸了个小沙袋出来, 里头装了叶明沙等几种石子, 透过纱布散发出绿色的幽光。 被这幽光一折射, 就映出前方的黑暗处, 一根根细如毫毛的丝线, 纵横交错。 这就是鬼丝了。 当然, 不是所有鬼丝都可以用叶明沙照出, 如果遇上照不出的, 也就只能套几个护体骤硬床了。 我仔细观察了几道鬼丝的排布, 从夹缝中穿出月了过去。 见除了门口之外, 其他地方再无鬼丝排布, 就将叶明沙收了, 开了一盏小电筒。 这屋中的摆设颇为奢豪, 除此之外, 其他倒也一切正常。 只不过包扫的感觉是对的, 这屋子里的阴气水平要高出正常, 一只屋中根本见不到任何虫椅。 但这是一件相当奇怪的事。 因为,从风水上来说, 这栋房子建的并不是什么阴地, 又是阳宅, 乃来的那么大阴气。 这有些不符合常理。 我将屋中每个房间都转了一遍, 越看越觉得奇怪。 琢磨了一阵, 走到墙边, 伸手在墙面上摸了摸。 自从无量山古墓回来后, 我身上落下了个怪毛病, 但对阴气的鸣, 感度却是提高了许多, 也不知是好事坏事。 手上传来冰凉的触感, 我发现这墙面的阴气水平 是要比其他地方高上一些的, 虽然高得不多, 但的确是存在这种差异。 我瞧着这几面墙壁, 心中微微发寒, 取了一道炫羊符, 屈指弹出。 炫羊符虽然算不上什么太高深的符路, 但在行内有万经油符咒的称号, 自然有其理由。 符路在空中停了停, 就缓缓地朝着对面的墙壁飘了过去, 紧接着贴到了墙壁之上。 我伸手在那一处摸了摸, 又弹了一道炫羊符, 符路又在墙壁上一处贴了过去。 过不多时, 这房间中四面墙, 已经被贴上了五道炫羊符。 我这种符路带得不多, 总共也只有八道, 随即来到楼上一个房间, 照样弹了符出去, 炫羊符在空中荡了荡之后, 三道符又是贴到了墙面。 看着墙上的符路, 我心中含义欲胜。 炫羊符之所以会自己贴到墙上, 就说明墙中藏了什么鼠音的东西, 至于是什么, 极有可能是尸骨。 我在楼上站了一会儿, 回到底楼。 这栋楼有个地方让我觉得十分蹊跷, 就是这底楼的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里铺了一张大床, 足有两米多宽, 床单被子都铺得十分奢好。 我刚才看过楼上的所有房间, 没有一个房间里的床是比这张床还要大的, 而且那些床一看就已经很长时间没人睡过。 这其实是有些违背常理的, 按说一户人家的主卧室通常都是放在楼上的, 鲜少有放在底楼的。 我掀开床单, 就发现这张床竟然是张石床, 而且整个和地板连成一体, 床檐上雕刻着繁复的皱纹以及怪异的图案。 在石床正面更是刻满了古怪的血红符号, 结构扭曲蜿蜒, 如同游虫。 正在这时, 突然外面灯光一晃, 一辆黑色轿车从外驶来, 停在了洋房外边。 我引到窗口往外看了看, 随即将房中的摆设恢复原样, 这房间十分宽敞, 对着大床摆放着一张高脚沙发。 我听到房道门响, 有人开门进来, 紧接着脚步声朝着这边过来, 就地一滚, 溺入了沙发之下, 把沙发上的毯子往下拉了拉, 遮住身形。 刚凭了气息, 就听脚步声来到了门口, 紧接着啪的一声轻响, 那人打开了房里的灯。 不过开的却是床头的小灯, 照得房间里昏昏暗暗的。 我见进门的脚上, 穿了长裤和黑色皮鞋, 在门口停了停, 似乎是在房间里看了一圈, 又退了出去。 过不多时, 就听一阵脚步声再度往这边过来, 但这回可以听出, 脚步颇为纷乱, 并不只有一人。 果然, 那黑皮鞋又回到了房中, 但在他身后, 多了三双腿, 腿形纤细, 肤色白, 西, 穿的都是裙子, 显然是三个女子。 那黑皮鞋过去坐到床檐, 点了根烟, 在那抽了起来。 我微微往外侧了侧, 见那黑皮鞋是个身形瘦削的男人, 在昏暗的灯光下, 脸色显得有些苍白, 嘴唇发暗, 巴达巴达地吸着烟。 在他对面站着三个女人, 一个短头发, 两个长头发的, 打扮颇为时髦, 长相气质也是颇佳, 都是二十多岁, 衬衣短裙高跟鞋, 乔治装束, 像是坐办公室的白领丽人。 但三个人都是神色木然, 眼神空洞, 站在那里, 就像尊石雕似的, 压根没有一丝半点的生气。 那男人把烟抽完, 在床头坐了一会儿, 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过去在那三个女人脸上 各摸了一把, 叹了口气, 哎, 真是细皮嫩, 肉的, 不过也今晚又得泪得够呛。 他说完, 又摇摇头, 算了, 跟你们说什么也听不见, 不是对牛弹琴吗? 谁先来呢? 好吧, 我比较喜欢短头发的, 那就你了。 那男人嘟囔了一句, 抱起当中那个短头发的姑娘, 扔到床上, 然后就开始解他的衣服, 妹子们你们也别怪啊, 冤有头债有主, 可不是我害的你们。 他嘀嘀咕咕的, 我悄然往外一滚, 起身来到他背后, 那男人豁然回头, 一脸惊恐地想要大叫, 被我轻轻一手刀砍在脖子上, 顿时双手捂着瘫软在地。 我看出他只是个普通人, 因此上来并没有下重手。 鬼, 鬼, 那男人摊在地上, 捂着脖子惊惧地叫道, 由于喉咙上挨了一下, 只能发出沙哑的声音。 我取了中指上的圆环, 拉成银针, 给那人下了一道鬼门十二, 就不再理会, 过去给床上那位短发姑娘整好衣物。 探了探他的脉搏, 心跳缓而沉, 气息平平, 他的瞳孔中看不到丝毫神采, 触碰身体肌肤也没有任何反应。 我并只在他眉心探了探, 心中一冷, 这姑娘的魂魄已经毁损, 再也无法恢复神志, 以后就只能是个活死人。 其余两个姑娘的情形, 也是和他相差仿佛。 这时我种下的鬼门十二开始发作, 那男人顿时痛得在地上滚成一团, 嘴里只能发出呵呵的叫声。 我坐在床边静静看着, 直到这人浑身被冷汗浸透, 像团烂泥似地摊在地上, 这才下针给他暂时缓解了一道。 以后每隔两个小时, 你就能享受一次, 滋味可还行。 我冷嗖嗖地说, 饶命啊大哥, 不不不, 爷爷, 爷爷饶命啊。 那人拼命求饶, 只是脖子上原本就挨了我一下, 又刚受了十二鬼门结脉的齐痛, 声音发出来就跟漏了风的气球似的, 噗哧噗哧响。 我只看着他, 没有说话, 那人使出吃奶的劲挣扎起来, 趴在我脚边连连磕头, 见我没反应, 呆了一呆, 忙说, 爷爷, 这三个妞都给您享受用, 不够, 不够还有。 见我不作声, 他大概以为被他说中了, 脸上露出一丝喜色, 爷爷你喜欢哪款的, 玉姐, 萝莉, 小蛮腰, 还是大长腿, 应有尽有呀。 这说的, 差点让我以为, 这人是个拉皮条的。 这些姑娘, 都是你害的? 我淡淡问, 那人连连摇手, 不不不, 这跟我毫无关系啊, 爷爷, 你可不要误会。 我差点被他给兜乐了, 都给抓了个现行啊, 居然还能说毫无关系, 我也不废话, 摸了摸中指上的银环。 那人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 趴在地上连连磕头。 我, 我就是个捡尸的, 这三个妞都是我在酒吧外边捡的, 我也就完完, 那人连身变捡。 我直接把指环拉成了银针, 虽说我平时没事的时候挺宅, 但并不意味着我不知道捡尸是个什么东西。 所谓的捡尸并不是真的捡尸体, 而是跑到酒吧夜店外边, 等着捡那些醉得不省人士的妹子, 因为实在醉得厉害, 本人毫无反应, 所以被叫做捡尸。 只不过这三个姑娘哪有半分酒气? 见我指环成真, 那人惨叫一声, 吓得速速发抖, 终于不在嘴硬。 我, 我说, 我说, 爷爷饶命? 那人剃来横流的, 可是, 可这是真跟我无关啊, 我就是个卖体力的。 他似乎怕我不信, 又咚咚咚磕了几个头, 抹着眼泪说, 爷爷你要相信我啊, 我真就是个干苦力的啊。 据他说, 他叫王大海, 本来是这附近街道上的一个小混混, 但是由于人不够狠, 体格也不怎么样, 混得也不如意, 平时也就给人看看厂子, 开开车门什么的。 大概一年前的一个晚上, 他喝了点酒, 有些晕晕乎乎, 不知不觉地跑到了怀角公园。 他在草丛里歪了一会儿, 睁眼时看到一个短裙高跟鞋的漂亮姑娘路过, 看她的打扮应该是附近上班的, 为了抄近路就从怀角公园穿过。 他走近就想爬起来去调戏一番, 只是还没等他动手, 路上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个驼背的老太太。 那老太太拄着个拐杖, 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 一个不小心就摔倒了在地上。 那个漂亮姑娘忙跑过去扶起她, 还问老太太住哪里, 这么晚一个人在这里不安全。 老太太说, 就住在旁边, 不碍事的, 那姑娘也是心善, 看看时间就说, 还是我送您回去吧。 王大海躺在草丛里, 看着两人一起往公园外边走, 只喊晦气, 美女是调戏不成了, 只能躺回去接着睡。 只是他刚眯了一会儿, 突然发现有点不对, 好像身边有什么东西。 他就睁了眼一看, 这一看, 差点把他给吓出尿来。 原来, 一张老太太爬满皱纹的脸, 就赫然贴在他脑袋旁边, 直勾勾地盯着他。 王大海惨叫一声, 一股路就从地上爬起, 跌跌撞撞往外逃, 只是刚逃出几步, 就发现那老太太勾搂着背, 赫然出现在他前面。 他吓得转头就跑, 但刚回头, 脖子就被一只干枯的手爪给锁住, 那老太太爬满皱纹的脸, 从后边贴了上来, 还往他脸上吹了口凉气。 这回王大海是真的是直接尿了, 但没想到那老太太突然松了手, 把他往地上一丢, 然后把他衣服扒光, 从头到脚, 浑身上下给摸了个遍。 王大海吓得直打颤, 可手脚发软, 根本连爬都爬不了。 那老太太突然拍了拍他的脸, 裂开嘴, 阴森森地问了一句, 想不想死? 王大海当然不想死了, 连连摇头。 老太太在他脑袋上摸了摸, 说他要是敢不听话, 他的脑袋就会挂在这棵大槐树上, 两条腿扔在城东, 两条胳膊插在小河山, 两只眼睛当成玻璃球丸。 王大海吓得连连赌咒发誓。 之后那老太太还真就离开了, 放了他一马。 王大海回到家后, 整夜没有睡着, 第二天天还没亮, 他就下楼打车, 准备离开江城, 走得越远越好。 结果他刚下楼, 耳朵鼻子里就开始流黑血, 正当他吓得不知所措, 身后突然有只手拍了拍他。 他尖叫一声, 就见那恐怖的老太太站在他身后。 王大海差点吓成了神经病, 再也不敢乱逃一步, 跪倒在地, 连连磕头求饶。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老太太非但没要他的命, 反而给了他一桩美差。 王大海跟着老太太来到一栋小洋房, 这房子外面看起来虽有些旧, 但里面却是装饰得很是奢华, 一看就是富人家的房子。 王大海惊疑不定地, 当老太太打开底楼的一个房间, 他就发现里面摆着一张华丽的大床, 床上躺着两个一丝不挂的漂亮姑娘。 这二人都是肌肤雪白, 长腿满腰, 把王大海直接给看得呆了。 老太太往床上一指, 让他过去干活。 干什么活? 我虽然已经猜到了八、九成, 但还是问了一句。 王大海脸上露出一丝尴尬, 干那活, 男女那种。 他在屋里折腾了一夜, 虽然过程相当享受, 但也让他十分不安。 因为那两个姑娘直挺挺地, 一点反应也没有, 要不是身上还有温度和呼吸, 差点就让人以为是个死人。 这一晚过后, 老太太就放了王大海回去。 但自打这以后, 王大海就会时不时地去那栋小洋楼, 每次那老太太都会塞给他几个姑娘。 那些姑娘年轻漂亮, 起初几回, 王大海还是挺享受, 但后来就有些力不从心, 那老太太又给了他一种药丸, 让他服食。 可有一会, 王大海无意中听说有个姑娘失踪了, 但几天后又给找回来了, 只是神志失常, 谁也不认识。 他悄悄跑到医院看了一眼, 结果就给吓得转头就跑。 因为那躺在病床上无知无觉的姑娘, 正是三天前被他在小洋房里欺负过的。 王大海越想越怕, 可他又知道根本逃不出那老太太的魔掌, 就只能得过且过, 一直到今晚, 他也记不清自己已经碰过多少女孩子。 我上去摸了他的头骨, 又顺着头骨往下摸, 像术里有摸骨的说法, 也可以叫像骨。 又让他抱了生辰八字, 这一算, 就明白这王大海的命格还真有点特别, 属于阳火特别旺的, 而且命骨很重。 你觉得, 那老太太想要干什么? 我问, 王大海苦着脸, 这, 这我哪知道, 打死我也想不明白啊。 虽然和美女那个, 是挺好的, 可我真是怕得很, 每次都, 都是逼不得已啊。 我将床上的那个短发姑娘抱起, 放到旁边的沙发上, 接而将床单和床垫掀开。 王大海看到床单下刻满诡异符号的石床, 啊得惊呼了一声。 我问他, 你不知道床垫下面是什么? 王大海惊恐地摇头, 说那老太太警告过他, 来了这里只管干活, 其他东西都不许乱看乱碰。 他迟疑了一下, 又说, 那老太太还要求我, 必须在这间房间, 而且必须要在这张床上办那事, 还说我要是胆敢违背的话, 立即把我大协扒快。 我仔细看那石床的正面, 发觉这石床中间, 其实是有一条细缝的, 只是打磨得太过平整, 以至于看不太出来。 我将整张石床仔细检查了一番, 见床头靠下的位置, 有个比较独特的花纹, 像个手掌印, 在上面摸了一把, 随即往下一按。 只听到轰隆隆一声响, 那石床下面居然装了机巧, 两块石板向两旁一开, 就发现这石床里头竟然是个中空的。 王大海原本挣扎着爬了起来, 只是往里头看了一眼, 就惊恐地大叫了一声, 一跤坐到在地。 这石床里头, 居然躺了一个女人, 身上没有穿衣服, 却是洒满了黄色纸钱, 她的双手双脚分开, 被四枚黑色长钉盯住手足, 直嵌入了石板之下。 她皮肤很白, 但脸颊却颇为红润, 嘴唇鲜艳欲滴, 但仔细一看, 就会发现, 她不过是被画了个妆容而已, 脸上涂了粉和红韵, 闻着气味, 嘴唇上点的应该是朱砂。 这女人身体冰冷, 没有心跳, 也没有任何气息, 早已是个死人。 只不过是用了某种秘术, 才保存的尸体不腐不烂, 再将其画上妆容, 撒上黄纸, 看得毛骨悚然。 你知道下面有这个吗? 我看了一眼黄大海。 她吓得涕泪横流, 瑟瑟发抖, 哆嗦道。 我真不知道, 我居然一直在她上面, 天啊。 我笑道, 那可不止一个。 爷爷, 您神, 什么意思? 黄大海惊恐地问。 我指了指房间的墙壁, 你有兴趣, 就把屋子里所有墙都扒了, 保管没堵墙上, 都有不下一句的尸骨。 没兴趣, 没兴趣, 黄大海连连摇手, 吓得面色赤白。 我在房中夺了几步, 把整间房的构造在心中过了一遍, 如果单纯从地理风水上来说, 这栋小洋楼是绝构不成一处阴地的。 但这房中明显阴气水平异常, 最大的可能就是, 有人将尸骨砌入了这些房间的墙壁之中。 这就像是个小型的积湿地, 以人的尸骨凝聚阴气。 底楼这张石床摆放的位置, 就是这个积湿地的中心位置, 也是阴气最重之处。 那张石床打造得十分精巧, 而且刻满符咒, 其实与其说是一张石床, 倒不如是一口石棺, 那具女尸被钉在里面, 受阴气滋养, 再以秘书处理尸身, 要保持其不腐不烂, 也不是什么难事。 只不过最让人费解的是, 为什么要让王大海, 在这口石棺之上, 与那么多女子交? 和? 他在办那事的时候, 底下却是躺着这么一个死人, 想想都渗得慌, 那怪他吓得魂都没了。 按说王大海命格中仰火极望, 这底下的那具女尸, 我虽没法看出她的具体命格, 但既是尸, 必然是鼠婴。 从五行阴阳来说, 的确是暗合了阴阳相生, 天地交态的变化, 但这目的是什么? 实在是捉摸不透。 那老太太是什么人? 我问王大海。 她还在瑟瑟发抖, 直到我问了第二遍, 才回过神来, 忙说, 我也不知道她是谁啊, 就特别恐怖。 这房子是她的? 我记得边上的邻居说过, 这阳楼应该属于当地一个富户。 王大海摇头说, 应该不是。 我之前也打听过, 这房子是本地一个姓郑的人家的, 可后来那一家五口就搬了家了, 不过, 不过, 说到这里, 她哆嗦了一下, 我怀疑那五口人并不是搬走, 而是, 而是已经被那老太太给弄死了。 我恩了一声, 她这种怀疑的确是很有可能的。 说不定, 那五口人此时就被弃在了墙中, 既然这一家子死得一个不胜, 那这栋房子自然而然就被对方揪占却巢。 王大海时不时地开车过来, 因为天色晚, 他又不抛头露面, 以至于周边的邻居都以为是房子的主人家, 偶尔会回来住一段时间。 爷爷, 我也是被那老太婆逼的啊, 这, 这真不关我事啊。 王大海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我说了那位房东大神女儿的名字, 问她有没有印象。 王大海茫然摇头, 说这一年来她碰过的姑娘很多, 记都记不过来, 更不用说名字。 我不置可否, 房东大神的闺女是在三年前失踪的, 王大海不清楚也正常。 前几天这里进来个贼。 我刚说到这里, 王大海就连连摇头, 抢着说, 那贼跟我无关啊, 一定是被那恐怖的老太给弄成那样的。 见我没有作声, 她急得都要快要哭了, 是真的。 我, 那晚我也不在这边啊。 那你认不认识开包子铺的夫妻俩? 我看着她问, 王大海一脸茫然, 说没有什么印象。 我看她的样子, 的确不像是知情的, 就转而问起那恐怖老太的行踪。 不, 我不知道啊, 我真不知道那老太太住哪。 王大海急忙道, 她神出鬼没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察言观色, 见她神色慌乱, 眼珠子乱转, 拍了拍她肩膀, 笑道, 既然不知道, 那就没什么用了, 等会儿我送你去西天玩。 王大海吓得魂飞魄散, 扑通就跪了下来, 爷爷, 我说我说, 我什么都说, 那老太太住啊, 我的确不知道, 不过, 不过, 我说不定可以猜出来。 我就让她猜猜看。 王大海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说, 我一直偷偷留意那老太太的行迹, 从她出现的地方和时间, 我感觉, 感觉她应该是住在离淮角公园不远的地方。 我看了她一眼, 王大海忙道, 爷爷, 您别急啊。 后来我还仔细分析了, 觉得最有可能的, 就是在淮角公园这附近的老房子。 爷爷, 您想啊, 这老太太那么怪, 肯定是独居啊, 我猜她的房子肯定是那种独栋的, 看起来很老旧, 很阴森的那种。 我也懒得听她在这儿瞎分析, 问她, 下次什么时候跟那老太见面? 王大海眼珠子咕噜噜乱转, 连连摇头说, 这我也不清楚啊, 都是那老太太来找我的。 我知道她是害怕我逼她去见那老太, 正在这时, 她的手机响了起来。 有电话来了, 我提醒了一句, 肯定是垃圾广告, 不用理的, 王大海白着脸说, 见我面无表情, 这才硬着头皮把手机拿了出来。 我见来电显示上市串数字, 并没有背注姓名。 王大海拿着手机的手, 却是颤得厉害, 我知道这电话肯定有问题, 冷声道, 想活命, 就乖一点。 乖, 绝对乖。 王大海连连点头, 深吸了一口气, 把电话接通, 并且按下了免提。 喂, 他对着电话说了一句。 电话那头一阵死寂, 我见他的呼吸越发急促, 过了好一会儿, 一个低沉阴森的声音响起, 怎么喘得这么厉害? 语速很慢, 但那王大海一听, 冷汗就一颗颗的往下滚, 酝酿好半天, 才稳住心神。 我刚在办事呢。 电话又是寂静了一阵, 才听那声音问, 办了几个了。 王大海抹了把汗, 似乎微微松了口气, 说, 刚, 办完一个, 还有两个。 那声音嗡了一声, 办完之后, 过来一趟。 王大海啊了一声, 面露恐惧之色, 去, 去哪? 对方慢吞吞地说了个地址, 问他记下眉。 记, 记住了, 王大海咽了咽口水说, 接着电话就挂断了。 那老太太让我, 让我过去, 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王大海浑身哆嗦, 嘴唇惨白。 我问他之前有没有过, 他摇头说, 从来没有, 这是头一回。 站在窗口盘算了一阵, 我回头踢了他一脚, 让他起来去洗个澡, 再换身衣服, 收拾收拾。 之后就在房里休息, 一直等到大概凌晨两点钟的样子, 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 就让王大海下楼, 我搭了他的车, 前往电话里说的那个地址。 地方就在淮角公园的东北方, 距离这边不远, 我中途提前下了车, 拍了一拍王大海后脑勺, 看你也不算傻, 要是让老太太知道了咱俩的关系, 你该知道后果吧, 只怕就不是脑袋挂在槐树上那么简单了。 王大海下的魂不附体, 连连点头, 爷爷我懂的, 我懂的, 打死我也不说, 我宁愿死在爷爷您手里, 也总比死在那老太婆手里强。 等他的车子开远后, 我才上路, 过不多时, 就来到了一栋老式的公寓楼前。 我仰头看了一眼, 这栋公寓有八层楼高, 墙面斑驳, 应该是很有些年头了。 王大海的车子就停在楼下, 我并没有直接进去, 而是先绕着这栋公寓走了一遭, 细细观察了这周边的风水格局, 这才借着夜色逆踪, 悄然进了公寓大门。 这种老式公寓, 自然是没有电梯的, 顺着楼梯爬到二楼, 狭长的一条走廊, 一层有六户人家。 三盏廊灯散着昏暗的光芒, 照得走廊里隐隐绰绰, 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朽味, 也不知是有什么东西烂在了角落里。 比较怪异的是, 这六户人家的房门居然都是敞开着的, 要知道现在可是深夜, 谁家会在这种时候还不关门的? 我悄然来到其中一户人家的门口, 里面黑漆漆一团, 听不到任何声音, 我闪身入内, 这公寓是那种两室一厅的格局, 厅中的摆放颇为杂乱, 但相当干净。 两间卧室的门同样都是敞开着, 左侧一间里面空荡荡的, 但摸到另一间时候, 我忽然看到一个人影坐在床檐上。 房间中漆黑一团, 那人坐在那里, 动也不动, 乔轮廓应该是个男人。 我隐匿在旁, 观察了一阵, 悄然从房中退了出来。 接着又去另外几个房间探了探, 发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形。 那些个住户,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但全都摸黑坐在床上, 一动不动, 如同泥塑一般。 我来到这一层的最后一个房间, 卧室中同样坐了个人, 一头长发披在肩头, 从背影看, 显然是个女人。 正在我准备上前查看时, 那女人突然站了起来, 然后转身就朝着房门走来。 我侧身一闪, 悄然溺入一旁, 就见那女人走到了大厅, 站在原地停了停, 然后端出了一碗什么东西, 就用手抓了, 往嘴里塞。 借着走廊透进来的光亮, 我看清她手里端的, 居然是一碗没有煮过的大米, 抓一把塞进嘴里, 咬得嘎嘣嘎嘣响响, 咬嘴巴在不停地开合着, 看得人头皮发麻。 我几乎下意识地想起了 在包子铺见过的那五个人, 这女人只怕也是 被做成了提现人偶。 听说提现人偶 虽然也是属于一种傀儡, 但和古曼童之类的全然不同, 因为它是人偶, 是由活人炼成的。 所以虽然神智全无, 受人提现操纵, 但还是有活人特征的。 只要是活人, 就得进食。 而提现人偶吃的东西, 据说就是一种经过药水 特别炮制过的米粒。 我从隐蔽处走出, 来到那女人面前, 但她只是机械地 抓着米粒往嘴里塞, 然后嘎嘣嘎嘣地嚼着, 往下吞咽, 眼睛直勾勾地, 对我根本毫无反应。 这就是了, 提现人偶除非是受到主人召唤, 平时只会无意识地 自己待着, 或者进食。 我从房中退出, 来到二楼, 发现了几乎同样的一幕, 我不由得毛骨悚然。 难不成这整个公寓楼的人 已经全被炼成了傀儡。 我一层层楼往上走, 偶尔还会在楼梯和走廊上撞见人, 不过瞧他们走路的样子, 肩膀一耸一耸地, 眼神空洞无神, 如同梦游, 就知道, 这些都早已不算是个人, 而是一个个的提现人偶。 我越瞧越是心惊, 转念一想, 调整了一下胸前的索杨玉符, 将身上的阴气多卸出一些, 压抑心跳, 放缓呼吸, 再低了头, 学着那些人偶的模样, 一摇一晃, 耸尖他腰地走路。 如此一来, 乍一看, 倒也跟他们成了同类, 这样万一遇到了意外, 也好遮掩一下。 我一层层往上找, 等来到第七层时, 就发现这一层的格局截然不同, 走廊两侧, 只有正对着的两个大房间, 似乎是改造过的。 正要往前探探, 突然一个勾楼瘦小的人影, 从一个房间里走了出来。 我心中一领, 耸尖他腰, 学着人偶走路的样子, 在原地打转。 那勾楼的人影一步步走了过来, 手中的拐杖戳在地上, 发出扣扣的声音。 这是一个驼背的老太太, 头发斑白, 脸上爬满了深深的皱纹, 干瘪着嘴, 一双眼睛却是阴森森地令人发毛。 我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对面, 心下却是全神戒备, 随时准备出手。 那老太太越走越近, 不过对我似乎没有在意, 眼看着她就要擦着我身边走过, 突然间停了下来, 然后扭头盯着我, 一双眼睛如毒蛇一般, 上下群寻。 我心智不对, 只怕是被这老太看出来了异常, 面上仍是装作懵懵懂懂, 背在身后的手, 却是早已悄然捏了个咒绝。 就在这时, 一个人影从走廊那头快步过来, 问道, 阿婆你要什么, 我给你去拿。 来人声音清脆, 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姑娘, 头发扎了两根辫子, 身材单薄瘦靴, 若单论五官, 其实长得颇为文气, 只是她左眼到脸颊的位置, 生了一大块青色的胎记, 乍一看, 面目很是有些惊悚吓人。 她手里抱着一叠衣服, 急匆匆地来到跟前。 那老太太斜着眼往她一瞥, 阴森的目光, 舒得转到我身上。 我宁神已带, 就要伺机出手, 那长了胎记的姑娘, 却是一个转身挡在了我面前。 阿婆, 这人, 这人是, 是我练的。 那老太太眼睛一翻, 呕了一声, 你练的? 那姑娘脸颊泛红, 低声道, 是我练的, 还没练成, 就只完成了散婚。 那老太太看了一眼我, 又盯着那姑娘, 面无表情地道, 你不是向来最不喜欢我们练傀儡, 又怎么突然自己去练了? 我听到我们两子不由一领, 看来除了眼前这二人之外, 这栋公寓里还另外有人, 只是我一时也看不明白 这姑娘打得什么算盘, 只好静观其变。 只见她一阵扭捏, 咬了咬嘴唇, 说, 我就是看她长得挺好, 就那个。 那老太太听了, 突然发出嘎嘎一阵大笑, 你也耐不住寂寞了吧, 早就让你弄几个小鲜肉玩玩了, 你非不听, 终于脑子开窍了。 那姑娘脸颊通红, 低声道, 是, 就是想试一试。 老太太瞟了我一眼, 恩了一声说, 这个长得是不错, 你好好玩吧, 别耽误了正经事就成。 姑娘垂手硬了, 我越听越是古怪, 不知道这姑娘 为什么宁愿往自己身上泼脏水, 她既然叫这老太太阿婆, 显然关系极轻, 又怎么会来替我这一个 不相干的陌生人遮掩? 带着你的小白脸, 跟我来。 老太太道, 姑娘呜了一声, 转身对着我捏了个指掘, 朝我一点, 同时眼珠子一转, 背对着那老太给我使了个眼色, 同时把手里抱着的一叠衣服递了过来。 我念头急转, 心想, 难道眼前这人是那个假小会假扮的? 除了他之外, 我想不出其他理由, 当即配合地把衣服接了过来, 她说了一句, 引了一下指掘, 应该是操控傀儡的法咒, 之后就转身跟着那老太太 往走廊尽头走去。 我抱着衣服跟上, 只闻到淡淡的肥皂气味, 这些都是那姑娘的贴身衣物, 想必是刚刚从外收回来的。 她之所以搁在我手里, 大概是为了进一步打消那老太太的疑虑。 过不多时, 就跟着他们来到顶层八楼。 这边的格局和七楼差不多, 都是走廊正对两个大房间。 其中一个房间中亮着光, 只是那光忽闪忽闪的飘摇不定, 似乎是火光。 老太太拄着拐杖, 当先进入, 我跟着那姑娘随后入内。 一进门, 就被里头看到的情形给震了一下。 这诺大的一个房间里, 四面粉白的墙壁上画满了巨大的符咒, 以诛杀血旧, 其色如血, 从天花板一直扑到地板。 地板之上则是画了一个巨大的八卦图, 中心位置摆着一个一人多高的三角铜炉, 下面生着熊熊火焰。 整个房间的光亮就是来自于这火光。 铜炉旁坐着一个干瘦的老头, 正拿着一个蒲扇在给炉火扇着风。 在他身后摆着一张长条形的木镯子, 上面躺着个人被扒得一丝不挂, 呈大字形躺在那里, 满脸惊恐, 一双眼珠子滚来滚去, 却是动弹不了, 正是往大海。 我已经, 心说这家伙难道是漏了线, 被对方收拾了? 眼前这古怪的局面, 一时让我有些捉摸不透。 怎么样了? 老太太拐杖敲了敲地问。 那老头扇着风, 头也没回。 这回我放了一对命格同样属于的男女进去当药饮, 看看有什么变化, 不过估计希望不大。 他说话的时候, 眼睛一直紧盯着那铜炉。 我听到后背发凉, 听他这意思, 竟是把一对男女投入了炉中炼药。 那老太太也没有说什么, 来到桌子旁, 伸出一只干枯的手掌, 在王大海胸口摸了一把。 我见到王大海脸色煞白, 眼泪哗哗地从眼角躺了出来, 看他吓得都要晕了过去。 养了这么长时间, 今晚也该派上用场了。 老太太拍了拍王大海, 阴森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我听到这话, 突然有一丝恍然。 我之前一直想不明白, 对方究竟为什么要把王大海养起来, 还让他时不时地去小洋楼做那种荒唐事。 如今想来, 这竟是要把王大海养了当作药营。 文秀, 你去趟洋楼, 把床下的东西挖出来, 带回这里。 老太太回头吩咐道, 我心中一动, 知道她说的床下的东西, 就是那句女诗。 是, 那个叫文秀的姑娘答应一声, 冲我一招, 就要带着我出去。 可那老太太突然把她叫住, 盯着她道, 你练了这小鲜肉, 是用来玩的? 文秀点头说是, 老太太N了一声, 道, 现在时间还早, 你就在这里, 先和你的小鲜肉玩一玩再去。 我听得差点想骂人, 这老妖婆, 还真是没脸没皮了, 这是人能干得出来的事吗? 文秀一张脸晕红如火, 低着头羞怯道, 这,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秀儿实在是。 老太太淡淡道, 害羞什么, 这里就我和你阿公在, 至于这个人, 他看了一眼王大海, 马上就要做成药丸了, 看了也就看了, 怕什么? 要不, 我还是先去洋楼那边吧, 回来再, 文秀红着脸道。 只是他话还没说完, 突然被老太太立声打断, 怎么, 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翅膀硬了是不是? 文秀忙说不敢, 他还不照办, 老太太目露凶光, 阴森森地盯着他。 文秀搅着手指, 阿婆这我? 还是说你这个小鲜肉, 有什么问题? 老太太立声问。 文秀被吓了一跳, 脸色发白, 咬了咬嘴唇说, 我只是害羞, 我听阿婆的就是。 他说着, 解开衣服上的扣子, 走到我面前。 我见他眼角含泪, 神色羞愤难当, 扣着衣服的手微微发颤, 但咬了咬牙, 还是朝我靠了过来。 我甚至已经能闻到 他身上混合了香皂气味的淡淡香气。 正在这时, 就听到老太婆嘎嘎地笑了一声, 行了, 阿婆知道, 你的性子, 难道还真比你在这里折腾不成? 去吧, 把那东西带回来。 文秀一听, 尝出了一口气, 忙把衣服的扣子重新扣好, 定了定神, 回头恭敬地道, 阿婆阿公, 我去了。 老太婆恩了一声, 那老头全神灌注地盯着炉火, 没有任何反应。 我漠不作声地跟着文秀出来, 穿过走廊, 顺着楼梯往下, 到了五楼, 文秀回头将一根手指竖在唇边, 做了个虚的动作。 然后从我手里接过他的衣服, 进了旁边一个房间。 我跟着他进门, 见着屋里的摆设很是整洁, 与之前所见的那些个屋子大相径庭, 见文秀把衣服放入边上的衣柜, 想必这个房间是他住的地方。 文秀朝我做了个手势, 事宜跟着他走。 来到楼下, 文秀开了王大海那辆车, 带着我离开了公寓楼, 一直开出了有树里远, 已经看不见那公寓的影子, 文秀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们认识? 我坐在车后坐问。 我之前怀疑过, 这文秀是不是贾小慧装扮的, 但经过刚刚那件事, 我就知道不是。 虽说我只跟那贾小慧打过两次交道, 而且每次都是匆匆一面, 但我清楚, 这绝对不是什么能委屈求全的人, 像刚才那种忍着羞愤解忆的事, 不可能发生在那个贾小慧身上。 我见过你一面, 不过你可能没见过我。 文秀一边打着方向盘, 一边说道, 在包子铺那。 我心里一动, 那晚是你操控的傀儡, 我想到, 当晚在包子铺附近空屋顶上出现的那个人影。 文秀恩了一声, 那晚我虽然只是远远看了你一眼, 没太看清容貌, 不过你的体型还是记下来了, 后来在楼道上遇到, 我就猜可能是你。 我虽然不知道你用了什么办法, 竟然把傀儡模仿得唯妙唯笑, 连身上的阴冷气息都很像, 但你毕竟没有学过这门傀儡术, 其实当中还是有破绽的, 难免被看出来。 当时我看那老太太的样子, 的确是起了疑心, 要不是这姑娘过来遮掩了过去, 只怕我当时就已经和对方动手了。 我问她为什么不揭穿我。 文秀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 说道, 要是被阿婆发现, 你就死定了。 我笑道, 我和你非亲非故的, 死了也就死了, 好像也不值得你冒险吧。 文秀脸色白了白, 双手用力握紧方向盘, 所以你怎么说? 我只是不想再多死人而已, 能就一个是一个。 我看着她不置可否。 文秀惨笑一声, 在你看来, 我长得又丑又心狠手辣, 肯定是个吃人的小魔女吧。 我没有否认, 差不多。 文秀没有再说话, 也没有再理会我, 大概是生气了, 闷着头往前开车。 你就不怕我, 在你背后出手。 我问了一句, 过了好长一会儿, 文秀才冷冷说, 在包子铺来往我见过你出手, 你是挺厉害的, 不仅能把傀儡置住, 还接住了我的通幽宝钞。 但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我那时并没有权利出手, 更别说阿公阿婆了, 要是被他们发现, 你根本逃不了的。 我笑了一下, 没有和他争辩。 你别不信, 你这个年纪, 能有这水平是很厉害了, 但阿公阿婆的可怕, 根本不是你能想象的。 文秀说着, 把车开到一处僻静的路边停下。 你赶紧走吧。 他往外一指, 带着你开包子铺的朋友赶紧离开江城, 永远不要回来了。 我见他神色不似座尾, 坐在后座没有起身, 问道, 你把我放走了, 回去怎么交代? 文秀寒声道, 你管我怎么交代? 我就说完腻了, 把你宰了, 找个地方埋了。 我见他气鼓鼓的, 显然还为刚才的话生起, 只不过, 虽然他目前看着对我没什么恶意, 但情势未明之前, 我自然不能掉以轻心, 且走着再看吧。 我说我暂时不打算走, 文秀怒道, 你这人怎么这么顾着, 连命都不要了吗? 见我始终不下车, 文秀也是懊恼了, 一脚油门, 把车重新开上了路。 途中他也没再说话, 车子很快就来到了小洋房门口。 这时夜色深沉, 四周越发的寂静。 文秀开了门, 在原地站住, 指了指屋内说, 这里有阿公不下的法术, 无影无形的鹅, 安心,等会儿我替你解掉。 我知道他说的是鬼丝, 笑笑说不用, 拿了夜明纱出来, 将鬼丝根根印出, 然后从缝隙中穿了过去。 文秀疑了一声, 诧异道, 原来还能这样的。 盯着我看了几眼, 直接穿过鬼丝走了进来, 他有解法, 自然是不用顾忌。 我将夜明纱收好, 跟着他来到底楼那间卧室, 看着他打开石床, 露出里面那具女尸。 看到了吧, 你现在走还来得紧。 文秀指着女尸说道, 要不然你的下场只会比他还惨。 是挺吓人的, 我好奇地问, 这具女尸藏在这里干什么? 文秀横了我一眼道, 我再问你一次, 你到底走不走? 你要不趁现在赶紧逃命, 只有死路一条。 我摇头。 文秀恼怒道, 真是不知死活, 我不管你了。 说吧再也不理会我, 镜子去起开钉在女尸手足上的铁钉, 我过去帮忙, 他瞪了我一眼, 冷哼了一声, 跟我一道, 把女尸抬了出来。 临出门前, 女妹问, 这房子里, 气了多少死人? 文秀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一道, 这你也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看出来的。 文秀更是吃惊, 往屋里看了几眼, 很是不解地问, 这怎么能看得出来? 经过这一路, 我算是瞧出来了, 这姑娘至少应该是会通幽宝钞 和体现人偶两种高深的法术, 但基础却是相当差, 连很多常识性的东西都不太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只能算个会挤门厉害法术的小白。 因其水平自然异常, 只要留心, 看出来不难。 还能这样吗? 文秀若有所思地呢喃了一声, 不过也没有往下细究, 与我一道把女士抬进车子, 重新将房门关好。 由于后座躺了个死人, 回去我就做到了副驾。 这房子的原主人, 是不是也被埋在屋里了? 我看了一眼, 渐渐远离的小杨房问。 文秀没有作声, 过了好一会儿, 才恩了一声。 阿公阿婆看上了这栋房子, 说很适合不成阴楼, 那一家五口就都被砌在了墙里。 沉默了一会儿, 又说, 墙是我砌的, 我堆的砖, 我刷的墙。 我侧头看他, 见他睫毛颤动极快, 显然情绪并没有表面, 看着那么平静。 后来, 阿公阿婆又杀了很多人, 都是我一个个砌进去的, 里面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一共二十八个。 文秀说着, 声音有些发冷。 我默默听着, 这人数比我料想的还要多些。 说起来, 那个夜贼也是倒霉, 这家伙估计盯着小洋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 他以为这房子就像邻居说的那样, 主人家搬去其他地方住了, 只偶尔才回来一两趟, 觉得是块好下手的肥肉。 于是找了个机会, 就偷溜了进去, 可他哪知道, 这其实是个吃人不涂骨头的魔窟。 不过也正是因为他, 害得包哥包嫂夫妻俩也被卷了进去, 他俩连日在小洋房附近徘徊, 又偷偷溜进屋里查探了一番, 自然引起了那恐怖来态的注意。 原本如果溜进屋的是普通人, 那么中了鬼司之后, 不出几日就会翘无声息地毙命, 但包哥包嫂二人从小练武, 身体素质远超常人, 发作也比较晚。 阿婆就派我去把他们夫妻俩处理了。 文秀轻声说道, 我曾隐在一边, 悄悄观察了他们两人一个通宵, 我还挺羡慕他们的。 后来等那个男的落单时, 我就用宝钞压住了他, 原本是想吓唬吓唬他, 让他带着老婆赶紧逃走。 谁知道这人也是个鱼木疙瘩, 不仅不逃, 居然还在那里卖包子, 真想不明白他们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卖包子卖傻了吗? 我听得忍不住好笑, 要是换了一班人, 可能还真被他给吓得逃出疆城了, 可惜包哥包嫂是个例外, 且不说他们以前的经历的, 单说他俩学的八级权, 最讲究的就是一往无前, 逃避真不是他们喜欢干的事。 很好笑吗? 文秀瞪了我一眼, 你和他们也差不了多少, 降得很。 我再问你一遍, 你下不下车? 我说不下。 文秀怒道, 一根筋的家伙, 你既然想找死, 那就去吧。 过了好一会儿, 他悠悠叹了一口气道, 我是没办法, 没得选, 我要是你, 恨不得现在就跳下车, 从此离得这里远远地, 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哪有多好? 我见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脸色满是哀色, 心头微微一震, 柔声问道, 你是他们的孙女? 文秀摇了摇头, 他握着方向盘, 连过了两个路口, 才道, 我是他们捡来的, 六岁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们了, 给他们洗衣服做饭。 他说着, 正正地有些出神, 其实要一直那样, 也挺好的, 可惜后来, 我还等着他往下说, 但他说到这里就停住了, 因为已经到地方了, 那栋阴森可步的老公寓楼, 出现在了前方。 你真不想要命了? 文秀踩了一脚刹车, 转头问我。 我说, 命还是要的, 不过这楼我也要上去。 文秀盯着我看了好半晌, 叹气道, 好吧, 既然这样, 我能不能求你帮我个忙? 我有些意外, 让他说来听听。 先上去吧, 等会儿你什么也别做, 一切都听我的。 文秀看看时间, 打开车门, 跟我一起抬了女士上楼。 来到顶楼, 那老头和老太太正围在铜炉前, 一个用蒲扇扇着炉火, 一个伸着双手, 似乎在炉前烤着火。 这要不是我早知道这二人的恐怖, 乍一看, 还以为是一对老夫妻恩爱地在火炉前烤火闲聊呢? 我们抬着女士进来, 二人头也没回, 老太太把手一指, 示意我们将女士摆放到木桌上, 与王大海并排躺着。 王大海下的脸色铁青, 看到我, 拼命地冲我转眼珠子, 嘴里发出呵呵的声音。 我也挺同情这伙计的, 只不过这会儿, 我也爱莫能重。 先下去吧。 老太太摆摆手。 文秀应了一声, 带着我从房间出来, 下楼回到她的住处, 这才松了一口气, 坐下来倒了一杯水喝。 喝完了, 想起来问我, 你喝不喝? 只有这个杯子, 你将就吧。 倒了水, 把她喝过的杯子洗了洗, 又重新给我倒了一杯水递过来。 谢了, 我接过水喝了一口, 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 问她王大海会被怎么处置。 文秀说, 暂时还不会怎么样, 她是阿公阿婆养的药营, 再加上那句女诗, 阿婆说那叫阴阳和和, 大概三天后的午夜, 会把她俩拿去炼药。 我听得暗暗泽舌, 老话说猪养肥了待宰, 这王大海可不就是那头被养肥的猪吗? 不过我倒是十分好奇, 这老头老太太杀了这么多人, 究竟是为了炼什么药? 文秀苦笑道, 还能是什么药? 我瞧她的神色, 问, 不老药? 助颜药? 文秀嗡了一声, 差不多吧, 反正就是那种长生不老的药。 我想到那对夫妻满头白发, 爬满皱纹的脸, 以及干枯的手爪, 想想也是, 对于他们来说, 如今还有什么比年轻更有吸引力的东西? 唉, 其实哪有什么长生不老药, 都是做梦而已。 文秀轻叹, 她看了看时间, 说, 再过一个钟头, 阿公阿婆就会开始讨论药方, 到时候我带你去个地方。 她起身去开了她的卧室门, 转身冲我招了招手, 让我过去。 我走到门口, 见房间里摆设的颇为宿景, 除了一张床, 一个衣柜, 一张书桌, 就在没其他什么东西。 你脱了衣服, 睡到上面去。 文秀指了指她的床说, 我吃惊地看了她一眼, 想什么呢? 文秀有些羞脑地瞪了我一眼, 快去。 我只好脱了外衣, 卷了被子睡到床上, 见她背对着我站在那里, 也不回头, 问我, 睡好了吗? 我应了一声, 她回头看了一眼, 把衣服全脱了, 你还怕我把你吃了呀? 这不太好吧, 我扯了扯被子。 文秀脸疼一下红了, 羞怒道, 呸, 你想什么呢? 你长得丑, 还不至于看上你这种小豆芽菜吧? 我哭笑不得, 心说你也比我大不了几岁, 装什么大豆芽菜? 等她转过身去后, 还是把上半身的衣服全脱了, 裹了被子。 文秀就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了, 随手拿了手机, 刷着屏幕, 不再说一句话。 我自打在无量山谷木, 落下怪异的病根后, 尤其是到了晚上, 特别容易发困, 这会儿睡在床上, 问到一股混了肥皂水味道的淡淡香气, 才勉强维持了清醒。 大概过了小半课中, 文秀把手机搁到一旁, 然后开始解辫子, 把一头长发放了下来, 劈在肩头, 之后又把衣服上的几个扣子解开, 扯了扯。 我从后边看去, 见她露出大半截雪白的肩膀, 紧接着又胡乱抓了几把自己的头发, 在房间里原地快速地跳了几条, 顿时脸色潮, 红, 呼吸粗重。 我看得安安好笑, 觉着这姑娘还挺有意思, 谁料被她狠狠瞪了一眼, 手指竖到唇边, 示意我不要出声。 过不多时, 就听到堵堵堵的轻响, 是拐杖主地的声音, 自远而近, 很快来到门口。 文秀, 睡了吗? 老太太阴侧侧的声音从外传来。 文秀, 冲我使了个眼色, 又把衣服扯了扯, 去开了门。 好端端地关门干什么? 老太太的声音问。 啊, 这个, 我, 文秀支支吾吾。 瞧你这样子, 又玩上了。 老太太嘎嘎地笑了几声。 紧接着听到脚步响, 我双目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 一动不动。 那老太太在床边停留了一会儿, 怪笑了一声, 接着玩, 省得你成天胡思乱想的。 等老太太出门, 拐杖声渐渐远离, 直至消失, 文秀仍是没有放松戒备, 引在门后, 又侧耳倾听了好一会儿, 这才松了口气。 把衣服整理好, 又随意地扎了一把头发, 背对着我道, 赶紧起来。 我穿好衣服, 见文秀回头, 朝我招了下手, 跟我来。 他去厨房拎了一个篮子出来, 里面摆了几个石盒, 带着我出门, 顺着楼梯来到底楼, 紧接着又再往下走, 原来下面还有个地下室。 他拿钥匙开了铁门, 打开灯, 拎着篮子走在前面。 我在门口观察了一阵, 这才跟着入内。 这地下室中阴暗潮湿, 充斥着一股子难闻的味道。 铁门后是个阴暗的小房间。 我见里头黑乎乎的, 在墙角蹲着一个人, 头发乱糟糟地蒙在脸上, 搭拉着脑袋, 但最为可怖的, 却是两条粗大的锁链, 竟然横穿了那人的肩膀, 钉入墙壁之中。 吃饭了大傻哥。 听到文秀轻换, 铁链叮铃当当晃了几晃, 那人抬起头来, 嘿嘿嘿, 妹妹来了。 我听他说话的语调, 透着一股子憨傻, 那大傻哥接过去, 就大口地扒了起来。 我瞧了一阵, 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 他们头顶的室顶之上。 昏暗的灯光下, 只见这狭小的石室顶上 贴满了一张张的明钞。 初看这些明钞杂乱无章, 但看得久了, 就发现这其中暗合了某种规律。 我不敢掉以轻心, 站在门口并不入内, 只是暗中计算 推演这些明钞排布的轨迹。 那大傻哥吃得欢快, 不时发出傻呵呵的笑声, 我在想, 正常人被铁链穿肩, 又被囚禁在这种暗无天日的地方, 只怕早就疯了吧。 妹妹, 嘿嘿, 外面那傻子是谁啊? 那大傻哥舔完碗里最后一粒米, 傻呵呵地问。 我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 就这傻哥还管别人叫傻子? 那人是妹妹找来帮你的, 你要对人家有礼貌, 知不知道? 文秀柔声说, 这姑娘对着我的时候挺凶的, 而且手段也颇为很辣, 不过对着傻哥倒是体贴的紧, 柔声细语, 十分温柔。 我正在猜测他俩的关系, 就见文秀起身从牢里出来, 冲我拜了一下。 我侧身避开, 你想让我帮你一起救他? 文秀点了点头, 回头看了那大傻哥一眼, 只要能救了大傻哥出去, 我也就没什么遗憾了, 只不过这是凶险万分, 稍一不慎就会丢了性命, 你肯帮我吗? 我想想, 这么危险, 我看还是算了吧? 你, 文秀脸疼一下红了, 柳梅倒数, 你这人! 那些名抄问, 通幽宝抄? 对, 文秀点了点头, 你, 你肯帮我了? 考虑一下吧, 毕竟这么危险, 我要糊里糊涂, 把小命丢了, 多不自量力。 我说, 你你, 文秀一跺脚, 朝我道, 之前算我不对行了吧, 我跟你赔不是行不行? 我见他肯为了里面这人低头, 说明他和对方情义极为深厚, 问道, 里面是你哥? 文秀道, 虽然不是亲哥, 但我一直当他, 是我亲哥的。 唉, 当年要不是我, 大傻哥, 也不会, 也不会落得这种下场。 说着, 红了眼圈。 我好奇问, 你把他拐进来的? 按照那老头老太太的一贯做派, 都是通过在路上引, 又, 把人捉了回来。 虽说文秀这模样, 演不了美人计, 但要半可怜的话, 也是能引, 又一些好心人上钩的。 你把我当什么了? 文秀大怒, 眼看着就要跟我翻脸, 但他看了看里面的大傻哥, 又忍气到, 当年遇到大傻哥的时候, 我才十二岁, 而且那时候, 阿公阿婆也不是现在这样。 文秀把当年的事大致讲了一遍。 原来, 这对老头和老太, 一个姓张, 一个姓钱, 不过文秀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只听过有人曾叫他们张公钱婆。 这两人是一对术士, 不过水平却是不太高, 年纪大了之后, 就成天地研究一些药方, 持行于炼出能助研永保青春的不老药。 不知道是不是脸上那块丑陋胎记的原因, 文秀一出生就被丢弃, 后来被一个减破烂的老太太 捡到。 之后, 这老太太就靠捡些垃圾, 把文秀养大。 直到文秀六岁那年, 老太太在一次外出捡垃圾的时候, 遇到了大暴雨, 不小心摔了一跤, 就此倒在暴雨中, 无声无息地去了。 文秀在破烂的小屋里, 左等右等, 不见老太太回来, 于是冒雨跑出去找, 最后在老太太的尸体前哭得死去活来。 刚好被过路的张公钱婆遇到, 就把她带了回去。 从此, 文秀就给二老洗衣做饭跑腿干杂物, 虽然很累, 而且张公钱婆待她也没有捡破烂的老太太好, 动不动就是打骂, 但在她看来, 有屋檐遮雨, 有口饭吃, 也是难得的温馨了。 本来日子就这样过下去, 也挺好的。 但是在她十二岁那年, 也就是十年前的一个雨夜里, 发生了一件事, 改变了所有的一切。 那天大雨飘泼, 张公钱婆两个人就窝在他们的一间老房子里, 捣固着炼药。 当时钱婆突然想起来要加一位熊黄, 但是家里没了, 就让文秀跑出去买。 文秀也习惯了, 披了件雨衣, 就匆匆出门, 在她买药回来的路上, 就见一个人影趴在路中间, 被大雨淋的湿透。 她赶紧跑了过去一看, 见那人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但是还有呼吸。 因为捡破烂老太太的经历, 文秀立即跑回去找张公钱婆帮忙, 但那两个人痴迷炼药, 对其他事根本不管不顾。 最后, 文秀在一个过路大雨的帮忙下, 才把那人拖回了家中。 那钱婆见她带了个昏迷不醒的陌生人回来, 抓住她就是一顿好打。 文秀跪下来给两人磕头, 哭着求他们收留她。 钱婆打得累了, 也就懒得再理会, 拿了熊黄又跑去炼药。 文秀就把那男人照顾了起来, 给她喂了热水, 在她的照顾下, 那男人终于活了过来。 只不过, 这人却是受了重伤, 不禁脸上被划了许多争鸣的伤口, 而且脑子似乎也坏了, 什么也记不得, 而且痴痴傻傻的只会看着人乐。 钱婆夫妇俩自然不会留这种没用的东西, 虽然文秀苦苦哀求, 说以后她多干点活, 把自己吃的饭分一半出去, 而且还可以出去捡垃圾卖钱, 但钱婆却是无动于衷, 铁了心要把人丢出去。 可这时候, 那傻呆呆的男人突然间开始念书, 当时文秀年纪还小, 听不懂, 但是张公前婆二人一听, 就瞪大了眼睛。 这脑子受伤的男人, 念得居然是一篇通幽宝钞的法术。 两人越听越惊奇, 赶紧把他念得记了下来。 但那男人因为头部中疮, 痴痴傻傻, 念得字句有时候相当连贯, 有时候却是颠来倒去。 法术这种东西, 可错不得直言片语, 两人只能反复地记。 于是, 那男人就被留了下来, 张公前婆二人就每天让他背书, 再把他背得合起来比对, 再敲定下来。 这人傻愣愣地, 力气却是很大, 而且只对文秀亲近, 张公前婆怕他什么时候突然跑掉, 就狠心用铁链穿了他的肩骨, 给囚禁起来。 文秀被前婆派去, 让他想办法从那人口中, 掏出更多的法术诀窍。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终于给张公前婆, 拼凑出了一篇通幽宝钞, 两人欣喜若狂, 就照着这个修炼。 这之后, 又从那男人逼问出了不少东西, 但都是零零碎碎, 根本无法串联起来, 直到三年后, 才又拼凑出一篇傀儡术。 二人照此修炼, 在掌握了两门高深法术后, 两人就动起了心思。 他们一直觉得, 要炼不老药, 应该是用人来炼, 因为天地分五行阴阳, 而人, 体的五脏六腑, 其实正好也是对应了五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人, 体就是一个小天地。 在之前, 他们因为术法水平不太入流, 也不敢乱来, 所以, 也就只能老老实实窝在家里练药, 这会儿学了两门秘书, 顿时就坐不住了。 前婆就出门去, 找锅炉的人猎捕, 捉了回来, 当作药营。 他们形势诡秘, 根本没人能查得到。 后来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不把人当人看, 在他们眼里, 这些个活人, 就是一个个会行走的药营罢了。 后来更是直接霸占了这栋老公寓, 这里的住户大多是外地人租的房子, 在江城没多少亲人朋友, 被张公前婆恋成了傀儡, 也是无人知晓。 文秀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 之后也跟着前婆学了法术。 他一直负责照顾那个大傻哥, 不知不觉就和对方产生了亲人般的情谊, 虽然大傻哥痴痴呆呆, 但文秀却把他当成了亲大哥。 对于张公前婆二人疯狂的行径, 文秀越来越害怕, 他准备找机会带着大傻哥偷偷逃离。 然后就在他准备动手的前夕, 前婆突然把大傻哥锁进了公寓的地下室, 不仅用铁链穿肩, 而且还再是顶不下了大量的通优宝钞。 这是通优宝钞的另一种用法。 这些宝钞都是张公前婆亲自起了咒, 如果不能将是顶的宝钞破开, 只要大傻哥一踏出房间半步, 这些宝钞就会瞬间砸下。 文秀没有出全力的一道宝钞, 已经能把精通八级拳的包哥给压趴在地, 动弹不得。 更何况, 是那么多由道宫前婆二人亲手布下的宝钞, 一旦全部砸下, 可不是开玩笑的, 只怕是个铁人都会被瞬间压成铁饼。 文秀虽然也会通优宝钞, 但他毕竟年纪轻, 学得时间也短, 与张公前婆二人相差甚远, 对着二人布下的通优法阵却是无计可施。 但要他丢下大傻哥独自一人逃走, 他又做不到, 只能暗地里一边苦学, 一边等待时机。 等文秀长大一点时, 前婆就派他去诱补路人, 但他每次都故意搞砸, 只借口说自己长得丑, 根本没人理他。 前婆把他打骂了一顿, 也是无可奈何, 只能亲自出手, 但有时候收拾一些首尾, 还是会派文秀出去。 落在文秀手里的人, 他就各种恐吓威胁, 把人吓得逃出江城远远避开, 回来就跟前婆汇报, 说是已经把人给错骨扬灰了。 前婆和张公闷头炼药, 或许没有注意到文秀的阳凤英维, 也可能注意到了, 但因为还要靠文秀去大傻哥那里, 掏法术诀窍, 于是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反正只要那些人逃离了江城, 不给他们带来妨碍, 也就罢了。 文秀原本也是想用这样的套路, 对付包哥包扫, 逼二人远顿他乡, 就是没料到, 夫妻二人却是硬着头皮留了下来。 我想就大傻哥出来, 只能先破掉里面的通幽法阵, 但是我一个人接不住。 文秀忧心地往屋内看了一眼说, 我问他想怎么破。 文秀说, 我想了很久, 这个法阵是破不了的, 因为只要一动手, 上面的宝钞就会全部砸下, 无法抵挡。 我就想了另外一个主意, 我偷偷做了一个大铁筒, 准备事先用铁筒把大傻哥罩起来, 然后用铁筒滚出去。 可只要大傻哥一一位, 宝钞就会发动, 我怕我可能会出不来, 所以必须要有个人帮我, 帮我把大傻哥送出去。 我听他说到这里, 就明白了他的想法。 这姑娘虽然想到了一个铁筒的主意, 但这通幽法阵诡诀难测, 他怕自己难以逃出, 甚至有可能直接是在法阵里面。 而大傻哥又是脑子有问题的, 如果没有他带路, 只怕最终也是难以逃出生天, 所以需要有个人和他一起配合。 我问他, 铁筒藏在哪? 能不能看看? 文秀带我来到隔壁的一个房间, 打开秀极斑斑的铁门, 只见里面堆满了杂物, 扒开掩盖在上面的东西之后, 就露出了一只半人多高的大铁筒。 我过去仔细瞧了一眼, 这铁筒应该是文秀专门找人打造的, 通体黑油油的, 筒壁十分厚实, 想象也是, 要在那么多宝钞下, 护住一个人, 筒壁如果薄了, 那不是跟纸糊的差不多? 我伸手去拎了一拎, 重得离谱。 等会儿我进去, 打开大傻哥的铁链, 再用铁筒把它罩住推出来, 到时候, 要是我还活着, 就麻烦你带着我俩一起出去, 顺顺地看着我。 我从当中看出了西迹, 看出了气球。 就为了这个跟你无亲无故的傻子, 值得你玩命吗? 我问, 你才是傻子? 他是我哥。 文秀气呼呼地骂道, 我见他柳梅倒树的样子, 也不生气, 笑道, 好吧, 那我这个傻子就帮帮你吧。 真的, 文秀大喜过望, 又有些不好意思道, 刚才是我气急了, 不该骂你。 说着, 他就过去抓住铁筒的边缘, 用力提起, 只是那只铁筒实在是重得很, 他一张脸胀得通红, 使出了吃奶的劲, 也只勉强往外挪了一挪。 喂, 你不能来帮帮忙? 他冲我说。 我没过去, 反而转身走到了囚禁那大傻哥的房间门口。 你去哪呢? 文秀压着声音喊道, 一阵细微的脚步声响, 他也跟着跑到了我身边。 我盯着那是顶上密密麻麻的宝钞看了一阵, 说, 你能肯定, 只有当你哥卖出房间时, 这些宝钞才会被触发。 文秀被我问得一时语色, 过了一会儿摇头道, 不能肯定, 可这是我反复估算过的这种可能性最大。 那万一只要室内的五行发生变化, 就会触发宝钞呢? 我问, 文秀一呆, 什么五行变化? 我知道, 他在很多法术常识上面都是小白, 只好给他解释了一句。 因为但凡是阵法, 必然牵涉到阴阳五行相辅相成, 相生相克。 铁围巾, 文秀贸然搬了这么一大个铁桶进去, 谁也不知道阵法会出现什么变化。 还会这样, 文秀目瞪口呆, 愣在那里半天。 过了两久, 他深吸了一口气, 说, 不管怎样, 我都要试试, 顶多, 顶多我和我哥一起死在里面罢了。 我见他一脸决绝, 转身要回去搬桶, 忙把他叫住, 还不如换个办法, 咱们把这阵给破了。 文秀听了一顿, 回头看我, 破阵, 这根本破不了的。 我指了只是顶, 只要把宝钞一张张撕下来就行。 文秀摇头苦笑, 你也想得太简单了, 这宝钞只要撕下一张, 其他的就会立即砸下, 要是真这么容易, 我哪还用苦恼这么久? 乱丝当然不行, 只要能破解了这法阵, 按照顺序把宝钞一张张撕下来就成。 我说, 文秀皱眉说, 我可不知道阿公阿婆是怎么布的阵。 那咱们就自己来算。 我一边说, 一边盯着市顶那密密麻麻的宝阵链, 这, 这也能算? 怎么算? 文秀极为诧异。 我没有再回话, 宁神记忆那些宝钞的排布规律, 左手揣在兜里, 非快掐算。 天下万事万物, 无物不可向, 无事不可算, 这是我们相视行内经常说的一句话。 我沉溺其中, 一步步推演, 不知过了多久, 就听身边的文秀说了一句, 咱们得走了, 时间不早了。 我从推演中退出, 这才发现已经不知不觉过去了近两个钟头。 此时天已经快要亮了, 张公前婆也会从顶楼下来四下走动。 文秀带着我赶紧从地下室退出, 锁好房门回到他的房间。 我打了个哈欠, 刚刚推算了那么久, 实在是有些困乏。 文秀给我倒了杯水递过来, 问我演算的怎么样。 我说大概推演了九分之一, 这阵法虽然不是特别复杂, 但毕竟牵涉到了通油宝钞这种 我也不太熟悉的东西, 不免难度骤增。 这个还真能推算出来。 文秀大喜。 他不怕慢, 只要能破掉阵法的话, 再多等些日子,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还懂得挺多的呀, 我都不知道原来阵法还能算的。 文秀心情颇好, 脸上也有了微微的笑意。 我心说, 你个小白当然不懂了, 有什么奇怪? 文秀趴在桌子上, 用手指拨了拨茶杯, 问我, 你说我和我哥逃出去后, 去哪里住比较好? 其实我比较喜欢南方, 不过还是离阿公阿婆远点吧, 要不去北方? 听说那里的雪很漂亮, 是六角形的。 我说, 要么去滇南, 那里四季如春, 风景也好。 那也挺好, 滇南离这边也挺远的。 文秀满是憧憬地说, 到那边以后, 我可以去上班, 可能不行, 我长得太吓人了。 我笑说, 你也就是这块胎记, 其实五官还是挺漂亮的。 真的吗? 文秀一脸喜色, 他摸了摸自己的脸, 又叹了口气说, 其实你不用安慰我。 我说这也没什么, 实在不行, 就去动个刀子, 整个容, 现在美容技术可厉害了。 文秀双手捧着脸蛋, 再说吧, 其实只要能逃出去, 我就心满意足了, 丑不丑的。 他说到这里, 突然站了起来, 跑到卧室里面, 从书桌上抽了一本书出来, 又跑回来, 把书翻到中间, 搁到我面前。 你看看这个, 对你破解阵法有没有帮助? 我见那本书中间截的空白处, 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 仔细一读, 竟然是通幽宝钞这门法术的诀窍。 包括了宝钞的炼制之法, 虽然十分有用, 我也顾不得困乏, 洗了把脸, 就在那从头到尾细细读了一遍。 文秀让我留在房中, 他自己则出去了一趟, 我将整篇法诀完整地读了一遍, 之后就暂且忽略了宝钞的炼制方法, 只钻心琢磨宝钞的诗法诀窍。 等文秀回来时, 给我带了一些吃的。 我问王大海怎么样了, 文秀说他现在正被泡在药缸里, 等着三天之后给扔进炉子里练药。 之后这一段时间, 我就躲在文秀的闺房里, 张公前婆一门心思都在筹备 将王大海和那具女尸和炉炼药的事, 基本守在顶楼不下来。 如此一来, 倒也风平浪静, 整栋公寓楼里, 除了我们几个活人外, 其他都是不言不语的傀儡, 寂静得很。 我通读了通游宝钞的数法诀窍, 一时间推演阵法的速度突飞猛进。 很快就过去了三天。 这天晚上, 我和文秀商议过后, 在屋中静坐养神, 阵法我已经推演完毕, 只等着今夜动手救人。 可在九点多钟的时候, 前婆突然叫了我们上去, 文秀有些紧张, 生怕被老太太看出了什么马脚, 不过是到如今, 也只能硬着头皮带我一起上去。 刚到楼顶走廊, 就听到一阵哀嚎声从房中传来。 文秀朝我看了一眼, 微微呼了一口气, 我随着她进门。 只见房中炉火摇曳, 张公前婆二人围着铜炉, 专心致志地看着炉火。 旁边一个大水缸, 里面是黑褐色的液体, 大约就是文秀说的药水, 咕嘟咕嘟冒着气泡。 王大海和那具女尸一起被浸在里面, 双双只露出个脑袋, 看着尤为诡异。 而除了这几人之外, 屋里此时还多了一个人, 手掌和双足上各震了一枚黑色的铁钉, 四脚朝天, 将他定在了之前王大海躺的那张长桌上, 身子抖成一团, 正在哀嚎求饶。 我看清他面貌, 不由一正。 这人居然还是个熟人, 正是之前在国学协会大宴上交过手的发辩男。 此时他头发散乱, 一脸惊恐, 完全没了上回的趾高气扬。 爷爷, 奶奶, 我有眼不识泰山, 饶命啊。 发辩男大声哀求。 这人汉语说得极好, 发音纯正, 但张公前仆二人却是理也不理。 我碰了下文秀, 又飞快地扫了一眼发辩男, 他也是反应快, 立即领会了我的意思, 知道我可能跟对方认识, 十分自然地把我挡在他身后。 爷爷奶奶, 饶命啊。 都是那个龙婆川海, 他骗我说, 现在你们中途都是, 都是若鸡。 我猜来的, 这老混蛋, 简直是胡说八道啊。 只要你们放了我, 我立马滚回南洋去。 发辩男的哀嚎声一阵阵传来, 我听得暗暗好笑。 这小子也是活该倒霉, 居然撞到了这两个吃人不秃骨头的老家伙手里。 这人, 之前在国学协会上耀武扬威, 把中途悬门扁得一文不值, 这回怕是连骨头都吓软了。 铜炉中的火光一转, 前婆动了动, 在椅子上伸了伸胳膊。 饶命饶命, 奶奶饶命! 发辩男立即大叫。 前婆却是看也没看他, 叫了文秀过去, 让他把墙脚那只麻袋拎过来。 文秀答应一声, 上前将麻袋拎过来, 解开袋口, 从里面倒出个东西来。 他忍不住轻衣了一声, 满脸诧异, 我也是微微意外, 原来那麻袋里倒出来的, 赫然是发辩男带只古曼童。 不过模样却是十分凄惨, 原本泛着淡淡金色的皮肤 已经一片焦黑, 左耳更是缺了一大截。 是不是没见过这东西? 前婆嘎嘎发出一阵笑。 文秀吃惊道, 这是小孩子吗? 怎么长这样? 前婆黑了一声说, 这是南洋的一种傀儡树, 它们叫做古曼童, 也叫金身童子, 说得很是高大上, 不过嘛, 也就是吹得牛皮。 文秀好奇地打量, 这也是傀儡树? 难道是用小孩子练的? 前婆笑道, 跟咱们的路数不太一样, 这玩意儿用的是死物, 不过嘛, 正因为如此, 这小东西倒也有些奇特, 我琢磨着可以拿来练药试试。 他说到练药两字, 干枯的手爪一抓, 就把那古曼童捞了起来, 一把扔进了铜炉中。 这一番变化奇快, 直到炉火呼地生腾起来, 那发辩男才发出一声惨呼。 我之前就听人说过, 古曼童十分难练, 而且养得年头越久, 灵性就越强, 对于南洋术士来说, 随身的古曼童不斥就是 他的第二性命。 恐怕这发辩男打死, 也想不到, 他是若珍宝的古曼童, 有一天会被人 扔进火炉里练药吧。 怎么? 不舍得? 前婆阴森森地看过去一眼。 那发辩男被吓得一哆嗦, 忙求饶道, 不不不, 奶奶看上了, 那是我, 我的福气, 练得好, 练得好。 这人倒是会见风使多得很, 前婆恩了一声, 既然是福气, 那等会儿你也进去吧, 我琢磨着把你们一块练了, 说不定效果更好。 发辩男下的脸色煞白, 大声哀求。 我瞧得差点乐了, 低着头脸气屏息, 只听前婆冷嗖嗖地吩咐道, 文秀, 你先把这人收拾干净。 文秀问, 应该怎么收拾? 先割了他鼻子耳朵, 再戳掉一只眼睛, 放废水里烫一遍, 暂时先这样吧。 前婆道。 发辩男顿时发出一阵杀猪般的惨叫。 文秀上前一巴掌抽在他脸上, 打得他当即闭嘴。 磨蹭什么? 赶紧把这人先收拾了, 还有几个小时, 就要正式炼药了, 抓紧点。 前婆催促道。 文秀滴滴应了声势, 从边上的架子上取了柄锋利的小刀, 握在手中寒光闪闪, 刚刚走上前去, 那发辩男就双眼圆睁, 整个人哆嗦成了糠筛。 我见文秀犹豫了片刻, 紧了紧手中的刀子, 正要往发辩男鼻子割去, 就听那一直在给炉火煽风的老头出声道, 行了, 这狗玩意骨头软得很, 真要割了, 只怕尿都能崩出来, 就这样行了, 免得影响要性。 那前婆虽然凶狠, 但对于他家老头子的话, 倒是听得很, 摆了摆手道, 那就暂且这样吧。 是, 文秀顺势就收起刀子, 退了回来。 发辩男更是瘫在那里, 连声说, 谢爷爷饶命, 谢奶奶饶命。 今天晚上很重要, 没有什么事就别上来了, 把楼里照看好, 不许出任何差错。 前婆立声吩咐, 文秀脸色肃然地硬了, 带着我从顶楼下来, 神色倩然地问我, 那人是你朋友? 我早就想打折了他一条腿。 我笑说, 哦, 那就好, 看来是你敌人。 文秀长松了一口气笑道, 回到房中准备就绪, 我们就顺着楼梯下到底楼, 悄然进了地下室。 妹妹, 嘿嘿, 又吃饭饭了。 大傻哥一见到文秀, 就傻笑着要从地上爬起, 急得铁链叮当直响。 文秀拎着篮子进去, 给他端了饭菜出来, 趁他吃饭的功夫, 又给他拢了拢乱糟糟的头发。 我见他露出来的那张脸, 看着四十来岁, 五官颇为周正, 甚至可以说得上英俊, 然而脸上那些纵横交错的伤疤, 却是破坏了这一切。 我记得文秀说, 当初他遇到这大傻哥的时候, 他身受重伤, 而且脸上也被力气划了许多伤口, 如今虽然痊愈了, 但还是留下了浅浅的疤痕, 是只触目惊心。 哥, 你先吃饭, 我有点事先忙, 好不好。 文秀温柔地, 俯着大傻哥额头说, 好, 妹妹忙。 大傻哥嘿嘿说着, 大口地吃着饭。 文秀起身, 我之前已经把阵法推演完毕, 在纸上记下了收掉宝钞的顺序, 现在只要依次将其接下来就行。 当然, 要接宝钞也不是那么容易, 首先你得能接得住, 不然直接被接下的一道宝钞给压死了, 那还何谈后续? 我来接第一道。 文秀长叙了一口气, 摒弃凝神, 阿公阿婆比我厉害多了,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接住。 他回头看着我, 神色满是紧张, 叮咛道, 万一我接不住, 你就什么也别管, 赶紧走, 不管结果如何, 这次都多谢你了。 等出去了, 你是该好好谢谢我。 我笑说, 不过这第一道, 还是我来接吧。 不行, 文秀断然否决, 我在包子铺那, 见你用过一门奇怪的法术, 可以把宝钞定住, 但那是我的, 而且当时并没有出权力, 阿公阿婆的手段, 不是你能想象的, 你接不住的。 你要不放心, 等会咱们一起出手。 我提议, 文秀哀了一声, 你这人就是倔, 万一咱们都接不住, 你也会死在里面的, 你知不知道。 我笑道, 反正有美女陪着, 死了也不冤。 文秀呸了一声, 胡说八道, 我哪是什么美女了, 不过说归说, 脸上还是露出了喜色。 果然, 女人都是喜欢别人夸她好看的。 你这人还挺好的, 要是今晚能逃出去, 我认你当朋友。 文秀微微红了眼圈说, 好, 我也不多说, 从扶囊里, 取了一张明钞出来。 这不是我的吗? 你拿这个干什么? 文秀诧异地问, 这张宝钞是在包子铺那晚, 被我收过来的, 我拖在掌心, 说, 我先试一下手感。 说着, 按照通幽宝钞的述法诀窍, 起咒解法。 文秀失笑道, 你才学了几天, 怎么可能学会? 我练了三年, 才练成, 阿婆都已经夸我天赋不错。 你, 不是, 你怎么做到的? 我掌心的那张宝钞, 此时已经轻飘飘地飞到了半空, 随着咒罚起处, 宝钞疏呼朝着文秀当头压下。 文秀手掌往上一拖, 将宝钞拖住, 脚下微微亮呛了一步。 你, 你这力道比我也已经差不了多少, 你到底怎么做到的? 文秀信眼圆征, 差一万分地盯着我。 我平常符咒研究得多, 所以比普通人要快点, 正常的。 我将那道宝钞取回, 又发动了几次, 随口说道。 这通幽宝钞, 说到底也是一种俘虏, 只是比较另类罢了。 这哪里正常了? 文秀死死盯着我, 我本来以为我学法术的天赋 已经挺高的了。 你这人, 你这人。 我没有接他的话, 一晃身就进了房间, 脚尖一点, 纵身跃起, 接下一道宝钞。 一股重压赫然砸下, 我早已起了六道护体皱, 在半空使一个锁身装, 手截御环宝印, 砰的一声落在地上, 尘土飞扬。 文秀啊的惊呼了一声, 人影一晃就抢进了屋中, 抓住我胳膊。 你怎么样? 他声音急促地问。 我微微提一口气, 将手中的宝钞对折, 收起, 笑道, 还行。 文秀脸色雪白, 一脸紧张, 见我真的没事, 这才常常松了口气, 胸口起伏不定, 怒道, 你这人真是, 吓死我了。 我笑道, 这不没事吗? 文秀心有余悸, 瞪了我一眼, 还好没事, 你刚才是怎么接住的? 我说了几个法术的名字, 文秀似懂非懂, 还能这样子的吗? 原来还有专门护体的法术。 我见他一副法术小白的样子, 笑道, 以后好好跟你说, 宝钞还是我来接吧, 你在旁边护法。 那你小心, 吃不消别勉强。 文秀点了点头, 推到一边。 我按照早先推演好的次序, 将宝钞移到到阶下, 这阵法中的宝钞, 威压之重, 比包子扑那碗文秀施展的, 要中了数倍。 我起护体皱, 半空又用锁身装削减力道, 在以天师道的护身法咒玉环硬硬接, 其实无形中, 已经消去了大半的力道。 但是阵中的宝钞实在太多, 一道一道接下来, 也是极损体力。 我中途休息了一阵, 总算赶在午夜前, 将所有宝钞一一清除。 文秀强忍着激动, 用早已准备好的钥匙, 将大傻哥身上的锁链打开。 哥, 你忍一忍, 不要出声, 好不好? 文秀柔声说。 好, 不出声, 不出声。 大傻哥傻呵呵地点头。 文秀咬了咬牙, 和我一起把铁链 从大傻哥肩膀上拔出。 这对任何人来说, 都无疑是一种酷刑, 大傻哥脸色刷得一下变了, 面容扭曲, 连连摇头, 却是捂住了嘴一声不吭。 一切总算顺利, 文秀扶起大傻哥, 从房间中迈出, 我们三人亲手亲脚回到地面, 听了听楼上的动静, 悄然出了公寓, 绕到公寓后方的一条巷子。 文秀早在那里背了一辆车。 我们出来了, 文秀喜极而泣, 突然跑过来抱了我一下, 谢谢你了弟弟。 我有些哭笑不得, 这突然之间, 我倒成了弟弟了, 我是不是还得管那个大傻叫哥? 不过, 感觉到他浮在我身上的热度, 心里也是生出了一股温暖。 那一声弟弟, 让我想到了已经十年未见的爸妈和小妹, 也不知他们现在怎样了。 文秀在我身上靠了一会儿, 就上车发动了汽车, 我和大傻哥坐到了后座。 车子沿着偏僻的航道往前挤驰。 我要去颠男了, 嘻嘻。 文秀开心地大笑。 我笑问, 想好了? 对啊, 我后来去查了一下颠男, 觉得很适合我。 文秀笑嘻嘻地说, 这时, 前方的巷道口突然窜出几道黑影, 文秀惊呼一声, 下意识地踩了一脚刹车, 只听砰砰砰几声, 几道黑影被撞得飞了出去。 不好。 文秀脸色大变, 猛地一脚油门, 车子不管不顾地直冲过去。 我瞧得分明, 刚才那些窜出来的不是路人, 而是几个傀儡, 看来是被那老头老太太给察觉了,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文秀脸色煞白, 把油门踩到底, 一往无前, 突然间砰砰砰几声, 车身巨震, 却是车胎爆了, 文秀击打方向, 才总算稳住车子, 没有侧翻。 只见无数黑影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 巷子尽头更是出现了两个沟楼的身影。 弟弟, 我怕是去不了滇南了, 文秀神色欺然, 你带着我哥快走, 要是实在跑不了, 你就一个人赶紧逃吧。 他说着, 就打开车门跳了下去。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 带着大傻哥下车朝相反方向跑去。 妹妹, 我要妹妹。 大傻哥虽然肩上两道穿骨的伤口, 仍在往外渗血, 力气却是大的惊人。 你妹妹不是说过了, 要听我的话, 你连妹妹的话都不听了是不是? 我赤道。 那大傻哥果然很听文秀的话, 被这么一呵斥, 顿时就不闹腾了, 乖乖地跟着我走。 我隐约听到文秀的声音, 喊了一声阿公阿婆, 身形一转, 就拐进了另一个航道。 我见边上有家不起眼的小旅馆, 就上门要了个房间, 那老板静一不定地冲我们连看了好几眼。 我把大傻哥带进房间, 让他待在里面别动, 这是他妹妹说的, 让他必须要听话。 哦, 妹妹说的我就听, 大傻哥连连点头。 我给他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 转身出门, 把房门关好, 临出门前, 回头对老板嘱咐了一句, 说我那朋友路上遇到歹徒, 受了伤, 现在脑子也不太清醒, 万一有事, 让他照顾一下。 那老板倒也热心, 连连点头。 我出了旅馆, 一路回到玉席的巷子, 只是那儿除了那辆爆胎的车子, 已经空无一人, 我也没有停留, 立即掉头赶往公寓楼。 楼中一片死寂, 只有几个傀儡不时走动。 我看了一下时间, 再过片刻, 就要到午夜了, 顺着楼道悄然前了上去, 来到顶楼, 见房间中火光闪烁, 几个傀儡守在门口, 像是巡逻似的, 来回走动。 我隐秘了气息, 悄然前了过去, 见屋中此时挤了一堆的傀儡, 排成一排, 堵在门口, 想来是张公前婆, 怕在关键时刻, 有人扰乱了他们炼药, 因此招了那些个傀儡过来助手。 我正好借机混了进去, 夹在这群傀儡中, 一时间谁也难以察觉。 你个吃里爬外的东西, 养了你这么多年, 算是白养了。 只听到前婆阴森恶毒的声音传来。 我混在傀儡堆中, 透过缝隙看去, 见文秀头发散乱, 双手被反剪着用一根皮绳捆住掉起来, 悬在半空。 手腕已经被皮绳给泪出了深深的血痕, 居然勾结了外人, 来对付我们,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前婆大发雷霆, 主着拐杖大骂, 要不是我们急着回来炼药, 早就把你那傻子个碎尸万段了。 不过, 你以为他能跑得了? 文秀脸色苍白如纸, 却是紧闭着嘴巴, 一声不吭。 行了, 先炼药, 等会儿再把这丫头丢火里一把烧了就是。 那老头冷冷地道。 前婆却是不肯, 哪能这么便宜她? 这丫头不是跟我扯谎, 说什么寂寞难耐嘛, 我就满足满足她。 她一招手, 顿时上来三个傀儡, 围到文秀身边。 不要! 阿婆, 你杀了我吧, 我求求你了。 文秀发出一声惊恐的惨叫。 前婆呵呵冷笑, 想死? 哪有那么容易, 我先扒光了你。 阿公, 阿公求求你, 看在我伺候你们那么多年, 快烧了我吧。 文秀七声大叫。 行了, 把他拉过来丢进炉子里去, 省得吵死了。 张公不耐烦地道, 却被前婆怒声打断, 哪有那么容易, 敢背叛我们, 我让她想死, 也死不成。 她干枯的手爪一挥, 那三个傀儡顿时伸手, 扯向文秀的衣衫。 不要! 不要! 阿婆, 我求求你了, 你快杀了我吧。 我在傀儡群中调好气息, 将一枚刻有符文的竹签 藏入右边袖中, 此时听到文秀惊恐的哀求声, 肩膀往前一靠, 就把两个傀儡给撞了出去, 直扑要炉。 那张宫前婆二人对自己练得要示弱性命, 立即大惊失色, 同时扑上去, 直接把两个傀儡斩翻在地。 我趁机掠到文秀身边, 踏步上前, 一个贴身靠, 将围在他面前的三个傀儡同样撞翻。 你来干什么? 文秀又急又气。 我挥手用刻刀割了皮绳, 将他抱住放下, 笑道, 我不来, 你可真要现场表演了。 你这人文秀羞怒交加, 一跺脚, 最终叹了口气。 唉, 那咱们今天就死在一块吧。 这时, 就听前婆森冷的声音传来, 好的很, 还有上门来送死的。 随着他捏出一个法绝, 屋内的一众傀儡便动了起来, 朝着我们围了上来。 文秀也是捏了个法绝, 口中念念有词。 哈哈, 你这臭丫头, 还敢搬门弄斧? 前婆厉声大笑。 原来文秀也是使了同样的法咒, 想和对方争夺傀儡的控制权, 只是不用看我也知道结果, 毕竟这些傀儡都是张公前婆亲手练制, 而且, 二人修炼傀儡术的时间也要比文秀久得多, 他抢得过来才怪。 也只有他这样没什么常识的小白, 才会想着去干这种事。 果然, 文秀的法咒毫无作用, 眼看着傀儡冲到面前, 只能挥拳头去打, 只是要拼蛮力的话, 他还真比不过被练制过的傀儡, 瞬间就显向还生。 我使了个捉逃手, 扣住一个傀儡的手腕, 同时一翻身, 双腿绞住他脖子, 将他灌翻在地。 你怎么不用内腕的手法? 文秀气喘吁吁地问, 他说的是我当晚, 以手指点倒傀儡的手法。 其实在包子铺时, 我就看出来了, 张公前婆恋的这些提现人偶, 虽然看着诡异, 实际上相当粗浅, 真要硬拼的话, 几个傀儡合在一起, 也不一定打得过包哥包嫂这样的武术好手。 我要是用风关翘的手法对付他们, 不出几个呼吸, 就能将其全数点抖, 但我的目标又不是这些傀儡。 这时, 文秀突然惊叫了一声, 当心。 只见两道通游宝钞 翘无声息地飘了过来, 在空中一凝, 疏得朝着我们当头砸落。 文秀双手奋力往头顶一格, 我同样起六道护体皱, 以锁身装, 使玉环宝印向上拖起。 咔啦一声响, 我所占位置的地砖被踩得粉碎。 我堪堪接住两道宝钞, 文秀则是双腿一软, 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脸色煞白。 该死! 钱婆勃然大怒, 手掌朝天一拖, 顿时四道通游宝钞飘了起来。 我堕! 文秀从地上爬起来, 一把扯住我, 想把我扯到她身后。 我屈指一弹, 将她手腕弹开, 同时提一口气, 脚尖在地面一点, 不退反镜, 朝着张公钱婆急掠而去。 你干什么? 身后文秀急声惊呼。 钱婆却是面沉如水, 四道通游宝钞飘到空中, 齐齐朝我压了下来。 我身形不停, 截居鞋指, 朝空中一连点出四指。 四道通游宝钞, 微微顿了一顿, 然而就像文秀所说, 钱婆使出的宝钞 与她不可同日而语, 撞上居鞋指的定鞋, 也只能让其稍稍停顿, 就再度砸落下来。 我听到文秀急出的叫喊声, 却是不避不闪, 再度于电光石火间 点出四下居鞋指, 同时左手斜掠, 使了个接云手, 将压下的四道宝钞 一起揽入手中。 此时我距离张公钱婆二人 已不足五米。 那一直在给炉子山峰的张公 突然一挥手, 六道通游宝钞飘上了半空, 钱婆也是神色争鸣, 同样寄出六道宝钞, 一时间十二道宝钞升空而起。 我听文秀说过, 这老头老太太, 他们最多能寄出六道宝钞, 这是他们的极限。 我等的就是这个时机, 此时已经距离二人不足三米, 口喊鼓笛, 猛地发出一道迷你微沙音, 冲着他们直喷而去。 迷你微沙音, 专门震撼心神魂魄, 被鼓笛这一家城, 更是威力骤增, 又来得突然, 张公钱婆二人毫无防备之下, 被骤音喷个正着, 历时瞳孔发散。 悬在半空的宝钞也是一颤, 转而无力地飘落下来。 我右手一挥, 袖中那枚刻有符文的竹签 立即即逝而出。 这原本是毛山派早期的 一门阴痕法术, 叫做袖李清风, 这名字虽然好听, 但实际上这袖子里荡出的 却是一道凝若实质的阴风, 杀人无形, 让人防不胜防。 不过在没练成之前, 是发不出阴风的, 那枚竹签, 就是我按照笔记上记载刻字, 带在身边用来练习的。 虽说我这门法术还是初学, 无法在挥袖间荡出无形阴风, 但这枚撰有符文的竹签 却是如同惊鸿一线, 冲着钱婆激射而去。 电光石火之间, 那张公突然往边上一靠, 将钱婆推了出去, 竹签瞬间洞穿她的咽喉, 带起一盆血花。 老头子! 钱婆惨叫一声。 我微微一震, 身形毫不停留, 左掌早已扣好了杨童钉, 柔身冲着, 钱婆撞了过去, 手掌一掠, 杨童钉家在掌中, 斜拍她太阳穴。 然后此时后背突然一阵阴风袭来, 我只好晃身毙了毙, 杨童钉片了一片, 只拍中钱婆的右肩。 那张公被竹签洞穿了咽喉, 却是一时未死, 冲着我扑了过来, 同时张嘴大叫。 只是她喉咙被破, 声音却是不成语调, 隐约听来, 似乎在喊, 快走, 快走, 长声, 长声。 钱婆大叫一声, 猛地从窗子跳了出去。 我反手一指, 戳中张公的胸口, 紧跟着翻出窗去, 顺着墙壁溜下, 然而就这眨眼间, 那钱婆已经是不见了踪影。 我提起追了一阵, 却是始终没有寻到踪迹, 我担心公寓楼那边还有什么变化, 只得作罢, 掉头往回走。 只是被这恐怖的老太婆逃了, 可是后患无穷。 走到半途, 我给谢宁去了个电话, 告诉她钱婆的形貌, 说她精通傀儡术, 尤其是散魂, 他们家少爷很有可能就是被她所害。 好, 我立即去禀报夫人。 谢宁说完, 就急匆匆地挂了电话。 等我回到公寓楼门口时, 谢宁回了电话过来, 说夫人已经命他们, 我稍觉放心, 等回到顶楼时, 见文秀呆呆地蹲在张公跟前, 那老头已经是死了。 听到脚步声, 他抬起头来, 眼睛又红又肿, 阿婆怎么样了? 逃走了。 我说, 文秀神色复杂, 坐倒在地, 默默无语。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从地上爬起, 抹了抹眼泪, 冲着我上上下下打量, 我现在也没想明白, 你到底是怎么破了阿公阿婆的通幽宝钞的? 我哭笑不得, 姐姐, 你还真以为靠一门两门法术的, 就能天下无敌啊? 这通幽宝钞的确是厉害, 但有一句话叫做天下无不破之法术, 意思就是, 再厉害的法术, 也有被破掉的可能。 我在对付傀儡的时候, 故意没有出权力, 以麻痹对方, 让他们先掉以轻心, 在前婆怒气冲冲寄出四道宝钞时, 我突然以极快的速度不退反镜, 朝他们二人直逼而去。 同时以狙邪指定宝钞一瞬, 再以接云手揽下宝钞。 上记载了几门手法, 要比接云手更合适, 只不过那些我还没怎么练过, 勉强去用的话, 还不如用我练得极熟的接云手, 最终将四道宝钞一举收掉。 张公前婆这对恐怖的夫妻, 一心沉迷炼药, 杀人如麻, 但实际的术法对决经验却是浅薄, 见宝钞被收, 我又逼到了境前, 必然出现慌乱。 二人果然同时用尽全力, 一口气寄出十二道通幽宝钞。 我从文秀那里学过这门法术, 对他施法的过程心知肚明, 立即抓住这一瞬间, 以鼓笛发出迷你微沙音, 震撼二人魂魄, 破开法咒, 同时挥袖使出秀里清风。 我原本的目标是前婆, 只没想到那张公在千钞一发之际, 居然听到老太太挡了一挡, 反而是她被穿了喉。 原来是这样的吗? 我还以为阿公阿婆是这世界上最厉害, 最可怕的人。 文秀正正道, 我见他神色凄然, 知道他这么多年一直跟着张公前婆长大, 虽说一直想着逃离, 但毕竟还是有感情的, 也只能微微一叹。 陈先生, 救命啊, 陈先生。 突然有人大叫起来。 我回头一看, 原来是那个被钉在桌子上的发便男, 显然是把我认了出来, 一边深, 淫一边激动地哀嚎。 被他这一打岔, 文秀抹了抹眼泪, 说, 弟弟, 那家伙不是你愁家吗? 要不扔进炉子里算了? 发便男一听, 顿时杀猪般地大叫起来, 哭喊着饶命。 我暗暗好笑, 也没去理他, 过去那药桶边上, 见王大海和女士泡在桶中, 黑褐色的药液咕嘟咕嘟冒着气泡。 没泡坏吧? 我把王大海给捞了出来。 文秀侧过身去, 一脸贤雾地道, 这人命是不会丢, 不过那东西应该是坏了。 什么东西? 我疑惑? 文秀美好气地白了我一眼, 还不是你们男人用来使坏的那东西? 我恍然, 他说这药液还真是挺可怕, 不过这小子也是活该。 虽说他一直号称做这些事都是被迫的, 但做了就是做了, 脱不了干系, 如今被坏了命, 根子也是应有此报。 我见他一时也醒不过来, 就把他丢到旁边地上, 未免污了文秀的眼睛, 随手给他盖了块布。 陈爷爷, 姑奶奶, 饶命啊! 发便男幼开始哀求。 文秀气恼道, 这人居然叫我姑奶奶, 我有这么老吗? 就是啊, 姐你说该怎么办? 我笑说, 我就说丢炉子里, 烧了算了。 文秀美好气地说, 发便男顿时下的哇哇直叫, 陈先生, 之前是我不对, 我该死, 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脑子有问题, 都是川海那老家伙, 都是他忽悠我来中途的。 他语无伦次地, 大喊大叫。 我知道他说的川海, 就是那个老光头, 问道, 你们跑来我们这边干什么? 我可不认为, 这帮人千里迢迢从南洋过来, 就是为了跟国学协会别别苗头。 都, 都是川海那老混蛋。 他说, 他说现在中途玄学没落, 有的就只是一些没本事的阿猫阿狗, 我们要是过去, 随便一根指头, 就能把他们给碾死。 我, 我就信了他的邪了, 谁知道他妈的这老王八蛋, 简直是胡说八道。 陈先生和你那位小姑娘朋友, 就不用说了, 没想到, 就连一个老头老太太都那么可怕。 我, 你们中途的人实在太, 太厉害了。 那老混蛋, 坑死我了。 发便男身子直哆嗦, 显然是被张公和前婆给吓得不轻。 我暗暗好笑, 问他们到江城来到底图谋什么。 这个, 发便男一阵犹豫。 文秀在边上冷冷说道, 跟他啰嗦什么, 直接烧了就是。 发便男背他一下, 顿时竹筒倒豆子, 什么都招了。 都, 都是川海那老混蛋挑唆的, 他带了我们来江城, 就是, 就是要拿西元的镇宅之宝。 我微微一动, 心说, 难怪他们当时在晚宴上把林伯父挤兑住, 并且要以西元的镇宅之宝做赌注, 原来就是奔着这东西来的。 我问他在西元的是个什么东西, 值得他们不远千里跑过来抢夺。 我也不清楚啊, 川海那老东西, 神神秘秘的, 也不给我们明说。 发便男破口大骂, 我就知道, 应该, 应该是一只白玉老虎。 我一时也搞不清这里头的关节, 让发便男把来到江城的过程, 从头说一遍。 原来, 这发便男名叫宋帕, 是南洋那边小有名气的术士, 而那个老光头龙婆川海, 名气就要大得多。 有一天, 这川海找到他, 跟川海一起来的, 还有二男一女, 另外几名南洋术士, 也就是我在大宴上见过的那几人。 那川海就邀请发便男, 同去江城, 密谋抢夺一剑藏在西元之中的玉宝。 按照川海的许诺, 只要顺利将玉宝带回, 他就把自己毕生总结的法术经验交给他。 发便男当时正遇到瓶颈, 一听之下, 自然是心动不已, 再加上川海一直说, 现在中土这边玄学没落, 人才凋零, 都是些土鸡瓦狗, 发便男就下定决心, 跟着川海出山。 来到江城之后, 他们折服了一段日子, 打听了一下江城都有哪些出名的大师, 并且筹划该如何进入西元谋夺预保。 他们几人当中, 属那个长脖子最为沉默寡言, 生性也最为阴毒, 他说, 这还不简单, 什么也没交代, 就一个人出了门。 第二天, 发便男就听说, 有五个女孩子离奇惨死, 一看他们的死状, 就知道, 这肯定是长脖子下的手。 长脖子也没否认, 他说, 杀几个人算什么, 这样就能吸引注意力, 然后趁其不备, 正好可以进西元盗走预保。 他们几人一听, 虽然觉得这手段未免太狠, 但也算是一个好主意, 也就没有多说。 只是他们万万没想到, 在几天之后, 那长脖子突然失踪了。 经过多番打探后, 他们猜测自己这同伴 应该是被江城的几名大师 给联手收拾了, 所以他们就在国学协会大宴当晚, 上门讨人, 顺势把国学协会践踏一番。 我就不该信川海那老混蛋的话啊, 我现在才知道, 你们中途玄学正宗, 根本不是我们南洋的旁门左道可以比的, 别看川海在我们南洋人五人六的, 在江城, 他估计连小姑娘和老奶奶都比不过。 陈先生饶命啊, 发便男哭喊告饶, 我问他又是怎么被捉到这里的。 发便男哭丧着脸, 连连叹气, 我也真是倒霉, 我就出来溜溜, 透口气, 谁想到路过一个破公园的时候, 有个老太太突然在我边上摔了一跤。 我, 我也没理他, 结果那老太太突然一把抓住我, 阴森森地盯着我说, 你不服服老人家吗? 我当时被吓了一跳, 结果老太太手里飞出一张名钱, 我就被砸翻了。 发便男说到这里的时候, 脸色煞白, 显然还是心有余悸。 后面的事情我基本上都知道了, 也就没再往下问, 想到大傻哥还在小驴馆里, 就和文秀一道去把人接了回来。 这时天色已然大亮。 经过这一夜的熬战, 除了大傻哥还是乐呵呵的颇为精神, 我和文秀二人都是人困马乏。 给大傻哥的伤口重新处理了一下之后, 就回了文秀的房间, 我一头砸到沙发上, 就打起了瞌睡。 一觉睡到下午, 一睁眼只觉明晃晃的阳光从窗外斜照进来。 一直以来, 这里的所有房间都是常年拉着窗帘的, 显得又阴暗又潮湿, 而此时窗帘都被拉开了, 窗户大厂有徐徐凉风吹拂进屋。 文秀苗条的背影立在窗前, 明媚的阳光落在他发烧上, 泛着淡淡的暖色光泽。 天气不错呀。 我伸个懒腰从沙发上爬起。 文秀回头, 露出一个笑容, 是啊,天气真好。 我见他换了一条淡黄色的裙子, 头发柔顺地披在肩头, 显然是之前洗过澡了。 在认识的这几天里, 我好像从没见他穿过裙子, 笑说,裙子挺好看。 好看吗? 文秀喜滋滋地提了提裙脚说, 买了一年多了, 还是第一次穿呢? 我听他这样说着, 心中莫名一酸, 笑道, 以后可以多穿穿, 你穿裙子好看。 真的吗? 文秀看着我, 可惜我长得太丑了, 糟蹋了这么好看的裙子。 我说, 哪有的事, 美女你不要太谦虚。 文秀美好气地横我一眼, 你这家伙, 就爱胡说八道, 我哪里算什么美女了? 不过, 看他嘴角扬起的笑意, 显然听我夸他美女, 心里也是十分开心的。 大傻哥还在床上酣睡, 我和文秀回到顶楼, 王大海此时已经醒了, 只不过摊在那里还没法动弹, 见到我, 立即向我求救。 那边发遍男也是大叫, 一时间吵成一团。 在文秀冷冷地说了一句, 再吵全都丢进火炉后, 屋里总算安静了下来。 最后, 王大海还是被我们放了, 这小子在得知自己的命, 根子已经废了之后, 趴在地上哭了好久。 至于这里发生的事, 他自然也不会跟别人说, 毕竟他也算是罪魁祸首之一, 要是被人知道了, 只怕真要被扒皮抽筋。 文秀把公寓里所有傀儡都照到一起, 这些人魂魄已散, 是再也无法恢复了, 终身都只能是不人不鬼的提现人偶。 当天夜里, 文秀打翻了铜炉, 顿时凶猛的炉火倾泻而出, 将所有傀儡烧成灰烬, 同时大火蔓延开来, 席卷整栋公寓楼。 文秀开了车, 载着我们急驰而出, 在一个偏僻的巷子踩了一脚刹车, 回头看了一眼火光冲天的公寓楼, 把王大海丢了下去。 车子继续往前急驰, 足足开了有几十公里, 一口气来到城市的另一头, 文秀才停下车, 长长地松了口气。 我就进找了家酒店, 开了个套房, 让他送了一大桌子菜过来, 外加一瓶红酒。 好吃,嘿嘿,好吃。 大傻哥手里抓满了食物, 傻呵呵地大块朵银。 文秀扭头望向窗外, 好美啊, 我还从没站在这么高过。 我给他倒了小半杯红酒, 笑道, 以后有的是机会。 文秀呛了一声, 突然笑道, 我怎么感觉像做梦一样, 我真的逃出来了吗? 他说着, 神色有些紧张, 显然是害怕, 这一切都只是假象。 当然了, 真的不能再真, 我把酒杯递给他。 文秀喝了一口, 就苦了脸, 一点都不好喝啊。 不过还是又喝了一口, 还砸了砸嘴, 大概是觉得十分新奇。 我问他还去滇南吗? 文秀有些纠结, 正在这时, 我手机响了。 接起来一听, 是谢宁打来的, 说是在不久前, 他们追踪到了那个老太婆, 还把他给重伤了, 不过可惜的是, 最终还是让他给逃了, 看样子, 已经是逃出疆城了, 以后想找到, 恐怕就难了。 谢宁对这结果十分懊恼, 我却是相当满意, 挂了电话之后, 就大致地跟文秀说了。 那我就不用去滇南了, 就留在江城。 文秀开心地道。 三爷爷留给我那套房子, 只有两室一厅, 一个被我做了卧室, 一个做了书房, 却是住不了三个人。 我想起在我楼下, 好像有套房子要出租的, 文秀一厅更是欢喜, 说就要住呢, 所以我赶紧去定下来, 免得被别人给租走了。 我哭笑不得, 等天一亮, 就回了一趟家, 刚好楼下, 那户房东也在, 当场就把房子给租了下来。 里面的家具电器也都齐全, 我又上网订了一台大尺寸的电视, 和一个大容量冰箱, 就算是妥了。 正要回酒店找文秀, 贺锦堂那家伙, 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老陈你在哪? 起床没? 快来我家。 干什么? 我边下楼边问。 贺锦堂在电话那头 嘻嘻嘻地笑道, 有两个美女找上门了, 点名要找你。 谁? 我一头雾水。 也不可能是王若宇和朱小梅姑嫂俩呀, 他们要找我的话, 直接打电话就行, 哪用得着找去贺家? 你来就知道了, 赶紧的。 贺锦堂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只好给文秀去了个电话, 说房子已经租好了, 还有点事, 晚点再过去, 之后就打了个车, 直奔贺家别墅。 一下车, 刚好见贺锦堂从门里晃出来。 贺锦堂上来一把搂住我肩膀, 挑了挑眉头贼笑道, 老陈你可以呀, 怎么人家了, 瞧人都杀上门了。 我懒得跟他废话, 进门一看, 就见一大一小两个美女坐在沙发上, 正在低声说话。 赵夫人好, 我很有些意外, 来得竟是赵明明母女俩, 赶紧上前见礼。 赵夫人起身挽着我的手, 笑音音道, 小陈来了, 你和双双一样, 叫我敏仪就好, 赵夫人赵夫人的, 听起来多生分。 我只得点头说是, 贺绍, 这回可麻烦你了。 赵夫人又朝贺锦棠笑道, 哎哟, 哪里的话, 都是自家人, 敏仪你赶紧坐。 贺锦棠热情至极。 我听得好笑, 这小子一遇到美女, 这嘴真是开了光似的, 直接就叫上敏仪了。 赵夫人却是大为高兴, 几人坐下, 由下人重新端了茶水点心上来。 敏敏, 还不叫陈平哥哥, 锦棠哥哥。 赵夫人笑道。 赵敏敏跟林青霜一样, 大概是因为腿型好看, 闺蜜俩都喜欢穿短裙, 然而今天却是穿了一套运动服, 简单扎了个马尾, 收拾得干净利落。 一改之前娇媚的模样, 颇有几分英气, 她自打进屋就默不作声, 此时脸颊疼得一红, 不满地叫道, 妈。 还懂不懂礼貌了, 赶紧叫人。 赵夫人道。 赵敏敏无奈, 指得嘀嘀地叫了一声, 陈平哥哥, 锦棠哥哥。 贺锦棠顿时乐不可知, 说起来, 我和明明妹子之前就见过一次。 我赶紧打断她的废话, 问赵夫人, 敏仪, 您是不是有事找我? 赵夫人笑道, 小陈你就是聪明, 凡事一点就透, 我来的确是有件急事。 明明, 给你陈平哥哥好好说说。 妈。 赵明明有些不满, 咬了咬嘴唇, 还是说道, 双双被人抓走了, 就是上回南洋那帮人。 我大为意外, 忙问出了什么事。 赵明明把事情细细说了一遍, 他声音娇媚, 又口齿伶俐, 听来十分清晰。 原来, 昨晚午夜时分, 有人悄然潜入了西园。 西园是按照风水名家指点建造的, 处处暗和风水之道, 其中在镇煞位上建了一座镇煞塔, 西园的镇宅之宝就藏在里头, 作为镇煞之用。 那火人一直破到镇煞塔时, 才被人发现。 一场混战, 刚好林青霜和赵明明, 还有李征张浩几人, 那些天都住在西园, 听到动静, 他们几人就跑出来看热闹。 那老光头认出, 林青霜是国学协会会长林长宏的闺女, 当即就把她捉了, 要挟众人拿出西园的镇宅之宝作为交换。 只是南洋这帮人也没想到, 其实早在几天前, 皇家的黄正云老先生就带着一批人离开了江城, 其中不仅有杨远宁等风水大师, 还有几个国学协会的高层。 其中就有新任会长林长宏, 而且他走的时候, 还带上了西园的镇宅之宝。 那帮南洋人却是不肯罢休, 说不把东西拿来交换, 就别想让林家闺女活着离开。 他们携过了林青霜, 就扬长而去, 国学协会派出所有人全力搜查, 发现那帮南洋人在不久前出了江城。 我妈说, 他们很可能带着双双去找林伯父他们了。 赵明明一脸忧色, 我想追过去就双双, 可我妈说我水平太差, 要跟我一起去, 可她怀了孩子, 又哪里呢? 她说到这里, 转头看向她妈妈赵夫人。 有什么事, 你自己跟陈平哥哥说? 赵夫人道。 赵明明脸色蕴红, 咬了咬嘴唇, 说, 陈平哥哥, 你能不能帮帮我, 跟我一起去救双双? 我听到这里, 总算大致明白了。 如今江城有名的风水大师, 基本上都一股脑跟着黄老出了远门, 赵夫人看起来似乎也是个高手, 只不过有孕在身, 自然不方便旅途劳顿, 所以才上门找上了我。 我虽然对林青霜那倒霉丫头没多少好感, 但毕竟临来江城时, 三爷爷千叮零万嘱咐, 我一定要照看好对方。 虽说这当中, 就成是为了那桩莫名其妙的婚约, 但林又如老爷子和林伯父待我都不错, 总归不能见死不救。 好, 什么时候走, 我也不多啰嗦。 你真的肯帮我? 赵明明又惊又喜。 赵夫人笑道, 你这孩子, 说的什么话? 以后要好好听你陈平哥哥的话, 知不知道? 哦哦哦, 赵明明乖巧地点了点头硬道。 我说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一下, 于是约好了傍晚十分碰面出发, 等母女二人离开后, 贺锦堂一巴掌拍在我肩膀, 说她也要去。 你瞎凑什么热闹, 好好泡你的妞去, 我把她的爪子拍开。 靠, 哥现在挺正经的好不好。 贺锦堂不满, 又凑了过来, 嘿嘿笑道, 我说老陈, 刚刚敏仪那样子, 你不会没看出来吧? 什么? 赵母娘看女婿啊? 这位敏仪明显是看中你了, 不过话说回来, 这赵明敏仁长得漂亮, 听说也是懂玄学的, 跟你很配的嘛。 我懒得听她瞎扯, 上去荷宝玩了把游戏, 就离开了别墅, 打车到酒店把文秀和大傻哥接上。 从公寓楼出来的时候, 文秀基本什么都没带, 我们就先去了一趟商场, 一路买买买, 衣服鞋子袜子, 大包小包。 文秀说她长这么大, 还是头一回进商场, 一路东张西望, 看什么都新鲜。 等回到给他们租下的房子, 文秀更是左看右看, 欢心雀跃, 完全看不出半点怀角小魔女的样子, 更像是个纯真活泼的小姑娘。 把兄妹俩安顿好后, 我去了一趟城北, 毕竟这一趟是要出远门的, 必须跟叶夫人交代一下。 来到叶家别墅门口, 我一边往里走, 一边在盘算着说辞, 迎面正好见谢宁从里头走了出来。 小陈先生, 你怎么来了? 谢宁满脸喜色, 一路小跑到我身边, 我正想找你呢。 我笑问, 有事吗? 是夫人要找你, 谢宁引着我往里走。 我微微一紧, 心说, 难道又出了什么事? 等我们来到叶夫人的房间, 就见邓老九和和有道也已经在那里。 叶夫人穿着一条素色长裙, 靠在藤衣上, 正在和二人说着话。 陈老弟, 刚说到你, 你就到, 可是巧了, 和有道上来亲热地打着招呼。 我跟他随口扯了几句, 上前拜见叶夫人。 叶夫人点了点头, 你来得正好, 有件事要你去办, 你和邻家关系挺精。 我一愣, 叶夫人口中的邻家, 必然指的是邻老爷子他们一家, 国学协会大宴当晚, 叶夫人也在场, 知道我和邻家的关系也是正常。 我家一位长辈和邻家的老爷子是好友, 在这方面, 我也不遮掩, 照实说了。 叶夫人嗡了一声, 昨晚有人闯入西园, 劫走了邻家小姐, 这是你可听说了? 我说刚知道不久, 心里暗暗诧异, 不知道这位叶夫人怎么也关心上了这件事。 叶夫人目光流转, 落到我身上, 听说那帮人本来的目标是西园的镇宅之宝。 我知道这女人深不可测, 所以在她面前, 能不说谎的地方绝不说谎, 以免被抓住了马脚, 听说是一尊白玉雕成的老虎。 叶夫人点头, 那件东西就叫白玉老虎,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原来它被藏在了西园。 我听她的口气, 似乎对这件东西颇为熟悉, 说这尊白玉老虎被镇在西园的镇厦位作为镇宅之用, 只不过那帮南洋人千里迢迢跑过来, 就为了抢夺这一件玉器, 也不知是图什么。 邓老九有些疑惑, 我不管他们图什么, 叶夫人淡淡道, 这件白玉老虎必须回到我手里, 它本来就是我家的。 我吃了一惊, 邓老九他们也是神色错恶, 显然都没料到这件被供奉在西园的白玉老虎, 居然会跟叶夫人有关。 我仔细扎摸了一下, 叶夫人刚刚说的是我家, 这到底指的是叶家还是她的娘家? 据说白玉老虎被林长虹带走了, 小陈你和林家相熟, 想办法套出他们去了哪里, 务必要把东西给我带回来。 叶夫人吩咐道, 有道和小宁他们都会在暗中配合你。 我心想这倒是巧了, 正好把赵明明母女找我去救林青霜的是提了一提。 很好, 叶夫人微微露出一丝笑意, 小陈你每次办事都很合我心意, 之前跑掉的老太婆虽然还不能肯定是她害了号, 不过你也是立了大功一件。 我自然是谦虚一番, 说都是运气。 不过这次出去, 说不准什么时候能回来, 少爷这边我故作犹豫。 叶夫人白白手道, 你用刺服术给号刺上符咒, 临走前再用一次子。 杨六道, 估摸着也能顶上一两个月, 再说有我和老九在, 也不怕出什么意外。 我听他这么说, 自然是借泼下驴。 给那叶号试完咒法后, 我就告辞出来, 赵丽氏谢宁送了我出来。 等我出发后, 他和和有道也会跟着出门, 在暗处配合我。 一切准备就绪, 眼看着天色不早, 我去酒店先把发便男拎了过来, 再打车来到跟赵明敏约定的地方。 只见一辆白色越野车停在路边, 我从出租车上下来, 就见赵明敏推开车门, 冲我挥了挥手。 来得这么晚, 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驾驶座的车窗摇下, 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插了进来。 原来开车的是李征, 他表哥张浩坐在副驾上, 拍了拍手表说, 不知道时间宝贵啊, 我们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我可是记得, 约定时间是下午五点, 这会儿还早了一刻多钟呢, 也懒得和两人啰嗦, 朝赵明敏道, 这次是去救人, 又不是游山玩水, 闲杂人等就不用去了吧。 你说什么? 谁是闲杂人等? 李征大怒, 张浩也是变了脸色。 你们别说话, 赵明敏横了他们一眼, 又跟我解释了一番, 说现在事情比较棘手, 已经联系不上林伯父他们了, 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去了哪里。 我有些意外,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黄老先生应该是带了一大队人去的, 难道一个都联系不上了? 赵明敏一脸忧色, 说林伯父他们跟着黄老先生他们出去, 这件事本来是相当隐秘的, 就连林伯母也不知道他们是去干什么。 只是大概知道, 他们此行是去了蜀中一带。 我计较了一下, 南洋那帮人既然捉了林青霜, 自然也能从他口中得知 林伯父他们的去向, 只能先去蜀中再看。 不过李征和张浩他俩认识的朋友多, 我们可以边走边追踪南洋那帮人的行踪。 赵明明解释道, 李征拍着方向盘得意道, 这回知道我和表哥作用有多大了吧。 路上别爱手爱脚就行, 我N了一声。 你, 谁爱手爱脚了? 李征大怒。 我回头拉开出租车门, 把发便男给带了出来。 哟, 还嫌我们爱手爱脚, 你又准备带个什么闲杂人等去? 李征见状立即大声嘲讽。 赵明明有些疑惑地迎了上来, 突然啊得惊呼了一声, 欣喜道, 这不是那个谁吗? 李征和张浩也盯着看了几眼, 大呼小叫地跳下车来, 神色紧张, 直到看清发便男被捆成了的粽子, 看起来神色伪顿, 并奄奄地手软脚软地, 这才大着胆子凑上前来。 好你个狗东西。 李征一拳头就揍了过去, 砸在发便男脸上, 把他打得坐倒在地。 张浩见状也是上来踹了几脚。 你们把我家双双带去哪里了? 李征抓着发便男领子贺问。 只是发便男又哪里说得出来, 只是不停地拿气球的目光看我。 行了, 赶紧出发吧。 我把二人打住。 张浩哼了一声, 说表弟别打了, 到时候还要拿着人去换双双呢。 算便宜, 你个狗东西了。 李征呸了一声, 又狠狠踹了发便男一脚。 兄弟俩合力把他抬起, 给丢进了后背箱去。 之后, 一行人重新上车, 我跟赵明敏坐了后座。 李征踩了一脚油门, 车子开始朝着鼠中方向驶去, 此时已经傍晚, 红艳艳的夕阳鞋照下来, 映得众人的脸蛋都有些红通通的。 明敏, 你听说没有? 车子刚上路不久, 坐在副驾的张浩就扭头找赵明敏搭话。 什么? 赵明敏看着窗外的风景, 应了一声。 昨晚北边有洞老公寓失火了, 那可是件大怪事, 你肯定很感兴趣。 张浩神秘兮兮地说。 赵明敏果然转头看了他一眼, 问他怎么怪了。 那栋楼呀, 烧了一整个晚上, 那火特别奇怪, 扑都扑不灭, 谁也喷那火, 反而越旺。 而且, 据附近的住户说, 他们没看到有人从楼里逃出来, 一个都没有。 张浩嘖嘖称奇。 赵明敏啊得嘀呼了一声, 那不是得死很多人。 张浩却是摇了摇头, 压低声音道, 奇怪就奇怪在这里。 那火烧了一个晚上后, 自己就灭了, 可在那栋楼里, 一具尸骨都没有找到。 不可能吧, 火再大, 也不可能把骨头都给扫没了呀。 表哥你哪里听来的小道消息? 李征有些不以为然地插嘴道。 张浩却道, 你懂什么? 这是千真万确, 我一个朋友当时就在现场, 负责救援的。 他说, 什么东西都被烧得一干二净, 整栋公寓只剩了砖墙骨架, 给烧成了空壳。 那也不可能, 尸骨全烧没了, 要么那就是栋空楼, 根本没人住。 李征还是不信。 不可能, 附近的人都说, 那栋楼里是有住人的。 再说了, 以咱们江城的房价, 谁会控制一栋楼? 张浩反驳。 我听他们叽叽咕咕地在那一轮, 也微微有些吃惊。 没想到张公前婆那要炉的火, 居然这么厉害, 竟把所有傀儡烧成了灰烬, 不过这也好的, 一聊百聊, 省得惊事害俗。 听他们在那说个不停, 我有些百无聊赖, 拿手机登进小石头的博客看了一眼, 我发的那条评论, 对方没有回复。 也不知是没看到, 还是看到了没有理我。 把手机收起, 换了个舒服的姿势, 靠在椅背上, 鼻中闻到旁边赵明明身上飘来的甜滋滋的淡淡香气, 越发觉着有些发困。 打了个哈欠, 正准备睡一觉, 就听耳边娇柔的声音问, 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是不是太累了? 我睁眼, 见赵明明正往我这边看过来, 就随口说, 这几天睡得少了点, 没什么。 哦, 那你要注意休息了。 赵明明说, 开车的李征喝了一声, 讥讽道, 我看陈平兄弟是熬夜熬多了吧, 明明你替他担心什么。 赵明明没理他, 拿了一瓶说地给我, 喝点水吧。 我结果说了声谢谢, 打开喝了一口。 那你有什么需要, 尽管跟我说。 赵明明微笑道, 这时, 前面的张浩忍不住插嘴道, 明明, 我发现还是副驾坐得舒服, 等会儿到前面停一下, 我给你换一换吧。 舒服你就自己坐着吧。 赵明明回了一句, 转头去看窗外。 我也闭上眼睛, 打起瞌睡。 车子一路前行, 半夜的时候, 在一个酒店住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起来继续赶路。 他们三人担心林青霜的安危, 一路上都有些忧心忡忡, 李征更是心不在焉, 好几次差点出了车祸, 只好换了张号来开。 不过从两人打听来的消息看, 一伙人往蜀中方向过去, 从形貌来看, 很像是老光头那帮人。 我们一路追, 却是始终差了一线, 没有找到人。 到了第三天傍晚, 我们终于来到了蜀中一个叫红河湾的地方。 蜀中多山, 身处蜀地, 一眼看去, 四周竟是连绵不尽的山川, 如今虽然开辟了许多山间公路, 但也只是到此为止, 再往前走, 就是比较原始狭窄的山道了, 车辆根本无法通行。 这红河湾虽然叫湾, 其实是一个颇大的盆地, 盆地中坐落着一个小镇, 名字就叫红河镇。 据赵明明说, 他只知道林伯父他们会经过红河湾, 但到了这里之后, 还会往哪里走, 他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当晚就在这里住了下来。 这镇子位于大山之中颇为封闭, 听说历史颇为悠久, 已经存在了数百年了, 随处能看到一些旧时的遗迹。 不过湘民大多也很是淳朴热情, 我们找了一家小菜馆吃饭, 顺便打听消息。 这菜馆虽然不大, 但收拾得十分干净, 老板是对中年夫妻, 做的菜也十分实在, 都是些农家小菜。 我在江城的时候, 虽然也不适合林阳吃一顿川菜馆子, 但相比起来, 这里的川菜就又正宗多了, 红艳艳的辣椒, 一看就让人额头冒汗。 李正和张浩两人, 看来也不是吃辣的料, 才吃了几口, 我们三个就开始吸气, 不停灌茶水。 倒是赵敏敏这姑娘, 把嘴唇吃得红扑扑的, 却是面不改色, 可是比我们三个男的能吃辣多了。 我找了个机会, 就跟老板娘打听, 附近有没有什么比较奇怪的地方。 老板娘看了我们几眼, 笑呵呵地问, 几位客人是来冒险的吧? 老板娘好眼光, 这都能看出来。 我顺势说, 老板娘听我夸她, 笑得越发高兴, 嗨,这有什么? 你们年轻人可不就喜欢找点刺激的, 我懂, 不过还是得注意安全。 她说着, 又掰着指头, 把附近可玩的地方数了一遍。 我一个一个仔细听了, 就说这些都是大家玩过了的, 太普通, 还有没有什么更特别的地方。 老板娘笑说, 哪还有, 玩来玩去的, 可不就是这些地方。 这时, 旁边一桌突然有人插了句嘴, 你们要想玩点新鲜的, 可以去棺材谷玩玩。 我见那一桌做了三个男人, 年纪大概都在三十多岁, 听口音像是本地的, 说话的是个皮肤有些黑的瘦子, 不过个子挺高, 手腕上带了一串红色珠子。 那是什么地方, 怎么听名字这么管? 张浩奇怪地问, 就是啊, 哪有地方叫棺材的? 李征也跟着道。 老板娘却是盲白手道, 那地方你们可别去, 不是什么好地方。 经他这一说, 我们反而来了好奇心, 问他为什么不能去。 因为啊, 那地方的人会吃人, 我们当地人都不敢去的。 老板娘说, 李征和张浩忍不住笑出声, 老板娘, 你可真逗。 老板娘, 嗨了一声, 有些尴尬道, 我这也不是瞎说, 从小长辈就告诉我们, 那棺材谷里的人很邪门, 会吃人, 这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 这时店里吃饭的另一桌人, 也跟着笑道, 老板娘说的可没错, 咱们镇里的人, 从小都是被这么教育的, 还特意给那地方起来的名字叫棺材谷, 就是用来吓唬我们的。 张浩不以为然,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们还信这个? 大家都是人, 你们这都算是歧视了。 那桌的客人被他说得有些尴尬, 笑了笑说, 这都是老一辈传的, 我们也就那么一听。 不过棺材谷里的人, 也不怎么喜欢跟外人打交道, 挺神神秘秘, 所以嘿嘿。 我跟老板娘打听, 棺材谷在什么地方。 老板娘连看了我几眼, 劝道, 小哥, 你们不是真要去吧? 那地方还是挺怪的, 还是别去吧? 李征拍拍胸裤说, 多大点事, 我们就喜欢古怪的地方。 老板娘无奈, 只好将地方描述了一下, 倒是离这边也不是很远, 不过也不算近, 得翻过一道山。 老板娘, 那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一群人? 里面一个大光头, 口音很别扭的, 还有个很漂亮的年轻姑娘。 李征忍不住问。 老板娘想了想说没有, 没这个印象。 李征大为失望, 赵明明又打听了一下林伯父他们一行人, 他们人数更多, 应该十分扎眼, 如果来过这红河镇, 老板娘应该不会不知道。 只不过老板娘还是说, 没印象。 尽管如此, 我也不认为林伯父他们, 就没来过此地, 或许他们为了隐秘形势, 直接绕过了这阵子也说不定。 吃过饭后, 我们从饭馆出来, 刚到门口, 旁边那桌客人也跟着结账出来, 当中那个手腕上戴红珠子的男人叫住我们, 几位, 我们三个也正好要去棺材谷, 要不一起? 我看, 李征张嘴正要说话, 就被我打断, 笑道, 那棺材谷听着太可怕, 去不去的, 我们还得考虑考虑, 就不麻烦几位了。 那戴红珠子的瘦子淡淡一笑, 就带着同伴走了。 等人离开后, 李征恼怒道, 你这人怎么回事, 我们难道不去棺材谷吗? 正好跟着他们不是方便。 要不你跟他们去? 我瞥了他一眼, 要是被他们半路给宰了, 可没地方哭。 李征脸一白, 油字嘴硬道, 你胡说八道什么, 就是几个过路的普通人, 被你说成了强盗似的。 我看你这人, 就是心里阴暗。 你不阴暗, 那你去。 我淡淡回了一句, 就刚才那三人, 还真不是什么普通人, 从他们的坐姿和呼吸的频率来看, 至少也是修行过的人。 算了, 我们自己走也好, 反正知道地方。 张浩拉了一把李征。 我, 李征还是不服气, 想要跟我再争执, 却被赵明明给皱眉打断了, 出来前, 你答应过, 我妈什么? 李征一时无语。 你们是不是答应过我妈? 出来后凡事都得听陈, 陈平的, 我妈才准许你们一起来。 赵明明冷着脸说, 我听得有些意外, 心说还是这位赵夫人明示里, 见李征和张浩二人脸上都是善善的, 我也不说话, 就看着他们。 明明不是说好了不提这事, 李征一脸难堪。 我是不想提啊, 但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赵明明醋没到。 这时张浩咳嗽了一声, 打圆场道, 好了好了, 敏仪的话我们肯定听的, 明明你别生气。 经过这一番折腾, 李征倒是老舌不少, 发便男还被我们丢在车里, 打包了盒饭菜, 过去将他从后备箱里拎了出来。 我把绳子给解了, 他端起饭就狼吞虎咽起来, 手脚直发颤, 想来是饿得很了。 李征在边上冷笑, 让你跑到我们江城来作威作福, 这回知道死字是怎么写了吧。 发便男只顾吃饭, 也无暇理他。 张浩想从发便男口中逼问出老光头他们的行踪, 可发便男却是欲哭无泪, 说他根本联系不上, 电话也打不通, 又把老光头给大骂了一顿。 再不老实交代, 我找个地方埋了你。 李征大发雷霆。 发便男自从落到张公前婆手里, 被狠狠折磨了一番后, 骨头早都吓得软了, 大声地求饶, 说自己真的是不清楚, 他现在对川海那老东西恨之入骨, 要是知道他在哪的话, 恨不得扑过去咬死他。 当晚就在镇里住了一夜, 购买了一些物资, 第二天一早天还蒙蒙亮, 就每人背了一个包, 往红河镇的西边出发。 为了方便行走, 我本来想把发便男的绳子全给解掉, 却是不放心,绑了他的手, 然后另一头牵在他手里, 在前面吆喝着, 跟溜一头牛似的。 出了红河镇之后, 山路就比较原始了, 狭窄难行, 再加上树木茂密, 很容易迷失方向。 一开始, 李征和张浩二人还颇有些兴致勃勃的, 但走了一个上午之后, 两人就开始垂头搭脑, 倒是赵明明那妹子虽然看着娇娇柔柔, 但毕竟有底子, 比两人是强得多了。 我收到谢宁发来的信息, 手机的信号就变得越发不稳定起来。 早上出发, 一直走到太阳斜照的时候, 登上一面斜坡, 就见前面出面出现了一个狭长的谷地。 从高处府看下去, 这谷地是那种南北长条形的。 我靠, 这还真的像一口棺材, 那是不是就是棺材谷? 李征气喘吁吁地从后面登上来, 瞧了一眼下方, 忍不住骂了一句。 赵明明也是皱了眉头, 这地形怎么看着那么管? 我望向远处, 见着棺材谷四周, 皆是陡峭山壁, 将这谷地团团围住, 密不透风, 从风水上来说, 实在不能算是个极力的格局。 进棺材谷的路只有一条, 我们五人继续朝前进发, 在张浩和李征的抱怨声中, 终于在天完全黑下来前, 来到了谷口。 这山谷的入口仅有三米多宽, 两边峭壁森然, 一眼望进去, 里面昏昏暗暗。 李征忍不住吐槽, 我他妈怎么觉得, 咱们真相敬了一口棺材。 赵明敏和张浩二人也是皱眉, 打量着周遭地形, 被我们带在身边的发便男, 此时也是缩头缩脑, 东张西望的。 鬼鬼祟祟地干什么? 李征瞪了一眼呵斥道, 发便男有些不安, 你们, 你们中途果然厉害, 居然还有这样的地形。 李征冷笑, 这有什么稀奇, 我们地大物博, 什么东西没有, 坐井观天的青蛙。 发便男直勾勾地盯着前方, 我问他是不是见过这种棺材地势。 我是见过发便男吞了口唾沫, 我们南洋一座岛上, 就有一个形状像棺材的谷地, 被我们称作圣谷, 不过比起你们这个, 我们那个谷可就要小得多了, 只能算是小棺材谷。 张浩吃的一声笑道, 圣谷? 你们管一个棺材谷, 叫圣谷? 不会还对着那个谷坟香膜拜吧? 发便男神色肃然, 连连摇头, 那真是圣谷。 你们不要侮辱我们的圣谷。 说你胖, 你还上了是不是? 李珍挥起拳头做事就要打, 被我拦住了。 我问发便男他们圣谷的由来。 发便男说他也不是特别清楚, 最流行的传说是, 这圣谷里葬了四位南洋著名的大师, 但也有另外一种说法, 说是圣谷下面其实埋着一个恐怖的邪神。 要是被那东西出来, 全世界都要遭殃, 所以我们四位大师就把自己葬在圣谷里面, 为的就是把邪神封阵。 张浩听得摇头直笑, 什么邪神不邪神的, 还全世界都要遭殃, 你让他来我们这边试试, 光我们家明明就把他给收拾了。 这家伙还真什么时候都不忘给他的心上人拍一记马屁, 不过赵明明显然不吃他这一套, 醋梅横了他一眼, 别什么都往我身上扯。 李珍表兄弟俩都对发便男的说法嗤之以鼻, 不过我倒觉着那传说也不是没有道理, 像这种棺材谷的地形, 本身就有极强的风阵作用, 真要说以此地来风阵斜碎的话, 也说得过去。 我们一行人从谷口进入, 穿过一小片茂密的林子, 前方就豁然开朗起来, 遥遥望去, 见昏暗的天光下, 地面扶着许多低矮的房射, 看过去隐隐绰绰。 怎么没有灯, 大家都有些奇怪。 按说这时候天色已经挺晚了, 但这些人家全都是乌漆马黑的, 一点光亮都看不到。 你妹的, 怎么看着跟乱坟堆似的? 李正脸色有些不太好, 低声咒骂了一句, 嘿,棺材谷, 乱坟堆, 还真合适。 正说话间, 前面过来两个人, 过不多时, 就到了镜前, 是一男一女二人, 男的四十多岁, 手里拎着一个竹篮子, 女的十七八岁, 一条腿一瘸一拐的, 显然腿脚不太方便。 几位要去哪? 那男人主动跟我们打招呼, 眯着眼睛端向着我们。 大叔, 我们是过来旅游的, 想去里面看看, 不知道方不方便。 我笑着上前说道。 那大叔正要说话, 李正突然问道, 这里是不是棺材谷啊? 大叔听了, 眉头就是微微一皱, 跟他一起来的那个姑娘, 却是不满道, 什么棺材谷呀? 你胡说什么? 我们这里是二月谷。 他说的是当地口音, 语调又软又酥, 虽是斥问, 却也相当好听。 我这朋友就是嘴臭, 二位见谅。 我抱歉的。 好你的陈平, 你说谁嘴, 李正在后头气得跳脚, 不过大概是被赵明明给瞪了, 说到中途又闭了嘴。 那姑娘扎了两根又黑又亮的辫子, 圆圆脸蛋, 乌溜溜的眼睛在我身上转了转, 一笑, 就露出细白整齐的牙齿。 你这人说话还挺好听, 告诉你哦, 我们这里是二月谷景佳镇, 那些外面的人瞎说八道, 才叫我们棺材谷。 对, 外面的人不懂才乱说, 我笑着附和道。 聊了几句, 知道这二人是父女俩, 父亲叫景山, 女儿叫景芳。 他们这里之所以叫景佳镇, 是因为这里的人大多数都是姓景的, 我一听, 倒是跟谢宁他们村子差不多, 估计是早些年某个景姓家族迁居到此, 发展而成。 父女两人是刚才摘了些新鲜野菜, 正要回去, 听到这边有动静, 才过来看看。 听说我们要去他们镇上看看, 警方突然脸色一沉, 阴森森地说, 你们不怕被吃了呀。 李征下的后退一步, 你们真吃人。 哈哈, 你可真有意思啊。 警方捧着肚子, 笑得前腐后仰。 他父亲景山摇了摇头, 抱歉道, 几位别见怪, 我家这姑娘就是调皮。 警方笑得不行, 你们应该是从红河镇里过来的吧, 那里的蠢蛋们没告诉你们, 我们这里会吃人, 没警告你们, 千万不要来。 这种鬼话, 你以为我会信? 李征也知道自己刚才是被人姑娘给唬了, 哽了哽脖子狡辩的。 我们一边说话, 一边跟着妇女二人进鼓。 警方那姑娘性格十分开朗, 路上叽叽咯咯地笑个不停, 一直抓着我问东问西的。 听说我们是从江城来的, 他又很好奇地问江城的烟壶是不是真的很美, 还有美女帅哥是不是真的很多。 我说是挺多的。 那跟你还有这位姐姐比, 怎么样? 他指了指赵明明问。 我说他属于一流, 我属于墨流。 赵明明听得面上一洗, 警方吸得一声笑道, 你这人果然说话好听, 你看人家姐姐都笑了。 不过嘛, 我觉得你也长得很好看, 我就喜欢你这种类型的。 李正阴阳怪气地讥讽道, 陈平你听到了没, 人家小妹妹都给你表白了, 要不留下来做女婿算了。 芳芳? 警叔板着脸呵斥了一句, 又抱歉地朝我道, 小哥别介意, 我家这姑娘从小没心没肺, 想到什么说什么, 可不是有心的。 我当然不会在意, 说就是开玩笑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 就是开开玩笑了, 小哥哥哪里看得上我这种土里土气的乡下妹子。 警方嘻嘻哈哈地, 又埋怨道, 你看我爸给我起的啥名字, 叫什么方方的, 都老土死了。 有着姑娘说个不停, 一路倒也不觉沉闷, 此时已经进了镇子里, 道路都是用碎石铺就, 两边的防射箭的都颇为低矮, 最高的也就是两层, 四下里黑乎乎的, 颇为冷清, 偶尔才看到有几个人影在远处晃过。 我就问, 这么晚了, 怎么镇上不点灯? 警方催声道, 这是我们景家镇的规矩, 不害不点灯。 我一算, 害时纳得到晚上九点了。 这什么奇怪规矩, 李征忍不住吐槽。 警方这回倒没有对他, 我也觉得这规矩不好, 不过, 这是从祖上一直传下来的, 我也没办法。 说话间, 我们就来到了一处大宅子前, 我们这时才知道, 警方那位貌不惊人的父亲, 竟然是景家当代的组长。 这宅子很大, 有好几进房舍, 警方冲屋里喊了一声, 不一会儿, 就迎出来一个中年妇人, 这就是警方的妈妈了, 热情地招呼我们进门, 接着又去厨房张罗饭菜。 院子正中摆着桌子椅子, 警方就招呼着我们在院中坐了。 此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但天空有月亮, 倒也不算完全看不见。 赵明敏坐在我边上, 微微往我这边侧了侧, 低声说, 这里的人挺好的呀, 不像外面的人说的那样。 我说是挺好的, 应该是外面的人有误解。 明敏, 这个挺好吃的, 你吃吃看。 张浩殷勤地把一盘果干 端到赵明敏面前, 你这个位置不太好, 要不跟我换换? 都一样, 就这样坐着吧。 赵明敏拿了一颗果干吃。 警妇和警母都在屋里忙活, 警方那姑娘给我们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来, 就陪着我们在院里说话。 你们不点灯, 怎么做饭? 张浩好奇地问, 不是有火光吗? 警方笑嘻嘻说, 而且我们警家镇的人, 视力要比普通人好点。 李征不以为然, 你们大晚上的不点灯, 电视都看不了, 视力当然要好了。 警方却说, 我不是说那个, 他一直对面屋子, 你看看, 屋檐下边写的是什么字? 我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李征盯了好一会儿, 气了一声说, 那里有字吗? 黑咕隆咚的, 这哪看得到? 警方扬了扬眉吗? 笑, 我就看得到啊。 李征不信, 他跑到一个昏暗的角落, 做了个手势, 问警方他比的是几。 警方只看了一眼, 就说是四。 李征又比了几次, 警方又连着说了几个数字, 不一会儿, 他就神色震惊地跑了回来, 直愣愣地盯着警方, 你真能看清。 警方嘻嘻笑道, 我还骗你不成, 我们警家的人啊, 视力都好, 就算天黑了, 我们也大致看得见, 不过也没那么夸张, 比白天还是要差上不少的。 所以, 就算是有不害不点灯的规矩, 也不觉得有太多不方便。 李征和张浩面面相去, 都觉得这有点不可思议。 赵明明连看了警方几眼, 诧异地说, 你这怎么有点像夜眼? 李征兄弟俩不明所以, 问什么是夜眼? 其实我也跟他想到了一块, 我们所说的夜眼, 是一种法术。 顾名思义, 这种法术, 就是能让人在黑夜中看清东西。 不过跟普通法术不同, 这夜眼是个炼眼的过程, 一旦炼成了, 就是永久性的, 就算不用施法, 也能在夜里施物。 炼夜眼的法门有许多种, 各门各派也不尽相同。 不过到了近代, 悬门没落, 很多炼夜眼的法门都已经丢失了, 如今只有像天师道, 茅山等道门大派, 或者是一些代代相传的玄学世家, 还藏有炼眼秘书。 其他的, 就算是杨远宁等有名的风水大师, 也不见得懂。 我们这一派相诗, 祖师爷也有传下炼夜眼的法子, 只不过这法子实在有些过分, 最少需要炼眼三年, 而且这三年内必须用不蒙上眼睛, 不能见光。 这我哪受得了, 有这三年功夫, 还不如拿来多琢磨其他法术呢, 所以我虽然学过, 但没去炼过。 后来在图山笔记里, 我也找到过两门炼眼的法子, 一门是天师道的, 跟茅山和轻微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图山只记录了一门。 另外一门是全真教的, 炼法跟俘禄三宗的截然不同。 但两者都有个共同特点, 就是炼眼的时间很长, 至少需要两年以上, 而且期间眼睛会有妨碍, 虽然不像我们那种需要蒙眼三年, 但还是会有诸多不变。 我这一天天的, 几乎没什么闲的时间, 哪有空去折腾这东西。 相比起来, 这锦家人倒是让人羡慕, 居然天生就自带夜眼, 虽然相比真正的夜眼要插上不手, 但这都是白白得来的,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那发便男坐在一边, 老老实实地吃着东西, 一直一声不吭的, 这时也忍不住插嘴说, 你们这叫夜眼, 在我们南洋叫神眼, 只有少数几位大师才会。 想不到你们这里的人, 居然天生神眼, 你们中途实在太厉害了。 李征冷哼道, 现在知道怕了吧。 发便男连连点头, 我就是被川海那老混蛋骗的, 早知道我哪敢跑过来, 你们中途太吓人了。 我不要好笑, 这家伙是真被张公前婆那对老头老太给吓惨了, 现在看到什么都慌得不行。 饭吃到中途, 彼此间也熟悉了不少, 我就跟警方打听阵里最近有没有来过外人。 有啊, 来的不少。 警方笑嘻嘻地说, 洪河镇那帮人不是天天给我们宣传, 说我们是棺材骨, 还会吃人骂, 结果反而有不少人贪刺激, 跑过来玩的。 我就描述了一下林伯父, 以及南洋那两群人的样貌。 警方挠挠头想了想, 说, 你说的老光头, 我肯定没见过, 不过好几天, 的确是来过一队人, 大概有十多个吧, 有老有少的, 跟你说的有点像。 他的记性很不错, 还跟我描述了一下几个人的样貌, 我们几人都觉得挺像黄老先生和杨远宁几个。 那他们还在镇上吗? 赵明敏急忙问。 警方摇头说, 老早就走了, 他们就在镇上停留了一晚, 第二天就没人了。 据说是凌晨离开的, 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我问他鼓里出了我们进来那条路, 还有没有其他出口? 警方说没有, 我们这二月鼓呀, 四面都是峭壁, 就那一个口子, 密不透风的, 再加上这外形确实有点那啥, 所以就被外头那些人叫成棺材鼓。 这时, 发便男突然插嘴问, 那你们鼓里是不是风筝了什么东西? 比如什么邪神之类的? 警方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哪有的是, 我们住这儿好多年了, 哪有什么邪神的, 是镇外那些人说的吗? 发便男忙说不是, 说他们南洋那里也有个这样的山谷, 里面就封了邪神。 警方一听, 就很感兴趣, 说原来你还是外国人呢, 汉语说得很溜的嘛, 又问他那的山谷是什么样的, 发便男又把刚才讲过的那一套讲了一遍。 你说林伯父他们去了哪里? 双双他,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赵明明有些忧心忡忡地低声问我, 黄老先生带的那一对人神神秘秘的, 我还真琢磨不出他们会去了哪里, 倒是林青霜他们有点麻烦, 万一他们压根没来这里呢? 只是不管怎样, 天色都已经这么晚了, 也只能现在镇里住上一晚, 等明天再说。 警方家的院子很大, 屋子更是多得不行, 只是他们家却只有三口人。 张浩就有些好奇地问他, 他们家人又不多, 盖那么多房子干什么? 提到这个, 警方就有些郁闷, 说他们祖上一直比较避世, 规定族人必须生活在谷内, 不能搬到外边居住。 早些年还好, 大家都还一直秉持着这个传统, 不过到了近些年, 很多人就不愿再守在这小山沟里过日子。 虽然老一辈强烈反对, 但也挡不住镇里的年轻人陆续离开, 去往城里。 如今这警家镇里, 大多只是剩了些老人孩子, 警方的两个哥哥, 如今都在外地发展。 他要不是, 小时候腿出了意外, 落下了残疾, 说不定也已经去了其他地方。 所以现在警家镇里, 其实没多少人, 空了大半的房子, 平日里也很是冷清。 倒是时不时有些外地的游客, 因为听外边的人说这里是什么棺材谷, 贪图刺激过来旅游探险的, 给镇上增添了些热闹。 不过大多数人来过之后, 都是大失所望, 因为谷里的人不吃人, 除了点灯碗, 也没有其他奇怪的地方, 住个几天也就扫兴离开了。 吃过饭后, 警方给我们安排了房间, 他家空着的屋子多得很, 李征和张浩表兄弟两住了一间, 我和发便男住了一间, 赵明敏单独住了一间。 之后我问警方, 能不能带我在镇里四处转转, 赵明敏也要求通往。 李征和张浩二人爬了一天的山, 累得哭爹喊娘, 恨不得早早地上床睡觉, 不过见赵明敏要去, 他俩也硬撑着跟了过来。 于是就一起出了警家院子。 走在青砖铺就的道路上, 四周的房舍都是黑漆漆的一团, 然后又回了屋。 这倒是个挺新奇的体验, 赵明敏等人一路走来都是嘖嘖称奇。 我私下拜托警方, 他在镇里人头熟, 让他帮我留意着点, 要是看到有老光头和林青霜 这样样貌的人进入镇里, 就赶紧告诉我。 警方笑着硬了, 说镇子小,出点什么动静, 他肯定都知道, 让我放心。 说话间, 我们绕过一间石屋, 远远地见东方有黑压压的一大片建筑, 折服在黑暗中, 我有些好奇地问那是什么地方。 那里啊, 是好多年前, 我们组里建的一个山庄, 大概警方想了想说, 得有一百多年了吧, 反正是我们好几代之前建的。 张浩很是感兴趣, 这么多年了, 那都算文化遗迹了吧, 我们能不能去看看。 警方确实摇头, 这个不行, 那里不能去的, 说起来, 算是我们镇里的近点。 他这么说, 反而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 赵明敏提议能不能靠近看看, 不进去。 警方好歹是答应了, 领着我们来到近处。 好家伙, 这得花多少人力物力, 这么大一片, 只可惜现在天太晚, 看不清楚, 众人纷纷惊叹。 我看着那一大片建筑, 却是吃了一惊, 因为这山庄看起来实在太眼熟了, 我忙问警方, 你们这山庄叫什么名字? 警方有些犹豫, 这个我也不方便说。 不会是叫波耳山庄吧? 我问, 警方啊得吃了一惊, 小哥哥, 你怎么知道的? 你听谁说过吗? 我心中念头极转, 这竟然真的叫波耳山庄? 虽然眼前这个山庄在黑暗中看起来十分破旧, 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但其格局就跟千岁胡皇家那座山庄一模一样。 它的最前面也是一座牌坊, 原本应该书写着波耳山庄四个大字, 只是这里的牌坊倒塌了一半, 字迹也已经被风雨腐蚀得看不出来。 波耳山庄? 我怎么听这名字啊? 是不是黄老先生在千岁胡剑的那一座? 赵明明诧异不已。 当初波耳山庄发勤俭, 在江城上层圈子很是引起了一阵轰动, 李珍和张浩自然也是听说过。 就是黄家那个波耳山庄? 陈平你确定这两个长得一样? 李珍怀疑地问, 我没接他的话查, 心中一直在想究竟这两者有什么联系, 不出意外的话。 黄老先生这次带了那么多人出来, 只怕就跟眼前这座废弃的山庄有关, 否则实在无法解释当中的巧合。 我本想再靠近些看看, 正在这时, 突然一声淒厉的尖叫自西南边响起, 我们吃了一惊, 齐齐转身看去。 出什么事了? 警方喃喃地说, 我怕出什么意外, 也顾不上这山庄, 往西南方赶去, 其他人也纷纷跟上。 走不多时, 拐过几间屋子, 就来到了一处空壁。 此时周遭虽然没什么灯光, 但月亮从云层中钻出, 轻气的月光洒落下来, 照得四下景物颇为亮堂。 一看清地上的情形, 众人就是一阵惊恐万分的尖叫。 警方直接被吓得坐到在地, 紧紧捂住了双眼, 赵明敏和李征表兄弟俩连叫了几声, 脸色煞白地直往后退, 倒是发便男还算镇定一些, 不过也是惊魂未定。 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人, 不对, 确切说应该是一个被分成了两半的人。 这人就像是被什么巨大的戾气, 从头顶劈下, 给活生生地劈成了左右两半。 但很奇怪的是, 他周围的地面居然看不到什么血迹。 在这具尸体旁边, 躺着一个打扮时髦的年轻女人, 双目紧闭, 胸口微微起伏, 大概是被吓晕了过去, 刚才的尖叫有可能就是他发出的。 只不过, 除了这一人一尸外, 现场还有个年轻姑娘。 这人穿了条束腰白色长裙, 身材婀娜, 红色发绳随意地竖了个马尾, 手里拿着几颗这边特产的红果干, 站在那两半尸体旁边, 一边吃一边看。 我看清这女人样貌, 心里不禁直犯嘀咕, 心说怎么哪哪都有她。 这吃果干的姑娘不是别人, 正是小慧。 不过看这样子, 不用想也知道, 她绝不是黄夫人身边的真小慧, 又是某人易容的。 我先上前探了她那昏迷女人的脉搏, 见她身上并没有其他外伤, 知道纯粹是给惊吓的, 也就暂且没有去管。 转而去看, 那具被劈成两半的尸体, 大致能看出是个挺年轻的男子, 穿着剑花衬衣, 但十分诡异的是, 这人被劈开的伤口一片焦黑, 就如同被烈火灼烧过一般, 以至于人虽然成了两半, 周围却没什么血迹。 这, 这到底什么东西啊? 这时, 张浩和李征纯青脸白的, 跟着发便男一起搭着胆子凑上来。 至于赵明敏和警方, 还躲在一边, 不敢往这边靠。 你, 你不是那个? 发便男突然看到了小慧, 十分吃惊地指着他, 往后连退了几步。 经他一提醒, 李征和张浩也认了出来, 毕竟当初在西元晚宴上, 这贾小慧一手指水成符, 可是震惊四座, 出足了风头。 你是陈平的朋友吧? 你, 你好。 李征挥手跟他打招呼。 只不过那贾小慧就跟没听见似的, 连眼皮也没抬一下, 浩整以侠地吃着他的果干, 吃得嘴唇红扑扑的。 我本来想问问他, 这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一看这情形, 也就不去自讨没趣了。 正在这时, 突然又是一阵惊恐的尖叫, 自西边传来。 是双双? 赵明敏突然惊叫了一声, 不由分说, 就往西边奔去。 我听这声音, 的确是有点像林青霜, 立即随后赶去, 急奔了一阵, 就见前面隐隐, 绰绰站着几个人。 谁? 一声呵斥。 我听那语调颇为古怪, 心里一动, 来到镜前, 果然见到了几张熟悉的面孔, 正是南阳那一伙人。 刚才出声斥问的, 就是那老光头, 在他身边, 还站着那个, 曾被假小慧泼茶, 砸晕的壮汉, 和另外一个中年女人。 林青霜就被抓在那个女人手里, 神色惊恐至极, 见到我, 惊喜地大叫, 陈平! 陈平快救我! 我听他叫喊声中气十足, 应该没受什么伤, 稍稍放心, 扫了一眼地上, 见又是一具被劈成两半的尸体, 不过这次是被蓝腰斩成了两截。 跟之前那句一样, 伤口焦黑, 撕裂火灼烧, 周遭没有什么血迹。 这时, 赵明敏和其他几人相继赶到。 双双! 几人又惊又喜。 林青霜哭道, 明明你们来了, 快救我! 李征气急败坏地指着老光头等人。 你们这帮狗东西, 还不快把双双给放了? 老光头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目光又转到了我身上, 把东西拿来换, 否则这小丫头就没命了。 一出口, 声音还是异常的洪亮。 李征大怒一把抓过发便男, 立声道, 你看这是谁, 我拿他的命换双双。 老光头皱了皱眉头, 冷笑道, 我说过了, 只有白玉老虎才能交换这丫头。 那你是不要他的命了? 李征恶狠狠地问。 老光头冷哼一声, 没有说话, 无疑是默认。 我靠你个老东西, 老混蛋, 我皱你十八代祖宗。 发便男忍不住破口大骂, 但不管他怎么骂, 老光头却是无动于衷。 光头, 咱们要不好好谈谈。 我出声说道, 他身后的壮汉顿时怒吼一声, 什么光头, 这是川海大师。 老光头白白手, 语调古怪地道, 谈什么? 你想要白玉老虎, 这是好商量, 不就是监狱器吗? 不过, 你得先保证林家小姑娘的安全, 否则我怕你就算拿到东西, 也没命离开。 我微笑道, 老光头面色阴沉, 还没有表态, 那壮汉却是怒气冲冲地瞪我一眼, 何道, 你是想威胁川海大师, 我? 他刚说到一个我字, 突然瞳孔一缩, 脸色刷得变得煞白, 不由自主地蹬蹬蹬倒退几步, 躲到了他同伴后面, 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我回头一瞧, 原来是那假小慧, 吃着零食果干过来了, 不由一阵好笑, 心想这铁憨憨, 怕是已经被他吓出阴影了, 简直是文声褪毙三千里啊。 只不过假小慧压根没搭理对方, 一个人在那边吃小零食, 边瞧尸体。 见他出现, 老光头的脸色也不太好, 允诺道, 咱们又不是什么生死仇敌, 最好是能和睦解决, 只要拿到白玉老虎, 我自然把人好端端交回给你们。 一言为定, 我当即拍板。 这棺材谷里怪事连连, 风波诡诀, 之后也不知还会发生什么事, 最好是先把南洋这伙人给安抚住, 先保证林青霜的安全再说。 双双, 你别怕, 我们都在的。 赵明敏一直在安慰闺蜜。 林青霜哭得稀里哗啦, 抽叶道, 刚才, 刚才吓死我了, 呜呜。 李征急忙问他,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问地上的人是不是被老光头他们杀的。 林青霜一个劲摇头, 脸上毫无血色, 显然惊恐至极。 我, 我们刚进镇子, 他, 他指着地上的两截尸体, 这人就站在这里, 逛, 川海大师正想上去问路, 突然, 突然有个高大的黑影冒了出来, 手里拿着一把大刀, 一下子就把这人给砍, 砍。 说到这里, 已经吓得说不下去。 我看向老光头, 他点了点头, 神色凝重地道, 小姑娘说的没错, 这人是被一柄大刀给劈死的。 他比划了一下, 照他描述这刀得有一人多高。 瞎扯吧, 哪有这么长的刀? 李征忍不住反驳。 但林青霜也说, 确实是那么长的刀。 也不是没有这么长的刀, 比如掩月刀。 张浩插嘴道, 就比如关公的青龙眼月刀, 你们都知道吧, 就有那么长。 他话刚说完, 林青霜就拼命点头, 对对对, 就很像是关公的那种长刀, 反正是很长很大。 老光头接着道, 那人身材很高大, 而且穿了一身盔甲, 但是速度实在太快, 一闪就把人劈成了两截, 看不清脸。 我问是什么盔甲? 像是你们中途古代的盔甲。 老光头迟疑了一下说, 当时那黑影突然从暗中冒出, 一闪而过, 人就被拦腰斩断, 老光头他们甚至还没反应过来, 那黑影就已经消失了。 林青霜哪见过这么恐怖的场面, 吓得大声尖叫。 大师见多识广, 能不能看出这伤口是怎么造成的? 我问。 老光头盯着那两截尸体瞧了半声, 摇头道, 实在是奇怪,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 要说这人被大刀一斩两断, 这只要是力气够大, 出刀够快, 这的确是能做到的。 但要造成这种灼烧伤, 以至于血半点不见出, 这就诡异得很了。 这时镇里的其他居民听到响动, 也赶了过来。 爸! 警方脸色苍白地, 扑进父亲怀里。 见到地上的死人, 其余人都是吓得纷纷惊呼。 到底怎么回事? 警叔轻拍着闺女后背问。 警方当即连珠炮似的, 把事情说了一遍。 你是说穿着盔甲, 拿着一把大刀? 警叔大吃了一惊, 急忙抓住女儿的胳膊问。 是啊, 那个光头大伯说像关公老爷的刀, 把你抓得我有点疼, 警方有点被吓着了。 这时, 那些个居民突然气气跪了下来, 在地上连连磕头。 神将显灵, 又我族人啊! 众人扶地大喊。 警叔也拉着警方跪下, 朝着东边磕头不止。 我们都被惊住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神将显灵, 诱我族人! 随着呼喊声越来越高, 更多的居民从屋里出来, 跟着跪在地上, 大声祈祷。 此时一阵嚎啕大哭声响起, 原来是, 之前那个昏迷的女子醒了, 赵明明上前又是哄, 又是劝慰, 好说歹说, 把她安抚了下来。 据她说, 她是和男朋友一起来这里游玩, 晚上两个人出来散步, 没想到, 一个拿着大刀的黑影突然冒出, 一刀就把她男友给劈成了两半, 她吓得当时就昏了过去。 这情形和林青霜他们看到的差不多。 在磕头祈祷有小半磕钟后, 锦叔总算带着其余人起来, 又找了几个人把两具尸体暂且收敛起来。 那女子哭喊着要找出凶手, 给她男朋友报仇, 人群中走出来几个老人, 神色严肃地让她闭嘴, 不要乱说话。 你们是不是去过山庄? 一个白发老人盯着女子立声问。 那女子被吓得一哆嗦, 神, 什么山庄? 老人往东边一指, 就是那座山庄, 那是我们镇里的境地, 早告诉你们不允许靠近的。 你们是不是去过? 那, 那个破地方有什么好去的, 我们没, 那女子想要矢口否认, 可是被那老人一下, 顿时一个机灵, 我们是去过, 就是好奇看了一眼。 老人一跺脚, 怒气冲冲地道, 就是你们亵渎了山庄, 惹恼了神经, 才招致了杀身之祸呀。 什么亵渎, 不就是一个破山庄? 那女子还要辩解, 被众人训斥了一顿, 吓得缩了回去。 几个老头找到景叔, 群情激愤。 组长, 我们早就说了, 不应该让外人进来, 你非不听, 现在出事了, 你看怎么办? 景叔只好拉着几人到, 一边去商议。 赵明明找到我, 低声问, 陈, 陈平, 你说, 咱们该怎么办? 我见他一张小脸, 苍白如指, 有些六声无主的, 说道, 别慌, 先想办法救人。 嗯, 赵明明点头应了一声, 我去找了老光头, 大师, 现在的情形你也看到了, 这里可不太平。 老光头皱眉道, 陈先生意下如何? 这样, 大师无非是为了 治白玉老虎, 也没多大厉害冲突, 不如咱们暂且化敌为友, 等找到我林伯父他们, 我做主跟向林伯父 把东西讨了过来如何? 我笑说, 你做得了主? 老光头盯着我问, 当然, 我先大包大揽了再说, 老光头盯着我片刻, 点了点头道, 好, 我信陈先生的话, 从现在起, 咱们暂且和睦相处, 不过这小姑娘, 我可还是要待在身边。 可以, 我一口答应。 我刚说完, 就听林青霜气氛的教导, 陈平你怎么能这样, 快救我走。 我只当没听见, 这时景叔把镇上其他居民的情绪 安抚了下去, 不过脸色却是极差, 过来让我们先回去, 不要在外面逗留。 我和这位组长商量了一下, 他也同意让南阳这伙人先住到他们家。 等我们走到景家院子门口的时候, 院中啪地亮起了灯, 紧接着四周的屋子也纷纷亮灯, 原来已经是到了害时了。 有了这灯光映照, 众人也稍稍舒了一口气, 似乎光亮能带来些许安全感。 警方把老光头一行人 安排到了院子北边的几间房里, 不过老光头却拒绝了, 只要一间就行, 传给林青双睡, 他们打坐就行, 倒是谨慎得很。 我们回到屋中, 李征就急不可耐地质问, 陈平你到底怎么想的, 就这么让双双落在那群蛮子手里?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反问。 李征道, 这还用说吗? 人就在眼前了, 赶紧救人呀。 那要不你去? 我看着他问, 你, 李征气节, 敏一找你来, 不就是让你, 帮着就双双吗? 你到底怎么回事? 这时赵明明打圆场道, 李征你少说几句, 陈, 陈平也没说不就双双, 只是现在双双在那帮人手里, 咱们没法应来。 明明说的有道理, 表弟你也别急, 这不双双, 现在还好端端的吗? 张浩对赵明明的话, 自然是一百个赞同。 被他俩这一通说, 李征狠狠拍了一下大腿, 可我看到双双那可怜的样子, 我就心里难受, 我真想替他吃苦的是我。 我一听, 给他提了个建议, 要不我去跟对面商量商量, 换你去当人质。 你, 你说什么风凉话呢? 我是想话, 那也得那群蛮子啃啊。 李征一张脸, 长得通红。 赵明明忙拍了他一下, 看到我说, 陈平他, 他跟你开玩笑的呢, 你当真什么呀? 李征气道, 明明你最近怎么老是帮这人说话? 赵明明脸蛋疼得一下红了, 一跺脚, 脑道,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什么时候帮他说话了, 我只是就事论事。 张浩也沉了脸道, 表弟你可别乱说, 明明怎么可能帮他说话? 我还真没什么心思听他们在那吵来吵去的, 往窗外看了看, 见此时几乎大半房子都亮起了灯, 外头人声嘈杂, 大概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把整个小镇的人都给惊动了。 行了, 什么都别说了, 你忘了临出来是答应我妈的, 所有事情都要听陈平的。 赵明明最后说得来了脾气, 手往桌上一拍, 总算终止了一场闹剧。 这棺材谷地方偏僻, 手机信号也是时有时无, 我之前收到谢宁的消息, 知道他跟何有道已经到了山谷附近, 不知道现在哪里。 你们说, 那杀人究竟是什么东西? 张浩忧心忡忡地问, 咱们怎么这么倒霉, 不仅双双没救回来, 还遇到了这种事情。 提到这个, 几人都是脸色发白, 毕竟刚刚看到的一幕, 实在是太诡异可怖。 所以我就说了, 得快点把双双救出来, 我们赶紧地走人。 这什么破棺材谷, 一听就不是好地方。 我现在真是一刻都不想待, 李正抱着胳膊, 哆嗦了一下。 我靠着窗口正琢磨事情, 突然外面起了一阵骚动, 传来几声惊呼。 又怎么了? 屋里几人一下子就紧张起来, 如同惊弓之鸟。 正在这时, 房门砰砰砰地被拍了几下, 传来警方的叫声。 赵明明把门开了, 就见警方气喘吁吁地进来, 脸色泛白, 又死人了。 我们盲问怎么回事? 警方倒了一杯茶, 咕嘟咕嘟喝了, 才目录惊恐地把事情说了。 原来, 自从刚才的事情发生后, 镇里人心惶惶, 他父亲带着人挨家挨户地找过去, 安抚众人情绪。 警叔身为组长, 还是颇有威信的, 镇上的人也都听他的。 麻烦的是, 如今镇上还住着一些外来的游客, 之前被斩成两节的两名男子, 就是前几天住进来的。 警叔让他们待在屋子里, 千万别去外面乱走, 可就在刚刚, 有两个外地游客不听劝告, 偷偷溜了出去, 想要连夜逃出谷去。 结果等警叔带人追出去的时候, 就发现, 二人已经变成四节, 听警方说完, 屋中鸦雀无声。 这到底是什么? 是, 是鬼吗? 李征声音发颤地问。 警方忍不住又喝了口水, 看看我, 又看看其他人, 我听, 听这里其他老人说, 是无头神将。 我们听得一愣, 无, 无头神将? 那是什么玩意? 李征哆嗦了一下。 警方说, 其实我小的时候就听人说过无头神将, 但到底是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 可能得问我吧。 正说着, 刚好听到外头警方的妈妈在问, 回来了, 现在外头情况怎么样? 显然是警叔回来了。 警方立即跑了出去, 不一会儿, 就把他父亲给拉了进来, 让他给我们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这无头神将, 警叔接过闺女, 倒的茶水喝了一口, 叹气道, 其实是我们上上一代的组长, 可不是什么厉鬼。 我们听得都是十分诧异。 啊, 无头神将是咱们组长? 警方吃惊地问。 警叔神色凝重, 沉默了一会儿道, 方方, 你知道, 你爸是怎么当上这个组长的吗? 说到这个, 警方脸露微笑, 有很是骄傲地道, 当然知道呀, 我爸能力强, 人员又好, 被大家一致推选的吗? 警叔失笑, 宠溺地拍了拍他脑袋, 摇头道, 其实在以前, 咱们警家的组长一直是敌传, 而不是靠推选的。 我知道呀, 听说以前一直是由大房的人当组长的吗? 警方笑嘻嘻地说, 警叔怕我们不理解, 就解释说, 他们警家镇的人是很久以前, 一个性警的家族为了躲避战祸, 而迁居到这里的。 而所谓的大房就是直警家的嫡系, 而他们这些人都只能算是嫡系。 这么多年以来, 组长之位一直是由大房的人来继承的。 相比普通警家镇的住户而言, 警家大房人丁众多, 不仅掌管组长之位, 也是本地最大的人家。 可是后来, 大房突然遭了瘟疫, 一夜之间所有人都病死了。 说到这里, 警方脸色变了变, 显然还是心有余悸。 瘟疫? 我有些奇怪。 对呀, 就是得了瘟疫。 唉, 听说当时大房所有人都死了, 连家里的猫都没剩下。 警方叹息着说, 我却觉得这是未免太过蹊跷, 什么瘟疫居然能让一个大户人家 一夜间全家死绝, 而没有祸及镇上的其他人。 警叔苦笑了一声, 这事也就骗骗小孩子, 瞒不过几位。 警方气呼呼地问, 爸, 你说什么呢? 你说这是骗小孩子的? 什么意思吗? 他父亲微微叹了口气, 沉默了半晌, 说道, 其实二十年前, 咱们警家大房二十余口人 不是染病死的, 而是被灭门的。 啊? 警方震惊地捂住了嘴, 我们也是吃惊不晓。 警说, 你是说你们镇上, 有大户被人灭门了? 死了二十几个? 张浩目瞪口呆地问。 警叔叹气道, 是, 二十几个全死了, 老老少少, 甚至包括家里的猫猫狗狗, 无意活口。 屋中一片寂静, 只剩了粗重的吸气声。 那找到凶手了吗? 赵明明问。 警叔摇头道, 没有, 其实那件事, 我们都觉得这不像是人干的。 不是人干的? 难道是鬼? 李征哆嗦了一下。 警方抓住他父亲的胳膊摇晃道, 爸, 你赶紧给说说嘛, 我都听得心里一咯噔一咯噔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警叔拍了下他脑袋道, 这是实在太过诡异, 所以也不适合到处张扬, 所以对你们这些小孩子, 就说是染了瘟疫。 不过, 当时山庄里那个惨样, 我连做了两个月的噩梦。 我心里一动, 问道, 山庄? 这是跟般若山庄有关? 警叔一惊, 看了我一眼, 又看了看他闺女。 爸, 我们刚才路过山庄, 我就跟小哥哥他们提了提, 不过我们可没进去过哦。 警方吐了吐舌头说, 哦, 那还好。 警叔松了口气, 神色凝重地叮嘱道, 你们可千万别去山庄, 那地方谁也不准进。 顿了顿, 他叹气道, 那几个断成两劫的, 可能就是擅自偷溜进山庄, 冲撞了先祖, 所以被吐头神匠给斩杀了。 李征他们脸色大变, 拍着胸口说, 好险好险, 幸好没有进去。 我琢磨了一阵, 只觉其中十分蹊跷, 而且林伯父他们的去向, 也极可能与这般若山庄有关, 就请警叔能不能把山庄和吐头神匠的事仔细讲讲。 警叔看了看外头, 又出去外面交代了几句, 这才回来坐下。 这是真要说起来, 大概要说到一百, 一百三十多年前了吧? 警叔回忆道, 我算了下时间, 这一百三十多年前, 正值乱世, 各地封烟四起, 死人无数。 不过蜀中一带向来山高路远, 道路艰险难行, 所以一直以来都算是比较平静的地方。 警家镇又是位于深山之中, 更是如同室外之地, 得以保有宁静的生活。 当时的警家族长五十多岁, 在族人中威望极高, 他严令族人守在谷中, 不得外出。 众人也是谨守族规, 躲在山中避世, 可有一天夜里, 谷中闯进来了一个外人。 那人是个三十岁出头的男人, 穿着一身粗布衣服, 昏倒在山谷的入口处, 被几个人发现抬了回来。 警家镇的人虽然避世, 但为人热心, 不会见死不救, 族长找了本镇的大夫, 忙活了一天一夜, 总算是把那人给抢救了回来。 醒来后, 这人说他是从南方的商人, 可是家里人全在冰灾中死光了, 他一个人流浪到属地, 结果又遇到匪徒, 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无意中到了这里, 就昏迷了过去。 在谷里休养了小半个月后, 他找到族长, 说自己已经无家可归, 而且喜欢这谷里的宁静生活, 希望以后能够留在镇里。 族长在考虑了半天之后, 见他这人谈吐有礼, 温文尔雅, 不像是什么坏人, 就答应了他这个请求。 那个男人自此以后, 就在镇里住了下来, 并且改了姓景, 叫做景田园, 有隐居田园的意思。 这景田园每日里就跟着镇里的居民一起, 重重彩干干浓活, 但他无论是谈吐学问, 还是见闻知识, 都是远比守在山谷里的人来得广。 一来二去的, 族长家刚满二十岁的闺女, 就喜欢上了他这个外来人。 二人虽然年纪差了将近十岁, 不过景家镇的人倒也不太在乎这个, 不久后, 两人就成了婚, 景田园也成了族长家的女婿。 这之后几年, 日子都过得顺顺利利, 虽然外头战火连天, 但谷中却是一片凝合。 可是有一年, 山谷里突然出现了极为怪异的景象, 周边原本郁郁葱葱的树木, 开始慢慢枯萎, 山间的溪水也变得浑浊, 甚至有时候会渗出一缕缕烟红的血水。 所有人都吓坏了, 跑过来问族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即将有灾祸来临的不祥之兆? 而族长也是忧心忡忡, 担心的几天睡不着觉, 而且随着时间推移, 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 当时有几个老人联合请命, 提议他们全族迁走, 这个地方已经不能再住下去了。 族长却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说这是景家的族规, 无论发生什么事, 他们都不能离开这里。 当时很多人对族长这个决断很是不理解, 毕竟这谷里发生的诡异景象, 已经让大家都胆战心惊, 坐立不安, 而且他们种的果树, 养的积压牲畜, 是不是就毫无征兆地倒闭, 弄得人心惶惶。 但介于族长一直以来的威望, 众人虽然不满, 却也选择了服从。 可是眼看着山谷里越来越诡异, 大家还是惶惶不可终日, 就在那段时间, 族长的女婿景天元突然提出了一个建议, 说是要在谷里建一座山庄, 这样就能保镇上平安。 一听他这个说法, 镇上居民都觉得十分荒唐, 都这种时候了, 还建什么山庄, 有什么用? 有许多人更是嘲笑他, 读书人只会纸上谈兵, 竟弄些虚头巴脑的玩意。 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族长竟然真的同意了景天元的提议, 召集全体族人, 开始修建山庄。 景天元把他画好的图纸拿出, 说要按照上面的来修建, 众人一看, 都傻眼了, 这山庄规模之大, 建造之复杂, 简直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要把这玩意建成, 不值得花费多少人力物理, 甚至最终能不能建成, 都还是个未知数。 当时就有很多人表示反对, 但族长却像吃了谜, 要是的, 对他女婿言听计从, 命令全族人全都听景天元指挥。 那个景天元也是雷厉风行, 当天就召集人手, 开始悬旨动工。 不过说也奇怪, 自从那山庄开建之后, 谷里明显安定了不少, 树木枯萎的程度也有所好转。 众人吃惊之余, 也对建山庄的事没了那么多反感。 在所有景家镇人齐心协力之下, 整整建造了三年之久, 这座山庄终于给建好了。 山庄建成之后, 山谷里的诡异现象果然消失得干干净净, 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众人欢欣鼓舞, 在山庄落成后的第三年, 族长因为年纪大了, 从位置上退了下来, 并指定女婿景天元继位。 让一个外人担任族长, 这在族中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但一来, 景天元已经改姓为景, 并且当了景家的女婿, 又生下了儿女, 也算大半个景家人, 最重要的是, 他在危难之际, 力排众议, 提出修建山庄, 挽狂澜于祭岛, 立下了大功。 所以对于景天元来当这个族长, 众人都没有太多的反对意见。 自打景天元成为族长之后, 他改了一项族规, 规定大房所有人, 必须入住山庄之内, 死后也必须葬在山庄之中。 此后, 谷内风调雨顺, 过得和和美美。 景天元在97岁那年老死, 临终时吩咐后人, 将他与已经早塌一步亡故的妻子合葬, 并且葬入山庄之内的官邸之中。 其后的百多年, 二月谷内一直平平安安, 而这座山庄也成了大家, 视为了族中重地。 可是, 只怕连先祖也想不到, 在一百多年后, 山庄里会发生一桩续案, 所有大房的人死于非命。 景叔说到这里, 脸色铁青, 就连端着茶碗的手也微微发颤, 显然情绪激荡地厉害。 爸, 那到底二十年前发生了什么事啊? 您就别卖关子了, 快说吧, 我都快急死了。 警方忍不住催促。 你这孩子, 景叔美好气地看了闺女一眼, 苦笑道, 这是我到现在, 一想起来害怕。 我记得那时是冬天, 已经是腊月里了, 因为第二天要出门去外头买点东西, 我天蒙蒙亮就起了床。 可刚走到门外, 就迎面跑过来一个人, 差点把我撞倒。 那人慌慌张张地, 我一看是二德。 二德说呀, 他干嘛? 警方插嘴问。 景叔美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接着往下说。 我当时看二德脸色不对, 就问他出什么事了, 二德看清是我, 一把抓住我胳膊, 说山庄那边好像出了什么事, 让我跟他一起去看看。 我当时不以为然, 问他能出什么事。 二德说他也不知道, 但刚刚他路过山庄门口的时候, 突然心头咚咚咚连跳了几下, 头像炸了似的, 差点昏倒。 我一听, 也有点犯嘀咕。 景叔说到这里, 向我们解释道, 我这二德兄弟啊, 天生有点跟别人不一样, 就是但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他会有点感应, 心跳加快, 头脑发昏, 这个,嘿嘿, 这是通灵感应, 有些人天生的。 我笑着点头说, 就比如宝。 景叔一听, 松了一口气,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我还怕你们城里人不信呢, 不过我这二德兄弟的感应, 有时候还真挺灵的。 我怕真处神妖室, 就跟他一起跑到山庄门外, 可刚看了一眼, 我就发觉不太对。 山庄里面黑漆漆的一片, 可自打山庄建成以来, 就留下了规矩, 不管什么时候, 山庄里的三十六盏长明灯, 都是不允许熄灭的。 这长明灯用的是烛火, 每天都有人专门照看, 就从来没熄过。 我感觉不太好, 就赶紧跑了过去, 发现山庄大门紧闭, 我们就用力拍门, 而且朝里面大喊。 可是喊了好久, 里面都是静悄悄的, 没人回应。 我和二德兄弟一急, 就顾不得其他, 攀着院墙爬了进去。 结果刚落地, 我脚下就踩到个软乎乎的东西, 差点滑了一跤, 等我看清时, 吓得惊叫了一声, 二德兄弟忙问我干什么。 我当时有些紧张得不行, 指着地上, 那是山庄里养的大黄狗, 竟然倒闭在地上, 已经死了。 而且死法很是吓人, 狗的鼻子耳朵和嘴巴里, 都冒着血泡子。 我当时就急了, 怕山庄里面出了什么大事, 拉着二德赶紧往里面跑, 可刚一进去, 就吓得差点瘫了。 说到这里, 景叔脸色煞白, 声音也是微微发抖。 山庄里, 山庄里到处都是死人, 大人, 小孩,地上躺满了, 眼睛上, 耳朵上都是血, 都是血。 我和二德兄弟吓坏了, 大声叫有没有人, 一边往里面找。 可是没有, 都死了, 一路过去, 都是死人。 一直来到聚气厅。 我听到聚气厅三个字, 心中不禁一动, 当初我们去千岁湖的时候, 我就记得, 波耳山庄里也有个聚气厅, 至今还有印象。 景叔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前方, 颤声道, 我看到厅里一片狼藉, 桌椅散得到处都是, 唯独, 唯独正中那张大椅还在。 一个, 一个身材盔甲的人坐在椅子上, 手里拿着一把大刀, 就像关公用的那把青龙眼月刀。 可是他, 没有头, 头颅已经被斩去了。 他, 他还是鼻挺地坐在那里。 景叔说着说着, 突然两道眼泪顺着脸颊躺了下来, 声音哽咽。 后来我们才知道, 就是我们组长。 整个山庄里二十余口人, 姥姥小小, 男男女女无意活口。 我们? 说到这里, 景叔已经说不下去了。 屋中一片死寂, 任谁也想不到, 在这样一个封闭宁静的小镇里, 当年竟会发生过这样可怕的事情。 爸,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警方小脸发白, 紧张地问。 景叔摇头, 重重地叹了口气, 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们当时检查过, 除了组长之外, 山庄里所有死的人, 包括猫猫狗狗, 都是心脏碎裂, 裂成了七半。 不可能吧, 就算最严重的的心脏骤停, 也不可能裂成七半那么夸张啊。 张浩难以置信。 景叔却是坚持到, 当初我们那么多人亲眼见了, 错不了的, 而且当时, 有件事特别奇怪。 怎么? 我们都是一景。 景叔目录疑惑, 那一晚, 山庄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而且里面的东西, 被摔得一片狼藉, 那么多人死在了那里, 可我们谁也没听到动静, 一点都没有。 会不会是大家都睡着了, 没听到? 赵明明问。 景叔正正了片刻, 最终摇头道, 按理说不应该啊, 那么多人哪, 难道就没人喊救命? 而且夜深人静的, 不应该什么都没听到? 其实我也觉得这里头颇有些蹊跷。 要么是山庄里的那些人, 都是瞬间一骑毙命, 所以, 没有任何呼救声传出, 但根据景叔的描述, 似乎里面曾经有过激烈的搏杀痕迹, 所以这一点有些不符。 那或许有另外一种可能, 是当时山庄里发生了某种事情, 以至于里面的声音传不出去。 爸, 那咱们组长, 为什么会穿着盔甲啊? 警方问。 景叔也是满脸疑惑, 摇头说, 他也想不明白, 当时大家都在猜, 组长之所以穿盔甲, 拿着大刀, 是跟进来山庄的东西搏杀。 怎么感觉好奇怪? 警方喃喃地说。 这的确是颇为诡异, 毕竟如今已经是古时候, 谁会在家里发生惊天巨变的时候, 还去穿一身盔甲出来。 会不会是有土匪, 紧来山庄杀人劫财? 张浩问。 景叔说不大可能, 他们在这里生活了那么多年, 从来还没遇到过土匪强盗, 而且, 除了组长之外, 所有人都是心脏, 碎裂而死, 这不可能是土匪干得出来的。 我琢磨了一阵, 问道, 景叔, 你们那一代组长, 是个什么样的人? 景叔愣了一下, 什么样的人? 我们组长, 脾气性格都很好, 而且威望也很高, 懂得也很多。 那他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 我问。 景叔迟疑, 特别, 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吧, 就是比较喜欢看书, 学识比我们渊博多了。 我问他都看些什么书? 陈平, 你问这个干什么? 有关吗? 李征忍不住插嘴。 我没理他, 景叔想了想说, 好像看的还挺多的, 我还见过, 不过有些书我看得懂, 有些就不懂了。 我问他看不懂的, 都有些什么? 好像有那个, 景叔挠着头回忆, 时间太长, 有点记不清了, 什么紫薇? 对了, 有什么六摇? 紫薇和六摇? 赵明明诧异地低呼了一声, 张浩盲问怎么了? 赵明明说, 这书名带紫薇和六摇的, 肯定都是跟玄学有关的。 景说, 你们组长也懂玄学吗? 景叔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个玄学, 是什么? 就是算命先生那种吗? 是, 也不完全是, 赵明明一时也不知该怎么解释。 景叔摇头说, 我们从没见组长给谁算过命, 也没听说组长懂玄学。 话虽如此, 但我几乎可以肯定, 当年那位组长或多或少, 肯定是懂玄学的, 说不准还是个高手也不一定。 按照目前情形看, 千岁胡皇家那座波热山庄, 极有可能是黄老先生仿照这里的废弃山庄修建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当年修建这座波热山庄的景田园, 就绝对是个深谙风水之道的大行家。 既然如此, 他的后代子孙会懂玄学, 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先别管什么书不书的了, 但后来到底又怎么样了? 李正嚷嚷着道。 景叔回过神来, 微微叹了口气, 接着往下说。 我们查来查去, 都弄不明白那晚山庄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也有人说, 是有恶鬼作祟, 是恶鬼害死了族长全家。 我们族长之所以身穿盔甲, 手握官老爷的大刀, 就是再跟恶鬼搏杀, 只可惜敌不过, 被恶鬼斩了去头颅。 唉, 直到最后, 族长的头也没找回来。 我们都不忍心, 族长死无全尸, 可也没办法呀。 最后还是, 刘瘀子出了个主意, 说他来给族长缝个头。 啊, 缝头? 屋里一阵惊呼。 景叔忙白白手, 你们别误会, 刘瘀子说的缝头, 是用布做一个脑袋, 然后在里面填入稻草, 另外还要往里面, 我也说不来。 反正刘瘀子为了做那个脑袋, 整整忙活了三天三夜没合眼, 不眠不休的。 之后, 他就把那个布脑袋, 用针线缝到了族长的身体上。 我听了有些诧异, 其实在古时, 给尸体缝头的事情并不罕见, 干这一行的人叫做二皮匠, 也有说叫凤尸匠的。 不过到了近些年, 二皮匠几乎是已经绝迹了。 当然了, 光凭一个用针线缝头, 也不能说明那刘瘀子就是个二皮匠, 但用稻草缝制一个假脑袋, 居然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 这未免有些不正常。 我问景叔, 那位刘瘀子是什么人, 还在不在镇里? 对啊吧, 刘瘀子是谁啊, 我怎么不认识? 警方疑惑地问。 景叔苦笑道, 刘瘀子早就离开咱们镇子了, 那会儿你还没出生呢, 怎么会认识? 警方呕了一声, 那他叫刘瘀子也是腿有毛病吗? 对, 说到这个, 景叔大概是想到了自家闺女, 神色暗了暗, 刘瘀子呢, 年纪比我大上几岁, 其实人长得还是挺俊的, 就是腿有些毛病, 对了, 他是外乡人, 后来到了我们谷里, 就住了下来。 至于那位刘瘀子的本名, 以及来自何方, 什么来历, 景叔也说不上来。 那位组长被缝上头颅后, 大家就按照规矩, 将他和家人一起葬入山庄里面的官地, 但入土的第二天, 就有人发现了一件惊骇的事情。 安葬组长的那口棺材被打开了, 而且, 棺中组长的尸体不翼而飞。 镇上所有人到处寻找, 可是什么也没找着, 最后有两个五岁的小女孩, 说, 昨晚她们在外头玩皮筋的时候, 看到有个人影, 从山庄那里走了出来, 手里好像还拿着一把很长的大刀, 但是一转眼就没人了。 两个小女孩还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下得赶紧跑回了家。 这样一来, 镇里就纷纷传说是死去的组长显灵, 她的尸体自己开关离开了。 于是从那时候开始, 镇里的人就称呼那位死去的组长为无头神将, 因为他身穿铠甲, 手握大刀, 大家都说是组长死后化身神将, 就像官老爷一样, 还在守护着他们镇子。 而发生过惨案的波热山庄, 从此之后也无人敢居住, 就这样被废弃了。 同时镇里的小孩子和年轻人也被告诫, 不要进去山庄, 如此一来, 原本被景家镇视为圣地的波热山庄, 从此就成了禁地。 没想到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组长又突然出现了。 景叔叹了口气, 肯定是那些人偷偷溜进了山庄, 无意中触目了我们组长。 李正咽了咽唾沫, 有些惊恐地说, 那我们可没做过什么不敬的事, 你们组长应该不会对我们。 这个, 应该不会吧? 景叔说道, 不过大家都听得出他有些言不由衷。 毕竟这种事情又有谁能保证。 这时, 外面有人砰砰砰敲门, 喊, 山哥, 山哥, 那边有人闹起来了, 你赶紧过去看看。 景叔一听, 忙起身应了一声, 又抱歉地冲我们点了点头, 嘱咐我们待在屋子里, 千万别出去, 就匆匆地出门了。 警方跑去厨房, 又给我们端了些零食点心过来。 李征拉住他, 让他给对面屋子也多送点零食过去, 还给他塞了个纸团, 让他帮忙悄悄塞给林青霜。 警方嘻嘻一笑, 说, 不会是什么肉麻的情话吧? 我可不吃狗粮哦。 李征脸一红, 妹子, 你就帮帮大哥吧, 下回带你去江城玩, 所有费用我包了。 好吧, 警方把纸团接了, 就出门去了。 过了一会儿, 他笑音音地进门, 李征忙问怎么样了。 办成了。 警方拍拍手说, 不过嘛, 那大光头眼睛毒得很, 只团刚到那位林姐姐手里, 就被他拿过去了, 不过他看了一眼, 就丢给林姐姐了。 这不要紧吧? 李征有些尴尬, 不要紧, 我就是想问问双双怎么样了, 呃, 不,呃, 可不可, 让他不要害怕。 警方隔个笑道, 还挺体贴的嘛, 看来你对林姐姐很有意思啊。 李征听得大为高兴, 你看我俩配不配。 警方正要说话, 突然外头有人焦急地大喊, 方方姐, 方方姐。 我人在窗户边上, 往外看了一眼, 见是两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 急急慌慌地从外头奔进来。 怎么了? 警方跑到窗户向外喊。 警伯伯被坏人打了, 方方姐赶紧找人帮忙呀。 两个小姑娘大喊, 警方一听, 大吃了一惊, 我爸怎么了? 扭头就往屋外跑。 我见那两个小姑娘, 跑得气喘吁吁的, 急得不行, 其声大喊, 就是那些坏人, 警方急得手足无措, 我找谁? 他一扭头就跑了回来, 拍着窗户喊, 小哥哥, 你们能不能帮帮我, 跟我一起去看看, 我们这里都是老人小孩。 我见他急得都要哭了, 让他别急, 我陪他去看看。 我也一起去。 赵明明说, 既然他要去, 李珍和张浩兄弟俩自然也跟着要去, 于是干脆就把发辫男也带上, 一行人跟着两个小姑娘杀了过去。 在路上, 就听小姑娘叽叽喳喳地把事情说了。 原来之前小镇里住进了一行人, 有男有女, 都是年轻人, 说是过来玩的。 不久前, 被斩成两劫死掉的四个人, 就是他们的同伴。 剩下的几个人, 在那大发雷霆, 说他们这个棺材谷, 就是个害人的地方, 就像外面人说的那样, 他们四个同伴, 肯定是被镇里人害死的。 警叔带着人去安抚, 结果就被那群人打了。 那些人城里来的, 好像很有钱的, 特别威风, 还说要把咱们警家镇给铲平了。 两个小姑娘害怕地说, 什么东西啊, 口气这么大。 警方气得大骂。 我们很快就来到了一处院子, 还没进门, 就听里面人声在立声叫骂。 警方急忙往里面冲了进去, 我们随后跟上, 见院中围了许多人, 大半是镇里的居民, 有女人有小孩。 旁边停放着四张门板, 上面用白布盖着, 应该是死掉的那四个人。 人群当中站着一个年轻男子, 穿着剑花衬衣, 胸口敞开着, 正揪着警叔的领子, 高声喝骂。 你个老东西, 敢在我面前唧唧歪歪, 给我滚一边去。 说着, 一巴掌抽了过去, 警叔举手一挡。 我他妈的老东西还敢挡? 那人勃然大怒, 一脚当胸, 冲着警叔踹了过去, 把他踹翻在地。 爸! 警方尖叫一声冲了上去, 抱住他父亲, 你干什么? 指着对方怒骂。 其他镇民也是群情汹涌, 纷纷指责。 滚开滚开, 都给我滚开, 你们知道这是谁吗? 这是我们孙大少。 跑出来几个人, 凶神恶煞地把众人赶开。 你们这群刁民, 只要我们方大少发一句话, 明天你们这破阵子, 就不存在了信不信。 众街坊们被他们一下唬, 都有些害怕, 但还是好些人大着胆子, 说你们也不能这么欺负人。 什么欺负人? 我看外面的人说得没错, 你们就是一群装神弄鬼的刁民, 我就算打死你们, 又怎么样? 那穿花衬衫的孙大少, 十分嚣张地叫道。 你混账, 你有钱又怎么样? 这里是二月谷, 是我们的地方。 警方扶起父亲, 怒气冲冲地骂道。 孙大少吃得一声悦了出来, 这哪来的死瘸子, 敢在本少爷面前腰五喝六, 给我一块打。 随着他一声吆喝, 身后的几个狗腿子, 气势汹汹地就冲上来, 要抓警方父女俩。 这是我边上的赵明明快步冲出, 拦在父女二人面前, 轻斥道, 你们最好别乱来。 哟, 哪来的小美女? 那孙大少一见赵明明, 眼睛顿时亮了。 李珍和张浩见状, 立即跑了过去, 站在赵明明左右。 孙少是吧, 很嚣张啊。 不知道你是哪家的? 李珍冷笑着道。 孙大少扫了他们一眼, 昂着头, 傲然道, 荣城百花集团都听说过吧, 那就是我们孙家的。 李珍呜了一声, 淡淡道, 原来是百花集团的少东家呀, 那你又听没听过江城李家? 孙大少皱了皱眉, 江城李家? 我见他旁边一个跟班快步上前, 低声说, 少爷, 江城李家应该是江城的李氏集团。 孙大少瞥了一眼李珍, 李氏集团。 李珍微微一笑, 正是, 我爸就是李氏集团的董事长。 那跟班又凑过去, 对那孙大少说, 少爷, 李氏集团, 论实力可跟咱们差不多。 孙大少一脚踹在他身上, 骂道,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李珍笑道, 孙少, 大家都是体面人, 用不着打打杀杀的吧? 他指了指警方妇女, 这两位都是我朋友, 孙大少盯着他片刻, 突然笑了起来。 怎么, 想让我给你个面子? 我不给你, 又能怎么样? 李珍顿时竖了眉头, 孙少, 做人最好还是别太嚣张了。 孙大少哈哈大笑, 嚣张? 本少爷就是喜欢嚣张。 李珍也是脑了, 你也别太过分了, 我们李家可也不是吃素的。 听说你抽了我朋友好几个耳光, 时不时太过了。 只要你道个歉, 这事也就算了。 孙大少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乐不可知, 你不是有病吧? 叫本少爷道歉? 我抽着老东西, 耳光怎么了?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打断他狗腿? 警方气得满脸通红, 骂道, 你来, 有本事你来。 周围的镇民纷纷拥了上来, 气愤地瞪视着孙大少等人。 哈, 你们还想动手, 就拼你们这些老的老, 小的小。 孙大少一脸蔑视, 指了指他身后几个身材魁梧的保镖, 看到了没有, 谁想死的, 尽管上来。 他对着地上吐了口唾沫, 呸, 惹得本少爷不高兴了, 分分钟挖了你们祖坟。 这句话顿时惹了众怒, 一群镇民纷纷大骂, 警叔脸上不知是挨了几下, 高高地肿起, 走上几步, 陈生说道, 孙少, 你几个朋友是死在我们镇上没错, 但事情还没有弄清楚。 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对方打断, 什么弄不弄清楚, 人死在你这里, 你们就得负责。 来啊, 先给我把这老东西狗腿打断, 让他父女俩一起当个瘸子。 你敢? 赵明敏气愤地拦下他们。 孙大少盯着他, 嘿嘿笑道, 小美女, 要不你到我房间里来, 看我敢不敢。 赵明敏气得满脸通红, 张浩更是大怒, 上前呵斥道, 你在口无遮拦, 别怪我们不客气。 李征也是一脸脑溢, 冷声道, 孙少, 你别给脸不要脸, 我们李家也不是好惹的。 孙大少瞥了他一眼, 哈哈大笑, 我让谁活, 谁就能活, 我让谁死, 谁就得死。 李征脸色铁青, 你真是半点面子不给。 我在旁边实在听不下去了, 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废话, 走上前去, 拍了一下李征, 你让开点。 你干什么? 李征被我拍得往一边退了两步, 不由怒道。 我没理会, 越过他上去, 一把拎住那孙大少, 噼里啪啦抽了四个耳光。 你, 你干什么? 孙家那几个保镖呆了一呆, 猛地醒过神来, 怒喝着冲了过来。 我松开姓孙的衣领, 一个转身, 喀啦啦脆响, 将几名保镖的手臂关节尽数卸掉, 转回来抓住那姓孙的衣领, 又是一连四个耳光, 只把那小子抽得晕头转向。 你, 你竟敢打本少, 孙大少双脚高高肿起, 不可思议地骂倒。 我没等他骂完, 又是一顿耳光套餐递了过去。 大哥别打了, 别打了, 我服了, 我服了, 孙大少连声求饶。 我松开手, 那小子顿时像贪婪泥似的瘫倒在地, 回头只见赵明敏张浩等人张着嘴, 目瞪口呆地盯着我。 你, 你这, 李正一脸匪夷所思。 我正要去看看警叔的伤, 外面突然有人喝到, 都给闪开。 紧接着, 挤在院门口的人群像波浪般分开, 闯进来三个人。 我只看了一眼, 就有些印象, 那为首的高寿男子, 手腕上带着一串醒目的红色珠子, 三人分开人群后, 自己也让到了一边, 随后就见四人昂首阔步地走了进来。 这四个男人年纪都不小, 都在五十岁开外, 衣着十分考究, 为首一人身材高大, 穿着身脏蓝色糖装, 阔鼻高额, 相貌颇为威严。 爸! 快来救我呀爸! 我快被人打死了! 那摊在地上的孙大少一见来人, 猛地嚎着嗓子尖叫起来。 那带红珠子的瘦子, 带着其余二人, 赶紧过去把孙大少给扶了起来。 爸! 疼死我了! 疼死我了! 孙大少哭叫着。 我听李征在那小声嘀咕了一句, 他骂的, 是那小子老爹孙海龙来了。 原来这人就是百花集团的大老板, 孙海龙。 我不禁有些诧异, 因为这近来的四个人, 包括孙海龙在内, 他们举手投足间, 无一不显示出他们有修行的底子, 绝不只是普通富豪那么简单。 孙海龙目光如电, 在儿子身上扫了一眼, 怎么回事? 声音阴沉危言。 是他? 是那个小子打我耳光? 孙大少指着我, 跳脚大叫。 孙海龙的目光, 霍地落到我身上, 嘴角泛起一丝阴冷的笑意。 好好好, 连我孙海龙的儿子也敢有人打。 赵明明抢到我身前, 翠声道, 孙老板, 是你儿子打人在先, 我朋友看不过去才出手的。 孙海龙阴森的目光, 在赵明明身上一转。 李征连忙拱了拱手, 说道, 孙老板, 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我爸。 我爸是江城李氏集团的华氏人。 孙海龙嗷了一声, 原来你是李董的儿子, 这些都是你朋友? 李征喜道, 对对对, 这其实都是误会, 还请孙老板大人有大量。 孙老板点了点头, 淡淡道, 既然都是朋友, 那就一块弄死吧。 李征目瞪口呆, 像是听到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孙老板, 你, 你。 不等他说完, 那带红珠子的瘦高个, 就领着两个人, 杀气腾腾地往我们走了过来。 只是他们刚走到半途, 就被人叫住。 你们退下, 叫住他们的是孙海龙身后的一个老胖子, 面向十分富态, 笑呵呵地说, 大哥, 我这好久没活动活动筋骨了, 还是让我来爽一爽。 孙海龙面无表情地恩了一声, 那老胖子嘻嘻哈哈地伸了个懒腰, 然后大踏步走了出来。 我见他一边走, 一边左手五根粗短的手指, 捏了个指角, 瞧着指角的模样, 赫然是一个三音斩鬼咒。 这三音斩鬼咒最早出自江西一带, 光听这名字就知道是用来震灵辟邪的法咒, 但这法咒如果用来拍在活人脑门上, 那么这人不仅会当场痛不欲生, 而且在两天之后就会神经错乱, 狂躁发疯。 这老胖子看起来笑眯眯的, 居然毫不犹豫地用出了这种对付邪灵的法咒, 倒真是心狠手辣的紧。 三音斩鬼咒, 你居然, 大家快退开。 赵明明也认了出来, 不由得脸色大变, 急忙把李征张浩和警方妇女, 他们赶开。 那老胖子大步而来, 笑呵呵地盯着我和赵明明道, 你们两个小娃娃, 细皮嫩, 肉的, 正合我口味。 赵明明小脸发白, 紧张道, 陈品你小心。 我见他五根雪白的手指一盏, 结了个香云皱, 香云皱既可以护挤, 也可以护人, 用在此时倒也算不错的选择。 正在这时, 从人群里挤出两个人, 慢慢悠悠地走到我身边。 这二人穿着灰色宫装, 戴着鸭舌帽, 脸上戴了个口罩, 虽然看不清容貌, 但明显能看出是一男一女二人。 我打量了他们的身影片刻, 就知道来的是谢宁跟何有道。 他们在我身边一站, 稍稍摆开一个架势, 那冲着我们急步而来的老胖子突然停下, 原本笑呵呵的脸上也是一片肃然, 盯着两人眼睛直转。 老三回来, 孙海龙沉声喝道。 老胖子一声不吭地掉头就走, 回到孙海龙身后。 我不禁暗暗好笑, 知道是何有道和谢宁两人故意露了一手, 把对方给震住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孙海龙冷立的目光紧紧地盯在我身上。 爸, 你管他什么人? 赶紧把他弄死啊! 孙大哨大叫。 给我闭嘴。 孙海龙立声喝道。 把那姓孙的小子吓得一哆嗦, 慌忙闭了嘴, 不再吭声。 我笑笑说, 孙老板是吧, 还是把你儿子领回去好好管教管教, 否则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就怕活不太长。 你他妈的说什么你? 你, 孙大哨破口大骂。 结果话没说完就被他老头子给狠狠瞪了一眼, 吓得把后半句给咽了回去。 孙海龙又看了一眼站在我两侧的谢宁跟何有道, 淡淡道, 既然都是误会, 那事情就这么算了, 其他围观的人也都散了吧。 那带红珠子的瘦子领着人, 开始驱散其他阵民, 孙海龙则和老胖子等其他三人一起, 去查看那四具尸体, 我们和警方妇女从院里退了出来。 小哥哥, 你好威风啊, 刚才多亏你了。 警方一路叽叽咯咯地说着, 对了, 还有明明姐, 李正张浩哥哥, 也多亏你们了。 警叔也是向我们连声感谢, 赵明明好奇地问我, 陈, 陈平, 你两个朋友去哪了? 他说的是, 谢宁跟何有道, 他俩自然不愿暴露行迹, 已经在刚刚悄然离开了。 我只好敷衍了一句, 说我也不认识他们, 可能是看不过眼对方的嚣张, 李正他们恍然大悟, 说原来如此。 回到警方家中, 眼看时间已经很晚, 一行人都又累又眷, 于是商议一阵后, 各自回屋睡下。 我和发便男住了一个房间。 陈先生, 你睡床, 我睡地上就行。 发便男陪笑着说, 我说不用, 让他去睡床。 这怎么能行, 我必须要睡地铺。 发便男连忙摇头。 我随手在他后背一戳, 封了他一处关窍, 顺势把他扔到床上, 别客气。 之后转身出门, 把房门带上, 轻手轻脚地出了院子。 此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 一钩弯月在云层中穿进穿出, 镇上大多数房子的灯已经熄掉, 看出去暗沉沉的。 我随意挑了个方向, 在镇子里转悠了起来, 由于时间已经很晚, 再加上出了无头神将这档子时, 路上看不到半个人影, 就连猫猫狗狗都见不到一只, 显得异常冷清, 死寂一片。 再走一阵, 前方出现了一个人影, 正在路上晃荡。 我快走几步, 跟了上去, 这人一身白裙, 体态恶挪, 头发上绑了根红色发绳, 看背影就很容易认, 不是那个贾小慧, 又是谁。 他双手背在身后, 慢悠悠地晃荡在路上, 东看看西瞧瞧。 我跟在他身后三米处, 并没有刻意隐秘踪迹, 在寂静的午夜, 脚步声异常清晰, 可他却好似完全没听到, 连头也没回忆下。 这可真是个怪人。 我索性快走几步, 上去跟他并肩行, 侧头看了他一眼, 见他神色不变, 原先怎样, 现在还是怎样, 完全把我当成了空气。 一阵夜风拂过, 送过来悠悠地香气, 我想起宝曾说过, 这贾小慧身上的香味很好闻, 深吸了一口气, 还真挺好闻, 心里有些痒痒的, 很奇怪的感觉。 上次谢了, 我开口打破沉寂, 只不过, 他完全没有理睬。 我也不尴尬, 跟着他再走了一段, 发现前面已经来到了波热山庄附近。 那座废弃的山庄, 黑压压地浮在阴影里, 说实在的, 还真有些诡计森森。 这时, 突然几道人影出现在不远处, 借着月光仔细看了看, 发现为首的那人, 穿着剑场胸的花衬衣, 正是那孙大哨。 跟着他的还有三个人, 其中一人瘦瘦高高, 手腕上一点红光, 是那个带红色珠子的瘦高个, 另外还有他的两个同伴。 这一行四人, 走走停停, 慢慢往着波热山庄走了过去。 我不禁有些奇怪, 心说这帮人半夜三更的, 跑这里来干什么? 贾小辉站在原地看了一阵, 也一步往山庄方向走去, 我自然也是跟了上去。 我俩翘无声息地坠在后头, 前面四人一边走, 一边四下张望, 显得十分紧张, 完全没有注意到后头还有人。 过不多时, 他们就已经来到了山庄的入口处, 那已经十分破败的牌坊立在当地, 经过风雨侵蚀, 上面所露刻的符文和波热山庄, 四个大字都已经看不太出来了。 这什么鬼地方? 孙大哨骂了一句, 四下里一片沉寂, 他的声音远远地飘了过来, 不去行不行? 接着就听那带红珠子的瘦高个道, 老爷吩咐了, 咱们得进去。 不过少爷放心, 老爷早就安排好了, 一动,听这人的意思是那孙海龙 安排了他们半夜跑来这里, 想干什么? 那孙大哨骂骂咧咧地嘀咕了几句, 还是跟着三人踏进了山庄。 我们随后跟上, 经过那个牌坊时, 贾小慧停了下来, 仰头看着牌坊上雕刻的纹路。 我回忆了一下, 当初千岁胡皇家那座山庄的牌坊, 上面的纹路大概也是这模样, 看来两者绝对脱不了干系。 见贾小慧看完, 接着往里走, 我也挪不跟上。 山庄里头漆黑一团, 目光所及, 一片破败, 四下里充斥着一种腐朽破败的味道, 尤其犯着一种阴森鬼气, 令人为之心计。 这一进来, 我就发觉这里头的阴气水平有些不太正常, 不过这地方惨死过那么多人, 又废弃了二十多年无人居住, 阴气重也是可以理解的。 妈的, 这什么鬼地方, 能不能回去了? 前面孙大哨又在抱怨。 带红珠子的寿高个劝说了几句, 让他稍安勿躁, 少爷,咱们再等等。 孙大哨呸了一声, 怒道, 等什么等, 这半夜三更的, 让本少爷跑到这种鬼地方, 我很累的, 你知不知道? 寿高个语调不变, 可是老爷吩咐了, 少爷就得照办。 你, 孙大哨勃然大怒, 指着他的鼻子骂道, 你就听我爸的是不是? 好呀, 等我以后继承了家里, 看我怎么收拾你。 寿高个淡淡道, 那就等少爷继承了家业再说。 我他妈, 孙大哨张嘴欲骂, 但是恨恨地甩了甩胳膊, 没有再往下说。 我爸也是老糊涂了, 还真心正理那些老东西啊。 什么无头神将, 无头鬼将的。 孙大哨骂骂咧咧, 装神弄鬼而已, 我看就是这阵子里那些 刁民谋财害命, 屁个无头神将。 寿高个没有作声。 孙大哨显是憋得很了, 越骂越凶, 还让本少爷来做吊儿, 来引那狗屁神将出来。 你说, 是不是你出了馊主意? 寿高个连忙道, 小的可不敢, 这都是老爷拿的主意。 孙大哨狠狠地盯着他, 我怎么就那么不信? 我爸可救我这个宝贝儿子, 他舍得拿我来当幼儿。 寿高个沉默了一阵, 说道, 少爷放心, 有老爷和其他三位爷在, 少爷绝对不会有丝毫危险的。 屁! 孙大哨骂, 他骂的, 本少爷今晚被那小子 给抽了几个耳光, 现在脸还肿着, 我爸居然放过了那小子, 我一万个想不通, 这算什么? 本少爷是这么好欺负的吗? 我听得一阵好笑, 不过心里也是暗自诧异, 没想到这小子 居然是被他老爹派过来, 丢在这里当幼儿的, 为的是把无头神将引出来。 这时, 贾小慧找了个青石墩坐了下来, 我俩所在的这个地方, 是山庄进来正庭的东北角, 立着两尊半人多高的石雕神兽, 被风雨拨石得有些发黑。 那石墩是长条形的, 正和两人坐, 我就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往前一看, 视线正好透过神兽身上的一个圆孔, 看到孙大少那四人。 这还真是个看戏的好位置, 视野好且不说, 还隐秘, 不易被人发现。 我在边上坐了, 侧头盯着他看, 见他肌肤雪白细腻, 嘴唇红扑扑的, 耳畔的发丝乌黑柔顺, 看不出半点易容的痕迹, 不禁暗暗则舌, 心说这人的易容术, 还真是神乎其神, 也不知真容究竟是怎样。 我这样死盯着他看, 他也没什么反应, 一手拖着下巴, 只当完全没我这个人。 那孙大少在原地等了一会儿, 又开始不耐烦, 还得等到什么时候去, 本少爷现在又累又困, 你们知不知道。 只听寿高个声音淡淡地道, 少爷, 老爷吩咐过了, 那东西没出来之前, 少爷哪也不能去。 我呸, 老头子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孙大少大为光火。 少爷请慎言。 寿高个声音微微拔高。 慎言个屁啊, 孙大少走来走去, 再给你一刻钟, 那什么狗屁东西再不出来, 本少爷就回去睡大觉。 他骂。 他刚说到一个妈字, 寿高个突然一摆手, 亲和道, 别说话。 孙大少显然也被他惊了一下, 忙闭了嘴。 四周沉寂了下来, 只听到道一阵沉闷缓慢的脚步声, 自山庄深处传来。 扣,扣,扣。 孙大少下的倒退几步, 寿高个三人立即护到了他身前, 摆开架势, 一脸戒备地盯着前方。 我听那脚步声越来越近, 过不多时, 就见一个高大的人影 从黑暗中浮现了出来。 此时清漆的月光破开云层, 洒落下来, 在月光映照之下, 只见这人穿着一件铁甲, 甲片泛着幽黑的光泽, 手中握着一把长柄大刀。 乍一看去, 还真是像官老爷显灵。 我想起警书说过, 当年下葬时, 他们镇上的流瘸子 给缝上了稻草脑袋, 凝神看去, 见着黑影戴着头盔, 等他再往前走上几步, 月光照入盔中, 果然见到了一张白布缝制的脸, 阴森诡诀至极。 孙大少下的惨叫一声, 腿一软, 差点就摔在了地上。 鬼, 鬼, 他大叫着, 就要往后逃, 只是双腿发软, 根本就跑不动, 被另外一人给扶了起来。 我看得暗暗吃惊, 正在琢磨, 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突然西边冒出来四个人影。 领头之人两并发白, 神态威严, 正是孙海龙, 另外还有老胖子等三人, 听刚才那瘦高歌的语气, 似乎都是孙海龙的兄弟, 也就是孙大少的叔叔。 孙海龙面色森冷, 大步往儿子的方向走去, 其余三人则是飞快地奔往其他几个方向, 显示要将那无头神将合围。 做得不错, 退下吧。 孙海龙点了点头, 赞许地道。 爸, 我都要吓死了。 孙大少委屈地叫道, 微微颤颤地就要向父亲跑去。 只是他脚刚迈开一步, 突然一道黑影急掠而过, 那浑身铁甲的无头神将 原本站在距离他十数米远的地方, 却在眨眼间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由于速度实在太快, 那孙大少根本就没发现, 还在欢喜地往他父亲奔去。 只是刚奔出一步, 他的上半身就和下半身分离, 轰然倒下, 紧接着, 瘦高个等三人也是拦腰断成了两截, 栽倒在地。 就这一瞬间, 四人赫然被一刀斩成两断。 而此时, 孙海龙刚走到距离儿子五米远的地方, 其他三人正散到各方向准备合围。 这一幕诡异至极, 而且发生之快, 就连我这旁观的都是心头狂跳。 不, 孙海龙脸上满是经步和难以置信, 他出场之时想必是胸有成竹, 可谁料, 儿子和三个属下竟然会在眼前 被生生地斩成了两截。 他怒吼一声, 神情争鸣之极。 我见他双手结印, 用的是个大罗破煞咒, 朝着无头神将当头印了过去, 这大罗破煞咒是一种专门用来破煞的法术。 瞧他用出来, 风声呼啸, 威势宏大, 是个精通这门咒法的行家, 普通的邪煞遇到了, 只怕当场就能给拍得灰飞烟灭。 但那无头神将立在那里, 纹丝不动, 这大罗破煞咒对他竟是毫无影响。 我不禁诧异, 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不等我多想, 就见黑光一闪, 那无头神将的大刀疏忽劈出。 孙海龙大叫一声, 身子猛地往侧一滚, 堪堪毕过, 大刀擦的一声劈在地上, 青砖扑就的地面, 犹如豆腐做的一般, 毫无阻碍地被一刀劈开。 这时, 其余三人总算赶到, 四人分立四个方向, 各解法咒。 咱们用老法子对付他, 当中那个老胖子大声叫道。 我听得心里一动, 老法子。 只见四人分立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将无头神将围在当中, 结的法咒各不相同, 姿势古怪, 从未见过。 乾坤戒法, 助我神通, 定! 四人飞快地念咒施法, 齐齐朝着中间的无头神将一指。 那无头神将猛地一阵, 刚要挥出的大刀, 僵住不动。 我看得安安呐喊, 不知道这四人合使的是什么法术, 竟然跟天师道居鞋指的定邪 有类似的功效。 还是老法子, 我去把他脑袋砍掉。 其中一个面目阴厉的男人 低声喝道, 同时散了法咒, 从腰间拿出一把短刀, 朝着无头神将大踏步走了过去。 我听到他说的那句话, 还是老法子, 我去把他脑袋砍掉, 心头猛地一跳, 影响到了某个事情。 正在转念间, 突然眼睛晃了一下, 似乎有什么光影一晃过。 我凝神看去, 见那无头神将的腰间 有一点亮光, 在他对面的墙壁上 投出一圈圆形的光影, 那光影之中 似乎夹杂着许多纹路和字符。 但只是一瞬, 他腰间的那一点亮光就灭了, 光影也随之消失。 老三当心! 只听到孙海龙爆喝一声。 那握刀上前的阴面 老三刷得脸色大变, 急往后退, 那无头神将的大刀一拧, 刷得一道刀光就砍了下来。 那老三幸好推得快, 却也被削掉了一块头皮, 痛得大叫。 无头神将刀光一横, 又是一刀斩下, 四人赶紧闪身避开。 乾坤戒法, 助我神通, 定! 各自戒法, 四人又是往中间一指。 无头神将再次被定住, 但下一刻我就注意到, 他腰间又是一点幽光亮起, 紧接着在对面的墙壁上 照出一圈光影。 无头神将随即又恢复了动弹, 挥起大刀砍下。 怎么回事? 老胖子惊恐地大叫道, 其余几人也是面露惊慌, 孙海龙立声喝道, 慌什么? 那无头神将虽然身材高大, 但速度却是极快, 大刀挥舞, 斩得四人到处乱窜。 这时突然响起一串古怪的吟诵声, 出示声音低沉, 随即越来越响, 在空气中浮动跳跃。 这是骤音! 我往东南角看去, 见一个人影立在一处青岛的石台上, 月光下一个光溜溜的大脑门, 正是那来自南洋的川海大师。 那老光头手指结印, 垂着眼皮, 口中不断发出吟诵之声。 那无头神将被骤音一压, 犹如身负了重物, 原本极快的速度变得炙色了起来, 拖泥带水, 行动迟缓。 孙海龙等四人见状, 大喜过望, 齐齐转身出手。 无头神将突然横扫出一刀, 猛地掉头转入了山庄深处, 消失在黑暗中。 别追! 孙海龙叫住其他三个兄弟。 几个人惊魂未定, 呼呼地喘着粗气。 多谢相助。 孙海龙朝着东南角高声道。 老光头从石台上走下, 缓步来到众人跟前, 扫了一眼地上的尸体, 叹气道, 可惜了。 我见那孙海龙盯着他儿子的尸首, 脸色阴沉, 但只是片刻, 就又恢复了平静, 当真是喜怒不形于色, 厉害得紧。 他冲老光头拱了拱手, 不知大师怎么称呼。 男在下龙泼川海, 老光头微微一礼, 声音红亮。 孙海龙盯着他片刻, 恍然道, 原来是南洋来的大师, 多谢了。 老光头微微一笑, 举手之劳而已, 合足挂齿。 他操着别扭的汉语, 这成语倒是用得挺溜。 孙海龙又说了几句客套话。 老光头微微一叹道, 可惜贵公子不幸, 哎。 那老胖子骂道, 他娘的, 我们一定要把这鬼东西给宰了, 替我侄子报仇。 老光头突然问, 刚才那究竟是什么的东西, 几位曾经见过。 那老胖子正要说话, 被孙海龙打断, 我们也不知是什么, 听镇里人说, 是什么无头神将。 老光头呵呵一笑, 这什么神将不神将的, 都是渔民乱传, 我看就是某种邪碎英灵。 孙海龙道, 大师说得正是。 说到这里, 又说道, 为了除掉这邪碎, 我们四兄弟原本想, 哎, 谁知道这邪碎这么厉害, 我这可怜的孩子。 老光头也是摇头叹息, 实在是可惜了。 孙海龙拱了拱手, 说道, 所以我想请大师出手, 祝我们师兄弟一起灭了这邪碎, 为民除害, 还请大师相助。 这, 老光头犹豫了一下, 随即豪爽地表示他愿意出手。 孙海龙大喜, 连声感谢。 我看得有些古怪, 这老光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正气凛然了, 其中必有蹊跷。 那咱们先回去商一商业。 孙海龙说道, 接着, 他们就收拾了孙大少等人的尸体, 掉头出了山庄。 我见四下里沉寂一片, 大戏已经散场, 转头问贾小慧, 你去哪? 他没踩我, 骑身朝外走去, 我也习以为常, 这人会离我才是怪事, 往山庄深处看了一眼, 跟着走了出去。 回到警方家时, 院里静悄悄地, 众人应该都在熟睡中, 我朝南洋那火人住的地方看了一眼, 悄然回了自己屋中。 见我进来, 躺在床上的发便男眼珠子咕噜噜转了转, 我解了他的风翘, 他压了一声, 从床上爬了起来。 你们那老光头, 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找了张椅子坐了, 问他, 老光头, 发便男迟疑了一下, 哦, 陈先生你是说川海那个秃子, 他就是个狗东西, 老不死, 我恨不得抽了他的筋, 扒了他的皮。 我打住他, 这秃头, 好像还挺有正义感。 屁个正义感, 发便男骂道, 我算是看明白了, 这老贼就是个假正经, 心狠手辣得很。 我再问下去, 发便男出了骂, 也问不出什么有用的, 不过这老光头, 绝不是什么助人为乐的老好人, 看来是有什么打算。 昨末一阵没理出头绪, 也就不再去想, 重新封了发便男关翘, 把他往椅子上一丢, 躺到床上, 不一会儿就迷迷糊糊睡去了。 等我再醒来时, 天已经亮了, 门外传来扣扣的敲门声, 是警方的声音, 喊我出去吃早饭。 我答应了一声, 起床洗了把脸, 带着发便男一起出去。 院子里摆了一张大圆桌, 赵敏敏他们都已经起来了, 正围着桌子吃饭。 陈平, 你坐这儿吧。 赵敏敏拍了一下旁边的椅子。 张浩正从厨房那边, 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出来, 慌忙抢了过来, 这儿我坐了, 你去那边。 说着, 就在赵敏敏边上坐下, 讨好的把面端到他面前, 敏敏来, 尝尝这儿的淡淡面。 我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 发便男就在我边上坐了, 警方给我介绍着, 说都是他们这儿的特色吃食, 有红油抄手, 锅盔, 豆腐脑, 米粉, 很是丰盛。 我还是不太习惯吃很辣, 就拿了碗豆腐脑, 配着锅盔吃。 吃到中途, 南洋那一伙人也开门出来, 赵敏敏他们立即放下碗, 迎了上去。 双双你怎么样? 赵敏敏想要过去和林青霜说话, 却被那老光头淡淡笑着给拦下。 我见林青霜顶着两个黑眼圈, 神色颇为憔悴, 显然是一整晚都没睡好, 见到闺蜜, 嘴一扁, 差点就哭了出来。 我他妈的, 你们把双双怎么了? 李征怒气冲冲地大声质问。 放心, 我说话算话, 不会为难小姑娘的。 老光头微笑着说了一句, 带着他们一伙人在桌子旁坐下, 就开始大口吃起早饭。 量你也不敢。 李征怒哼了一声。 他忙端了一碗红油抄手和几碟小菜, 送到林青霜面前, 疼惜地说, 双双你喜欢吃辣的, 这里辣椒特别正宗, 你多吃点, 看你都瘦了。 林青霜吃了一口, 乌叶道, 你们快救我出去嘛, 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李征连连点头, 发誓赌咒说, 一定想办法, 早点把他带回来。 你们要救人也可以, 拿东西来换。 老光头一边大吃大喝, 一边说道, 他说的东西, 自然就是西元的镇宅之宝白玉老虎。 李征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回去和张浩赵明明他们, 嘀嘀咕咕。 我刚把一个锅盔吃完, 院门口传来警方惊怒的贺问声,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紧接着就听一串脚步声响, 一行四人从门外闯了进来。 为首的正是那个孙海龙, 身后跟着他的三个兄弟。 见到他们进来, 赵明明他们都获得站了起来, 李征皱了皱眉, 上前问道, 孙老板,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孙海龙连正眼也没看他一眼, 镜子来到那老光头跟前, 大师有礼了。 老光头一呼噜, 尝出了一口气, 拍拍肚子, 叫道, 舒服。 起身冲孙海龙等人笑道, 孙老板来了。 孙海龙微微点了点头, 道, 昨晚的提议, 不知道大师考虑得怎么样了。 赵明明他们都是一脸疑惑, 他们不知道昨晚的事, 自然对老光头和孙海龙他们搅在一起, 感到十分奇怪。 老光头哈哈一笑道, 自然是一言九鼎。 孙海龙喜道, 多谢大师仗义相助。 老光头摆了摆手, 客气了, 不过嘛, 咱们还得多请一位参加, 这样把握才更大。 大师请说, 不管是谁, 咱们都把他给请来。 孙海龙打包票道, 我就见老光头朝我一指, 笑道, 我想请小陈先生加入。 孙海龙一正, 阴厉的目光在我身上一转, 迟疑道, 这。 怎么? 老光头问。 孙海龙眼睛眯了一眯, 随即笑道, 没什么, 只是我和这位小陈先生有些误会, 都是小事而已。 老光头呕了一声, 笑眯眯地道, 那就好。 随后我就见孙海龙走了过来, 抄拱了拱手道, 小陈先生, 昨晚的事, 咱们就算一笔勾销了。 顿了一顿, 又道, 有件事, 我想请小陈先生帮忙, 不知你意下如何。 我坐在位置上眉挪身, 又拿来个锅盔咬了一口, 笑说, 孙老板请讲。 孙海龙这老孙子, 果然急沉地住气, 淡淡笑道, 镇上出了邪碎伤害人命的事, 小陈先生想必也听说了。 听说了, 我点点头。 孙海龙眼睛瞇了瞇, 沉声道, 为了替镇上的百姓除掉这个祸害, 昨晚唯一我尔为诱饵, 想要将其诱杀, 结果谁知。 说到这里, 孙海龙双眼通红, 咬牙切齿, 谁知我那苦命的孩子, 被那斜碎一刀给斩成了两段。 他话音刚落, 院子里惊呼声四起, 李征章号两人神色震惊, 赵明敏和警方惊讶地捂住了嘴。 老光头叹息了一声道, 孙老板节哀, 贵公子大人大义, 舍身除害实在叫人钦佩。 我听得忍俊不惊, 心说这老光头可真能吹, 那姓孙的小子估计到死都不知道, 自己居然是大人大义舍身未明的。 孙海龙眉头一竖, 咬牙道, 我们四兄弟, 加上川海大师, 我们决心今晚再去一趟, 是要诛杀鞋碎, 所以想邀请小陈先生同去。 我只觉院里所有人的目光, 一下子集中到了我身上。 小陈先生年轻有为, 一身正气, 想必绝不会推辞。 孙海龙大义凛然, 这老狐狸倒是挺讳言, 比他那不着四六的儿子可厉害多了。 我捧其碗喝了口豆腐脑, 笑道, 不好意思, 我对这种事没啥兴趣。 孙海龙一正, 目光阴冷的一闪, 挤出一丝笑容道, 小陈先生挺会开玩笑。 我白白手打住他, 我是真没兴趣。 孙海龙神色一宁, 目入凶光, 我劝你, 还是在好好想想。 这是软得不行, 要来硬的了。 这时, 那老光头笑眯眯地插嘴道, 小陈先生, 这可是一件有大功德的事。 我倒想看看他, 究竟搞什么鬼, 也不作声, 就听他接着说道, 只要小陈先生肯加入, 把那邪碎拿下, 我可以考虑把林小姐还给你们。 你说真的? 李征等人急声问。 林青霜也是惊讶地抬起了头, 本事说话算话, 当然是真的不能再真。 老光头呵呵说道, 我颇有些诧异, 心中连转了几个念头, 只听李征催促道, 陈平你快答应他, 这样就可以就回双双了。 我没理他, 笑道, 怎么, 大师不要老虎了? 老光头呵呵笑道, 咱们都是悬门中人, 自然要斩妖除魔, 为民除害, 以此为先。 这话说得真是漂亮, 可我半个字也不信。 我见林青霜一脸紧张地盯着我, 李征和张浩在耳边喋喋不休地催促, 赵明敏则是咬着嘴唇, 欲言又止地, 把碗放下, 起身招呼了一下老光头, 大师, 我们到边上说几句, 老光头随我走到一边, 大师, 咱们迷人不说暗话, 你要不给我交个底? 我笑着低声问, 老光头盯着我半晌, 呵呵笑道, 果然瞒不过小陈先生。 我笑着回道, 无力不起早, 大师看起来可不是个喜欢免费做好事的人。 老光头也不尴尬, 小陈先生既然这么说了, 那我就给你交个底。 说到这里, 顿了一顿, 沉声道, 那白玉老虎就在无头神匠身上。 我吃了一惊, 怎么会? 我也奇怪, 不过昨晚我正好在场, 应该不会看错。 那白玉老虎就挂在无头神匠的腰上, 老光头盗。 我想到昨晚上, 孙海龙四兄弟联手使了个类似定邪的法术, 把无头神匠给定住。 但他腰间突然亮起一道幽光, 紧接着在对面墙壁上投射出一个奇怪的光圈, 就把法术给破了。 难道这就是白玉老虎? 大师就这么肯定, 不怕弄错了? 我看着他的眼睛问, 老光头淡淡笑道, 只要小陈先生助我拿到无头神匠腰上的东西, 就算最后真错了, 我也遵照承诺, 把林小姐放了, 你看如何? 大师, 这白玉老虎到底有什么魅力? 能让您老人家不惜飘扬过海的? 我笑问。 老光头呵呵笑道, 这件玉器对我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别人确实没什么用。 我知道他这是随口敷衍, 不过想让这老光头吐露秘密, 那是绝不可能的。 现在我最担心的, 反而是林伯父他们。 白玉老虎是西园的镇宅之宝, 听赵夫人说, 林伯父是带着白玉老虎跟谁皇老先生他们出门的。 如果无头神匠身上那东西真是白玉老虎的话, 那林伯父他们是不是已经出了什么意外? 好, 那就一言为定, 我答应下来。 老光头喜道, 那就有劳了。 我们转回去, 老光头就对孙海龙说道, 在本事的劝说之下, 小陈先生已经答应加入我们。 孙海龙原本阴冷的脸, 漠然一暖, 笑道, 那就多谢小陈先生相助。 哪里哪里? 我敷衍了一句。 孙海龙邀请我们找个地方, 一起商议商议。 正要跟着他们出去, 赵明明跟了上来说, 陈平, 我跟你一起去。 我们有些意外地回头看他, 赵明明脸蛋疼得一下红了, 聂诺道, 你, 你一个人去危险, 我, 我还是有点本事的, 能帮你。 张浩心急火燎地跑了上来, 哎呦, 明明你干什么, 太危险了, 你不能去。 说着, 就要把赵明明拽回去。 结果被他瞪了一眼, 只好善善地住了手。 双双是我闺蜜, 你说我应不应该出一份力? 他咬了咬嘴唇, 抬头迎着我问。 我见他一脸坚决, 会要全听我的。 哦, 好, 赵明明一口答应。 随即不顾张浩他们的劝说, 喜滋滋地跟着我们跑了出来。 孙海龙找好了一个僻静的院子, 我们一行人就在里面落座商议。 那孙海龙果然是个老油条, 经验十分丰富, 一口气提出了好几条计策, 老光头也不是省油的灯, 也给了好些建议。 我和赵明明坐在一旁, 就只听听不说话, 孙海龙也不来管我们。 期间, 李征和张浩让警方带着, 来过几趟, 为的就是劝说赵明明跟他们回去。 只不过赵明明虽然看起来焦滴滴的, 脾气倒也挺倔, 说什么也不肯, 还把他们赶了出去。 我听警方跟我说, 现在他们镇子里好多人都跪在山庄外面, 祈求无头神降消消气, 不要发怒。 孙海龙脸色阴沉得厉害。 夜幕降临之后, 我们一行七人聚在院中。 孙海龙发号施令道, 这次主要有我们四兄弟和川海大师出手, 小陈先生和赵小姐负责略阵。 说到这里, 又淡淡地朝我俩道, 两位, 这可不是我瞧不起你们, 实在是那邪最凶得很, 你们毕竟年轻, 经验上面太浅薄了些。 我知道这姓孙的压根没把我和赵明明看在眼里, 不过我也乐得轻松, 笑道, 这样最好。 赵明明见我没意见, 她也点头说好。 之后就在院中休息养神, 一直等到过了午夜, 孙海龙起身叫我们准备出发。 出门的时候, 那老胖子拎了一个年轻女人出来。 不要不要, 饶了我吧。 那女人缩成一团瑟瑟发抖的求饶。 我看清她的模样, 原来是之前见过的, 她的男朋友似乎是那孙大少的狐朋狗友, 最早被无头神将给斩成了两截。 只是拿你引一下那东西, 不会有事的。 孙海龙阴着脸说道, 不不不, 我不行, 我不去。 女人尖叫。 孙海龙福然不愿, 我叫你去就去, 由不得你。 那老胖子不由分说, 就抓住那女人脖子拎了起来, 我家侄子都惨死在这里, 你要想活命, 就给我好好办事。 女人吓得浑身直哆嗦, 只好连连点头。 我见赵明明于心不忍, 似乎想要开口求情, 就碰了一下她手臂, 使了个眼色, 她看看我, 点了点头, 就把花咽了回去。 过了午夜的阵子里, 异常冷清, 四周房子的灯光也逐渐熄灭, 只剩了零星几点。 自己走进去, 老胖子把那女人往前一推, 呵斥的。 女人吓得浑身哆嗦, 孙海龙冷着脸道, 你要乖乖进去, 回来我给你五百万, 要是不进去, 你知道自己的下场, 不管跑到哪里, 我孙海龙都有本事 让这个人生不如死。 女人一听, 忙道, 我去我去。 说着, 跌跌撞撞地往山庄深处走去。 孙海龙带着我们随后跟上, 悄然溺在暗处, 四人和川海那老光头 一起低声商议。 我拿了一块圆形的玉绝 递给赵明敏。 这是, 赵明敏运红着脸, 从我手里接过玉绝, 放在眼前端向, 好漂亮。 其实这块玉绝的做工 真说不上好, 更谈不上漂亮, 用的是千丝玉, 也叫复音玉。 这块玉绝, 还是我上次在小河山豪宅 那次晚宴上得来的, 这东西里面, 附了一只水面, 当时是以六百多万的价格 给拍了出去。 我拿回去后, 做了一些改造。 等会你拿着这块玉绝, 找准时机 对无头神将下手。 我轻声说, 赵明敏啊了一声, 运红双颊, 原来, 原来这玉是用来对付邪碎的。 我点了下头, 说, 等会儿我叫你断咒语, 你只要拿着玉, 对准目标, 再念出咒语就行。 哦, 好, 赵明敏乖巧地应道, 那我什么时候出手? 由你来判断。 我说, 啊, 让我来吗? 赵明敏有些迟疑。 我说对。 好。 赵明敏紧了紧手中的玉。 她也没问, 这玉绝到底施展的是什么法术, 听我将法咒说了一遍。 这段法咒不长, 她的记性又好, 我只说了三遍, 她就记忆无误。 这之后, 我们就隐在暗处等待, 那女人被孙海龙一个人丢在中庭, 吓得脸色苍白如指, 连路都走不动了, 缩在地上不停发抖。 只不过等了好久, 也不见那无头神将出来。 时间逐渐推移, 眼看着就要到凌晨两点了, 老胖子皱眉道, 这东西怎么不出来了? 老光头看着山庄深处, 眉目间也颇有焦色。 大师, 要不咱们再往里走走看, 说不定那东西就藏在某个地方。 孙海龙提议道, 老光头欣然同意。 于是, 一行人往山庄深处走去, 老胖子一把抓了那女人的衣领, 将她揪了起来, 推着往前走。 孙老板, 你们对这里的路挺熟啊。 我随口说了一句。 孙海龙回头看了我一眼, 目光阴沉, 呵呵笑道, 山庄大多都是这种格局, 也没什么好奇怪。 我信他个鬼。 一路走去, 山庄之内阴森诡诀, 处处弥漫着腐朽的气息。 拐过一条曲折的走廊, 孙海龙突然大喝了一声, 谁? 从一处八卦状的石堆后头, 转出来一个人, 穿了套淡黄色连帽卫衣, 拉着帽子, 双手插在兜里, 朝这边看了一眼。 什么人在那里? 孙海龙立声喝问。 我看清代人的模样, 不由好笑, 这三更半夜, 还在这种鬼地方瞎转的, 还能有谁? 只有贾小慧那个奇怪家伙。 只不过以他的脾气, 哪会理睬孙海龙跟没听见似的, 就转过了脸去, 似乎要逛去其他地方。 我叫你停下。 孙海龙脸色阴沉, 大踏步上前。 他的三个兄弟也是撒开架子, 一时间四人将贾小慧团团围在中间。 老光头忙跑上前去, 劝道, 孙老板别动气, 大家好好说话。 孙海龙冷冷地盯着贾小慧, 大师, 这丫头鬼鬼祟祟, 不知道什么路数, 咱们先逮起来再说。 这个, 不太好吧。 老光头迟疑道, 怎么? 孙海龙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这种非常时刻, 大师可不要心慈手软。 我暗暗好笑, 这老光头乃是心慈手软, 而是在国学协会大宴上, 被贾小慧一手止水城符的本事给吓坏了。 这个, 这位姑娘我认识, 是小陈先生的朋友, 大家都是自己人, 孙老板可别误会。 老光头呵呵说道, 哦? 孙海龙一皱眉, 盯着贾小慧道, 你是陈先生朋友? 贾小慧奶慧里他, 连正眼也没瞧他一眼, 更别提回话, 我只好笑道, 会不会是我好朋友, 就是性格有些怪, 孙老板别介意。 孙海龙冷冷地扫了我们一眼, 挤出一丝笑容道, 既然是陈先生的朋友, 那自然是误会。 摆了摆手, 让他的几个兄弟散开。 老大, 要不我带着女的去那边看看? 那个面目阴森的老三, 从老胖子手里扯过那女人说道。 也好, 当心扁。 孙海龙扁头。 老三N了一声, 扯过已经吓得手软脚软的女人, 就往东南方走去。 这里, 已经是在山庄的最深处, 庭院中的地面上, 有个由青黑两色砖块组成的太极图, 在东南方则是个酒区回廊。 哭个屁啊。 那老三拎着女人, 一边呵斥, 一边往回廊走去。 我忽然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突然注意到, 这个老三今天穿的衣服, 还挺特别。 他穿的是一身黑衣黑裤, 袖子很宽, 后背用藏蓝色的丝线绣着一些古怪的花纹, 布料黑中透着光泽, 看不出是什么材质。 到了地方, 那老三把那女人往地上一丢, 喝道, 别给我乱跑, 在这里好好待着。 说吧, 拍了拍手, 就往回走。 就在他刚转身迈出一步时, 突然一道有黑的刀光自黑暗中挥出。 老三快躲! 孙海龙等人惊恐地大叫一声。 只是那刀光实在太快, 又来得诡异至极, 等他们喊出声时, 那老三已经被从头到脚, 批成两半。 孙海龙怒吼一声, 带着其余两个兄弟往回廊直扑而去, 老光头也是紧随其后。 只见回廊中一道高大的人影自黑暗中浮出, 身披铁甲, 手指大刀, 头盔下面露出一张白布缝制的脸孔, 阴森诡异, 正是那无头神匠。 咦? 脸色雪白的赵明明突然惊呼了一声, 这怎么回事? 只见老三被批成两半的尸体, 并没有栽倒在地, 而是在空中飘了起来。 同时, 赫然竟是那个老三, 他光着上身, 下边只穿了一条短裤, 跟孙海龙等人会合到了一起。 而刚才被刀光一批两半的, 竟只是他穿在身上的那身衣服。 他这门秘法倒是奇妙得很, 居然能在瞬间金蝉脱鞘, 从衣服中脱身而出, 用这身衣服抵挡了一击。 这应该是他们事先就商量好的, 只是并没有知会, 我和赵明明, 孙海龙假意大吼一声, 只是在演戏而已。 倒真是狡猾的结。 指着瞬息间, 孙海龙四兄弟就完成了对无头神将的合围, 各聚东南西北四方, 守截法咒, 齐齐朝着中间指去, 将无头神将定住。 但就在下一刻, 无头神将腰间一点幽光亮起, 在对面墙壁上照出一道光圈, 他的大刀随即移动。 与此同时, 老光头立在高处, 双手结印, 口中念念有词, 猛地搓唇, 发出一声红亮的威吓声。 无头神将刚要挥刀, 被那声威吓喷到, 顿时如同被锯锤砸中, 身子轰的一声, 往下陷了一线, 竟把地面的青砖踏碎了几块, 差点一头翻倒。 然后他腰间的幽光再度亮起, 在对面墙上照出光圈, 符文略动, 我截了个狙鞋指, 摇摇一指点出。 定邪! 孙海龙抱贺一声, 师兄弟再度施展法术, 朝中间一指。 光影浮动间, 无头神将再度被定了一定, 那阴面老三疏忽纵出, 手中反握一把利刃, 腾身而起, 刷的一刀就斩下了神将的头颅。 那铁甲头盔中, 裹着一个稻草布脑袋, 咕噜噜地滚到地上。 阴面老三哈哈大笑, 踩在那颗布脑袋上, 一脚将其踩扁。 老光头从高台上纵下, 手指挤张, 冲着无头神将腰间抓去。 我一看, 知道这老光头怕是要遭猛剑刀光一闪, 那神将虽然断了头, 却仍是屹立不倒, 秃地劈出一刀。 老光头怪叫一声, 前铺的身子十分突兀的一扭, 如同一条蛇一般, 往后缩了一缩, 也不知用的是南洋的什么古怪身法, 显知又显得避开了刀光。 只是那踩着布脑袋完的老三, 就没那么幸运了, 被一刀削了半边脑袋, 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 尸体就栽倒在地, 发出扑的一声闷响。 老三! 孙海龙等三人惨叫一声。 这回是真的假戏真做, 要替他们家老三送葬了。 他们以为把这神匠的头颅斩断, 就大功告成, 谁知完全出乎意料。 我立即再截一个狙血纸, 往前一指, 将神匠定住一瞬, 腰间幽光再度照出光圈, 神匠手中的大刀再次挥起。 然而就在大刀将要劈下之时, 这神匠突然顿了一顿, 漆黑的铁甲之上, 鼓鼓地渗出水来, 白色的水汽鸟鸟。 他的动作一下子缓慢了下来。 我不禁按赞了一声, 知道是刚刚赵明敏抓住时机用出了预决, 这姑娘还是很懂得审视夺视的嘛。 从昨晚开始, 我不止一次地发现, 只要那无头神将腰上的幽光亮起, 照出光圈, 孙海龙师兄弟的法术, 包括老光头的威吓咒音, 以及我的定邪, 都会瞬间失效。 老光头说他腰间挂了白玉老虎, 如果真是这样, 我猜测, 那白玉老虎很可能是用破法的功效, 能够将大部分这身的法术清除。 这无头神将本身速度就快地离谱, 神出鬼没, 再加上法术不能沾身, 对付起来就极其困难。 于是我交给赵明敏一块改造过的欲绝, 只要他念诵咒语, 就能把里面的水涅释放出来, 侵入目标。 水涅是一种水中怨灵, 与常规的法术不同, 刚才这一世果然奏效。 五行之中, 水能嗅精, 水涅又是极阴柔, 用来破精神是最好的。 在水涅缠身之下, 无头神将果然变得行动迟缓。 孙海龙等人都是老手, 看出一场立即抢尸而上, 二人抓住无头神将的大刀, 孙海龙五指收拢, 一拳空握, 大喝一声, 砸在无头神将胸口。 哈? 老光头立在原地, 没送咒音, 哈的一声喷了出去。 咒音狂飙, 连空气都搅动了一下, 顿时如同一柄锯横空砸下, 把无头神将喷得矮了半截。 老胖子和另一人同时开声发力, 竟然把那柄大刀夺了下来。 我他妈让你再死一次。 老胖子发了性子, 大叫一声, 举起大刀就朝那无头神将劈了下去。 就在这时, 那老胖子突然哀悠一声, 大刀光当坠地。 一团黑影猛地从旁边的阴暗角落里滚了出来, 孙海龙和另一人立即迎了上去, 但刚踏上一步就大叫一声, 往旁边避开。 我位于他们的正后方, 只听到吃的一声响, 直奔我面门而来, 立即闪身躲过。 不过听那风声来落, 我发现, 擦着我耳畔掠过的, 竟然是几枚银针。 在看场上, 见那黑影又是极灰几下, 孙海龙几人只能闪身躲开, 那黑影趁机抓起地上的大刀, 抓住无头神将的胳膊, 往山庄深处逃去。 然而此时那老光头早已叙事待发, 哈的一声, 一道骤音滚滚而出, 犹如晴天打了个霹雳。 那黑影被喷个正着, 一下子摔了出去, 但很快就挺了起来, 抓住神将, 投入黑暗之中。 孙海龙等人晚了一步, 没有追上, 回到那黑影摔倒的地方, 冷声道, 装神弄鬼的东西, 跑不了多远。 我和赵明敏随后走了过去, 见地上见了一滩烟红的血迹, 显然是刚才那黑影, 被老光头的咒音重创, 受伤吐血。 孙海龙瞥了地上老三的尸体一眼, 咱们去给老三报仇。 说着, 就带着两个兄弟往前追去。 老光头望了我一眼, 目光灼灼, 小陈先生, 刚才是你用的法术。 我故作不解, 什么? 那神将身上突然冒出的水, 老光头盯着我道, 会不会是露水? 这鬼地方温度还挺低。 我随口说, 老光头深深看了我一眼, 转身去看正往山庄深处走去的贾小慧, 皱眉道, 那看来又是这位小姐出的手。 小陈先生, 你这位朋友到底什么来年? 我笑笑, 个人隐私, 不告诉你。 老光头喝了一声, 也没再细咎, 追着孙海龙等人去了。 我和赵明敏也随后跟上。 走了几步, 赵明敏突然激的一声笑了出来。 我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他捂住了嘴, 一边笑, 一边红着脸, 不好意思地说, 对不起, 我就是想起你刚才对着那南洋大师说瞎话的样子, 就忍不住好笑。 明明是你, 教我用的法术, 你还说是露水, 吸。 跟着老光头, 没什么好说的。 我随口道, 老光头? 这个名字好, 那我也叫他老光头。 赵明敏笑以赢的赞道。 我看了他一眼, 笑说, 你抓实际的本事可厉害。 真的吗? 赵明敏大喜, 我只要没有帮到忙就好了。 我说哪里, 这次最大的功劳是你的。 赵明敏嘴角含笑道, 哪有, 还不是你厉害, 我就是沾了你的光。 说话间, 就见孙海龙等人在前面一处, 十堆钱停了下来。 那人在干嘛? 赵明敏疑了一声问。 只见那老胖子, 整个人趴在地上, 用鼻子嗅着地面, 看情形, 似乎是想寻着气味追踪。 我四周打量了一下, 这地方已经是在整个波热山庄的后方, 周围的地形看着有些眼熟,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官邸就在这附近。 当初在千岁湖皇家那座波热山庄里, 我们一群人曾经被谢宁给设计, 陷在一处停满棺材的地下空间里, 那些棺材加上地势, 组成了一个昆镇。 谢宁借着这个昆镇, 差点把所有人都给一锅端了。 现在想起来, 当初这个地方, 八成就是景叔所说的关地。 我见那贾小慧双手插在衣袋里, 站在一处土丘前, 走到他边上看了一眼, 就发现那土丘上长满了荒草, 不过透过缝隙, 还是能隐约见到里面藏着一道铁门。 这算不算故地重游? 我笑问了一句, 贾小慧没有理睬。 什么故地重游啊? 赵明敏跟了过来, 疑惑地问。 这时, 那老光头和孙海龙三人, 见状都走了过来。 这里有扇门, 老光头瞇了瞇眼, 王土丘一指。 孙海龙沉着脸道, 进去看看。 说着拨开草丛, 那道大铁门就整个露了出来。 老大我来。 老胖子主动上前, 揉了揉手腕, 猛地大喝一声, 一拳头砸在铁门的锁扣上, 只听咔嚓一声响, 铁门应声而开。 孙海龙三兄弟率先进入, 接着是老光头, 然后是贾小慧。 我和赵明敏走在最后。 里面的任何东西都不要碰, 进去后继清楚地形, 万一事情不对, 咱们撒腿就跑, 千万别犹豫。 我低声叮嘱他。 赵明敏古怪地看了我一眼, 还是乖巧地点头说, 记住了。 进门之后, 果然是一条颇长的涌道, 跟千岁湖那个十分相似, 空气中充斥着沉闷腐朽的味道。 前方孙海龙等人打起了灯, 顺着涌道摸了进去。 过不多时, 我们就穿过涌道, 前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 赵明敏啊的嘀呼了一声, 好多棺材。 我因为有之前在千岁湖的经历, 并没有太过意外, 放眼望去, 这地方的格局很皇家那座, 几乎一模一样, 坑道中也是停满了棺材, 密密麻麻。 这里是锦家的官地, 葬的都是锦家的仙人, 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孙海龙回头冷冷撇露眉眼。 赵明敏被他看得倒退一步, 脸色发白。 我笑说, 孙老板, 看不出来, 你对这山庄熟得很辣。 孙海龙阴冷的目光在我身上一转, 有些是跟你无关, 最好别多管。 哟, 这是开始威胁上了。 我扎摸着他话中的意思, 可笑了笑, 那就是跟孙老板有关咯。 孙海龙脸色一沉, 正要发作, 就被那老光头笑呵呵的拦下, 打了个圆场。 咱们现在可是合作的盟友, 可不要起内讧。 老光头笑道, 孙老板, 你看接下去, 我们该往哪走。 孙海龙冷哼了一声, 说这地方停了那么多棺材, 说不准有什么猫腻, 大家一起找找。 于是, 众人打着灯, 在一堆棺材中四处查探。 我怕这官地之中, 又布置了什么阵法, 一直小心谨慎, 这时在东南角的老胖子, 突然大叫了一声, 你们过来看, 这棺材是不是有问题。 我们过去一瞧, 见那是口柳木红棺, 从外形上看, 跟周围其他的棺材, 也没什么分别, 只不过, 它的棺盖, 却是有挪动过的痕迹, 此时并没有完全盖炎。 打开了看看, 孙海龙沉声说道, 老胖子当即一脚踹出, 直接把棺盖踹飞了出去。 哈, 果然有问题。 我们拿灯一照, 就见这口棺材底下, 居然是空的, 下头黑漆漆一团, 显然另有乾坤。 孙海龙拿过一盏灯, 扔了下去, 过了片刻, 只听到光当一声响, 那盏灯砸在地上熄灭了。 目测下面的距离, 应该不超过十米。 孙海龙转过头来, 朝我和赵明明一指, 你们俩谁先下去? 你们先下, 我俩电后。 我淡淡回了一句。 孙海龙冷笑道, 那要你们俩有什么用, 来看戏吗? 看戏就挺好, 我不动声色。 你, 孙海龙目入凶光, 老光头赶紧打圆场, 孙老板消消气, 还是大势为重。 孙海龙阴沉着脸, 盯着我瞧了半晌, 摆摆手道, 老四你下去。 那老四应了一声, 拿了一盏灯, 朝关中一跃而下, 东得落在地上, 随即就地滚开, 摆开架势四下警戒。 下面毫无动静, 他冲上面打了个手势。 紧接着, 老胖子, 孙海龙和老光头相继下去。 我见身边黄影一闪, 贾小慧也跟着落了下去, 如同一片落叶一般, 落到地上翘无声息, 老光头等人都吃惊地看了他一眼。 要不要我接着你? 我下去前问了一声赵明明。 不用。 赵明明脸一红, 慌忙说道。 我下去之后, 赵明明也跟着一跃而下, 落地卸了一次力, 轻轻巧巧地就站稳了, 看得出这姑娘底子 还是扎得不错的。 孙海龙等人正举着灯四处查看, 我打亮了一眼, 见着地方空空荡荡的, 老胖子突然叫了一声, 说这里有个通道。 我们跟着过去一看, 见这里过来, 有个通道往下去, 近到里面一看, 是一阶一阶的石体。 这阶梯成螺旋形, 旋转而下, 我暗暗惊叹, 当年这般若山庄 是花了多少人力物力, 才造出成了如今这副模样。 但越往下走, 我就越觉得不对劲。 随着阶梯往下, 底下翻上来的阴气越来越重。 走下了大概一百多级的时间后, 我们前方出现了一个堵石壁, 地上开了一个洞, 大概有半人多高, 可以容纳一人矮着身子通行。 这到底什么鬼地方? 老胖子一脸诧意地问。 我算了一下, 这百多级石接下来, 应该已经在地下数十米, 恐怕谁也想不到 这般若山庄下面, 还另有乾坤。 老光头走到那洞穴跟前, 往里张了张, 问, 孙老板, 你怎么看? 孙海龙沉思了片刻, 指着地上道, 这里好像有人来过。 地上有些许的痕迹, 的确像是不久前 有人经过的样子, 我伸手在洞口摸了一把, 冰冷刺骨, 里面阴气必然急胜。 下去看看, 孙海龙当即决定, 我们一行人矮着身子穿行而入, 我让赵明明走在我前面, 我跟在最后。 这洞穴进去之后, 石壁有砍凿的痕迹, 明显是人工开掘出来的, 我越走越觉蹊跷。 这样弯着腰走了 大概一刻多钟, 突然前面的人一停, 孙海龙问道, 怎么回事? 灯光闪了闪, 老胖子的声音叫道, 他妈的, 这是什么? 紧接着, 队伍继续行进, 我们很快从咏道里穿出, 借着灯光看去, 只见我们身处一个巨大的空间, 看周围的布置, 这赫然竟是一个巨大的古墓。 我们所有人都被震撼了。 这墓室之中, 四面八方都立着高大的石雕神兽, 壁上刻有无数符文, 神秘而诡诀。 怎么这地方会有这样大漠? 老光头惊恶地打量这四周。 我暗暗观察孙海龙三兄弟, 见他们脸上既是震惊, 又透出了一丝狂喜, 开口问道, 孙老板, 你见多识广, 知不知道这是哪里? 孙海龙脸上的喜色一傻而逝, 重新变为阴沉, 说道, 这我又哪里知道, 看起来像是某个年代的古墓。 我看那眉头的东西, 就藏在这里, 咱们先把那斜碎找出来。 一行人继续往大墓深处找去。 我一路观察那大墓的构造, 以及墙壁上的纹路转折, 越看越是心经, 当年造着大墓的不知是什么人, 里面的涉及到的阵法结构, 以及数数运用, 实在是复杂的吓人。 这绝不是一般的大墓。 我叮嘱赵明明小心, 在脑中不停记忆四周环境, 不敢有任何的掉以轻心。 过不多时, 前面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平台, 完全由一种黑色的石头砌成, 雕刻着十分繁复的纹路。 在那, 走在最前的老胖子, 突然大叫。 所有灯光打了过去, 只见那黑石平台上, 立着一个黑漆漆的身影, 身披铁甲, 手握大刀, 煮在地上, 却是没有头颅, 正是那个无头神匠。 在那神匠边上, 蜷缩着躺着一个人。 等等, 孙海龙把急吼吼要冲过去的老胖子叫住。 老光头盯着前方看了一阵, 说道, 还是小心一点。 所有人都不敢轻举妄动, 毕竟这木来的诡异, 谁也不知道那黑石平台上究竟有什么。 大师, 我觉着, 还是让这两位先过去看看。 孙海龙一指我和赵明明道, 这孙子不敢自己过去, 又把主意打到了我俩身上。 这, 不大妥吧? 老光头看了我一眼。 孙海龙冷哼了一声, 大师, 你也未免太心善了, 这两个小年轻跟了一路, 一点用都没有, 让他们上去探个路怎么了? 老光头呵呵了一声, 转向我问, 小陈先生意下如何? 不去, 我毫不犹豫地拒绝。 孙海龙勃然大怒, 目露凶光, 好小子, 这可由不得你。 剩下的老胖子二人, 也神色不善地围了上来。 老大, 跟他们费这么多话干什么, 直接扔上去就是。 昨晚这兄弟三人, 顾忌着何有道和谢宁, 没有冲我出手。 这时候看, 只有我和赵明明两个小年轻, 大概是准备心仇救恨一起抱了。 大师你怎么说? 我看向老光头。 老光头看看我, 又看了一眼边上的假小慧。 呵呵笑道, 大家都是自己人, 何必呢? 我看不如咱们一起上去, 就算有什么诡计, 咱们这么多人也不怕他的。 孙海龙面色阴冷如水, 只不过他显然对老光头颇为顾忌, 哼了一声, 道, 那就听大师的, 咱们一起上。 在仔细观察了一阵之后, 我们一行人踏上平台, 不过一路上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形。 起初众人还小心翼翼, 但后来就发现, 那无头神将立在那里, 一动不动。 老光头和孙海龙四人一起出手, 砰的一声响, 那神将轰然栽倒在地。 两道人影一起抢出, 孙海龙一把抓向握在地上的人影, 老光头则是抓向无头神将腰间。 我见孙海龙一把拎起来一个人, 那人搭拉着脑袋, 手脚无力地下垂, 被锁住喉咙拎在半空, 显然是已经昏迷不醒了。 老光头则是怒吼一声, 乃去了? 我见他在那无头神将腰间不停翻找, 神色焦躁, 显然是没有找到他想找的东西。 老胖子抓起大刀, 就要朝那无头神将劈去, 却被孙海龙拦住, 先放一放, 说不定咱们还有用。 这鬼东西能有什么用? 老胖子不解地问。 孙海龙却没有回答, 转向老光头。 大师, 你是想找什么? 老光头神色一缓, 笑道, 没什么。 孙海龙呕了一声, 不过看他的样子也不像是相信的样子。 那个无头神将到底是什么东西? 赵明明在旁低声问我。 我也琢磨过这个问题, 想来想去, 有可能是剧练尸。 练尸? 那是什么? 赵明明吃惊地问。 其实我也只是猜测, 因为练尸这种东西, 我只在书上看到过, 并没有真的见过。 所谓的练尸, 就是指被人练止出来的活尸。 世上有种很邪门的法术, 叫做练尸术。 能够把尸体, 练成可以听从指挥的活尸, 最早是传自尸门, 会这门法术的术士, 在我们行内, 叫做练尸术士。 不过练尸这种法术, 阴森诡诀, 又是常年跟尸体打交道, 学的人本来就不多, 而且不太被练门中人接受, 因此到了近代, 诗门早就销声匿迹。 会这门法术的人, 也是几乎绝技。 可眼前这个无头神将, 像集了书上对练尸的描述。 孙海龙这老家伙, 见多识广, 可能认了出来, 之所以要把无头神将留下来, 估计是另有打算。 毕竟, 如果这真的是一句练尸的话, 如果使用得当, 那可是价值不菲的。 孙老板, 能不能让我看看这人? 老光头指了指 孙海龙手里拎着的人。 当然, 孙海龙稍稍往后退开一步, 将那人的头抬了起来。 我见着男人脸色苍白, 双目紧闭, 嘴角全是血沫紫, 鬓角斑白, 看着有五十来岁, 不过单论五官长相的话, 还是颇为周正俊秀, 想来年轻时还是个帅哥。 一旁的老胖子突然疑了一声, 说, 这不是那个死瘸子吗? 孙海龙拧了拧眉, 谁? 老胖子睁大了眼睛, 盯着那人猛瞧了一阵, 应该没错, 就是那个死瘸子。 老大你忘了, 当年在山庄外边。 他刚说到这里, 孙海龙就打断道, 废话少说, 你就说他是谁? 那老胖子会议过来, 黑了一声说, 我记得, 好像是姓刘, 反正是个瘸子。 我听得心里一动, 姓刘的瘸子, 难不成是景叔说的那个会逢尸的二皮匠? 孙海龙盯着手上那人瞧了一阵, 冷哼了一声, 原来是他。 孙老板, 你认识这人? 老光头问。 孙海龙目光闪烁了一下, 很多年前见过, 原本还以为是个老老实实的农民, 谁知还是个妖人。 老光头呕了一声, 却也没有细咎, 说道, 孙老板能不能把这人交给我? 我一听, 就知道这老光头是怀疑白玉老虎 被刘瘸子收在了身上, 想把人要过去。 孙海龙却是奸哗得很, 微微一笑问, 大师要这人干什么? 老光头呵呵笑道, 本事帮了孙老板一个大忙, 难道孙老板连这点小事都不肯?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孙海龙淡淡道, 说着, 伸手往刘瘸子身上摸去。 我就见老光头脸色大变, 想要上前, 却被老胖子二人踏上一步拦下, 但孙海龙摸遍了刘瘸子全身, 却也没发现什么。 老大, 我来把这死瘸子弄醒。 老胖子走上前去, 狠狠地抽了刘瘸子两个耳光。 刘瘸子挨了这两下, 脸颊顿时高高肿起, 却是依旧昏迷不醒, 看来他承受了一记老光头的咒音, 伤势极重。 妈的! 老胖子骂了一句, 抓住刘瘸子的手艺用力, 只听咔嚓一声, 就掰断了他一根手指。 赵明明啊地低呼了一声, 小脸发白。 老胖子一脸冷笑, 接着又掰断了一根。 在这样的剧痛刺激下, 刘瘸子低音一声, 终于苏醒了过来。 你个死瘸子, 原来是你在装神弄鬼, 好大的狗胆。 老胖子骂道。 我见那刘瘸子, 脸色嘴唇清白, 脸颊却是又红又肿, 嘴角还沾着血墨子, 狼狈不堪, 喘, 吸着睁开眼, 缓缓看了我们每个人一眼。 死瘸子! 咔嚓一声, 老胖子再度掰折一根手指。 刘瘸子脸部抽搐了一下, 却是忍住了一声不吭。 孙海龙抓着他的衣领, 像团烂部似的拎在半空, 沉声问道, 刘瘸子, 我跟你无冤无仇, 为什么要杀害我? 刘瘸子嘴唇动了动, 浮出一丝讥讽的嘲笑。 无冤无仇? 他的声音极为沙哑, 语速也是极慢, 似乎好久都没说话了似的, 听来很是有些声色。 哈哈哈哈, 无冤无仇? 他放声大笑起来, 笑声在寂静的目视中听来, 让人毛骨悚然。 二十年前, 山庄里二十多条人命的血债, 你得忘了? 刘瘸子笑声一脸, 突然咬牙切齿地盯着孙海龙, 厉声叫道, 你们孙家的四条狗, 我就算变成鬼, 也要生生地吞了你们。 闭嘴, 什么二十多条人命, 你胡说八道什么? 老胖子怒声呵斥, 一发力, 又是掰折了他两根手指。 刘瘸子哈哈大笑, 当年, 他话还没说完, 被孙海龙一把锁住喉咙, 顿时发不出声音。 这瘸子在这里胡言乱语, 就是想让我们互相猜忌。 孙海龙阴沉着脸淡淡说道, 老光头呵呵笑道, 孙老板说的是, 咱们绝不会上当。 孙海龙微微点头, 说道, 咱们不如先四处查看一下, 看看这下面究竟有什么名堂。 老光头欣然阴郁, 于是我们一行人继续朝着大幕深处走去。 那人说的, 会不会是真的? 赵明明往我身边贴了贴, 低声问。 我创他点了下头。 从之前的种种来看, 这孙海龙四兄弟十有八, 九根当年山庄的灭门案脱不了干系。 那, 那咱们怎么办? 赵明明紧张地问, 咱们, 咱们要帮谁? 我笑问, 你想帮那个刘瘸子? 赵明明搅了脚手指, 有些迟疑, 我也不知道。 可是, 咱们总不能帮凶手吧? 我摁了一声, 说, 当然不能帮。 真的? 赵明明喜道, 我还怕你, 跟我想法不一样呢。 你们嘀嘀咕咕干什么? 前面的老胖子, 回头冲我们喝骂了一声。 关你毛事, 我回了一句。 老胖子顿时大怒, 你他妈的, 想找事是不是? 正在这时, 突然有个声音叫道, 外面是谁? 千, 千万不要进来。 我们所有人都是一领, 只见前面出现了一个高大的石门, 门内黑漆漆的一团。 那声音就是从门内传出的, 声音并不是很响, 听起来颇为虚弱。 什么人? 孙海龙高声问。 隔了一会儿, 只听那门内的声音问道, 你, 你们又是什么人? 我忽然觉着那声音有些熟悉, 转头看了一眼赵明明, 正好他也睁大了眼睛看过来。 怎么这声音有点像杨大师? 赵明明吃惊地说。 孙海龙回道, 我是荣城的孙海龙, 跟一群朋友无意中到了这里。 只听门内那人道, 我们是江城来的, 比人杨远宁, 跟我们同行的还有黄振云老先生。 孙海龙惊疑了一声, 是那位名声卓著的黄老先生吗? 门内那人回道, 正是。 赵明明轻轻地碰了我一下, 信眼圆睁, 冲我眨了眨眼。 我明白他的意思, 是说里面真的是杨大师和黄老先生他们。 我点了一下头, 又摇了摇头, 示意他, 咱们先静观其变。 赵明明用嘴形做了个欧的动作, 表示他知道了。 在孙海龙的示意下, 老胖子走到门口, 手一挥, 将一盏灯滚了进去。 这灯是特制的, 是个拳头大小的球形, 外头是玻璃加钢丝网, 十分坚固, 我也是头一次见这种灯。 那灯球滚进去之后, 顿时照得里面大亮, 只见里面的青石地板上趴了好多人。 其中一人还能勉强坐着, 被灯光刺得眼睛眯了眯, 正是杨远宁。 虽然只是数日没见, 但这老头子面容瘦靴, 脸色铁青, 像老了好几岁, 尤其在灯光的映衬下, 瞧着很是有些阴森。 你, 你们别进来, 这里有很厉害的阵法, 杨远宁的声音极其虚弱, 断断续续的, 似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仔细观察了里面的情形, 给赵明明折个眼色。 杨大师, 我是明明。 我林伯父, 还有黄老先生他们怎么样了。 赵明明立即会议, 冲里面大声叫道。 杨远宁一听, 面露喜色。 你, 你是赵家的, 赵家的小姑娘。 是我, 其他人怎么样了? 赵明明忙答应道。 杨远宁缓了一口气, 才接着道, 我们困在这里好, 好几天了, 其他人都混, 混着。 听到其余人暂时没有姓名之忧, 我俩都是稍稍松了口气。 难怪一直说联系不上人, 原来他们这一伙人全陷在了这里。 只不知, 这里面究竟藏了什么厉害布置, 居然能把这么一堆精通风水数数的行家 都困住无法脱身。 明明, 还有谁跟你一起来的? 里面的杨远宁问。 赵明明有些奇怪, 冲门里面挥了挥手。 杨大师, 你能看见我吗? 杨远宁摇了摇头, 这里的阵法很古怪, 只要一线进去, 就看不到真实的地形了, 只能听到声音。 赵明明似懂非懂, 翠生说道, 还有陈, 陈平他也和我在一起。 杨远宁喜道, 他也在。 好, 好。 说到这里, 似乎气力不济, 呼呼地喘着粗气。 你们认识? 孙海龙阴冷的目光落到了我俩身上。 对啊, 我伯父也在里面。 赵明明说, 孙海龙冷声问,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我俩就是跟着你们来的呀,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赵明明道, 孙海龙盯着我们瞧了半声, 冷哼了一声, 朝门内问道, 杨大师, 不知,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这时, 被孙海龙拎在手里的流瘸子, 咧了咧嘴, 呸得吐了口唾沫。 这里面是怎么回事? 孙海龙松开流瘸子的脖子, 将它丢在地上。 流瘸子在地上挣扎了一下, 想站起来, 却是做不到, 又倒了回去, 骂倒, 什么怎么回事, 不就是一帮盗墓贼? 这时, 一个老麦的声音, 微微颤颤地叫道, 不, 我们可不是盗墓的。 啊, 是黄老先生, 赵明明喜道。 远远看去, 见杨远宁身边有个人动了一下, 杨远宁搭手掺了他一把, 乔身行, 应该就是黄正云老先生。 他虽然年纪老麦, 但一直由杨远宁等几个风水大师保护, 想来情况尚好。 刘瘸子哈哈大笑, 一帮人跑到墓里来, 不是为了盗墓, 还是观光来了? 你们这些人, 都是些狗东西。 黄老先生叹息了一声, 哎, 这实在是误会。 十多年前, 老头子我无意中来到这二月谷, 发现了这座被废弃的波耳山庄。 当时一见之下, 我就惊为天人, 造这座山庄的人, 绝对是个大行家。 不过最让我惊喜的是, 我竟然在山庄里, 看出了一丝藏门的痕迹。 听到藏门两个字, 我不禁大吃了一惊, 就是老光头和孙海龙等几个老狐狸, 也是神色大变。 唯独赵明敏一脸疑惑, 显然没听说藏门这个名字。 其实他没听过也正常, 藏门是个只在传说中的宗门, 在远古时期, 民间就开始流传起藏法, 讲究人死后入土安葬。 而藏地又讲究风水, 地形, 阴阳, 五行之变, 其中的藏法更是千变万化, 层出不穷。 据说这些藏法, 就是从藏门流传而出。 可以说, 藏门是最为古老的宗门之一, 相比之下, 什么全真教, 天师道, 茅山之类都只不过是后起之秀。 而到了如今, 这个年月, 就连全真教这样, 曾经直到门牛尔的大教, 都已经断了香火, 更别提藏门了, 恐怕早已经沉入历史的长河, 灰飞烟灭。 我也只是在一些旧书残卷中, 读到过一些有关藏门的灵星记载, 据说世上存在着一些极为神秘的大幕, 其中有可能镇压了恶鬼妖魔, 那都是藏门的手柄。 也有人传说, 当年的秦始皇陵, 就有藏门传人经手。 我突然想到另一个传说, 说是很多年前曾经兴盛一时的师门, 其实就是藏门的一个分支, 是由其中一个藏门中人创立的。 老头子我一直醉心玄学, 回去之后, 就对这般若山庄念念不忘, 觉得废弃在这里实在可惜。 我就将山庄里的所有布局寄了下来, 又召集了一批行家, 花了多年时间在一座岛上 哎,只不过我这照搬的东西 毕竟只是个山寨货, 跟这原作还是无法相比。 我很怀疑, 当年建造这座山庄的人 是和藏门有关。 说到这里, 黄老先生的语气显得十分激动。 哎,只可惜, 建造这座山庄那位景田园先生 早已故去, 而他的后人又在二十多年前满门, 哎,可惜,可叹。 黄老先生惋惜之极。 我研究玄学多年, 一直对传说中的藏门念念不忘, 思来想去, 还是决心在死前 再来这里探访一番, 也好了了这段心愿。 我也是万万没想到, 山庄底下居然还藏了 这样一座古墓。 黄老先生的声音明显高了起来, 语气兴奋, 我终于想明白了, 当年那位景田园先生 为什么要在这里建波热山庄? 为什么? 就连刘瘸子都皱眉盯着他。 黄老先生声音微微发颤, 那是给激动的。 你们有没发现, 这二月谷是个什么形状? 那是个棺材状? 所以, 外头的人都把二月谷叫做棺材谷。 从风水上来说, 这种形似棺材的地形 是有封禁作用的。 我推测, 这座山谷底下 应该风阵着什么妖孽邪祟? 景家镇的人之所以适待居住此地, 就是要用生人的阳气镇压阴邪。 我听镇里人说, 当初在波热山庄修建前的一年里, 二月谷里出了种种怪事, 树木枯萎, 人畜发病, 多灾多难。 这很有可能就是地下的风阵松动, 导致阴邪之气外泄。 后来那位景田元先生 主持在谷中修建了波热山庄, 有了山庄的镇压, 总算将风阵加固, 这之后, 二月谷内就风调雨顺, 再没出过神妖室。 不得不说, 这位黄老先生的推断是极有道理的。 尤其在看到这座大墓之后, 黄老的这番猜测就愈发有可能。 我们之所以下到墓里来, 可真不是为了盗墓, 我们只是想开开眼界。 这里, 这大墓, 你们看着墙上的符文, 那些布置, 这是藏门的手段啊。 黄老先生语气越发激动。 这座大墓, 肯定是很多年前, 由藏门传人修建, 墓里只怕是封振着什么极为可怕的东西。 我见孙海龙面色阴沉, 看不出什么表情, 老光头则是十分专注的聆听, 似乎对此事也是极感兴趣。 你这学识倒是不错。 刘学子突然说道, 你们当真不是来盗墓的。 千真万确, 黄老先生诅咒发誓, 您难道是这里的守墓人? 实在是得罪了。 刘学子发出一阵沙哑的笑声, 什么守墓人? 我哪有这资格, 我就是一个东躲屑, 藏得废物罢了。 你说的没错, 这座墓的确是藏门前辈修建的, 锦家镇无数代人都在古中定居, 为的就是镇守这座大墓。 刘学子突然高声叫道, 这番话无异于石破天惊。 真的是这样? 这真的是藏门留下的大墓? 黄老先生狂喜。 我见刘学子神色肃然, 又带着几分傲然之色, 努力地挺了挺胸, 这还有假? 要不是藏门留下的手笔, 普天之下, 谁能见出如此木局? 难怪, 难怪, 我们被困得不冤。 黄老先生哈哈大笑。 笑了一阵, 声音突然中断, 只听杨远宁急声道, 黄老, 您别激动。 没事, 没事, 黄老喘, 吸了几声, 显然刚才心情太过激荡, 以至于叉了气。 哈哈, 藏门在此建造大墓风阵邪物, 景家一族更是为了不让邪物破土而出, 一代代定居于此, 以性命相守。 刘瘀子大声叫道, 只可惜啊, 人心险恶, 恐怕景田元先生也想不到, 他的后人有一天会被人斩尽杀绝。 黄老先生叹气道, 我也听说了这件惨死, 实在是可怜, 也不知道是谁下的毒手。 刘瘀子连连冷笑, 还不就是孙家的四条狗? 他刚说到这里, 就被孙海龙锁住喉咙, 你胡说八道什么? 孙老板, 你激动个什么? 我插嘴道, 人家骂的是孙家四条狗, 哎哟, 不会说的就是孙老板吧? 混账! 跟我有什么关系? 孙海龙目光胸利地瞪着我, 那你做贼心虚干什么? 赶紧松开手, 让人家把话说完, 我呛了回去。 这时, 里面的黄老先生咳嗽了一声, 也说道, 这位孙老板是, 我记得荣城有个百花集团, 是不是孙老板的? 黄老先生人脉极广, 背景极其厉害, 孙海龙就算再高傲, 倒也不敢无视他, 说道, 黄老有所不知, 这人连着杀害了数人, 其中就有我的儿子。 黄老啊的惊呼了一声, 十分吃惊, 这, 孙老板, 不如把你的手先松开了, 正好问问他, 为什么要杀人? 我插了一句。 孙海龙阴冷地看了过来, 看来我是彻底把这人给惹恼了, 怕是, 立即掐死我的心, 都有。 小陈先生说得不错, 孙老板, 我看还是先把人松开, 老光头这回却是站在我这边。 孙海龙见状, 只好恨恨地把手松开。 你尽管说, 我倒也想听听你能说出什么话来。 孙海龙目光闪烁, 把刘瘸子丢在地上。 刘瘸子呸了一声, 骂道, 信孙的四条狗已经死了一条了, 剩下的三只也跑不了。 老胖子冲过去, 抓住他的手腕, 咔嚓一声, 掰着了他的左手, 嘴里骂道, 你个死瘸子, 害死我家老三, 看我怎么折磨死你。 刘瘸子疼得脸色煞白, 冷汗直冒, 却是硬生生地不吭一声。 二十多年前, 是谁伤得只剩了半条命, 差点死在二月谷外面。 他吸了一口气, 冷冷地喝问道。 庄主三天三夜不眠不休, 总算把这人救了回来。 可谁知道, 却是救了一条咬人的毒蛇呢, 害了庄主满门。 我们纷纷看向孙海龙。 听刘瘸子这话里的意思, 不用说, 大家也知道他指的是孙海龙。 然而后者板着个脸, 却是面不改色。 这条毒蛇就是你, 孙海龙。 刘瘸子力声喝道。 孙海龙冷笑。 刘瘸子狠狠地盯着他, 你难道敢否认, 当年是庄主不辞辛劳, 把你这条狗命救了回来? 无稽之谈, 二十年前我从未来过这地方, 更别谈什么被救。 孙海龙面无表情地道。 刘瘸子黑了一声, 我知道你这狗东西不敢认, 哈哈, 你敢认才奇怪了。 老光头插嘴道, 这就有些奇怪了, 且不管那人是不是孙老板, 既然是被庄主所救, 又怎么会反过来恩将仇报, 灭了山庄满门? 刘瘸子看了他一眼, 这里头有个大秘密, 不过如今, 我们庄主已经断了香火, 说来给你们听听, 也无妨。 一百多年前, 修建这座般若山庄的景天元先生, 其实是出身藏门。 虽然此前已经有所预料, 但此时, 听刘瘸子亲口说出, 我还是大吃了一惊。 景天元先生真是, 真是藏门传人, 黄老先生激动得不能自已。 刘瘸子神色肃然, 当年景先生原本就是藏门中人, 只是因为出了某些事, 他心灰意览之下, 流落到了咱们二月谷, 后来就索性在谷中住了下来。 后来他改姓景, 并做了景家镇的女婿。 他是藏门中人, 自然一眼就看出, 咱们镇子下面藏了一座大墓, 而且是早年间藏门所建。 景家镇成祖宗遗训, 一直生活在这谷里, 为的就是以全部族人的阳气, 镇压邪木。 但这个秘密, 只有每一代的族长知道。 但后来不知发生了什么, 邪木的风阵松动, 当时的景家族长急得焦头烂额。 幸亏他的女婿, 也就是景天元先生, 用他学字藏门的手段, 在咱们谷里, 修建了一座波热山庄, 以此镇在邪木之上, 又保了镇子平平安安百余年。 景天元先生在过世之前, 也记录了一部分藏门的秘法, 传给子孙后代。 不过他留下了规矩, 这秘法只能用来维护山庄, 以及镇守邪木。 所以一直以来, 也没人知道咱们庄主, 其实精通玄学法术。 可是为了救那幸孙的白眼狼, 庄主不惜动用藏门秘术。 这幸孙的康复之后, 对庄主能将他救活的手段极为佩服, 并询问他到底是怎么将他救活的。 我们庄主一出生就生活在谷里, 从没去过外面, 哪里知道人心险恶。 在幸孙的套话之下, 庄主不小心说漏了嘴, 让他幸孙地知道了, 原来庄里藏有一部分藏门的秘法。 于是这白眼狼贪念大起, 居然在一个深夜, 带着他的三个兄弟, 突然杀进了山庄。 这活狗东西, 计划周祥, 在山庄外围早早布下了法术, 就算山庄里有什么异想, 也难以传出去。 山庄里姥姥小小, 猫猫狗狗, 尽数死在他们的歹毒法术之下, 各个心肝碎裂, 蹊跷流血。 只有庄主幸免于难, 他眼见大敌当前, 家人全部罹难, 悲愤之下, 穿上了景田园先生留下的悬甲, 手持大刀, 与孙家那四条狗搏纱。 只可怜庄主一生距于谷中, 从没有与人斗法的经验, 最后被四人置住, 逼问藏门秘法。 庄主哪会告诉他们, 结果被这群心狠手辣的狗东西, 斩下了头颅。 听着刘瘸子, 声嘶力竭地说完这番惊心动魄的往事, 一时间, 目中一片死寂。 孙海龙突然大笑起来, 说得好像跟真的似的, 你口口声声指桑骂怀, 说是我们兄弟四人杀入山庄, 你是亲眼见了。 就是啊, 简直可笑至极, 老胖子也是呵呵笑的, 你不是说山庄里鸡犬不留吗? 那当晚的事情, 还有谁会知道? 这一切, 明显都是你编造的。 刘瘸子无声地笑了起来, 当然是我亲眼所见。 简直是胡扯, 你怎么亲眼所见? 孙海龙立声道。 我笑道, 孙老板, 这么气急败坏干什么, 听人家说下去不就明白了? 刘瘸子凶狠地盯着孙海龙, 哑声笑道, 信孙的狗东西, 只怕你怎么也想不到, 当晚你们行凶的时候, 还漏掉了一个人。 呵呵呵, 那人就是我。 我见孙海龙额头的青筋跳了跳, 左拳捏紧。 原来, 这刘瘸子在年轻的时候, 遇到一场事故, 不仅心爱的女友当场惨死, 他自己也瘸了一条腿, 落下终生残疾。 他心灰意冷之下, 就到处流浪, 后来无意中进了这二月谷, 觉着这地方鸣风淳朴, 环境封闭, 于是就在这里定居了下来。 之后很偶然的机会, 他跟身为井家组长的庄主认识, 因为他组上做的是二皮匠的行当, 他从小耳濡目染, 对玄学也颇有一番见识。 因此, 二人一见如故, 成了望年交。 有一年的五月份, 山庄底下的邪木突然出现异动, 刚好刘瘸子仍在山庄, 庄主见情况紧急, 也就没有避讳他, 把事情如实相告。 刘瘸子震惊的同时, 跟着庄主一起下去镇压邪木。 有了这个经历, 二人的交情越来越好, 可以说是一师一有。 在山庄出世那晚, 刘瘸子刚好也在, 只不过, 他当时正在聚闲厅的北墙的家层里, 检查一个阵法结构。 正当他专心查看时, 突然耳朵鼻子眼睛开始渗血, 心脏咚咚咚地狂跳。 那时也就是山庄被人闯入的时候, 庄里所有人处, 全被突如其来的邪术虐杀, 而刘瘸子幸亏有修行的弟子, 体格超过常人, 这才没有历史毕命。 不过就算如此, 他也浑身发麻, 口不能开, 手不能动, 瘫软在地。 之后, 他就在墙壁的家层之中, 眼睁睁看着庄主被四人逼问藏门秘书, 庄主一言不发, 结果被四人给斩杀当场。 刘瘸子悲愤已急, 一直到凌晨时, 他才发现身子恢复了些力气。 他从家层中出来, 就见山庄里无一活口, 他抱着庄主的尸体, 大哭了一场, 四处寻找, 却是找不到庄主的头颅, 想来是被那伙人给带走了。 他正正在地上坐了一会儿, 把庄主的无头尸体, 扶到椅子上坐下, 他未免被镇上的其他人误会, 只好先悄然离开了山庄。 到了天擦亮的时候, 景叔和二德发现异样, 跑进了山庄, 然后全阵的人都被惊动了。 刘瘸子回到家中, 躲在卧室里, 他一遍一遍地想着山庄里的惨样, 悲愤欲狂。 但他就是个没用的瘸子, 景家镇里其他人也都是些普通人, 只会种种树, 过过小日子, 根本指望不上。 他思来想去, 突然想到自己已经过世的爷爷 曾经留给他几本书, 都是关于尸体处理的一些经验, 比如尸体的缝合, 拼接等等。 他们组上就是二皮匠, 所以这也不稀奇。 不过, 当中有一本书, 名字很怪, 叫做《炼尸八法》。 刘瘸子翻看过这书, 里面讲的东西十分诡异, 竟然是说, 如何把死人给炼成活尸的。 据书中所说, 这活尸炼成之后, 刀枪不入, 水火不清, 十分厉害。 当时的刘瘸子翻看了几页, 就嗤之以鼻, 觉得是无稽之谈, 要不是这书是爷爷留下的遗物, 他恐怕早就给扔了。 可自从到了二月谷, 和庄主结为好友之后, 又见识了山庄底下的大幕, 他才突然发觉自己以前是太过见识浅薄了, 世上很多事情看似不可思议, 只不过是自己不懂而已。 于是他立即翻箱倒柜, 把那本《炼尸八法》给找了出来。 这本书说是炼尸八法, 但因为那书只有个残本, 书页七零八落, 所以最终能勉强看权的也就只有一门秘法。 诏书上说, 这门秘法属于炼尸中最基础粗浅的法子, 也最为简单易学。 但刘瘸子一看还是有些云里雾里, 不过幸好他有家传的底子, 再加上跟庄主也学了不少东西, 勉强还能理解。 他当即有了个异想天开的主意, 决定把庄主的尸体偷回来, 将其炼成活尸, 让他亲自报仇。 于是在镇里人给庄主一家伴后事时, 他用家传的奉尸针法, 给庄主缝了个稻草脑袋, 等下葬之后, 他开关将尸体悄然运出, 藏在了山庄底下的古墓之中。 锦书等镇明们以为是庄主的尸体, 自己开关离开, 于是就有了无头神将的传说。 在其后的日子里, 刘穴子就躲在废弃的山庄里头, 按照书上的法子养尸练尸。 只不过这书本就不全, 他又是自学, 不免走了许多弯路, 等他最终将活尸练成, 已经是过了五年之久。 但刚练出来的活尸, 虽然身体很强硬, 连普通的刀子都砍不进去, 但遇到会法术的高手, 还是很容易被镇压。 所以他必须要接着养尸, 这一仰就又是十多年过去。 直到最近, 他终于大功告成。 刘穴子悄然离开山庄, 打听孙海龙师兄弟的下落, 才知道二十多年过去, 这四人竟然摇身一变, 成了戎城有名的大富豪, 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刘穴子悲愤交加, 他在折服了半个多月之后, 终于发现了一个机会。 孙海龙有个十分宠爱的宝贝儿子, 这小子没什么本事, 每日只知道花天酒地, 正准备和一群狐朋狗友 跑去蜀中一带游玩。 于是, 刘穴子就悄悄跟了过去, 用了一点手段, 就把这一群人带进了二月谷中。 但就在这关键时刻, 事情出了个意外。 这意外就是黄老先生那一星人。 他们这一群人来到二月谷后, 当晚趁着夜色就进了波耳山庄。 刘穴子认为他们是别有所图, 就把他们引进了地下的古墓。 黄老先生等人在墓中发现了 种种奇异的布置, 正激动兴奋, 没想到就触发了里面的藏阵, 被困了进去。 刘穴子引在暗处, 看他们在藏阵里徒劳挣扎, 但其中的一番对话, 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从林伯父他们的交谈中, 得知他手中的那件白玉老虎, 有破法的作用, 他就动了心思。 只不过, 这里的藏阵极为深奥, 他也不懂, 更不敢自己走进去。 因为一旦进去, 恐怕他自己也无法出来。 不过他曾经听庄主讲过一个小窍门, 眼前这个藏阵是专门困住活物的, 对死物并没有效果。 他立即就想到了一个主意, 启咒把无头神将召了过来。 无头神将本就是炼尸, 属于死物, 进去之后并不会被阵法所迷, 夺过林伯父手中的白玉老虎, 就退了出来。 刘穴子原先就顾及孙海龙四兄弟, 法术厉害, 他心里也不太有底, 知道这白玉老虎有破法的功效后, 心中大喜。 他给这件玉器造了一个铁壳, 套在上面, 并将其挂在无头神将腰间。 也正因为有这件白玉老虎在身, 每次当孙海龙四兄弟联手施展法术的时候, 就有一道幽光闪出, 照出一道光圈, 这就是白玉老虎在破法。 一切准备就绪后, 他就召唤无头神将来到地面, 首先就斩杀了那孙大少的几个狐朋狗友, 又将孙大少困在谷中, 为的就是把他父亲孙海龙吸引过来。 本来他的计划还是颇为顺利, 眼看着就能大仇得报, 只是没想到这当中又出了意外。 这意外就是多了我, 赵明敏, 贾小慧, 以及老光头。 贾小慧从头到尾都是看戏的, 倒也罢了, 我和赵明敏, 以及老光头, 却是直接改变了局势的走向。 无头神将被赵明敏放出的水灭附身, 以至于刘瘸子不得不现身救援, 结果被老光头一记咒阴重创。 刘瘸子本想带着无头神将逃入古墓, 甚至不吸引我们, 近藏镇同归于近, 只可惜还差了几步没坚持住, 昏迷了过去。 他从书上学的是最粗浅的一种练诗术, 练出的活诗只能由他用咒法引导, 无头神将没有他的指引, 就如同一个木偶一般, 毫无威胁, 以至于被孙海龙兄弟三人一举成情。 姓孙的白眼狼, 我可有哪句话说错了? 刘瘸子历生喝道, 这么多年, 你就不怕吗? 孙海龙阴沉着脸, 突然呵呵笑了起来, 不错, 那晚的事, 的确是我们四兄弟干的。 你, 你终于承认了, 刘瘸子恶狠狠地盯着他, 简直恨不得要把他一口吞了。 孙海龙冷笑道, 谁让那性警的小气呢? 我不过是想让他把藏门的秘法抄露给我一份而已, 结果他一口就拒绝了, 什么玩意? 刘瘸子气得发抖, 你简直是个猪狗不如的畜生。 孙海龙目光闪烁, 我孙海龙想要的东西, 谁敢不给? 这性警的, 就是给脸不要脸, 以为帮我一点小忙, 就能蹬鼻子上脸了。 畜生, 你, 你畜生。 刘瘸子破口大骂, 结果被老胖子一脚踹翻在地。 孙海龙一把捏住刘瘸子的脸, 阴沉沉地道, 原来那性警的把东西交给你了。 这老东西, 居然宁愿交你也不给我, 应该早点宰了它。 我呸, 刘瘸子想要冲他吐一口唾沫, 却被他一手捏住。 把性警的交你的东西, 还有练尸的法子, 全都交出来, 我可以饶你一命。 孙海龙立声喝道, 刘瘸子嘎嘎地笑了起来, 原来, 原来你让我说了半天, 就是想套出这些。 哈哈, 别做梦了。 那就让你尝尝, 生不如死的滋味。 孙海龙鸣笑道, 这时, 就听门内黄老先生的声音, 立声责骂道, 孙老板, 当年的血案, 真是你做下的。 孙海龙黑了一声, 黄老有何指教? 你, 你竟敢做这种事? 黄老先生大怒。 孙海龙冷笑道, 黄老, 你在外面的确是风光, 不过嘛, 如今都这般田地了, 你还想出去不成? 好家伙, 我听这姓孙的意思, 是准备杀人灭口了, 难怪敢一口承认。 大师, 你来这里, 应该也是有东西要找吧。 孙海龙笑着看向老光头。 老光头和和笑了笑, 并没有作声。 大师, 我看这些都是来路不正, 咱们联手, 把他们全都除掉, 也算为民除害, 然后各取所需如何。 孙海龙淡淡问道, 我见老光头, 眉头挑了挑, 似乎颇为异动, 心中暗暗冷笑。 大师不说话, 我就当同意了。 孙海龙呵呵笑道, 一脚踩在刘瘸子腿上, 死瘸子, 你要不好好交代, 我先把你两条腿都给废了。 去你妈的, 刘瘸子破口大骂。 孙海龙面露宁笑, 抬起脚就要踩断刘瘸子的另一条腿。 你, 你住手, 忽然一个声音急切地叫道, 开口阻止孙海龙下毒手的, 是站在我边上的赵明敏。 从刚才开始, 我就见这姑娘一直紧握着双拳, 原本红润的嘴唇给她咬得发白, 显然对那孙海龙的恶毒愤怒至极, 到了这时终于是忍不住了。 哼, 你个死丫头, 也敢让我住手。 孙海龙冷森森的目光扫了过来。 赵明敏被她吓得往后缩了一缩, 你, 你别太过分了, 会有报应的。 孙海龙像是听到什么天大的玩笑, 报应, 我姓孙的字点脸, 就从来没有报应这两个字。 既然, 你要急着投胎, 那我就先送你们俩上路。 赵明敏脸色发白, 拉开架势结了个法印, 只听门内黄老先生厉声呵斥道, 姓孙的, 你敢。 孙海龙哈哈大笑, 你看我敢不敢? 你就不怕我们江城的高手, 找你算账? 这是杨远宁的声音。 孙海龙冷笑, 我孙海龙怕过谁? 再说了, 你们江城能有什么高手? 就你们这批人吗? 他说吧, 目露凶光, 扫了我们一眼。 老大, 这小子你随便弄死, 那两妞能不能给我留着玩玩? 老胖子黑黑笑了一声, 一双眼睛咕噜噜地在贾小慧和赵明敏身上打转。 贾小慧双手插在衣袋里, 没有任何表情, 赵明敏却是气得满脸通红, 你混账。 出去了什么女人没有? 孙海龙瞪了那老胖子一眼, 又转向老光头道, 大师, 咱们四人一起出手, 先把这三个碍事的小家伙除了, 你怎么看? 我看着姓孙的驾驶, 是想把老光头给绑上他们的车子, 等于立个投名状。 不过老光头却是颇为迟疑, 这个。 大师, 还在犹豫什么? 孙海龙瞇了瞇眼睛, 这里可是藏门留下的大幕, 指不定藏了什么宝贝。 咱们只要把这些人除掉, 就可以享受聚宝。 老光头神色殷勤不定。 大师, 无毒不丈夫, 咱们先把这三个小家伙给宰了。 孙海龙阴狠地扫了我们一眼。 住手! 门内传来黄老先生的力声呵斥, 紧接着就是剧烈地咳嗽。 孙海龙黑黑冷笑, 黄老, 你还是先顾着你自己吧, 不过既然到了这个地步, 你们也别想活着出去了。 这种鬼地方, 你们死了也是神不知鬼不觉。 这时, 那老光头往前走上一步, 欣然道, 既然孙老板盛情相邀, 本事自然不好推却。 这老东西, 眼看局面于他们大大有利, 这是打算把我们一锅端了。 大师说得好, 那咱们就动手吧。 孙海龙哈哈大笑, 四人朝着我们逼了过来。 陈平照明明喊了我一声, 不过最终也没说什么, 紧张地截了个法咒。 我看向贾小慧, 却见他一个转身, 双手插在衣袋里, 慢腾腾地往外走去。 老四却把那丫头捉过来, 孙海龙高声叫道, 老光头却急忙阻住了他, 先别管那他, 咱们把这两个做掉再说。 我一听, 就知道他是对贾小慧心存顾忌, 这会儿看他先行离开, 估计心里正巴不得。 孙海龙倒也没有意义, 鸣笑一声, 那就先宰了这两只小菜鸡。 我早就看这小子不顺眼了, 老胖子嘴里骂着, 率先扑了过来。 我听到身边的赵明明低呼了一声, 神色紧张地拉开架势, 在他肩头轻拍了一下, 一抬左手, 四道通幽宝钞疏呼飞起, 在空中停了停, 旋即朝着四人当头压下。 孙海龙等人脸色巨变, 大喝一声, 纷纷双手节奏, 护住脑门拼尽全力向上格挡。 我四道宝钞祭出, 立即抢身而上, 直扑老光头, 一记鞠鞋指直戳他胸口。 与此同时, 轰的一声响, 孙海龙三兄弟被宝钞直接压趴在地, 双手支撑地面, 轻筋暴跳, 骨头隔个作响。 跟我预计得差不多, 老光头是这四人中修为最高的, 也是四人中唯一还能站着的。 我学童有宝钞的时间不长, 而且这四道宝钞也不是我亲手练的, 要是给他缓上一缓, 说不定就能被这老光头给脱身。 只不过, 我哪会给他喘气的机会, 宝钞砸落的瞬间, 居斜指以至。 老光头被宝钞压着, 如同身负千军重物, 大吼一声, 电光火石之间, 硬生生地往左侧挪了一挪。 我一指点空, 立即手指成爪, 使得捉逃手, 五指或驱或身, 在他手腕一角, 借是合身撞入他胸口, 一记贴身靠, 把他撞得朝后跌出。 我足间一点, 纵身而上, 如影随形, 一指戳在他胸口关翘处, 随即绕到他身后, 又封了他后背一处关翘。 这一切发生得奇快无比, 只在一瞬之间。 我将老光头置住, 正要回头收拾孙海龙三兄弟, 突然一道幽光从孙海龙身上亮起, 在对面壁上照出一个光圈。 白玉老虎! 我吃了一惊, 豁然明白过来。 难怪之前老光头在无头神将腰上没找到东西, 原来早已被那孙海龙神不知鬼不觉地给摸走了。 白玉老虎有破法之效, 幽光一亮, 宝钞被破, 孙海龙猛地跳枪起来, 丢下他的两个兄弟, 头也不回地朝外狂奔去。 我自然是不会让他走了, 身形一晃, 就追了上去。 只是没追几步, 猛地就见前面狂奔的孙海龙像被什么东西撞中, 像一个球一般, 呼地倒飞了回来, 摔在地上, 只打了几个滚。 随后就见黑暗处浮现出两个人影。 这二人个子矮小, 竟是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看着也就十三四岁模样。 男的穿一身黑, 女的穿一身白, 模样颇为清秀俊俏, 然而两人肤色苍白, 面无表情, 一双眼睛黑漆漆的, 乍一看, 浑然不似活人。 尤其在这阴暗的古墓中出现, 更是阴森诡诀。 陈彬你没事吧? 赵明明跑到我身边, 脸色煞白地看着, 往这边走过来的两个诡异孩子。 我说没事, 只见那两个孩子, 一步步走到近前。 谁是刘瘸子? 那女孩子突然开口说道, 虽然模样冰冷, 声音倒是颇为清脆。 我,嘿嘿, 我是。 摊在地上的刘瘸子, 吃力地抬了抬头, 说道。 那女孩子扫了她一眼, 这座山庄的主人跟你什么关系? 庄主, 既是我师父, 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刘瘸子喘, 吸着说, 他有教你藏门秘书? 女孩子目光伶俐? 没, 没有, 庄主只是跟我讲一些玄学道理。 他说藏门秘书, 不得外传。 刘瘸子摇头道, 那女孩子的目光缓了缓, 这些年, 你一直守着这座墓。 刘瘸子苦笑了一声, 我哪有这能力守墓, 只不过惦记着庄主的胶带而已。 女孩子点了点头, 神情仍是冰冷如霜, 她的目光落到了无头神匠身上, 这就是山庄的主人。 刘瘸子神色欺然, 正是她的尸身。 那女孩子突然朝我看了一眼, 你, 把你的法术收掉。 我对这两个小孩的来历十分好奇, 而且听这小女孩的口气, 似乎跟这里的庄主有某种关系。 我倒想看看, 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于是也没说什么, 将宝钞收了回来。 老胖子二人, 霍帝从地上爬起, 将摊在一边的孙海龙扶起。 你, 你们是什么人? 孙海龙脸色发青, 惊惊地盯着眼前的两个小孩。 小女孩目光冰冷地扫了他们一眼。 你们不是, 想要葬门秘书吗? 我就满足你们。 话音刚落, 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琪琪结了个手印, 往孙海龙三兄弟一指。 我就见三人突然, 被一团黑气缠身, 紧接着, 三人就发出一阵阵惊天动地的惨叫, 手脚诡异地扭曲反折, 瞳孔甚血, 如同被无数看不见的东西, 不停撕扯。 鬼, 好多鬼, 饶命啊, 饶命啊。 三人声嘶力竭地叫喊着, 听来让人毛骨悚然。 赵明明吓得浑身发抖, 躲到了我身后, 不敢再看。 藏门秘咒, 万美朝宗, 小女孩声音森冷如霜。 我听得心头狂跳。 你, 你们, 是藏门, 真是藏门的。 刘穴子激动地语无伦次。 牧师之中, 回荡着孙海龙三人的惨叫声, 他们的身体早已看不出人形, 却是始终不死。 这才叫生不如死, 这才叫地狱。 那小女孩脸上看不出半点怜悯, 来到刘穴子跟前, 点了点头。 你很不错, 愿不愿意跟我们回去? 他说的回去, 自然是回藏门。 刘穴子泪流满面, 愿意, 愿意, 他声音哽咽, 只是拼命点头, 我能不能把庄主一起带去。 小女孩看了无头神将一眼, 那是当然。 她说完, 回过头来, 看着我和赵明明, 你们俩还算不错, 没有帮着他们。 我见她比我还小着五六岁, 分明还是个小孩子, 但行事说话, 却是老成得很, 既觉得惊异, 又觉得有趣。 小女孩目光在老光头身上一转, 顿时把这老东西, 吓得脸色铁青, 不过显然, 那女孩子对她没什么兴趣, 指了指墓室内, 问我, 里面的人真不是盗墓的。 里面黄老先生和杨远宁慌忙解释, 说他们只是来考察的, 绝不是为了盗墓而来。 黄老先生更是激动得不行, 连声问对方是不是真是藏门的, 说他一直对藏门的事迹极感兴趣, 念念不忘。 我也帮着解释了一番, 说黄老先生最心玄学, 尤其痴迷藏门的研究, 是个学者, 绝不是盗墓贼。 那小女孩点了点头, 你去把那东西捡起来, 跟着我们走。 以指气使得, 口气高傲的紧。 他说的是, 地上被孙海龙落下的白玉老虎, 我上前捡起, 拿在手里, 这才看清他的全貌。 这是一只杨枝白玉雕刻而成的老虎, 只有半截手掌长短, 有些类似于电视上经常见到的那种 古代钓兵浅将的虎符, 可以很容易地握在手里。 整只白玉老虎晶莹剔透, 线条刻画为妙为孝, 是不可多得的玉中精品, 但其他的却也看不出什么奇特之处。 那小女孩走到一堵墓墙前, 将手掌贴在上面, 抚摸了一阵, 突得响起轰隆隆一声, 闭上居然开了一道石门。 你俩跟我们下去。 小女孩命令道, 赵明明看了我一眼, 跟着我一起, 随着二人进了石门。 之后又转过几个墓室, 一路来到大墓深处。 如果说在此之前, 我对这两人的身份还有些疑虑, 但看他们在这墓中行走自如, 就跟到了自己家一样, 就基本能肯定这二人恐怕真的是来自藏门。 不久之后, 终于进入了主墓室。 看着这宏大的墓室构造, 以及从墓顶直扑到地面的巨大符文, 我深深为之震撼。 都说藏门是藏法墓局的鼻祖, 果然名不虚传。 从风水格局来看, 这座大墓, 一个个墓局结构环环相扣, 而最终的墓地都是在于风阵, 风阵这主墓中的那口铁关。 在主墓室的风魂台位置, 停放着一口巨大的黑色铁关, 上面压着黄色金箔, 用暗红色的银头小字写着送魂金。 铁关周身更是贴满了符禄。 铁关四周立着八尊青色守墓神兽, 四方角落各悬一枚青铜照妖镜, 正对着铁关。 看着这惊人的排场, 想必这铁关之中风阵的 就是锦家镇世代镇压的邪物。 听那小女孩说, 这邪幕是他们藏门前辈在三百多年前所见, 里面风阵着一具殷尸, 他俩过来, 就是要把这具殷尸带回藏门。 我听的暗暗心惊, 通常来说, 对付殷尸最好的办法 就是用阳火烧的灰飞烟面, 一聊百聊。 然而, 藏门却大费周折, 在这里建了一个大幕来封镇这具殷尸, 要么是有其他特殊原因, 要么就是这具殷尸 已经邪门到连阳火都无法烧灭, 只能用大幕封镇。 你俩站在那里, 男的占阳面, 女的占阴面。 小女孩指挥道, 她指的是铁关前地面上的一个太极图, 我和赵明敏一言站了上去。 你手里那只白玉老虎有震煞的作用。 你们俩不管谁, 把她拖在掌心。 嗯, 站好了, 其他别问。 小女孩道, 等会儿我俩开关, 你们别乱动, 不然小命不保, 可别怪我没提醒。 我听得又好气又好笑, 这小丫头骗子的本事的确厉害, 不过也太目中无人。 赵明敏小心翼翼地按她说的站好, 不安地看了我一眼。 我把白玉老虎塞在她手里, 朝她微微点了点头, 她拍了拍胸口, 白玉老虎拖在手心, 轻轻地吁了一口气。 照我说的做, 别乱动, 记住了。 小女孩回头又嘱咐了一句, 挥手在铁关上一拍, 就见一根铁钉从关盖上弹了起来。 她那同伴握住铁钉, 将其拔出。 紧接着依法施围, 过不多时, 铁关上十八枚镇魂钉就被禁术起出。 二人神色肃穆, 小女孩手指捏了个法绝, 她同伴双手一合, 将关盖推开。 就在这时, 突然一股巨大的寒气扑面而来, 肌肤如同针刺一般, 手脚僵住, 动弹不得。 我看到一片白花花的寒霜 从铁关中蔓延而出, 站在铁关前的那对孩子, 保持着刚才的姿势, 僵力不动。 只是转眼间, 她们的头发, 眉毛上已经截起了白霜。 照明明手中的白玉老虎幽光闪烁, 但很快, 她的身上也照上了寒霜。 我只觉得浑身冰冷刺骨, 那种寒意如同来自九幽, 银寒难耐, 从肌肤侵入, 渗入骨髓。 不,不好, 中,中招了。 那男孩子费力地张开说道。 都是我, 我不好, 是我, 我大意了。 小女孩发颤的声音中充满懊悔。 只听到咯咯几声, 铁关中传来一阵怪响。 我宁神静气, 想要提一口气起来, 但这寒气极为诡异, 不停地侵入体中, 瞬间让手脚僵硬, 无法动作。 他们都说我太自大, 我还不信, 都是我的错。 怎么办? 那小女孩说着说着, 居然哭了出来。 我哭笑不得, 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 这种时候, 你哭有什么用? 他那同伴却比他稳重许多, 劝道, 别, 别哭, 再想想办法。 那小女孩抽烟道, 我完全动不了, 那东西要出来了, 怎么办呀? 我, 我该死。 我心中急转念头, 回想着学过的各种秘书咒法, 想要找到脱困的办法, 但那寒气越来越盛, 整个人都开始慢慢失去知觉。 我莫颂咒法, 起了个回扬咒, 但那生发的阳气, 在那寒气面前不堪一击, 如同火苗被瞬间湮灭。 然而就在这时, 被锁阳玉符锁住, 藏在我身体身处的那骨子古怪的阴气突然大胜, 外面侵入的那股寒气, 遇到阴气, 就如同雪花遇到热汤, 转眼就被吞噬。 随着寒气消融, 阴气越来越盛, 我只觉浑身冰凉, 心跳弱到几乎没有, 但手脚却已然恢复了知觉, 顾不得其他立即抢身而上, 奔到铁棺之前。 你, 你能动? 那一对小孩吃惊地叫道, 声音中既有错愕, 也有惊喜。 我见铁棺之中, 躺着一具干尸, 长长的头发已经长到了腰际, 黑紫色的指甲足有三寸多长。 这是阴生长的现象, 尸体在入土之后, 如果不腐不烂, 毛发以及指甲都会继续生长, 这有个专门的称呼叫做阴生长。 说明这具干尸已经在关中年代很久。 这具阴尸干瘪的厉害, 看不出本来面貌, 但从骨架轮廓看, 应该是具难尸。 在他喉咙正中, 插着一枚赤色长钉, 钉身上缠着一道符露, 只是此时, 那钉子已经浮上来大半截。 快把疯魂钉震回去! 小女孩急忙叫道。 只是他话还没说完, 就听多得一声响, 那根赤色长钉就已经从干尸身上跳了出来。 快,快跑! 小女孩大叫。 我左手一挥, 四道通游宝钞飞起, 同时右手手指急弹, 有声以来第一次用最快的速度起伏。 煞尸间道道符露升起。 两道破煞符, 三道震尸符, 四道盘龙香云符, 五道紫薇显胜咒。 那干尸恐怖的手爪攀上观炎, 刚要做起, 就被一道道宝钞符咒给砸得倒了回去。 我截了个狙鞋指, 一指定鞋。 同时合身而上, 在观炎上一番, 抓住那枚封魂钉, 拍回那干尸猴中。 干尸被镇魂钉重新封住, 铁关中渗出的寒气顿时一缓。 两个小孩身上冒出鸟鸟白气, 眉间发烧的白霜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了下去, 猛地身子一震, 手脚恢复行动能力。 二人立即各节法咒, 齐齐网关中的干尸应去。 我只觉身上那股阴气 如潮水般汹涌澎湃, 心跳变得越发迟缓, 盲腿到一边定神凝气, 握住锁阳玉符, 连连施展能驻升阳气的咒法。 有那么一瞬间, 我甚至怀疑自己 已经变成了某种邪碎, 身上阴风阵阵, 不似活人。 幸好过了好一阵, 那股翻涌的阴气 终于渐渐平息, 在锁阳玉符的运转下, 阳气缓慢地重新流转, 笼罩周身。 等我缓过近来时, 只见那两个小孩 已经站在棺材边, 正直勾勾地盯着我, 在他们中间立着一具干尸, 喉中镇着一枚赤色长钉, 被一根指头粗细的五色绳子 捆成了一个大粽子。 你没事吧? 小女还问? 我微微地虚了口气, 摇头说,没事。 不过我并不打算上前, 因为我此时身上阴气 依然强得离谱, 而阳气微弱至极, 很容易被人看出不对。 不过, 幸好刚刚被那铁关中的 寒气侵袭, 就算有些不妥的地方 也可以蒙混过去。 我是葬门李无邪, 这是我哥李天真, 我俩是龙凤胎。 小女孩突然说道, 我说我叫陈平, 姓慧。 李无邪看着我好一会儿, 咬了咬嘴唇, 刚才, 刚才多谢你了。 不过, 你怎么会没事的? 我总不可能说 自己身上有道古怪的阴气, 不人不鬼的, 只好含糊地说自己也不清楚。 李无邪倒也没有往下追究, 可你, 你的起伏速度 怎么能这么快的, 比我都, 都快多了。 他哥李天真突然插嘴道, 师父早就跟你说过,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你就是仗着自己天赋高, 得意忘形, 现在知道了吧。 李无邪扁了扁嘴, 你别再讯我了, 我知道错了, 我回去就关自己禁闭认罚。 这小姑娘一出现, 就是各种高冷狂傲, 倒是难得见到她这一副委屈模样。 我笑笑说, 你年纪还小, 再长大点, 就比我快了。 小姑娘脸上一写, 就是, 你比我大几岁, 等我再练几年, 肯定就追上你了, 再说了, 你起伏速度虽然快, 其他本领也未必就比我强。 人家比你快了几倍, 你哪来的信心? 李天真面无表情地打击道。 李无邪气得一跺脚, 有你这样拆妹妹抬的哥哥吗? 哼, 你等着瞧。 我见兄妹二人相互挤兑, 不禁想起已经十年未见的小妹, 心中一暖。 回头去看了看赵明明, 这姑娘已经昏迷了过去, 身子冰冷, 不过脉搏还算有力, 呼吸也沉稳, 想必是手中的白玉老虎 给她抵挡了大半的寒气。 我稍稍放心, 问兄妹俩这句阴尸要怎么办? 哼, 原来这东西已经破开了阵魂钉, 害我差点马尸前提。 李无邪气鼓鼓的。 还不是你自以为是, 他哥插倒。 你你你, 李无邪扁着嘴, 气得不行, 你就不能回去再训我吗? 你再说, 我哭给你看。 我瞧得哭笑不得, 这小丫头刚才有多高冷拽, 现在就有多反插萌。 我们要走了, 得赶紧把这东西带回去, 不然只怕路上会出问题。 李无邪脆声说, 我现在的状态还是很不对, 就说想在下面再歇息一会儿, 让他们先上去。 那好, 我会把所有葬阵暂时停掉, 不过你们也不要担得太久哦, 大概四个钟头后, 葬阵又会重新启动, 然后封闭整个大幕。 李无邪叮嘱说, 见我点头, 兄妹俩带着那具阴尸往外走去, 走到半途, 两人突然停了下来。 你能不能答应我, 别跟其他人说我俩的事, 也不要说我俩的名字。 李无邪脆声问, 我说这个当然, 那如果我们跟你做朋友的话, 你能不能不跟我打听葬门的事? 我证了一证, 说朋友之间本来就不能强人所难。 戏, 那好, 李无邪报了两串数字, 这是我和我哥的号码, 你记住了没, 记得加我们微信。 说完, 就转身跟着他哥消失在木道尽头。 我取了两道玄机回春咒符, 分别贴到赵明敏额头和后背, 大了大他手腕的脉搏, 确定他应该没什么大碍。 从他手中取回白玉老虎, 正要放到一边, 准备好好调理一下, 体内气息。 但就在手指接触的一刹那, 我突然发觉, 体内已经渐渐折服下去的阴气突然翻涌了一下, 沿着我的指尖渗入到白玉老虎之中。 我吃了一惊, 突然就见原本晶莹剔透的玉器之中, 像是渗进了一缕漆黑的墨汁, 然后老虎身上逐渐显现出零星的黑点。 我仔细一看, 才发现这并不是黑点, 而是一个个古怪的文字, 说是文字, 又有点像是符号, 我从未见过。 我拿出手机, 把这些字符一个个照着描了下来, 最后一数, 总共72个字符, 每个字符都各不相同, 歪歪扭扭, 结构十分奇怪。 再过一阵, 那些字符渐渐淡去, 白玉老虎又恢复成了晶莹剔透的模样。 我满心狐疑, 难道是只要遇到阴气, 这东西就会显化出字符。 本想再试一试, 可此时我身上的阴气已经折服了回去, 再怎么接触, 也没有什么变化。 我又把白玉老虎放入那口铁棺之中, 这铁棺养了一具阴尸几百年, 阴气极重, 但白玉老虎却并没任何变化。 我一时百思不得其解, 正好照明明悠悠地醒转了过来, 他吃了一惊, 猛地从地上坐了起来。 等我把之前的事情大致说了一遍, 他才拍着胸口, 连说好险。 我用手机把牧师墙壁和地板上刻的一些符咒静置拍了下来, 打算回去研究研究, 毕竟这些东西都是出自藏门, 能琢磨出一些东西也是受益匪浅。 回去的途中, 赵明明低头走了几步, 拿出那块玉绝, 递还给我。 我说这玉用过一次就没用了, 扔掉就行。 那我能不能留着? 赵明明急忙问, 说到这里脸疼得一红, 慌忙解释说, 我就是想留个纪念。 我说当然可以。 谢谢。 赵明明欢喜地把玉绝收了回去。 等我们回到上面, 就发现黄老先生和杨远宁等一群人, 已经从被困的墓室中出来。 虽然众人都是神色憔悴, 唯靡不振, 但幸好都没有性命之忧。 刘瘸子和无头神将已经被李家兄妹俩带走, 而孙海龙兄弟三人早已成了一团烂泥, 死得不能再死。 老光头面色铁青, 眼睛瞪得同龄似的, 估计也是被孙海龙三人的下场给吓得不轻。 眼看时间不早, 我们赶紧从墓中出来。 回到山庄之中, 找到了那个被孙海龙用来当诱饵的女人, 他这会儿还昏迷不醒, 被我们带了出来。 只是来到山庄门口的时候, 外边的动静让我们所有人吃了一惊。 门外围了黑压压的一片人, 一眼看去, 几乎所有镇子里的人都来了, 齐齐跪在地上磕头祈祷。 我在人群中看到了警叔和警方妇女俩, 找了他一问才知道, 原来就在刚刚, 无头神将显灵了, 并且告诉他们从此足归修改, 允许大家迁居到其他地方, 不再强制规定, 不许住在谷中。 我知道这八成是李家兄妹俩导演的把戏, 不过这样一来也好, 算是做了一个了断。 如今墓中的殷尸已经被带走, 也就没必要再以阳气风阵邪幕。 镇子里的人见, 我们一群人从山庄里冒出来, 都是大感惊奇, 还是黄老先生好说歹说, 解释了半天, 再加上有之前的无头神将显灵, 总算是把我们放了出来。 刚回到警方家院子门前, 就见南洋那二人推着林青霜走了出来, 李珍和张浩跟在三人身后, 不停地叫着什么。 黄老先生, 林伯父, 杨大师, 他们见到我们一行人, 又惊又喜, 忙跑了过来。 爸! 林青霜更是眼睛一红, 直接哭了出来。 林伯父状态极差, 被两个人搀扶着, 但是看到闺女, 还是硬撑着站了起来。 我把老光头推了过去, 朝对面说道, 一个换一个。 李珍张浩二人大喜, 立即回头叫道, 你们还不放人, 不然我对你们这什么大事不客气。 谁知对面那女人一把抓住林青霜的脖子, 冷冷地道, 想要人把白玉老虎交出来。 李珍骂了一句, 气急败坏地跑到老光头身边, 摸了一把刀子出来, 架到老光头脖子上, 再不放了双双, 我宰了你们家大师。 那女人淡淡道, 随便。 我见老光头的脸都绿了。 那女人伸出两根手指, 在林青霜眼前晃了晃, 我数到三, 再看不到白玉老虎, 就挖了你闺女一双眼珠子。 一一。 林青霜吓得直哭, 林伯父无奈之下, 只好拿出了我, 交还给她的白玉老虎。 那女人把白玉老虎收到手中, 神色一喜, 把林青霜往壮汉手中一推, 立声道, 你们都不许动, 等我离开十分钟后, 自然会把人交还。 说吧, 转身就往外急奔。 林青霜被那壮汉擒在手里, 我们却是无法轻举妄动。 这时, 我就见外头围观的人群中, 有两人悄然离开, 追着那女人而去, 瞧背影应该是谢宁跟何有道。 十分钟后, 那壮汉把林青霜一推, 跟着大踏步飞奔而去。 赵明明和李征他们立即迎了过去, 林青霜扑进闺蜜怀里,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接着, 林伯父等人又过去好生安慰了一番, 他才抽抽耶耶地止住了哭。 黄老先生和杨远宁等人跟我攀谈了一路, 不过经过这一番波折, 众人早就筋疲力竭, 只是苦苦支撑, 此事件事情已了, 在景叔父女的安排下, 都回屋尽时休息。 林青霜除了受惊过度, 其他倒也没遭什么罪, 挽着赵明明在李征张浩的簇拥下, 一行人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进屋之前, 赵明明突然停下回头, 冲我招了招手, 陈平, 你要不要一起来, 我们准备喝点酒, 给双双压压惊。 我打来的哈欠说, 有点困, 就不去了。 对啊, 陈平没兴趣, 就别管他了, 我们喝就行。 李征催促着赶紧进去。 赵明明只好跟我说, 那你好好休息, 随着众人进屋。 回到房间, 我把发便男的关窍给解了。 听说老光头也落到了我们手里, 还被同伙给抛弃了, 发便男很是幸灾乐祸, 大骂着死兔子活该。 我见屋中有面镜子, 就过去照了照, 见自己脸色苍白, 眼圈隐隐有些发黑, 经过这一晚, 身上的阴气又中了几分。 这样下去, 恐怕连锁阳玉符都压制不住, 不由得有些发愁。 过不多时, 困一袭来, 把发便男的关窍封上, 往边上一扔, 就倒在床上沉沉睡去。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已经是阳光明媚。 外头人声嘈杂, 洗漱之后开门出去一瞧, 原来大多数人都已经起床了, 正围在院子里吃早饭。 陈平, 过来这里, 赵明明正和林青霜小声说着话, 见到我盲挥手, 朝我招了招。 张浩却是把他旁边的位置一霸, 说, 不好意思啊, 这里太挤了, 你还是去其他地方吧。 我懒得跟他们争风吃醋, 正准备随便找个空座位, 就听到黄老先生的声音, 叫我过去他那边坐。 我一看, 那一桌除了黄老先生, 都是像杨远宁等风水大师, 以及国学协会的几位老人, 林长宏伯父在里头, 算是年纪最轻的。